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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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微笑道 或许孟公也有苦衷吧 陈雪莫攻深说 陛下过于仁慈了 寻婉称赞道 陛下真的乃万事人均也 赵琪抬手 灰心一笑 转而说道 将孟公为朕择选的几位贤才 请进来吧 王姬当即礼命而去 很快 二十几名贤才疑惑地被带入殿中 并未入内殿 许微建议先将口气盛大的万刃山 宣进来与殿前奏对 照起看他一副较为迫切的样子 便同意了 陈奥得知一个混混 居然还在自己的前面 心又不爽 万刃山 你自诩有大财 答卷上为何是空的 徐薇说着 朝上方召起一拜 你当着陛下的面信口开河 犯了欺君之罪 万刃山的鬓角 特意留着两撮黑发 颇有造型 大人 草民建议去城里 找个大夫好好瞧瞧呀 不然你的眼睛怎么瞎的 都不知道的呀 我的答卷上 明明写得很清楚 你怎么能说我是空的呢 我知道你是谁 你就是在茂山城 击败越国名将 陆毅的许大人吗 大人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民间 还是挺有名气的 不过 今天我万刃山见了 可是失望得很呢 徐薇从来都不会在意 别人对他的看法 正式说 废话少说 本官给你一次机会 你有何策 不写于答卷 还要面译 万刃山胸前的长命锁 随着他的身体摆动 而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响声 他说 这个怎么去治理西枪 我是不知道了 但谁说只有会治理西枪 才算有才能呢 徐薇说 你说得不错 但今日我们的策论 就是论如何治疑 赵琪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有些迷糊了 八十的能力值 怎么也不至于肚子里 什么东西都没有吧 还是说自己这个系统卡巴格了 万刃山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才能 不瞒陛下 我万刃山可是这大梁城混混中的大哥 手里管着上千名混混 每日遍布京城各大街 一天的收入也在万贯以上 别看我穿的破烂 但这是我的职业装 我胸中韬略 可不会因此而减少的哦 赵琪笑了 他说 你说这些对于郑来说 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与国无异 万刃山一时挤眉弄眼 错了错了 我尊敬了圣上 您虽然高高在上 但是也不了解民间的事情啊 就说上次难民涌入京都 若不是我带领我手下的混混们 帮助那些被官府残害的难民渡过难关 现在他们早就死于非命了 我不是说那些狗官是陛下受益的了 其实我知道陛下是好人 是大大的好人 赵琪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眼前这个家伙 基本上是失去了兴趣 看来你真的只是个混混 不要看不起我们混混啊 我们混混可是也有大智慧的哦 赵琪起身笑道 混混只能混一条街 混不了天下 万刃山看得出来 这位天子已经快对他失去兴趣了 必须得赶紧想个法子 不然被砍头了可就完蛋 猛然间他灵光一闪 哎呀小金井 江湖救急 先拿你的东西忽悠忽悠这个皇帝 不然兄弟我的命就要没了 他在心里做出了某种认错的仪式 旋即一拔高声音 我就知道陛下的处境很不好 相国大人名为脱姑辅正 实为国贼 京都难民惨状皆出自他的手 此言一出 众人眼前顿时大亮 一个混混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那很是罕见了 那你说说 朕应该如何图墙呢 万刃山又低下了头 认真思索 云井那小子 平常在他们跟前瞎吹了东西 陛下 草民觉得相国大人根基很深 就像是百年的老树 想连根拔起太过困难 此刻陛下应该暗中积蓄力量 再许许谋夺兵权 毕竟要巨岛大树 还需要巨子 你倒是有些见解 虽然赵起心中早已有定数 但万刃山身为最底层的人 还能够穿过重重迷雾 看到深层的东西 已经是远超一般人了 你的命保下了 万刃山长说了一口气 谢圣上隆恩 赵起又问他 为何向太长青头撞报名 说起这事 万刃山就来气 他说道 皇上 我们兄弟三人压根就没有什么 我们就没有头 只是在那告示前说了两句话 就被官兵抓进了太长府 什么也没干 他们就拉着我们来见圣上了 徐卫怒骂一声 果然如此 当真是可恶至极 万刃山却是顿觉神清气爽 望着徐卫 想起了一件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九章 姑且算作有报复的目标 许卫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不需要万刃山说 他便主动向对方赔一道歉 表示自己今后绝对不会再以貌取人了 一场策论下来之后 天色已晚 赵喜便将这些闲财放了回去 勒令明日正卫时进宫 他将会再进行考核 很多人都还是稀里糊涂的 他们大多受到家中长辈要求而来 本想着就是走个过场 给那些真正的才子 充当一下炮灰即可 万万没有想到 最后居然就来到了皇帝陛下的面前 而且看着架势 大概好像是被录用了 就连那三个混混都没有被提出 京都四少怀疑自己进了假的皇宫 遇见了假的皇帝 什么时候国家选贤那才这么简单了 八虎尖狼听着万人山 在前面吹嘘自己在皇帝面前的表现 已经麻木了 最后愣愣地问道 万人山 明天我们还真的要去吗 要不还是找云景商量商量吧 他鬼主意最多 万人山文言不屑地说 他云景还不是跟着咱们仨混出来的 我还是他半个师父呢 问他做什么 听我的就是 你们要相信 万人山的智慧是无敌的 八虎和尖狼有些害怕地对视一眼 那明天我们去不去 不去 对 不去 那个地方虽然看着金碧辉煌 但一不小心脑袋怎么搬家的都不知道 还是别去了 万人山黑黑地笑道 不去 不去你们就等着脑袋搬家吧 我可告诉你们 圣上的身边有一支很隐秘的部队 就是专门刺探天下的 我们从皇宫出来 就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你们两个猪脑袋 还想着不去 回到甘泉宫中 召起沐浴之后 向正在算账的玉儿询问 玉儿 黄姐还没有醒吗 今天已经醒了 不过圣后娘娘不让公主下床 她还埋怨你怎么没去看她呢 她是习武的身体 不会有什么事的 接着 她将自己今日策论的事情 告诉了玉儿 玉儿听后困惑地说 陛下留下他们准备做什么 召起胸有成竹 说道 她想用一些歪瓜裂枣 瓦解朕的计划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正好借此机会 治着这京都世家子弟 玉儿想了想 刘公圣侯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 现在我们不应和围相正面交锋 更应韬光养晦 我们都还年轻 围相却已经老了 如今我们已有自保之力 围相已难迈合我们 今日我同太后娘娘去探视公主 听圣后的意思 也是想平静如今朝堂中的斗争 母后都说了什么 起初是同太后娘娘谈及 如今朝中圣侯和围相之争 圣后如此说 自是说给陛下听的 后来竟又留下太后娘娘 一同召见了围相 圣侯刘公 还有光露勋柴武 所谈及双江和上阳两地 重建事物和灾民的安置 话里话外 都是让几位大人暂惜干戈之意 其实玉儿也觉得 当务之急 需以东西两地重建为药物 灾民的安置工作 绝不能忽视 赵琪这次点了点头 日前朝中势力较多 赵琪尚能够借助各方力量 进行诛杀 袁世财和柴端两个人的倒台 其实都不是依靠他的力量 他只是点火在拱火 最后维一行环浩等人 自会主动出手 但现如今依然不一样了 维一行已经成为了 朝中的晴天之处 环浩是维二拥有 辅证大臣身份的 能够否决维一行 诸多施政措施的人 柴武虽然是柴党之首 但这柴党如今已是 名存实亡 赵琪看向窗外的夜色 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燕国忙于对付慕容似水 越国也损失颇重 即便想要卷土重来 那也是两三年后的事情 我正可借此机会 大力恢复民生 充实国库 提升军队战力 民生两个字 深深地触动了玉儿 陛下 你今日说这句话 和平常倒有些不一样 听你的意思 是平常真就不注重民生了 赵琪盯着玉儿 感觉自己遭到了莫大的误会 玉儿笑而不语 赵琪主动说道 前几日在城外 见到那位老丈 朕想他说过 以后不会再那么乱了 他说的是朕 因为这句话 并非是对玉儿说的 而是那位老丈 生活在富足的华夏 二十一世纪 他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过一个人 如此悲惨的故事 死于战乱 死于洪涝 唯一剩下他一个人 正如那位老丈所说 像他那样的人 并非只有一个 能够像他那般 所思的人 世间少有 不言开辟一个伟大的时代 总要让自己之下的百姓 安居乐业 如此 既不负自己穿越来此 也不负原主 对大昭百姓的 心心挂念 当然更不负玉儿 对自己的期望 确定了目标 自然要为之走出第一步 首先 还是得有钱 有钱才好办事 我明白了 玉儿收起账策 来到召起审判 能看到陛下 有如此一个宏伟的目标 他会心一笑 又在突兀间 转移话题说 陛下近几日 难道没有发现 金箍侯有些奇怪的举动吗 王胖子 他除了越来越肥 还能有什么变化 赵启困惑地说 莫非玉儿 发现了什么 玉儿白了他一眼 金箍侯是陛下心腹 陛下居然没有察觉到 他的变化 也太不细心了 被玉儿略带鄙视的眼光扫过 赵启有一种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丢了威风的感觉 他说 那是因为有玉儿 这样的闲内助 我才没有去观察 玉儿又白了他一眼 正死说道 今日 京都各世家大族 和金箍侯来往频繁 就连太仆卿 也亲自登门拜访 听到这里 找起陈寺片刻 而后说 他们是看王胖子封侯 想要拉拢吧 玉儿点头说道 太仆卿是带着 几名年轻女子去的 赵琪笑了 这是头人所好呀 王鸡这个老色批 也不知道顶不顶得住 话说回来 他没有看到 王鸡的忠诚度降低呀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十章 王鸡的十二妻妾 第二日 满面精神器的王鸡 兴高采烈的不如是巨隔 又开始了美满的一天 不得不说 前段时间被皇帝陛下派出去打仗 命是差点丢了 但所得到的回报 确实很不错 纵观整个大招 二十岁就封后的 他是第一位 如此殊荣 他的名字 自然已经响彻了 净都各大家族了 陛下 走啊 王鸡黑黑笑着 给赵琪打招呼 赵琪正坐在专案前 批阅奏章 至于向伯福这位帝师上课的事情 早已是名存实亡了 他今日清晨的计划 本来是直接宣大四农古东明 带铁官长铁官长来的 他要造玻璃 但烧玻璃最大的难点 就在于这个时代的温度 达不到要求 不过具体情况 他还要问问这些主管铸造的官员 毕竟 这个时代连舞者都有 没准这方面有所提高呢 但昨夜 玉儿同他说了王鸡的事情 赵琪便装模作样地 开始批阅奏章了 怎么 今天心情不错 赵琪没有看他 语气和平常没有什么分别 依旧让人如沐春风 其实卑职这几天心情一直都不错 嗯 你倒是挺诚实 皇上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诚实 陛下问什么 卑职肯定就说什么 这您是知道的 赵琪淡淡地笑着 突然间就沉默了下来 王鸡和旁边比自己先来的张子军对视一眼 便准备视为一旁 刚一抬脚 就听见赵琪冷不丁地说道 金箍猴斧 最近是热闹非凡啊 王鸡一如既往地鄙笑 这还不是陛下赐给备职的吗 赵琪请安了一声 朕听说好些个世家都要将自己的女儿送给你 你不想要 王鸡似乎没有察觉到赵琪有别的善意 他说 卑职当然想赵丹全收 可是他们也不愿意啊 闻言 赵琪手中的笔都顿了一下 这个王胖子还真是敢说呀 要不皇上下分圣旨 赐杯之几个 他忽然从胸前掏出一张张小画像 一本正经地说 皇上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贪心了 这几天下来 相中了几个身段样貌都还不错的 你要不看看 就把这几个赐给杯之 赵琪抬头 看他递过来的小画册 足足有十二张 见赵琪脸上震惊的神色 王鸡一本正经地说 陛下 你也知道我们老王家就剩杯之一个了 我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王家开枝散叶 将来才能为陛下尽忠啊 赵琪觉得 这场谈话已经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了 太朴卿的女儿你不要 赵琪接过来看了几眼 十二张里面没有一个是和为党有关联的 陛下 中阳那孙女不好看 而且我听说她孙女有异症 王鸡凑近了说道 对了陛下 以后中阳要是想将孙女嫁给陛下 陛下可得防着点 已经回避了的玉儿 还是听见了 她深深地看向王鸡 王鸡觉得浑身渗得慌 一锁脑袋 赵琪知道今日之举 自己完全是多余了 而且有些伤人 自己不该因此而揣测王鸡的忠诚 她显然早就思索到了这一方面了 所挑选的三二个女子 都是经过了分析之后才确认的 小春子 去宣铁官长来见证 赵琪决定直接越过古东明 这事找古东明本就没用 准属浪费时间 铁官长即掌管野铁的官员 在京都府上扬鱼中天鹊鼠官 皆设有铁官长 其余地方 产铁较多的地方设大铁官 产铁量小的地方设小铁官 铁官的任命则由大司农负责 在朱棣官营铸造作坊中 已是设有朝廷官吏 其中铁官成就是铁官长的副手 等待了好一会儿 李春带着铁官长而来 不过在赵琪看到对方的第一眼 就已经失望 能力值只有五十五 而且双手看起来毫无力量 臣柳从叩见吴皇 吴皇 柳从 你和少府清柳大人 是何关系 这样的人 担任上如此重要的官职 后面若是无人提拔 赵琪自然是不信的 听到对方的姓氏 就想到了少府清柳渊 柳从恭恭敬敬地回道 回陛下是臣之叔父 赵琪了然 也不多问 朕召你前来 是问问你县下京都府地区 有铸造工坊几座 柳从困惑不解 他知道陛下非常痛恨 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吏 甚至有心对朝廷诸官吏 进行严格考核 现在的陛下 已经不是初登基石的陛下了 他心中有些担心 跪在地上 也不敢抬头 有大型铸造工坊两座 中型六座 小型十二座 其中最大的铸造工坊 是明帝时期就建立的 神工铸造坊 有大型高温炉二十座 赵琪是想考一考 他的业务能力 倒是没有料到 这家伙居然打出来了 还打得挺详细的 看来你管理得不错 这些东西 心中有数就行 赵琪拿起桌上的东西 那是他写下来的 关于制火简的方法 其中第一步 就需要用断烧石灰石 朕将这件事 交给你去办 你看你能不能办到 李春上前 将火简的配方 结果交给六丛 柳琪看见就懵逼了 石灰石他当然知道 不过后面的纯简火简 他根本就看不懂 赵琪不解释 他自然看不懂 但赵琪就是在故意刁难他 自然不会主动解释 柳琪很聪明地说 能 当然能 趁这就去办 在他看来 自己虽然不会 但下面那么多人 难道也不会吗 赵琪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 说道 此乃国之大事 你详细和朕说说 要怎么做 这 这 柳琪一时翻了门 对于铸造方面的东西 他完全是一窍不通 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赵琪骤然一掌 落在桌案上 龙威降临 柳琪 你身为铁官长 官居要职 却连铸造都不懂 朕要你何用 你再其位而不谋其政 该当何罪 柳琪被吓得趴在地上 身体瑟瑟发抖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十一章 大昭的野铁技术 赵琪没有将柳丛治罪 实际上他现在 也没有办法拿他来治罪 虽是皇帝 但到现在 他也没有直接决断 一件事情的权利 真要下达某份命令 也需要环浩 刘燃等人提出 最后得到胜后的准许 才能实施 神宫铸造坊 设立在京都南郊 作为大昭 最为庞大的铸造坊 南北纵横 占地达到了八万平方米 其中自然就不单单 是兵器的铸造了 其铸造范围 已囊括了整个国家 遍布兵器 农业工具 和生活用具 各个方面 赵征听说赵启要出宫 赶忙就一溜一二地 跑了过来 出宫还想也不叫我 我发现你是真的没良心 他这两天 一直也没有什么人影 你不记恨朕 没封你为大将军了 赵征一拳 就砸在了赵启的肩膀上 方锐的眉间挑起 谁说不记恨了 你最好赶紧想办法弥补我 赵启扫了他一眼 此行 他是去看大昭在野铁方面 达到了什么地步的 不过就士兵所用的兵器来看 他也能大概猜到 这个时代的水平不高 等过一段时间 朕送你一件神兵 对于赵征这种 酷爱纵马奔腾的热血少年 没有什么比这个 诱惑力更大的了 赵征顿时就掩放金光 神兵 什么神兵啊 赵启这时候也懒得和他解释 总之提升大昭 在野铁方面的技术 肯定是要做的 虽然他自己也就是个半吊子 但他相信 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是笨蛋 自己若能够用超前的知识 提点一下 从不断的实验中 总是能够进步的 柳从当然不知道赵启的想法 以为皇帝陛下 这是要突击检查 还有些害怕 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 带着赵启前往京都南郊 赵启直接去了 负责铸造兵器铠甲的器械房 因为只有这里 才汇聚了大昭最顶尖的工匠 器械房中匠人们都还在忙碌着 因为赵启事先有过主妇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赵启的到来 但也有负责此处的主事 一个身形矮小 看起来还算是精壮的男子 见到被拱卫在中间 年纪又不大的赵启 又注意到柳从给的眼色 他连忙迎了上来 赵启的辨别度实在是太高了 没办法 整个大昭能够在这种年纪 身边还跟着陈玄默徐卫等人 已经不需要猜了 青庄男子躬身拜下 卑职蒲桥 拜见皇上 跟在他身后的几名官吏愣了愣神 也赶忙趴在地上 像他们这样的底层官吏 想要见天子 那是千难万难的 真的就是完全看运气了 别说现在的赵启 手里已经拥有了一些力量 就是丝毫没有天然的皇帝权威 也足以让这些人静若神明的了 他这么一来 所有人瞬间都傻眼了 工匠们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正准备下跪的时候 赵启却已经下令 让他们继续工作 蒲桥显然 就要比柳从懂事得多 但是照起细问之下 发现他竟然连温度都无法辨别 这个时候啊 没有温度计 更没有摄氏度这么一说 工匠们都是通过颜色来观察火候 这是每一个铁匠的吃饭的本事 蒲桥说不出来 显然也只是一个 拿俸禄不干事的人 不过赵启对此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他总有一天 能够进行一次大清洗 将这些蛀虫都从大昭的身上挖去 倒是跟在蒲桥山后的年轻小伙子 简无人应答 鼓起勇气 主动说了出来 通常火色为赤褐色 也就相当于后世的600摄氏度 淡阴红色在800 亮白色就差不多1300了 赵启听着小子 以蛀刀距离 什么时候将刀从火中取出 什么情况下刀片会淬裂 他都会说的一见二出 这些东西就是赵启自己也不清楚 在后世 他也没有干过这一行 所知道的东西 也就在如何改进设施 提高温度 改进炼钢之法上提供帮助 真正实践的还是需要他们这些人才 当这个年轻人讲的颇为详细 赵启就见他的能力值 左右87 便知道这个能力值代表的 就是他的铸造能力 就像是马鞍的将数一样 鸡类系统的能力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大多数时候都属于一种综合下的能力 当某一项能力极为突出 其他能力又颇为平庸的时候 就会出现其特长的能力值 当然 无力值不算在其中 你叫什么名字 担任何值 赵启这句话问出来 蒲桥主动说道 圣上 蒲成是卑职的儿子 就是跟在卑职在这里学点手艺 年少轻狂 在圣上面前妄言 还望圣上恕罪 他是你儿子 赵启为惊 当下了然 怪不得能够和这些官吏一同行走呢 蒲成有些内向 被赵启这么一说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他知道 如果没有自己的父亲 他不应该站在这里 实际上 他也不想站在这里 但是父亲却必须让他跟着 不准他去练铁 赵启从父子两人之间的脸色上 看出了些许端倪 说道 蒲成 你很不错 他直接称赞了一句 蒲成的脸瞬间就仗红起来 期间带着兴奋 赵启借着正色说 要交给他一个任务 柳从和蒲桥 几一种官吏 都难以置信地往向蒲成 这小子何德何能 得到陛下的赏识 不就是达了一些 基本的铸造常识吗 圣上 扑成年纪还小 这等众人交给他 他可能 赵启冷冷地看向柳从 寒生说道 柳大人 在宫中 朕没有给过你机会吗 你连个所以然都说不出来 让朕怎么放心交给你 胡乔本来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去干这么下等的活计的 只想让他学学 如何管理这些人 突然间 得到圣上的赏识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柳从仗着自己的叔叔是柳渊 硬着头皮说 圣上 蒲成这小子也说不出来 是吗 赵启望向蒲成 然后将肥皂第一步 断烧石灰石 交给对方 蒲成不自信地接过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皇帝会这么相信自己 一看纸上写的东西 瞬间就自信了 石灰石的锻造 早已十分普遍 他们在炼铁的时候 就会加入石灰石 他经常炼铁 又岂会不知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十二章 大昭的野铁技术 事实上 纯碱是有的 而且使用非常频繁 只不过 他们不这么叫 而叫石碱 或者苏打 赵启略作结合 蒲成就恍然大悟了 圣上 不知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呀 柳从希望赵启 能够告诉他 到时候 圣后问及他 也好回话 赵启也明白他的顾虑 说道 若母后问及 你就说朕所造之物 名为肥造即可 肥造 圣上 不知此物有何用途 此物有清洁衣物和身体之用 而且远胜以子造脚数十倍 且自带芳香 此言一出 别说是柳从了 就是跟随赵启一同来的赵征 也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他是不知道赵启的计划的 还以为赵启是来给自己打造神兵的 柳从觉得奇怪 这世上哪有那种东西啊 不过呢 他也不敢反驳 只想着赶紧将此事 禀告给圣后娘娘才行 你能这些做什么 不是说给我打造神兵吗 赵启白了他一眼 皇兄 哪一件神兵不是千锤百炼 你这么猴急可拿不到神兵 只能拿到废铁 反正你这次要再敢呼我 我便与你绝交 这般孩子气的话 赵启一在这么多人面前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普城 你先将第一步给朕做出来 后面若有疑惑 直接进宫见朕就是 有人为之艳羡不已 这家伙还真是给他赚到了 赵启立马又说 这件事不是普城一个人 就能做到的 凡参与之人肥皂问世后 皆有赏赐 这件事落定 赵启没有在器械房里待酒 里面实在是太热了 看了那些铁匠和铸造工艺之后 赵启也明白了 如今大招炼铁技术 还处于灌钢法上 这种方法 在赵启所熟知的历史上 是被其著名的野金家 齐吴怀文所发明的 在当时也算是一种 极为先进的炼钢工艺 灌钢法 是将生铁片捆在熟铁片上 在北宋省阔的梦西碧潭中 就有提及 世间断铁所谓钢铁者 用柔铁去攀枝 乃以生铁献其间 尼锋炼枝 断铃向入 为之团钢 意味着灌钢 通常呀 生铁的含碳量 在2%以上 而属铁在0.02%以下 如此 生铁液就可以均匀地 融入属铁之中 从而产生含碳 在二者之间的钢 不过实际上 两种铸铁 再如何混合 也只能够得到铸铁 所以这只是一种假钢 当然 就目前这个时代而言 已经足够了 从蒲成的口中得知 这种方法不止在大招 燕国和越国皆是如此 也就是说 只要赵启能够改进炼钢之法 那么今后打造出来的 兵器农具等物品 都远超燕月两国 兵刃的强弱 在战场上 将会天然地给昭军 带来优势 然而 赵启暂时还无法改变现状 如果发展干锅炼钢 就必须要石墨 转炉炼钢 如今的情况 根本不用想 在这方面 没有太多知识的赵启 想要做出改变 的确颇为困难 他要烧制玻璃 在短时间内 也无法实施 原在烧制玻璃的 第一个难度 就是炉的 因为烧制玻璃 在玻璃液的成清阶段 温度需要在 1400度至1500度之间 但要知道 烧制陶的温度 才在600到800摄氏度 烧制砖头的温度 在800到1000摄氏度 烧制瓷的温度 在1000到1200摄氏度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 能够升温到1500摄氏度 且承受得了的炉子 赵启根本就没有办法 烧制玻璃 对于赵启来说 玻璃的用途 给它带来收益 还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是 它培育的红薯苗 已经快要达到 转入大棚的程度了 在这个没有塑料的时代 用玻璃搭建大棚 则是最好的选择 届时 它甚至可以种植 反季节的蔬菜水果 赚点银子 其次 玻璃还能够做望远镜 化学仪器等器物 化学仪器 可能是早了一些 它若是想启蒙 这个时代的化学工业 显然是极难的 就是自己 也没有那个自信 玻璃还是得造 不过需要一步一步来 普城 你们为何没有用 煤做燃料 赵启刚才巡视过 所使用的燃料 都是木炭 一问之下 赵启才知道 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握 炼胶的技术 啥时间 想起当初主研石 对着顾东明等人感慨过 怎么没有煤 当时顾东明几个人 就被吓到了 煤中含流 用之炼铁 会导致生铁的热脆性 使之无法锻造成型 严格影响生铁的质量 严重的就如同玻璃一样 砸下去就会碎裂 胡城他们 也不时没有试过 最后发现 比起煤 还是木炭更好 最终自然就淘汰了煤 这附近 哪里有煤矿 众人听见 赵启还没有放弃 都很震惊 许卫跟在他的身边 有些时日了 问道 陛下难道 有什么办法 能使煤来炼铁吗 本来想反驳的 陈玄默听见这句话 若有所思起来 他们的陛下 绝对不能够 以常理推之 赵征对这些东西 根本不感兴趣 早就跑进了 器械房里 耍兵器去了 是有 不过万事都得先行实践 实践封出真知 虽然练胶的技术 并不是很难 但赵启还是没有 把话说满 可即便如此 蒲城听了整个人 炉枪顿时 都被火焰充满 他就喜欢练铁 而且他更希望 有朝一日 自己能够打造出 一口锐利的神兵铠甲 他知道煤比木炭 所释放出的热量更高 但即便是 加了石灰时 可以提高铁的质量 预防炼制出来的 刚发脆 但是相较起来 还不如用木炭 若是皇帝陛下 真的能够用煤 来代替木炭 将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不成自己都不敢想象 他甚至有些激动 手脚便不知道 放在何处了 圣上 您真的有办法吗 赵琪点头 但是没说办法 因为他也需要时间 来想一想 前世 他就是一个 半调子的理科生 大学期间 也没有修理科类专业 不过 他在兼职图书管理员期间 无聊地翻过了很多书 加上自己对历史 本身就有浓厚的兴趣 看到过一篇 关于以煤野铁的文章 其中便有提及炼焦 赵琪想了想 正色说道 具体步骤 正还要回去想想 若明日朕有了结果 会宣你进宫 许位看了眼天色 已在此时提醒道 皇上 该用膳了 下午还要看那群贤才呢 听到那群贤才 赵琪便来了些许乐趣 不过吃饭嘛 好不容易出类一次 今日去贺云松 朕请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十三章 建造野铁工坊 贺云松酒楼 已经经过了数次扩建 如今已成为京都第一等酒楼 对于这个称号 绝对是无人感不认同的 但贺云松 并没有因此 就完全变成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在扩建出来的酒楼两侧 一楼都是价格非常实惠低廉的平民区域 也是每日客人来往最多的地方 赵琪否决了陈玄默和许薇的提议 还是那句话 他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难道还要几个人待在一间大房间里面吗 他本来是一个爱热闹的人 但是穿越过来 一直被囚禁在皇宫内 连一点人间烟火器都无法接触到 现在战事好不容易结束了 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看看这个时代的古人才是 不过有数月前那场刺杀 再加上这次 他们出来也并不隐秘 即便有张子军 这位三品建修和王姬所率领的精锐隐秘位 陈玄默和许薇还是不放心 妥协之下 赵琪来到了和云松酒楼的中层 然而事实上 中层这样的地方 却是最羽龙混杂的 他们进入一间有阳台的小隔间 向下望去 正好可以看见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百姓 以能够听见一些行脚商人的吆喝 公子 我认为在神工铸造房里 开展公子的计划并不顺利 陈玄默落座之后 便就在神工铸造房一行中 所及所问候的感悟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神工铸造房中的官吏 都不是陛下可信任之人 若公子每次到向他们解释 甚至在其中开展锻造等工程 有被泄露出去的风险 这对我们反而有害 许薇此前 在柳从追问赵琪的时候 也有考虑过这方面 他说 公子 既然我们在京都城中 已开建了工房 九房 为何不能够继续 建造野铁工房呢 这样的确是最好的 在朝廷已经腐朽的机构上 铸造他需要的东西设施 的确可以直接拿来用 但也要面临时时刻刻被监视 被窃取泄密的风险 自己搭建出来的班子 经过严格的精挑细选 自然就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但问题是 现在钱的确是不够多呀 何况是建造野铁工房 这比起酿酒工房和木匠工房 所耗的钱财还要更多 许薇现在虽然是 何云搜名义上的东甲 但钱财早已不归他管了 已经完全掌控在了玉儿的手中 这酒楼中大多女子便是玉儿的眼睛 同时杜碧也是直接向玉儿负责 逍遥居也是如此 许薇只能够拿到自己的分红 赵征见到赵启如此尴尬 毫不犹豫地说 他没钱了 赵启一条眉 微惊倒 你怎么知道 我最近在搞装备 母后前段时间给的赏赐 已经花完了 本来想去找玉儿妹子借一点 她就告诉我说 你们已经没钱了呀 赵征在国战中立了大功 以她的身份被封为王 自不在话下 不过元太后还不想这时候 就放她出去就藩 也就赏赐了她一些金银珠宝 但是没想到 这家伙这么快就花完了 陈玄默闻言轻咳一声 若是换作平时 他已经直接质问赵启了 在陛下和他这位大臣面前 直接说出私自造装备的事情 也太不拿他当回事了 许薇对于这些 已然习以为常 和赵征相处时见久 他也明白了对方的秉信 自然不会存在那份心的 他说 公子 我在贺云松的分红上 基本都没有动过 我愿意拿出来筹建工坊 陈玄默也不甘落于人后 他扶掌笑道 唯独如此慷慨 我这做长辈的也不能吝啬 某院出资三十万 赵启为惊 完全没有料到 这许位陈玄默竟然如此主动 王姬虽然很不舍得自己的钱 但还是表态了 公子 你知道我加尽贫寒 我出资五万两就够了 你可别嫌少啊 站在一边的张子军 紧锁眉头 显然是想了半赏 他脱口而出 我也愿意出资相助公子 不过能出多少 我还得回去 问问我家娘子 此言一出 众人先是一愣 王姬率先发笑道 子军 平常看你武力之报表 往谁打不过你 看不出来 你居然为其如虎啊 赵正也是哈哈大笑的 老张啊老张 你可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啊你 他抱着王姬 两个人哄堂大笑 陈玄默和许位两个人就好了很多 只是觉得有趣和罕见的轻笑一声 老赵 你可别这么说 小心公子罚你 赵正文言一愣 赵起文言一怒 王姬 你家要没了 他还不知道 这小子要说财政大权 落到了月儿手中的事情 公子 我错了 王姬的态度 瞬间来了一个 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你刚才说捐多少 赵起的语气 很是平静 王姬苦着一张脸 我捐十万 这还差不多 这小子还挺有钱的 看来是在世家那里 拢来了不少的钱 张子军见众人笑完了 忽然正色说道 我不是为妻 而是敬妻 我们相敬如宾 他主内 我主外 我们很幸福 王姬一时哑然 你这人太死板了 张子军立马反驳 你没媳妇 你这人太无趣了 就跟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你没媳妇 你是不是没别的话说了 你没媳妇 不懂 王姬很是无语 你等我娶十二个媳妇给你看 十二个 不是你的媳妇 而是你的欲望 你 王姬发现 自己居然说不过这个家伙 赵起一朗声大笑 称赞道 说得不错 你们都应该向子军学习 尤其是收起你们那套 男尊女卑的旧观念 陈玄墨忽然霓 收起男尊女卑的旧观念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许位亦是在此话中 听出了别的深意 低谋沉思 张子军严正地说 公子 王兄已经开始放浪了 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 好你个张子军啊 我安排的人把周围都看得死死的 你以为我会在同一条船上翻两次吗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外面突兀传来了一声众响 闪开 都给我闪开 这道声音很着急 有些稚嫩 即便对方极力掩饰 但是比起男子的声线 还是有些区别的 张子军骤然冲出 陛下小心 然后一盘鸡爪从帘子外向他飞来 是王鸡点的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十四章 梦红之孙 赵琪起飞了 但是起飞的感觉并不好 因为他的脖梗上 多了一只手 死死地抓住他 只要对方愿意 下一刻 他就会成为史上第一个穿越 被土著杀死的男主 风儿从耳畔吹过 带出了挟持住自己的 那个人身上的味道 乍一闻 怎么有一股粪臭味啊 不过随着从楼上坠落下去 这臭味之中 还夹着一股属于女子的香味 和月儿身上的那股味道竟然不同 这个挟持她的姑娘 有一种文心蓝的味道 说得直白一点 就像小时候吃过的那种 大白兔奶糖 都别过来啊 谁敢过来 我就杀了他 挟持着 挟持着赵起的少年 偷戴淡黄色的小帽 黑白分明的毛子 灵动地活跃着 他既没弄眼地 望着前后左右包围上来的 孟府护院 毫不畏惧 你们不会想让这小屁孩死吧 不想让他死 就别过来 几道鬼魅的身影 从街道两侧划过 他们腰间的绣唇刀 不知在何时拔出了 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不过 还有比这鬼魅身影 更快的存在 是张子军的剑 只在少年 还没有来得及落下 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他的剑就如风一样 出现在他的脖梗上 同时 一直落在了 他的肩颈穴上 停留在赵起脖子上的刀 哐当一声 就砸在了地上 下一刻 几名隐秘卫的刀 分别落在了 这个少年身体的各个部位 只要赵起一声令下 少年的身体 就会被切割成无数块 公子 没事吧 王姬将赵起 拉开了距离 或许是 连续经历了两次 赵起很是镇定 赵正慢了那么两步 不过不妨碍他的出枪 小杂碎 信不信我一枪 捅破你的喉咙 少年咕咚一声 吞下了口水 细腻的过分的肌肤 也不知道是怎么养出来的 大哥 我姓 你别冲动啊 我们有话好好说 其实 他现在也很梦 大街上的人都很梦 包括从梦府上 包围下来的人 为首的年轻男子 手里提着一口刀 他明明看着那云井 抓住一小屁孩 下了楼 怎么这一下子 那家伙反而被对方 给擒住了 不知兄台 尊姓大名 年轻男子 生的一个酒糟鼻 下巴上有几颗麻子 朝着赵起拱手说道 在下孟威 看兄台也是京城人士 应该知道我是何人 孟威说着 目光移到了云井身上 欲掉威力 此人乃是京都恶霸 刚才携持兄台 以图自保 足见其心性凶恶 还望兄台将此人交于我 在下感激不尽 赵起转身 看了眼云井 心想自己和大良城 怕不是八字相冲 出皇宫就没几次 来贺云松更是只有两次 然后都遇到了这个云井 还两次都惊险得很 若不是知道 此人做过一些善事 心性应是不差 就凭他刚才的举动 赵起已经让尹密卫 夺了对方的性命了 赵起似笑非笑地 望向前面的男子 孟太长 是你的祖父吧 孟威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才十岁的小皮孩 居然直接说出了 自己爷爷的身份 他说 这是 我知道此人刚才 也得罪了兄台 想来兄台 也想手刃了对方 不不不 我不打算亲手杀了他 我只是打算 带他去建官 建官 孟威惊了 眼前之人 看起来也是出自豪门 居然会说出 建官这种话 无论他对你做了什么 犯了何罪 自有国法才知 官府审知 你又凭什么动用私刑呢 身为一国之君 律法就是国君手中的 裁决之剑 他绝不允许 这些世家豪强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不受律法 擅自杀人 孟威笑了 他本来还想结交召起 毕竟看着衣着和他身边的护卫 就知道非同一般 但对方说出这种荒诞之言 他就失去了兴趣 孟威讥讽道 兄台既然知道我祖父乃当朝九卿之首 居然还能说出如此言语 真是可笑 我们自己就是官 干嘛还去报官呢 你这小娃子奶还没吃完 就从家里出来了 话音刚落 他身边的手下就随之大笑 这样的动作 他们似乎已经做过了很多次 连笑声都保持着一致 王极手中的长剑 骤然露出了一丝锋芒 赵启抬手阻止了 他还想知道后面的云景 和孟红之孙有什么冲突呢 他问道 你和他有何冲突 小屁孩 这不是你该问的 你放了他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开 或者你也可以和我一起 看他怎么死的 也算是借你心中之恨 在赫云松楼上 看到没事之后的许位陈玄墨儿人 飞快地下了楼 刚走出酒楼 许位正准备开口呵斥 却被从另外一个方向 飞速奔来的三个人所阻止了 云景 还活着吗 万刃山扒开人群 看到了被六七口刀架在身上 但凡动弹一下都极有可能会隐命的云景 哇 他身上好像长满了刀 八虎从万刃山的叶下伸出一个脑袋 尖狼从他的另一个叶下伸出脑袋 刀不刀不重要 你们不觉得咱们面前这个人有点面熟吗 赵琪盯着三个人 三个人也盯着他 然后三张脸跟吃了史家苍蝇一般难看 对视一眼 猛地跪下 云景看了左右的舞者 又听到刚才赵琪那意思 应该不会杀了自己 喂 你们三个 我还没死呢 草民叩见圣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刚念完的万刃山起身 翻起眼睛 盯着云景 谁要跟你哭丧呀 圣上在此 你还不下跪 圣上 你们三个还想跟我来这招是吧 这个孟威好像之前就被骗过 他狠力地说 把他们三个都给我抓起来 慢着 孟府的人正要动手 赵琪带着命令的口吻说 孟威的耐心已经逐渐被赵琪磨光了 小娃娃 这三个家伙喊你一声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就是皇帝了吧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这时 许位从围观的人群中走了出来 一声众贺 我看谁敢 孟威的语气嘲讽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咱们大招的大英雄啊 怎么 你也想拦我 陈玄默一时走上前来 陛下 子子是孟太长的小孙子 年方十五 不学无术 孟威的下巴 惊得快要掉下来了 陈玄默他是见过的 来过他们的府邸好几次 父亲说过此人 性情诡诈 为人牙字必报 他居然称呼这小屁孩 为陛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十五章 又是云景 扑通一声 孟威树的柜道在地 万分惊恐 草民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是陛下降临 求陛下饶恕 他立马指着赵琪身后的云景 狠立地说 都是他 不但在草民的赌坊里 出老千 居然还敢挟持陛下 简直是胆大包天 罪不容诛 陛下应该 立即将他正法 以警校友 好家伙 出老千 有点东西啊 赵琪回头 看了一眼云景 对方一脸讨好的 朝他笑道 皇上 您可是圣君 万民敬仰 不会相信 他的片命之词吧 对吧 父老乡亲们 皇上 是不是最人心 最是体察民情的 他高呼一声 被隐秘魏蓝 在外面的百姓 顿时 山呼冤枉 祈求赵琪 放过云景 此人 果然是 极得民心 正当赵琪 准备说话的时候 前面传来了一阵 激烈的脚步声 是谁啊 敢在此闹事 寻城卫队 扫开左右围观的百姓 领头之人 再接到孟宏的消息 就立马赶了过来 听说对方 有几个厉害的舞者 胆敢阻拦 我们梦也办事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领头的这个男人 气势汹汹的 后室的身体 看起来也颇有几分勇力 是朕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 赵琪也没有继续 隐瞒的必要了 他微挑双眉 似笑非笑地 看着这个男人说 你有意见 男人看向赵琪 又瞅了瞅旁边的 许卫和陈学末 这架势 这阵仗 他头上的汗水直冒 哆嗦跪下 陛下 被指救驾来迟 请陛下恕罪 你不是来看 谁阻拦你家梦爷的吗 赵琪提着长枪走了出来 怪笑着说 殿下 你也在呀 他跪下的时候 瞪向旁边的梦威 自己这会儿 真的是被害惨了 头顶的官帽 只怕是保不住了 若是以前 他或许还有办法 现在的小皇帝 身边 却已经聚集了 诸多朝臣 为二的辅政大臣 环浩 已经成为了 保皇党的一员 三公之一的太尉 似乎也已经 坚定不移地 站在小皇帝身边了 不止如此 他们这位年幼的 皇帝陛下 任用赵琛王姬 连拜燕月联军 京都难民 在他的治理下 也逐渐平息下来 这使得朝中 诸多官员 主动向皇帝靠拢 孟大人是不可能 为了自己 去和陛下作对的 反而极有可能 拿自己 做他儿子的挡箭牌 朝政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到这些 他脸上的颜色 也跟便秘了 一般难看 孟府的官做得不错 赵琪脸上的笑容 给人一种 亲和的感觉 孟威和寻城卫队长 听了之后 寒如雨下 被之不敢 被之生死 都是陛下的 孟威的笑容里 弥漫着恐惧 我们孟府 才没有这样的官呢 说说吧 出老千是怎么回事 赵琪转移了话题 两人如萌大赦 赵琪了解了缘由 云景确实 是在孟威的赌房里 出老千 这种行为 放在江湖上 被抓住了 那是要剁手的 在赌场里 他可没有那么多人 帮助侧影 赵琪手里 拿着一黑桃扑克牌 这还是他所发明的 如今 在各大赌房 都开始流行起来 回头看向 依旧被几口刀 架在脖子上的云景 赵琪感到惊讶 一个姑娘家 居然出老千 据说手法 还十分灵活 不过 这其中的道道 他就不是很懂了 云景的脸上 没有恐惧的神色 奇怪地做出 一副神秘的表情 说道 皇上 我有秘奏 向皇上承报 赵琪凝望着对方 他之所以到现在 都没有对云景动手 不只是此前 云景在他的印象中 留下了些许善名 更多的是 对方的能力值达到了八十三 这个年纪 就有这么高的能力 就他目前所知的 唯有方元和月儿两个人 回宫的车架上 赵琪凝试着 显得十分局促的云景 问道 说吧 你有什么密奏 要告知证 云景被王姬和张子军 左右架在中间 整个人都有点时长 当时几口大刀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孟威那群人又坐实了自己 在赌场中出签的行为 眼看自己就要一命呜呼了 他便只好胡扯 但是自己怎么都没有料到 这位皇帝陛下 居然一点机会都没给 直接将他抓上车 看这样子 是要带他进皇宫了 昨天 他是听了万人山三个人 讲的事情 这位皇帝怪得很 被孟太长捉弄了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将一群世家子 都留了下来 据说今日魏时出 就要去报到了 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不对 这不马上就要到魏时出了吗 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云景极力地将自己 伪装成一个乖巧又守法的良民 用无比正直的口气说 圣圣 您知道我为什么 要在孟家的赌房里 出弄钱吗 王姬瞧着云景脸上 谄媚的笑容 觉得一个大男人 做出这种表情 很恶心 朕没有兴趣 虽然对方掩饰得很好 但是赵琪知道 对方是个女子 也就没有王姬那样的感觉了 你没有秘奏 视为欺君 张子军对云景的负面印象 就完全没有消失过 他说 陛下 此人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 当初他就是这么哄骗卑职的 四大哥 不懂就别乱说 你们这些人天天待在皇宫里 怎么知道宫外的事情啊 那孟太长在你们看来都是君子 但实际上就是个搜寡明知明高 火国殃民的人渣 万人山最近得到小道消息 说孟太长 在赌坊下面造了个地宫 里面不但有金银珠宝 还有兵器铠匠 我猜想 他八成是要招兵买马和皇上作对 云景说话的同时 注意着赵琪等人脸上的变化 在江湖上混迹惯了的他 甚至胡说八道也是一件戾气 他知道 眼前的年幼皇帝 和朝中的围相一党 十分不和谐 这时候 自己用孟宏藏匿金银武器的事 来诈呼对方 他不信对方 不会一点都不动容 果然 旁边两个人的脸色 都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但是就在自己对面的小皇帝 却十分平静 只见其缓缓说道 的确算得上是秘奏 王胖子 将这件事记下 你们隐秘位的活儿又多了 云景闻言 证了证 皇上 我已经在赌房里留下了记号 我可以帮助皇上 只要能够离开这辆车架 他有很多种办法 实时逃离 结果 赵琪一语点破 要是你趁机跑了怎么办 趁找谁去 如果朕的人 没有发现下面的东西 新账旧账 一起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十六章 仇有点多 新账自然就是现在 旧账自然是刚才云景当街挟持他的事 云景努力地保持平静 自己说的是假话 那赌房下面肯定不会有东西的 不过他知道 面前的皇帝年纪虽小 但却深不可测 自己说了那么多 对方一点上当的意思都没有啊 皇上 我这种草民 怎么可能认得皇上呢 我听说皇上常说名为贵 什么设计次之的 皇上肯定是个仁爱万民的好皇帝 您心胸宽广四海 我们都是您的子民 您不会怪贼的吧 张子军极为不满 他怒声质问 照你这么说 寻常百姓就可以拉来做人质了 不是不是 云景脸上的笑容更盛 没有一点惧怕 我就是打个比方嘛 当时我想的是 吓一下孟威 他们拖延时间 怎么可能真的杀人呢 他猛然间拍了一下脑袋 对了皇上 我才想起来 草民在赌房时 用来做记号的东西 还没有取下 他们要是看见了 会被发现的 赵琪微微挑眉 你不用再花费心思 怎么逃出去了 外面都是镇的人 子军的实力你也知道 乖乖地给朕坐着 否则 朕要了你的狗命 云景骤然缩了缩脑袋 这个小皇帝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赵琪来到了西院教场 上一次 赵琪便对此处经过整改 增加了很多炼体的设施 诸如最简单的 单杠 双杠 跑道等 老王 去将那些闲才 都给朕叫过来 很快 才进宫不久的 京都四少等人 就被拉了过来 艳阳之下 他们一个个都显得 很是懒散 万刃山 八虎 尖狼三个人 站在后面 凑成了一个圈 尖狼瞧着远处 在阳光照耀下 显得金灿灿的瓦砾 感慨地说 万刃山 你说皇上会不会 真的看上 咱们兄弟三个的才能了 要是有一天 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那可就好了 八虎 鼻息微粗 你做梦吗 你也不看看这些兵器 还有那边 奇怪的东西 我看皇上 八成是生气了 要教训我们 不会吧 我们是被那姓 孟的硬抓来的 万刃山 你昨儿不是和皇上 说了吗 尖狼看见 周边武器架上 发光的兵器 还有守卫在周围的卫兵 就很害怕 万刃山 正在沉思着什么 被他一拽 一巴掌就呼在了 尖狼 鸡窝一般的头上 吵什么呀 死路全给你俩弄断了 云景那小子 也被押进宫里来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听见这个 八虎尖狼 就愁了起来 万老大 你平常吹嘘着 自己是最聪明的 现在可要想想办法 那舅舅云景出来呀 他平常带我们不包啊 就在此时 从侧方 赵征用一杆长枪 搭在云景的脖梗上 压了过来 万刃山三个人 瞪大了眼睛 齐声惊讶道 云景 京都四少之手的沉卧 看见了 仿佛见到了仇人一般 死算命的 他这么一说 同为京都四少的沈坠 一是红起了双眼 死媒婆 搞我不装生意的狗杂种 臭道士 一时间 场面是极度的热闹 云景仿佛就是一块 烧红了的烙铁 一入水中便沸腾不已 自后方而来的赵起 闻听人群中 对云景怒发出来的声音 不得不感到惊讶 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 气恨在心 也是一种能力啊 何况云景 就只是京都城中 一个混合而已 居然还得罪了 陈沃这等世家弟子 看样子 这群世家子之前 拿得还没什么办法 真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说话的是京都四少 排名最末的陈泉 身材高挑 双腿超长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陈握双手骨节咔咔作响 下一刻好像就要冲上去 云景还带着一张笑脸 他举起了自己的细小的胳膊 和蔼地说 真巧啊 你们也在 除了万刃山三个人 和郭傲 剩下的二十三个人 已经捏紧了拳头 兄弟们 有缘报冤 有仇报仇 给我往冒烟地揍他 赵琪和张子军对视一眼 张子军说道 行小善 做大恶 活该至此 云景望着一群 如狼似狐冲过来 恨不得将自己 似要成碎片的人 换作平常 他自是不怕了 脚底抹油就能溜 但是现在身处大内 自己能往哪里跑呢 林栋的眼眸一转 他一把就抱住了 赵琛的手臂 殿下 皇上可是让你看着我的 我要是被这些人伤了 你可就是抗旨 正无计可施的万刃山三个人 看到这一幕 大叫一声 哇 打不过就卖身 太可耻了 赵琛没有理云景 手中长枪带着进风 从身前横扫而过 在他看来 这正是自己热身的好机会 不过这群世家子 又不是傻子 见到赵琛出手 马上就停了下来 赵琛向旁边的李春 低语几句 李春奸细的笑声中 透着浓浓的坏水 陛下说了 云景作恶多端 你等若是与之有仇 可在此泄愤 但是切记 我要伤了人命 正准备大展身手的 赵琛不解 迷惑起来 正以为安全来临的云景 也迷惑起来 这个毛都没长齐的 小皇帝 究竟是什么意思 自己似乎被针对了 莫非这么快 就已经知道了 孟府所开设的赌坊下面 其实什么也没有 危机显然是不会给他 过多的思考机会 连皇帝陛下都发话了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二十几个人 再次冲了上去 所发出的声音 可谓是排山倒海 皇上 这群顽固 虽然没有什么勇力 但我和那云景的身体 也很脆弱 怕是吃不消啊 许位到现在也不清楚 赵琪为什么 要将云景带入宫 虽然这人在京城中 颇有几分善名 但是在当下 也没有什么注意吧 还是说 这个云景 也有几分才能 赵琪认真地说 他能在京都城中 获得那么多百姓的 一致认可 却又得罪了 这么多的世家子 你不觉得奇怪 一个混混 自己都吃不好 一心却扑在难民的身上 扑在底层百姓的身上 发钱发粮 他会不会别有用心呢 许位闻言 违京报 皇上是怀疑他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十七章 从世家子弟开始 面对近在咫尺 怒火扑面的京都世家子弟 云景震惊地可怕 抬起手一句话 就阻止了陈沃等人 诶 等等 莫非你们真的连命都不要了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陛下让你们报仇 你们就可以报仇了吧 京都四少 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 白面小声 四少排名第二的 方鸾说道 别听他胡说 这小子装道士 骗本少爷的时候 就是瞎扯的 揍他 你错了 云景细长的眉毛 轻轻挑起 黑白分明的毛子 弯成了月牙 他朝召起的方向 拱了拱手 一本正经地说 皇上是什么 异国之君呢 律法是什么 那是异国之根本 国无法则不利的道理 难道你们也不懂啊 可别让我这混混 瞧不起你们 皇上难道会准你们 动用私刑教训我 哼 别忘记了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妨告诉你们 皇上这是在考验你们呢 你们要是真动手 那可就完了 尖狼顶着一头的黄色乱发 走了过来 没错 就是完蛋了 八虎虎头虎脑的附和 完蛋了 万刃山抓准机会 说道 我跟你们讲啊 皇上叫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 那是考教我们有没有能力啊 我说你们这群猪脑袋 这点都看不明白 等着死吧 人群之中这时 不知道有谁说了一句 他们说的有道理啊 很快 这句话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在后面看戏的赵启 有点失望 摇了摇头 张子军不满地说 此人牙尖嘴利 嘴里就不会有半句真话 赵启发现 张子军今天的话 比往日里多了 他大去笑道 难得你能说这么多话 不过子军 纵是死人牙尖嘴利 但若没有审时夺势的能力 他就是说开了花 也是没有用的 许位赞同道 的确 能够结合自己的处境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思索出对策 却有几分极致 张子军见许位这样 居傲的人都称赞了 于是闭口不言语了 在他看来 这种连别人坟墓都偷盗的人 乃是缺德之人 即便有才 也不能用 赵真扛着枪 一脸不屑地说 就你们麻烦 别啰嗦了 现在就开始吧 赵琪点了点头 于是 在赵真的长枪之下 二十几个人 被调成了三排 个子较为矮小的云井 就在第一排第一个 赵琪进入了亭子之中 在李春的服饰下 安静地品茶 乘凉 陛下 你为什么要让这些 世家子弟也跟着练呢 李春问道 他憋了好几天 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许位宁望向 被拉在太阳底下 世家子弟们 心中也有疑惑 皇上发招宪令 又将此事交给了孟宏主持 这不用想也知道 不可能得到什么人才 最后果不其然 来到他们面前的 街市只会花天酒地的 酒囊饭袋 根本不足以成才呀 许位思索之后 想到了朝会上 照起故意引导孟宏 往年轻子弟上靠近的意图 猜想陛下是见到 如今世家子弟之顽劣 将会造成以后国家人才 清皇不接 当然这只是其一 在许位看来 重点是其二 就如他和方元入宫一样 皇帝陛下是想借此控制 或者说稳住他们的腹背 这样的手段呀 并不新鲜 但却不得不承认 确实有用 但问题是 如郭傲这样安排进来的眼线 陛下要如何处理呢 这些人可不是囚犯 又不能圈禁了 照起的余光扫过李春 淡淡地抿了一口茶 许位所猜测的两种原因都有 不过啊 还有更深的一层 也是为了以后 推动科举制的实行做准备 这种直接剥夺世家大族权利 打通寒门通道的制度 一旦正式发布 引起腥风血雨是必然的 照起自然需要拉上一些世家 如此才能够将风险降低 再者 杀猪也不要一直一直地杀呀 许位 你给他提点提点 许位的能力值 已经上升到了八十一 照起知道他想了几天 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 那么照起准备如何处理这群闲财 既能放在身边 又不吃白饭 还不能让某些人知道他的举动呢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朝廷的兵 本殿下就是你们的将军 赵张的眼眸中竟是狂热 他不知道照起的计划 不过照起让他拿这群人当兵来练 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 看到那些兵没有 他们就是西院禁卫第一批士兵 而你们就是西院禁卫第二批 不过你们现在太弱了 弱得不像话 赵张好不留情地 用枪杆派在陈卧的身上 没有任何意外地 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真不像个男人 唾弃的语气令陈卧想要发作 可是对方是赵张 虽然不是先帝之子 但却拥有先帝之子的待遇 别说是他了 就是相国大人的孙子在这里 恐怕呀也不敢抱起 皇上我们不当兵 为什么要让我们当兵啊 最先发出了不满和怒吼的 是京都四少的老妖陈全 其父乃是水恒都尉 在夏朝时代 水恒都尉性质与少府同类 是掌管皇室财政 及水利行政的管理 不过大昭太祖武皇帝时 就将其财政归少府 水利归都水使者 该指掌水军周传气血 赵张根本就没有解释 从腰盘抽出了马鞭 就朝着长得跟竹竿似的 陈全身上抽过去 声声哀嚎惨叫 顿时就有无数伤痕出现 现在还有没有不想当兵的 陈卧暗暗吞下一口唾沫 自己刚才被推一下还是轻的 这是要玩真的呀 京都二少方鸾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轰然朝赵琪的方向跪下 白皙的脸蛋上 浮现出谄媚的笑容 陛下 陛下 求您饶了我吧 您看我这哪能当兵啊 我给您捶腿吧 他的扇子被抢了 天气热得受不了 躺在椅子上的赵琪 搀扶着王姬起来 可以 你们可以不当兵 不过是当你们文士过了那一天 否则就只能在这儿接受训练 当然了 也可以回去求求你们的父母 不过他们有没有能耐带你们回去 那朕就不知道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十八章 红鼠不等人 大司农不成 沉迁府邸 陈沃从府门前的车轿上下来 便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冲向了后院 提起一桶冷水 往自己头上浇灌下去 少爷中暑了 快去通知老爷 随行回来的下人 赶忙说道 陈沃被抬到了榻上 几桶冷水把自己叫昏迷了 不是进宫去了吗 陈母的双手紧紧抓着手绢 脸上挟着怒气 你们是怎么保护少爷的 几个随行的下人 归在地上 他们进不了宫 还是来的路上 听陈沃讲的 夫人 少爷从宫里出来就这样了 浑身通红 听少爷说 圣上训练他们 当西院敬畏 可是小的也没有听说过 圣上那是什么练兵的法子 让少爷们在太阳下 一战就是半天 若是动弹一下 就要挨鞭子 少爷还算是好的 我们在宫门外 看见水恒大人家的公子 是直接被抬出来的 全身都是伤 惨不忍睹 陈母一听这话 妄想踏上 发迹凌乱不堪 身上还有几道 鞭子印的儿子 就像是被拉出去 审问过一般 他大怒道 我儿子当什么禁卫 我儿子 将来是要做丞相的 说着 他一拳砸在 身侧的神千身上 都怪你 让沃尔去参加什么测试 那小皇帝 陈谦本来沉着脸 小皇帝三个字 令他神情大惊 他连忙捂住对方 何知道 你想把我们一家 都推入地狱吗 陈母推开对方 沉怒道 我不管 明天沃尔说什么 也不能再去了 陈谦望向窗外 陛下有令 又是相国选的人 如何拒绝呀 难道 你要看着沃尔 继续受这种折磨吗 哪有你这样当爹的呀 还不是平常惯着他 如此无才无德 才被相国选中 说出去 我都丢人 我看呀 被陛下打打也好 十区阁里 传出了轻快的笑声 尤其是赵真 狂放的声音 极具特色 明天 我还要玩那群 没用的废物 赵琪却是白手阻止 明天就算了 明天徐位去教授 他们些东西 从基础的来 我记得有俩混混 像是连字也不认识 一群刚出来的世家子 要是这么继续折磨 恐怕是要死人的 许为躬身 想了想 请示道 臣遵旨 我看那个郭傲 确实是有些才学 此人是唯一刑派到 朕身边的眼线 不必管他 在训练上 对的要求更高些就是 赵征一挑眉 唯老贼的人 下次我让他知道厉害 不过皇帝 那群嗨或你 让他们去读书 还让老许去教 你疯了吧 这些人就应该跟着我 练一身金刚铁骨 读什么书啊 黄兄不是缺钱吗 朕有法子可以赚钱 你干不干 赵琪的指关节 落在面前的砖上 轻轻地敲着 眼睛落向了外间隔台上 已经生长出来的红薯藤 已经开始向四周攀爬 绿油油的 很是好看 红薯不等人了 他是等不到造出玻璃盖大棚了 为了赶紧落实 赵琪需要赵征 余光始终都在赵征的身上 听到银子 他瞬间将那群废物的事情 忘在脑后了 起地真有法子 赵征的两颗毛子 像是灯笼一样 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赵琪的唇角勾勒起一抹糊度 当然有 你自己想想 我之前弄出来的东西 哪样不赚钱 赵征从来不会赚钱 在他看来 赵琪本来也不会 但是严九 都给他带来了很多银子 他实大实地服了 拍着胸脯保证到 你说怎么赚 我听你的 但你最后可别再坑我 不会 怎么会呢 我们是兄弟 我岂会骗你 大将军之位 那是母后才能决定的事 我没有办法不是吗 那这件事就不一样了 就我们兄弟俩搞 赵征激动了 好 那我们怎么搞 赵琪指向了红薯 看到那盆花没有 那不就是草吗 红薯是赵征和王姬 从越国带回来的 本来他都觉得被王姬骗了 后来赵琪喜欢得不得了 还放进了水里 虽然这行为迷惑 但是赵征对这玩意儿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就没问 赵琪懒得解释 总之 我们把它种出来 就能赚钱 众人皆敢迷惑 赵征不确信地说 种草 许位想起了什么 记得陛下此前说过 此物可以作为主食 好记性 所以啊 朕需要先找一块地 虽然赵琪是皇帝 蒲天之下皆是王徒 但这种红薯的事情 还是得他亲自来 宫外 他不能够经常出去 只能够在宫里找个地方 而且搭建大棚 他需要用琉璃代替玻璃 吃草 赵征惊了 皇帝你疯了吧 谁会吃这玩意儿啊 你还想让别人掏钱买 这怎么可能啊 赵琪的脸色逐渐阴沉 皇兄信不信我 赵征看着他犹豫了 你不止一次骗我 话是这么说 赵征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赵琪一点也不意外 就目前这点红薯糖来说 赵琪根本就不可能用来赚钱 即便种植出来 他也要用来明年种植 怎么可能拿来卖钱呢 没错 他又在虎赵征 现在红薯才进入初次适种阶段 不容有失 当然了 说赚钱也不是假的 既然要搞大棚 反季节蔬菜水果 又怎么能够不顺道赶上呢 等进入冬月腊月 赵琪那时候拿出些绿果蔬菜 还不得又被惊为神物 赵琪和赵征一起出了时区阁 身后跟着张子军和王姬两个人 陛下 要说这宫中哪里的地肥一些 估计也只有御花园了 王姬听着两个人议论着选地的事 主动提醒 赵琪愣了一下 玄姬说道 有理 御花园那么多 我们选哪里啊 赵征听到赵琪说 冬天也能吃上西瓜哈密瓜 虽然听起来十分奇怪 但奇怪不就对了 到时候拿出去卖 可就赚大钱了 赵征一个月只有五百两银子 就他目前圣后儿子的身份来说 显然是少了的 不过 这却也正是圣后的主意 自然没人会敢多发银两 对于赵琪说的红薯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想着瓜 若是真的种出来了 到时候 他一个就卖五十两 卖十个 就够他一个月的月缝了 想着想着 痴痴地笑了起来 引得赵琪几个人 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十九章 拆了玉果园 一个正吹着栩栩凉风的早晨 天空上淡淡的云雾将太阳遮蔽 清新的空气呼吸着 令人倍感舒畅 圣后娘娘正在和维行 商讨着上阳灾民的事情 方元已经彻底稳住了局势 很多难民也都安置好了 修建核堤的工程 也已提上日程 他即将回京复职 治理上阳洪涝 此等功劳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朝廷阴雨一风上 但是维行显然不想看到 方家父子在朝中崛起得太快 因此 关于方元的风赏 竟然久久没有落地 徐广安为了削弱方元的功劳 提出了安阳公主在灾区的作为 认为安阳公主才应当是守宫 甚至说出 若无安阳 上阳民心已失的话 说到自己的女儿 圣后当然不会否定了 何况安阳为此受了很大的苦 索性如今已无大碍 圣后向旁边的侍女问道 安阳呢 公主跑出去了 说是要去找陛下赚账 赚账 圣后微微惊讶 这却是在提醒他 最近皇帝怎么如此安静呢 似乎上天听到了他的心声 一名太监急痛痛地来报 圣后娘娘大事不好了 陛下要拆了玉果园 安阳提着他的红阴枪 往玉果园而去 他自然早就已经醒来了 只不过前几日 一直被元太后叮嘱着好好休息 不准他到处乱走 今日身体基本上恢复完全 那些人自然再难拦住他了 玉果园是皇宫里 一座极为繁茂的园林 其中有很多的珍奇异果 有的能够实用 但是大多数也只是起到美观的作用 赵启和赵征正在组织着羽林 在玉果园里拔草 就是赵启自己也跟着下地 用力将一株漂亮的凤仙花 连根拔起 只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娇和 一杆红银枪宛若游龙 竟然从赵启的身后直辞而来 由于一群人都在认真的封闭干活 反应自然就迟钝了些 张子军的动作最快 看到安阳出现 虽是惊愕 但由不得他继续惊愕下去 抓住赵启躲开了 安阳公主一枪落空 气愤的胸脯起伏不停 哼 本公主在外面帮你治民 你们倒好 看都不来看本公主 月儿挑眉说道 公主 你怎么能向陛下出手 你疯了吧 赵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手里还提着大把的草 周围原本干活的羽林军 已经拿起了武器 将安阳包围在了中间 他们经过赵启的严格训练 任何人都不能够伤害圣上 哪怕这个人是安阳公主 没有任何命令 他们已然和安阳打了起来 纵然安阳很强 也赖不住与林军人多势众 而且军阵结合之下 安阳又没有想过要逃走 很快就被几口铁枪制服了 全身动弹不得 赵启心有余悸 他也知道安阳并没有伤他的意思 就是这几天自己没有去看他 有些生气了 这几天他确实是太忙了 铸造野铁厂的事必须提上日程 如何改进炼钢之法 他也需要时间去想 寻找石墨矿 赵启虽然安排了下去 不过还没有消息 煤矿倒是不需要寻找 在神工铸造坊旁边的洛季山 就是煤山 在洛季山周边也还有好几座 不过因为开发技术的限制 开采起来颇为困难 乃至香水 白糖 等厚室之物的研制 赵启也需要时间思索 最近啊 他每每忙到深夜 确实也没有办法去见安阳 都是让玉儿帮忙问好 放开黄姐 赵启一缓过身来 主动上前 轻声提醒道 黄姐 你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安阳可一点都没害怕 你养这些鹰犬倒还挺厉害的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去看我 赵启自然不会追究下去 他正式说道 我可不是不去看黄姐 而是在想着用什么报答黄姐好 这不 我跟黄兄想到了一个不错的法子 安阳公主环视过玉果园 一片惨状 花草凌乱 奇怪的是茉莉花 玉金花等植物 倒是被保护得很完好 这些是自然好的呀 赵启要留着他们制作香水 不过 采摘的工作 赵启交给了她的母妃 闽太后极为喜欢花草 她的宫中便摆放有多种盆栽 几乎都是自己在打理 在冬月的时候 她的母后便为了生计 自己做香料 赵启想着香水的事 玉果园中的花又是极品 不忍浪费便将此事交给了敏太后 敏太后自然极为高兴 你们的法子就是拆了玉果园 安阳比夷 下一刻她灵光一闪 问道 难道你们要给我绣一个练武场 赵正翻了一个白眼 你想多了 我们是 赵启赶忙打断赵正的话 不是练武场 是吃的 很好吃的东西 等你见到了 肯定大吃一惊 安阳不信 就在此时 太监奸细的声音传来 圣后娘娘驾到 照起几个人对视一眼 暗道不妙 赵正一挑眉 盯着安阳公主说 是你把母后引来的 我没有 玉儿望着已经进来的 袁太后等人提醒道 先别争了 娘娘来了 儿臣拜见母后 母后您怎么来这里了 这里脏得很啊 赵正跟个乖宝宝似的 给袁太后行礼 照起扫了一眼 跟在袁太后后面的 唯一行徐广安 环号三个人 行礼问安 哀家再不来 你们是不是要把整座皇宫也拆了 袁太后望向一片狼藉的玉果园 花草所剩无几 宛若野兽过境 就连果园中的电雨窗户上的琉璃 也被拆了 只剩下一些木头框框 听得出来 她在强行地压着怒气 赵正本来行完礼 就想起来 袁太后卸下的怒火扑面而来 她顿时做委屈状 那些负责看管玉果园的太监宫女 此前受到过叮嘱 一直没敢去说 但眼看着赵起赵正 动静越来越大 玉果园都被毁了一大半了 完全不敢再隐瞒下去了 徐广安没有直接指责皇帝 他看着赵正说 殿下 您这也真的是太胡来了 玉果园乃是五皇帝所见 你这样 岂不是在回祖宗的基业吗 维一行说 陛下 您怎么也跟着殿下胡闹 如此 岂是君王所为 唯一行的地位和徐广安 在而是不同了 言辞虽然委婉 但是语气中 尽是质问 赵正懵了 这明明是皇帝的主意 怎么大家都怪到他的头上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昧演播 第二十章 朕没病 赵启也有些不解 这唯一行怎么都将目标锁定在赵正的身上了 他难道不应该趁此机会责问自己一番 然后向圣后说自己还无法执政 应该将精力时间都放在学习证物之上吗 从环浩脸上的神情 赵旗了然了 看来元太后已经完成了权力的平衡 唯一行这时候也不会趁机发难了 不明所以的环浩将锅彻底甩在了赵正的身上 陛下人迷爱物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 老奴看来呀 是殿下蛊惑陛下 莫非殿下是想将此处改为炼武场 我听说殿下对此早已心持神网了 环浩的想法并不复杂 甚至很简单 他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贴着小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 若是没有皇权的加持 他和狗之间的差别 也只是两只脚走路和四只脚走路的区别 既然打不过 那就选择加入了 只要能够获得赵齐的信任 他自然不怕得罪赵正 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 不是母后 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是皇 这我可恶 元太后愤怒 在战场上立了点功劳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柴玉果园 剑练无常 亏你想得出来 赵正欲哭无泪 他望向赵齐满脸无辜 王姬在后面憋着笑 安阳公主狠狠地瞪向赵正 果然是欺骗他的 赵齐想清楚元太后等人背后的逻辑 这位圣后 这位圣后还真是一心为了皇家呀 赵正也是惨 基本上就是圣后的工具人嘛 被认为了他的儿子 就只能够去藩 想以宗室的身份为官 可能性变得极低 元太后沉声勒令 皇帝也是 怎么这时候一点主见都没有 跟着他私混呢 三天之内 将玉果园恢复成原状 念在你们初犯 哀家就不施加惩罚了 不行 赵正听见这话 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谁说我要在这里建练无常 我是要在这里种哈密瓜的 什么 种哈密瓜 微信感觉 自己的智慧 被赵正按在地上摩擦 他说 殿下真是不学无术 这个时节 哈密瓜已然成熟 你却告诉我们 你要在这里种哈密瓜 徐广安叹了一口气 哎 殿下虽然有军略之才 但连使令都分不清 这实在是 他说不下去了 元太后的脸色愈发阴沉 这个赵正真的是丢皇家的脸呀 和赵启昭的那些顽固有什么区别呢 他父母微寒 声音中运有几分怒意 把你闭门十五日跟着师父们认真学 学不会就别出来 赵正强盛的气息 其实在起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急剧消退了 完全是元太后令她恢复原样 是她心中的火气猛然上涨所致 她都想好过几个月卖瓜的事了 现在要她走回头路 当时她就忍不了 但是元太后刺目的眼睛下 她还是怂了 赵启确认了对方的态度 正式说道 母后 这其实是儿臣的主意 跟红兄无关 所以 儿臣是不会恢复原样的 本来蛊惑赵正一起动弓 就是为了分担元太后的怒火 不过现在时局不一样了 看来是不需要了 元太后目录疑问 徐广安和维行仕途二人对视一眼 这小皇帝今天又在玩什么花招啊 以他此前的种种行为 不可能看不出来才是 元昊也愣住了 这陛下要做什么呀 事先也不通过气 母后 这真的是儿臣的主张 儿臣拆了御果园 也是为了种东西 不过哈密瓜纸其中的一种 最重要的是红薯 或者说 番薯 毕竟是海外来的东西 番薯这个名字 他们或许更好接受 番薯 元太后见皇帝认真起来的样子 几个月来也是颇为了解她的性子 这不是胡闹 事为何物 不过哀家也不想管这是什么东西 你身为皇帝 怎能带着人拆玉果园呢 就为了种点东西 农事不是你该做的 回去跟着向老先生 认真读书 唯一行说 是啊 陛下 这都八月中了 还能种什么东西啊 即便能种 陛下可召集填令 交给他们即可 可是番薯能母产二十蛋 而且还能做主食 赵琪平静地望着几人 她相信 下一刻 元太后几人都会被吓傻的 然而并没有 元太后甚至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微信轻轻皱眉 心想着陛下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傻了 徐广安更直接 像看个傻子一样看着赵琪 他本就有黑的肤色下 眼睛更加让人醒目 环浩很想问问旁边的人 陛下这几天都做了什么 是否遭受了风寒 是否不小心撞到了脑袋 否则怎么会说出这种胡话呢 你们不是 赵琪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自己的装逼节奏 就这么被打乱了 元太后瞧着赵琪正常的脸色 和明亮的眼睛 说道 寇腾 去宣太医 啊 赵琪懵了 这是什么操作 眼看着寇腾转身 吩咐人去宣太医 赵琪疏然起身道 哎呀朕没病 宣什么太医啊 母后 儿臣说的是真的 番薯真的能母产二十蛋 还好心里咯噔一声 有病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低谋望向自己的斜肩 现在改换门庭还来得及吗 其实啊 也怪不得他们误会 当下这个时代 大昭的主要作物 素米 母产也就三蛋左右 三蛋是多少 三百六十七斤 不过这和赵琪所在的后势不一样 这里一斤为二百五十克 一亩也和后势不一样 约为四百六十五平方米 若以后势论 相当于母产二百五十七斤 即便是好一些的灌溉田 也就母产四蛋左右 现在赵琪告诉他们 有样主食可以母产二十蛋 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这纯粹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当他有病才怪呢 还好赵琪是保守估计 他要是说三十蛋 估计他已经被直接抬去见太医了 环浩很是担心地问道 陛下您这是怎么了 唯一行愣了愣说 莫非陛下是忧心灾民 想着能有这样的奇物救活百姓 得了异症 听到异症二字 袁太后坐不住了 还等什么 快去宣太医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妹演播 第21章 母产二字弹的约定 母后 朕很好 玉果园对朕大有用处 还望母后恩准 环昊明白了 笑呵呵地上前说道 娘娘 陛下有真龙护体 尤其是些许邪慧污浊能够沾身的 臣看陛下荣光焕发 绝不可能生病 没有人不会向往 但陛下所言太过无稽 亩产二十弹 还是我等从未听说过的浓作物 圣后娘娘 你可曾听说过 番薯或者红薯为何物吗 圣后神情恶然 这 哀家还真是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雷一行也说 臣活了这么大把年纪 年少之时也曾变烂群山 未曾听过这种东西 不知陛下从何而来 又为何说出这样的断言呢 陛下要知道 即便是我朝上等的水田 五蝉素米也不会超过四担 就是在封年也不会超过五担 赵琪冷笑道 许大人岂不知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世间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 莫非上仓都要一一告诉你 徐广安一时欲色 微行正色说道 陛下何必弃急 玉果园毕竟是五帝所建 我朝历代帝王亦在此修弃论证 意义非凡 陛下身为后世之君 怎能拆毁祖宗之地呢 赵琪本来不想浪费时间去解释 但终究是要得到元太后的准许才行 遂将王姬在出征期间 从海外遗人手中收购来藩树的事情 告知了圣后 那名商人说 在他们国家 藩树可以亩产二十蛋 不过朕想着 海外的土壤与我中原自有不同 便估算应该能亩产十五蛋 卫一行听了 笑了 河下山羊湖随风轻轻飘动 原是外遗之物 陛下怎能亲信之呢 赵琪冷笑道 丞相不信朕 朕也不强求 等朕种出来 丞相见到实证 自会羞愧今日言语 陛下说话不要太满 那些海外胡商 最是喜欢将一些稀奇古怪 却有无甚用处的物品 带来中原 无非就是欺骗像陛下这样 年纪尚小 阅历不高的 陛下不该相信这些人呀 圣侯汉手 显然是认可微行这个观点的 赵琪冷笑一声 僵话说得太满的 可不是朕 而是丞相 我等起拭目以待吧 希望丞相不要被打脸才好 微行老脸微红 倾咳一声 如此 臣愿与陛下定一个约定 约定 赵琪倒是没想到 微行会说出这种话 不过他身为辅政大臣 以为赵琪的老师 说出这种话 倒也不算僭越 若朕能做到 便能证明朕之财学 朕便可以亲政 太师敢与朕约定吗 徐广安有黑的脸上 浮现出惊荣 完好没料到 小皇帝居然在圣后面前 如此直接地说出了亲政之言 微行朗声发笑 神情显得很是慈祥 声音更是温和 这如寻寻善幼的老师一般 陛下此言不妥 陛下能否亲政 非臣能决定 若陛下能向万民彰显出 治国安邦之能 那么陛下就得到了浩天的认可 自然应该亲政 无论是圣后娘娘还是臣下 都只是谨奉浩天和先帝的命令 辅佐陛下 暂时替陛下看管天下而已 但真正能够替浩天看管天下 统于万民的 唯有陛下 这话说得啰嗦 不过意思很简单 照启能否亲政 不是他说了算 也不是圣后说了算 而是天下说了算 浩天说了算 这种没有编辑的话 是大臣们常用的手段 并不稀奇 如此才能够给他们今后的发挥 留下足够的空间 因此 圣后也不会表示反对 维一行继续说 不过陛下若真的造出了 母产十五弹的神物 足以说明陛下的才能 臣也认为 陛下虽然年幼 但是参政治国 不无不可 虽然结果和赵琪想的不一样 但是维一行说出这种话 绝对是令人意外的 赵琪深知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这世上是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的 对方既然主动送上门来 这样的必胜之局 他当然没有道理放弃了 否则就是天理不容 赵琪大气地说道 好 朕便与太师约定 维一行想到了什么 说起来 臣奉先帝之命教导陛下 但却因国政有所待乎失职 还望圣后陛下恕罪了 今日之约定 便算作是考题吧 若陛下能够答出 臣也不算不负先帝所托啊 说完 他想召起鞠躬行礼 召起便还之以学生之礼 身后汗手而笑 生出几分感叹 如此 你们君臣师生二人 或能成就一段佳话 如此 哀家也不好服 违相考教学生之意了 玉果园固然珍贵 但陛下若能因此而功德天下 哀家相信 无论是五皇帝 还是历代先帝 都会欣慰的 赵启其实不喜欢古人 守着祖宗之法 时代要进步 有时候几百年了 还守着祖宗之法 不肯作出改变 这无异于是一种孤不自封 当然 这也不能够怪他们 历朝历代写的教训在那里 侵动祖宗之法 行改革之势 国家是会经历 不可避免的动荡的 甚至会因此而亡国灭重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22章 平阳长公主 出宫的路上 徐广安始终都漫为一行半步 他很困惑地问 老师 您为何与陛下 做出那样的约定啊 母产十五弹 绝无可能 老师这样做 有何意义呢 说至此处 他的心中 骤然想出一种可能 他微惊道 老师 是准备还证于陛下了吗 绝一行 比徐广安 还要高半个头 病脚的银霜 比往日又更加浓密了 苍容上逐渐浮上了沧桑 空洞的毛子 落向远天 徐广安不敢打扰老师 安静地等待 直至出宫 两人同上车轿之后 维一行 采用一种老迈的语气 开口说道 广安以为 老师可是想做全臣 何谓全臣 手握国家军政大权 能威胁统治者之人 为之全臣 维一行 的确是如今的百官之首 但绝对算不上全臣 徐广安一字一句地说 老师为国鞠躬尽瘁 老下了一身的病 陛下还如此揣测老师 学生感到不公啊 维一行之道 他说的是真话 先帝大行之前 不惜将摄政权柄 交到圣后的手中 所谓的就是 防我独大 总揽朝政 先帝的睿智 是你不曾见到的 先帝很清楚 圣后的德行 直到圣后 绝不会因为娘家 而让皇家之力 仅此一点 先帝就选择了圣后 而放弃了本相 从那时起 我就已经失去了 总揽一国权柄的机会 实施我治国之理念的可能 我本以为 我本以为陛下年幼 圣后在朝政之间混沌不明 正是我等 士大夫大展拳脚的时候 不过数月以来 你也看见了 陛下虽然年幼 但已生帝王之气 圣后娘娘 虽然在某些方向 的确不通 但任何一件事 皆在她的权衡掌控之中 徐广安显得很平静 但实际上 他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 他说 但陛下终究年幼 以学生数月以来的捉见 陛下对列位成功 非常不信任 甚至引有敌意 且陛下行事 不为冒进 就如对燕月的作战 为了使身边的心腹 禁卫朝堂 冒着极大的风险 任用许位王姬 甚至本就不靠谱的殿下 最后虽然侥幸成功 但若事事都以巧合而论 那么当今中原 也不会三国分割了 再如上阳洪涝 方元此人本就顽劣不堪 才能不显 但陛下为了拉拢索阳侯一家 不惜令刘然还好 为之鼓动 认方元为主使 故而学生认为 老师这种时候 万不可生退却之心呀 大招可以没有学生 但是万万不能没有老师啊 马车轻微地晃荡 徐广安的身体保持得很稳 他甚至极为细心地 伸手辅助为一行 寂静没有任何前兆的降临了 街道上的嘈杂声 我们的陛下 是想做一个好皇帝呀 数日之后 郎中方元持着福节回京 于朝堂上复命 上阳的难民都已经安置妥当 河堤已经动工 后续将有新上任的上阳令营督建 刘慧昌能够活命就已经很不错了 令营之位自然是没了的 只是新上任的令营 仍是维一行所举荐之人 关于方元的封赏 吉经商讨 在方元回京的前一天 彻底议定下来 本来唯一行是想借此机会 将方元调任为河堤业者 此为都水台属官 方元以此建功 又以此担任此官 并无不妥之处 不过环浩刘然都不同意 圣后认为索阳侯 也不愿意自己儿子被调去上阳 便否决了 环浩刘然两人都认为 方元至名有大功 而且机智地识破了 严说的阴谋 并且果断减除了威胁 更是大功于朝 举其为建义大夫 本就为郎中的方元 如此也属于正常晋升 建义大夫和中散大夫 太中大夫 光禄大夫 合称为四大夫 就连许位在茂山县击退越军 也没有登上此列 双方扯皮数日 最后 圣后同意了环浩刘然的提议 其因是方正南在北疆立功 朝廷对其封赏 本就有所不公之处 圣后以此弥补方正南 算是已安其心 于是方元连跃三级 从三百旦小官 成为了六百旦的建义大夫 从支笔上看 和许位是一样的 不过职务上有所不同 一郎只是为皇帝谋事 建义大夫 却专长建征议论 圣后没有辞觉 或许是考虑方元 乃方正南独子的缘故 将来席诀乃是必然的 当然 也可能 他是为了留给赵征 安阳公主 被封为平阳长公主 从安阳到平阳 从公主到长公主 仅是一字之差 却有天壤之别 长公主 并不一定是皇帝的嫡长女 才能够担任的 就如南宫公主 便没有被封为长公主 凡于国有宫 皇帝嫡女 或是皇女皇子妹 与皇姑 才能够被加封为长公主 长公主在大昭的地位 等同于诸侯王 而且拥有封地 安阳公主的封地 就是北疆的平阳县 得知此事的赵征 闷闷不乐起来 他领兵深入 燕国敌尽 最后没有成为 大将军便罢 也没有封地啊 好吧 他并不想去就分 但是想着日后安阳 而不对 平阳有封地的钱财收入 他便觉得很不公平 是的 非常不公平 玉果园里 赵征靠在大红柱子上 没拔草也没翻地 正正地望着天空 心情有些不好 怎么了殿下 玉儿替着茶水走了过来 赵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 玉儿妹子 你说母后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要是母后没有认我 做她儿子就好了 这样没准 我还能以宗室的身份 当大将军呢 玉儿神情为正 她以为这位殿下 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呢 微笑着说 殿下还真是会异想天开呢 赵征惊讶地望向玉儿 怀疑自己听错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二十三章 我们要重地 天已入秋 秋风微凉 照起双手扶腰 望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玉果园 原本美丽的花果 被琉璃所搭建的大棚覆盖 太监宫女侍卫们 望着陛下搭建起来的怪房子 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不敢说什么 用琉璃搭建房子 然后在里面种东西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呀 据说朝中的诸公听了 有一位大臣为此笑掉了大牙 光禄勋柴武听到之后 很高兴 和几位幕僚谈道 古往进来的帝王 都有些奇怪的癖好 只是没想到 我们这位天子 竟然是喜欢农士 一名幕僚和声说道 柴皇家园林 改种瓜果蔬菜 这也算是开历史之先河了 竟然还瞎扯什么 有亩产十五蛋的红薯 痴人说梦 也不能急也 主公啊 我看之前 是我们高看了这小皇帝了 唯一行也不过如此 居然和小皇帝 做出那种 徒增笑柄的约定 言霸 府中有人激否大笑 九卿太仆中阳 切下一块猪肉 放入嘴中 姿态放了 哎 罢了罢了 他若能以此为乐 好好地在宫中种瓜果种菜 倒也不实为一件乐事啊 身处宫中的赵琪 自然不知道这些议论了 他拍了拍手上的尘图 以后此处就需要人 专门看守了 子军 你就找两个精通农士的人来 负责照料这片地 朕以后 每日都会过来亲自查看 张子军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这件事交给他办 再是合不过了 张子军正色说道 陛下 这么大的规模 两个人怕是不够 赵琪也搬起脸说 朕的意思是 一个棚至少两个人 找的人必须识字 让他们将红薯的生长情况 都给朕记录下来 生 生长情况 张子军完全听不懂 不过他觉得 陛下在异想天开 陛下 会识字的 谁还会识农丧啊 这下 换赵启蒙了 反应过来 他发现张子军说的是正理 作为进入大昭的第一株红薯 为了给以后的种植留下经验 他自然要安排人记录 只是他忽略了一个 极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个时代啊 读书识字的本就很少 所追求的皆是仕途 想要找到一个既能够识字 又会写字 并且还懂得农丧的人 谈何容易啊 即便是在朝廷中找 恐怕也不容易 哎呦 这还真是个问题 是真疏忽了 张子军见皇帝双眉龙旗说道 陛下 卑职虽然不精通浓丧 但自认为简单的照料 还是能做到的 陛下不如将如何记录的方法 告诉卑职 卑职再去乡下 召几位老农来 一定能够完成 玉尔也主动请应 陛下 我虽然不懂 但是我可以学 赵琪以为点头 张子军和玉尔 都以为皇帝同意了 不料下一刻 赵琪说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法子 不过子军你离开了朕 朕可不放心 玉尔要管理 赫云松 逍遥居产业 哪能继续分心啊 那怎么办 除非从朝廷中选人 赵琪摇了摇头 朝廷中的人 你要让他写一份 劝农丧的文章 他们肯定能够 信手拈来 但是要让他们 下地干活 这就难了 当然 他也不能够 完全否定 这样吧 子军你去找几位 清淫农丧的农夫 至于能识字 又对农丧感兴趣的人 朕打算 从太学生中择选 赵琪准备 自己培养一批 农业类的人才 太学生 月儿完全没有料到 赵琪会将目标 锁定在那个地方 赵琪解释道 要是农丧这等苦活 就必须得农事 拥有极高的热爱 所谓是农工商 农业亦是诸多 太学生应修职业 朕相信 那里面会有这样的人才 所幸的是 这个时代还没有因为 儒家的极致推崇 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以致天下世子 皆穷必以生之经历 读经和严经 这也是因为科举制所考科目 而导致的一个弊端 赵琪虽然要推行科举 但定然不会重蹈覆辙了 此时此刻 也正好为以后定下科举考试科目 做准备 决定了这件事 赵琪前往西苑明镜楼 此楼亦是大招历代帝王 常读书之处 如今已成为了那群 顽固子弟的修学之地 还未上楼 赵琪便已经听到了 上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许位正在教这些人四书五经 静职步入课堂 赵琪来此 是让许位去太学挑选人才的 圣上我可以 就在赵琪向许位大致 讲了要求之后 下面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 伸出了他短而飞的手指 正是混混万人山 你可以 可以什么 赵琪忧伸的眸子 仿若从九天落临 万人山脸上尴尬 且畏惧的笑容越发强烈 但是比起在这里地域般的生活 他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圣上刚才说 要找能识字写字 还要对农丧有很大兴趣的人 我说我可以 你可以 万人山的能力只有八十不假 不过从上次的考教来看 他不像是一个懂农丧的人呀 圣上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万人山抢颜欢笑 看得出来 他想要以此来缓解自己心中的紧张 虽着蒙黑四边天 大雪纷纷是汉年 但得立春一日晴 一曲熟练的农艳曲 像是瀑布一样 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赵琪笑了 看来这小子是真的懂啊 而且万人山识字 好 朕就给你这个机会 去玉果园报到吧 还有这等好事 赵琪此话一出 楼中的二十几人已经沸腾了 这种一天天的被迫训练 一天天的被迫读书的日子 他们早就受不了了 圣上 其实我也喜欢农丧啊 我认识的字比那死混混多得多 圣上让我去吧 不就是种地吗 圣上 我可以 我在我家院子里就种过 我也可以 圣上 圣上求您让我也去吧 圣上 我们要种地 让我们去种地去吧 一群人跪在地上 朝赵琪磕头 有的甚至都哭了 赵琪瞧着这一群 比起几天前 肤色都已经变了一大截的世子 看来被赵琪折磨得很惨呀 万刃山害怕自己的活被抢 猛然间一脚踏在桌案上 胸前的长命锁 晃荡的直发响 宛若一个土匪怒吼道 你们瞎叫唤什么 什么都不懂 还想去种地 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24章 蝴蝶鼓千面树 赵琪将十二个 愿意去种地的人 都扔去了御果园 他现在正缺人手 即便从太学那边招人 也很慢 令万刃山这个混混 管着一群世子 顶一下却也不错 赵琪走出明镜楼问道 云景呢 怎么不在啊 徐卫回道 是在外面隐秘未来人 说在孟家赌坊 王发现了端倪 就将他带了过去 王姬说 这事我总不知道啊 王姬作为隐秘未的私命 居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徐卫也疑惑了 那两名隐秘未 说是你吩咐的 王姬连忙摆手 你别胡说 我没有 这过我不背 感受到赵琪 向几个人同时 投过来的目光 徐卫明白了 后知后觉地说 我被欺骗了 怎么会呢 当时隐秘未 拿着王兄亲盖的手令 而且那两名隐秘未 乃是雨林郎 我见过绝对不会有错 他们的名字我都知道 名叫牛奔牛眸 牛奔牛眸两兄弟 是王姬的左右手 随着王姬水涨船高 他们两兄弟 所接触到的人 也越来越多 王姬立马吩咐 守候在楼下的两个人 死牛 二牛 你们两个上来 我问你 可是你们两个人 带走了云井 照起双手 扶于身后 饶有兴趣地瞧着 不等两兄弟回话 照争急不可耐地说 老许 你被人家骗了 还跟个蠢蛋一样 牛奔牛眸两个人 一脸的茫然之色 侯爷 我们这不今天 一直跟着你 刚才还一起 在玉果园搭大棚 没有陛下和侯爷的命令 我们怎么敢从这里 带人出去啊 赵起经常见到这两个人 知道他们不会撒谎 笑道 老许 吃一欠长一智 要吸取教训 这个称呼并不官方 赵起这句话呀 就是不以皇帝的身份 下达的 不过许位 还是正色地接受教诲 然而他心中的疑惑 还没有解开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那两人 怎么和这两位牛兄 生得一模一样啊 赵征虽然抓住机会 就嘲笑许位 不过该想的问题 他还是会想 赵起也不解 这又不是玄幻世界 更没有克隆技术啊 风过楼台 有鸟鸣唱 夜飘过 众人沉思 面部一云 气愤静 张子军突兀地开口说 我曾抓捕过一个犯人 也有此相同的能力 后来才知道 他用的是义荣术 这话没有得到认可 许位赵征王姬 都质疑地看向他 赵起觉得有些意思 张子军补充道 不是你们平常 所认知的义荣术 我知道那样的义荣术 骗不过徐雄 他们所用的 多半是出自 蝴蝶谷的切面术 蝴蝶谷 千面术 赵起微精 还是不忘身份 收敛神情 这名字 听起来颇为玄幻啊 玄幻 何为玄幻 玉儿好奇 每到晚上 她倒是和赵起 学了不少怪异的词 赵起轻咳一声 将话题拉回正轨 子军 你说的这个 究竟什么意思啊 张子军解释道 蝴蝶谷是江湖上的小门派 山门在昌州洞川县 隐于桃山和吉凤山之间 因为两山在春时百花盛开 能吸引无数蝴蝶 门来无名 后来四凤来在那里建立门派 取蝴蝶谷为宗门之名 那个地方也被人称为蝴蝶谷 赵张一挑眉 看不出来 你居然还知道这些啊 张子军根本就没有理他 注意着赵起的颜色 继续说道 蝴蝶谷门人稀少 皆是女子 谷主私奉来 也从不参与江湖争斗 以收留江湖落难女子为原则 谷中门人 多修一幻两术 这幻子便以千面之术 为江湖数之 此术极为隐秘 便是向老先生见了 也不一定能够从外表上 查出断倪 竟如此神奇 赵起忍不住称赞 这个世界看来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有趣 突然间 他也有点想去江湖看看了 张子军严肃地说 这是我在鱼中当捕头的时候 封命捉拿一个彩花大盗所持的 陛下 碑芷早就说过 云景此人诡计多端 看来 此人的身份 并不只是简单的精神混混 赵起认真点头 说道 嗯 不过彩花大盗 怎么会查到蝴蝶谷的身上 你不是说里面都是女子吗 张子军觉得 陛下没有认真听他讲话 但还是认真回话 那个彩花大盗 就是一名女子 他对世界男子 恨意极深 专毁男子 说至此处 他看了一眼 召起旁边的玉儿 玉儿翘脸微红 果断地转身下楼 张子军继续说 被他所接触过的男子 都丧失了新方的能力 后来案子虽然破了 但也不知道 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王姬笑着问 怎么说 那些人都因此而毁了后半生 张子军点头 那些人背叛自家妻子 被毁了也是活该 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丑心 却又想报复对方 便只好以彩花大盗之名 保安于官府 徐卫周眉道 既然是昌州的人 怎么会是你们 于中接的案呢 那女子的供词 是因为她自己是于中人 被自家丈夫做抛弃 所以在于中险案报复 奇怪的是 她所谋害之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和官府之人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关联 有意思 这个云警来头不小 让影蜜卫去查查 赵琪想到 云警高达八十六的能力值 不但能够伪造出 和王姬一样的笔迹 印信赵琪也看过了 是假的 但许位不知道 隐秘为专用印章的 几个防卫标识 也就上当了 不止如此 那两名义戎之人 居然进了皇宫 这其中肯定是有人配合的 否则绝不可能进来 这个计划 已然布置了几天了 怪不得云警这几日 表现得颇为安静 赵琪叮嘱道 此人背后势力颇深 你们不可以掉以轻心 也不要操之过急 抽丝剥茧地 慢慢查证即可 赵琪又想到了一点 对了 此人并非男子 而是女子 不要问为什么 知道这一点就行 如此正式的话 已然是口谕了 王姬领回到 其中的重要性 躬身一命 她的话音刚落 有隐秘未来报 是关于孟家赌房的 赵琪展开纸条 看到上面的密文之后 骤然凝眉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25章 高炉炼铁 皇兄 咱们出宫去 赵琪安排了王姬 去查孟府赌房的事情 没错 银锦进宫那天说 孟府赌房下 有军械装备的事情 经过隐秘未连日来的查探 已然有所收获 虽然没有百分百确认 但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 孟宏身为太长 藏匿军械装备 是想要做什么呢 亦或者说 他是否在为唯一行 做准备呢 王姬奉命办事 赵琪出宫 还是想再找一个人 在旁边保护 张子军当然够强 但一个人总觉得有点少 赵征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态度 不去不去 出宫做什么 本将军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这太长打西边出来了 还献献啊 皇兄居然拒绝出宫这种好事 赵琪是真的觉得怪异 张子军也觉得怪 莫非殿下也想去查孟家赌房 那档子事 本将军才懒得管 他要是真有什么别样心思 那才好呢 本将军正好率军踏平孟府 赵征的语调壮直凌云 不过很快就贬得鸡贼起来 不过现在 本将军要去守瓜 许为惊道 守瓜 殿下守什么瓜 赵征得意地说 自然是哈密瓜 那是本将军的银子 到时候我看赵安阳 不对 是赵平阳 怎么在本将军面前嘚瑟 旁边的玉儿忍着笑解释道 殿下见到公主获得了封赏 得了大笔赏赐 心里就渴望着棚里的瓜果蔬菜呢 赵琪恶然 其实他们种的瓜果蔬菜并不多 水果只有两种 分别是西瓜和哈密瓜 蔬菜也不多 只有白菜和豌豆 毕竟这是第一次属于实验阶段 黄兄 这种子才种下地 怎么地也得三个月之后了 你现在守在这儿也没用呢 赵琪像是看个傻子一样 看着赵征 赵征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脸上甚至有泥巴 这哪是殿下呀 简直就是一泥猴 不确信地望着赵琪 有这么久啊 赵琪深感无语 这得有多无知啊 你要看就看吧 正要出宫去了 赵征抓住他 我还以为十天半个月就好了呢 那我还是跟你出宫去 不过我们去做什么 京都西城有一条街 名叫兴铁街 在这里汇聚了京城中 绝大多数的铁匠 他们每日所打造的 当然不是兵器铠甲 盐铁酒都早已收归国家专营 所以能在这条街上打铁的 都是获得了朝廷的准许 换句话说 他们是为朝廷打工的 并不是这里的老板 赵琪要在京城建立 较大规模的铸造房 当然也必须得到朝廷的许可 现在圣后等人或许已经知道 不过赵琪还没有说 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 他来这里是件普城 赵琪让他先在这些地方 物色记忆还不错的铁匠 为今后建造野铁工房的人 做准备 同时选择野铁房的建造地点 等这些都完成了 赵琪再向朝廷走法定程序 本来他想过 以铺城的名义来操作 不过野铁工房不是一般的铁匠铺 铺城又是神工铸造房铺桥的儿子 自然不行 进入一家规模较大的铁匠铺 铺城僵硬的身体从凳子上突然站起来 准备向赵琪行李的时候 却被一双宛若生命的眼睛直视着 铺城这才反应过来 呃 少爷 你过来了 少爷 这位就是铁匠铺的老板 他抬起的手不高不低 足见其受过严格的家教管束 老板是一个爽快的人 没有过多的礼节 只是招呼着赵琪去后院商谈 关于买下铁匠铺的事 赵琪白手说道 嗯 先看看吧 这位老板只是拥有开铁匠铺的资格 铺子中的铁匠 都是在他这里打工的人 换言之 他是为朝廷打工 这些铁匠是为老板打工 哎 这位小少爷呀 我这铺子可是整条新铁街最大的 还有这条街 唯一一座椭圆炉 也只有我这里才有 老板脸上的职业笑容非常浓烈 给赵琪放上了一杯茶 我听蒲小兄弟说 你们是官家的人 若你们诚心享受 我也不是不能割爱 只不过这个价钱 你也知道 最近很多难民迁居在京都 我这里的生意还算不错呀 赵琪懒得听他的废话 直接看向蒲城 问道 你认为这里怎么样 铁本就是来钱极快的买卖 想要买下这儿 无可厚非 得花费大量的银子 不过赵琪无需想这里 蒲城才是他们这里最懂的人 他犹豫了一下 问道 少爷 若是买下了在这里营生的 赵琪明白他的意思 平静地说 看来你觉得这里不错了 若我买下来 这些铁匠并不能直接留下来 我需要你组织一次考核 凡是能力不足的都要剔除 我明白了 听到这样的话 蒲城很高兴 在他看来 没有能力的人 当然应该提出 不过在他的心中 还有一样标准 于是他说道 少爷 能不能给他们 一点准备的机会再考核 可以 赵琪答应了 轩琪安排那老板 去和育儿许位商谈 购置的事 他则吩咐蒲城 找了几个在他看来 水平不错的老铁匠过来 他有事情要讲 你们先看看这个吧 赵琪让张子军 先将事先准备好的图纸 发给了这六七名铁匠 这些铁匠知道 他们马上就要换东家了 而眼前这位贵不可言的小少爷 就是以后他们的东家 加上刚才又听见赵琪说的考核 心中都很忐忑 赵琪看了蒲城选的六人铁匠 年纪看起来都已经快过不惑之年 能力值最低的也有六十八了 足见铺承的辨别能力还是不错的 众人接到图纸 看得出来所绘制的是个炉子 不过这个炉子和他们平常用的不一样 而且好像是将两个炉子连在了一起 赵琪一一扫过他们脸上的神色 放松神态 温和地说 你们不用紧张 以后只要做得好 你们的工钱只会更高 你们手中的东西名叫高炉 这个炉子不但会加快你们 平常炼铁的速度 还可以帮助你们节省不少力气 赵琪可是苦思冥想了数个日夜 才将这玩意儿想出来的 不过铁匠们听了 还是一脸茫然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26章 方家父子 蒲成用力地捏着手里的纸 他这辈子别说用了 就是见 他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纸 纸上是皇帝陛下描述的高炉 看起来似乎能够提高 炉内的温度 作为一名铁匠 炉子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伙伴 他曾无数次地研究过 如何设计出一个 能够升温更高的炉子 不过他在这方面 似乎没有什么天赋 铁匠们拒兼会神地 听着赵琪的讲述 他们害怕这位新的东家 将他们逐出 拼命地想理解赵琪的话 只是他们虽然一辈子 甚至连祖上都敬于此道 但是赵琪突然告诉他们一种新的链铁记忆 这在极短的时间里 就颠覆了他们一生所学中很大部分的人知 自然就显得震惊 乃至迷惘了 不过他们发现 这位年轻得过分的少东家 没有想象中的高高在上 东家脸上的微笑 总是能够给他们一种忍不住 想要亲近的感觉 赵琪认真的解释道 我要教你们的方法 叫高炉炼铁 你们现在所用的灌钢法 的确很不错 在炼钢记忆上已经十分成熟 但你们必须经过反复的断打 才能够提高钢的强度 你们就不觉得 这样太过耗费时间吗 一名强壮的汉子 见赵琪并不吓人 于是笑着说 百炼才能成钢 不耗费时间打出来的 不能叫钢 赵琪点头 这个地方就连空气都是热的 短短的时间里 赵琪身上都已经都是汗了 你说得不错 但有些步骤 我们确实可以加快的 现在我就将高炉炼铁的方法 告诉你们 你们需要认真听 手里的图纸 你们也看见了 这是由两个高炉相连接出来的 二者缺一不可 其中一个 你们用来炼制升铁 升铁炼制出来 顺应进入与之相连的高炉中 随之提炼为鼠铁 如此一来 你们是不是节省出来了 很大一部分时间呢 而且这样 炼铁也将形成一种新的规模 道理十分简单 铁匠们一听 很快就心灵神会 嘴上嘖嘖称奇 小董家 您可真是厉害 这样的炉子几百年了都没有创出来 您家里也是铸铁的吗 一位较为老成的汉子 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脸上的笑容 尽是钦佩 赵奇微笑着说 这倒不是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众人更是心惊了 小董家小小年纪 竟能想出如此鬼斧神功的记忆 是啊 小董家 这高炉打造出来 简直就是事半功倍呀 我祖祖辈辈都在此道进营 从来都是只知道闷头打铁 也只有像小董家这样读书的人 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呀 赵奇复身而笑 一名较为年轻 约摸三十七八岁的男子 双眸认真地盯着手中的图纸 问道 小董家 可是我看这个高炉造型 好生奇特复杂 怕是不好打造啊 我很多地方还是没有看懂 赵奇心想一张图 你就看懂了 那你就是天才了 能力值也不会在七十八 你叫什么名字 问道自己的名字 男人感觉这是赵奇对他的重视 他严正地说 我叫曹德 祖上三代都是打铁的 赵奇副长 示意他坐下 张子军会议 取出了一张更大的高炉结构图 并且拿出了笔墨 赵奇拿笔 认真地给这几名铁匠 讲述高炉的结构 铁匠们也没有了开始的那份拘谨和害怕 席地而坐 非常认真地听他讲述 如此神奇的造诣 听着他们嘖嘖称奇 感慨万分 天光剑怡 众人神情认真 似乎都已经忘记了时间和炎热 疏忽之间 一个时辰悄然而逝 赵奇也不知道 自己在同一个问题上讲了多少遍 这群铁匠终于没有了太大的问题 好 既然都明白了 我再教你们一种技术 这个技艺我叫它炼焦技术 终于来到了下一步 赵奇长说了一口气 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炼焦技术并不困难 在他所熟知的那个历史上 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焦炭 只不过一直到宋朝才形成了规模 炼焦煤 温度只需要在一千摄氏度左右即可 这对于现在来说并不困难 很快 那边和老板商谈的玉儿和许卫走了进来 两人听见赵奇说到要收集什么炉渣 他要用来制造一种材料 公子 讲完了吗 赵奇接过张子军递过来的手帕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差不多了 赵奇又向蒲城叮嘱了几句 将他任命此处的将手 分两批人进行 一批人打造高炉 一批人抓紧开始断烧石灰石 皇帝 出都出来了 这就回去也太没意思了 刚出神断街 赵奇朝着北城方向指了指 我们不如去老方家玩玩 看他在家里做什么 方元才从上阳回来 如今自然是在休暮 赵奇倒是没有太多去看方元的兴趣 但是赵奇这么一说 赵奇才想起一件已经拖了几天的事 找方正男教教君臣之心 只是赵奇刚到方家府门前 就听见了里面传来几位嘈杂的声音 兔崽子 你给老子滚下来 老东西 有种你上来 你上来我就下去 方府下人们在屋檐下围成一团 成仇和护院扯着一张网 在下面提心吊胆 老爷 您就别吓着少爷了 少爷要是跳下来 伤着就不好了 明日少爷还要去侍奉圣上呢 管家娇心 望着站在房顶上 半只脚都已经悬空的方元 方正男众贺一声 手里提着踩从北疆战场上 和他并肩作战的虎头金枪 眉宇间是杀气腾腾 你个小杂种 有种你就从上面跳下来 看老夫不打断你第三条腿 那样你也不用娶气了 方元浑然不惧 他破口骂道 我是小杂种 你就是老杂种 我要是没种 那你就是被人绿了 你要打断我的第三条腿 你就等着绝后吧 府门外的赵琪等人 听见里面传出的声音 面面相去 难以置信 赵正哈哈大笑道 老方还真是有种 徐薇的脸色黑的 快要接近他的父亲了 这哪是有种 这就是欠打 府门前没有人看守 不过赵正的大笑声 还是传进了方正男的耳中 如此熟悉的声音 让他赶忙将手里的虎头金枪 交给旁边的人 刚踏出去半步 他又想起了什么 指着方元怒道 小杂众 你有本事就一辈子待在上面 别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27章 方家世代赴汤蹈火 微臣叩见陛下 方正男拖着急切的步伐出门 本以为是赵征前来 未曾料到 出门就看见了皇帝陛下 愣了愣神 赶忙跪下 跟在他身后的下人们 诚惶诚恐 扶手趴在地上 心想着陛下 怎么会突然前来呢 都没有提前通知一声 在房顶上的方元 眼睛瞟了过去 隐约看见 后面跪下的几名下人 虽然他的听觉 比不过方正男等人 但是他不笨 老承 快上来接我下去 承愁闻言大喜 不过 承愁还没有来得及飞上去 赵琪就带着人 步入了庭院之中 语气微臣说 方元 你是准备跳楼吗 方元 黑黑笑道 皇上 您怎么来了 小臣这几日 可是想死您了 一见到皇帝 小臣顿时就感觉 整个人龙筋胡蒙起来 浑身上下 都有用不完的力气 小臣扣剑 话还没说完 他似乎忘记了 自己是在房顶上 脚下一空 瞬间就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本来刚才还有一点防护措施 但是现在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了赵琪的身上 于是乎 庭院之中响起了哀嚎和骨折的声音 一坛花盆栽在了方元的头上 方正男的虎目之中 生起了几分担忧 小杂种 还活着吧 方元倔强地说 老杂种都还没死 我死不了 赵琪和玉儿对视一眼 赵政哈哈大笑 许位遗手掩面 不仁之事 到了正堂中 方正男朝赵琪拜下 不知陛下驾临 臣皆驾不周 还望陛下见谅 朕不请自来 又怎么能怪君侯呢 君侯且坐 赵琪环视过堂中布置 颇为简朴 门外廊中有家丁势力 宛若假释 不闻半点嘈杂之声 被有何风吹拂过时 才能够听见树洞叶起的声音 他不禁赞道 君侯致府如致君 正很是钦佩啊 谢陛下赞赏 方正男的屁股还没有落下 又连忙站起来拱手作一 陛下降临 不知有何吩咐 赵琪却是举杯相迎 微笑道 君侯在北疆为国抵御逆烟 朕面想起当日在北军营中 同君侯之谈 今日想起 已诚如君侯所言 逆烟未入国境分好 君侯有忌步 一诺千金之风啊 方正男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陛下一进门 就使劲地夸自己 莫非是想点醒自己什么 全仰赖陛下英明和将士用命 伟臣不敢鞠躬 赵琪下了一口茶 向窗外眺望而去 能够看见张子军 落在一片竹枝上 肖问道 对了君侯 不知适才方元与君侯 争执什么 提起这个 方正男就来气 下意识地 一掌排在专案上 恍然间想到陛下再次 他笑哈哈地 收回满是老简的大手 回陛下 全子承蒙陛下信众 年纪轻轻地 就被提拔为建议大夫 我本以为全子这辈子 都得浑浑噩噩噩一辈子 臣时常觉得 对不起他已经死去的母亲 说着说着 方正男这个纵横沙场 逆言闻之 也要胆寒的素将 虎目之中 竟然渐渐湿润起来 好在他终于有点出息了 不过他在仕途上 虽然还年轻 但这小子还没成家 这也是 我这个当爹的 唯一的担心的事 方正男也不觉得丢人 擦去眼角的泪花 语气皱变道 这逆子平日里鬼混惯了 在京城可谓是臭名昭著 家家小姐闻之 无不心惊胆寒 不瞒陛下 这京城的世家小姐老臣大多都拜访过 只可惜他们听见 所嫁之人是陈真逆子 便哭天喊地 死也不愿意啊 近日好不容易刘公愿意将他的孙女 续配给这逆子 臣听说那刘家女也并不反对 这可是我方家族上冒了青烟了 可是这逆子居然不同意 你看看他要相貌没相貌 要财没财 成日里就只知道鬼混 刘公这孙女能看上他 这不比打进长安城还要难吗 照起神情为恶 他望着方正男脸上 没有丝毫作假的表情 这果然是亲爹呀 有这么贬低自己的儿子吗 不过刘然居然将自己的孙女 续配给方元 这件事倒是挺稀奇的 认真想想却也正常 王姬被封为猴 多少人上门拜访 方元虽然丑民在外 但此次建功连伤三级 方正男也被封为猎猴 还是十亿两千户的猎猴 刘然这老狐狸将柱 给吓在方家的身上 也不难理解 原来是这样 照起没有必要去反对这件事 见张子军给他打了手势 于是放下手中的茶杯 说道 方元年纪是不小了 该成家了 方正男仿佛看到了知己 陛下所言甚是啊 其实臣对儿媳妇也没啥要求 只要是个女的愿意嫁给他就成了 没丑其实都是外表 陛下您说是吧 是啊是啊 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军侯以后制服 也不应过于注重其表 而不注重其理才是 方正男闻言一愣 发现赵琪的眼睛 跳往向窗外 他心中顿时一紧 陛下 您的意思是 有人藏在我这府里 赵琪点头 方正男终于明白 为何陛下一直没有向他表明来意 原来是有人潜藏在暗处 臣险险险险陛于险境 臣有罪 请陛下治罪 军侯不必如此 赵琪起身 扶起方正男说道 这些人无孔不入 军侯这等忠贞之人 自不会在意这些萧小 不过这些人阴险狡诈 军侯也还是要多多防范才是 臣谨遵陛下教诲 赵琪这才挺胸郑色说 朕此来是向军侯说声抱歉的 游记得朕与军侯在北军营中 朕亲口答应军侯 击退燕军 朕必保方将恢复昔日荣耀 但如今朕却并未做到 赏罚分明乃是违将必修之道 何况朕为君王 却没有做到 朕有负军侯 方正男神态大惊 他们方家作为开国功臣 最为荣耀之师 是朝中一等一的猎侯 十亿接近万户 现如今 当然是没有彻底恢复的 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陛下居然因此来向他说抱歉 方正男有些不知所措 如此君恩 他甚至不知该如何报答了 最后只能够选择跪下 方家能够走到今日 臣绝不敢忘记君恩 方家世代 愿为陛下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魅演播 第28章 北军所面临的问题 方正男的表忠心 赵琪很是满意 他不是像以前环浩那样口头上说说 而是有心而发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隐瞒赵琪的 群侯无须多礼 赵琪扶起方正男 风轻云淡提起北军 将军执掌北军以来 可有遇到什么困难 是否得心应手 方正男听见这话 第一时间说 成为陛下执掌北军 时时刻刻都不敢怠慢 赵琪面露欣慰之色 这就是方正男和袁世才的不同 袁世才会说 北军是他原家的 但是方正男不会 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当然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赵琪继续盯着方正男 方正男在政治上 绝对不算是嗅觉敏感的人 在赵琪的注视下 他正了正才反应过来 正式说道 回禀陛下 陈领受盛命指掌北军以来 总有肖肖方思 从中阻挠 赵琪扣手 转身落座 动作流畅的 就像是高山上飞流而来的瀑布 是袁丽达等人吧 赵琪的神情平静得出奇 济南从中辨别出 他说这句话时的情绪 袁丽达乃是北军五校尉之一的 囤旗校尉 袁世才是他的叔叔 袁世才被贬为庶民 一身武功被废 袁安又已被斩首 袁丽达便成为了北军中 袁家实际上的头领 另外 步兵校尉袁正平 以及新上任的掌水校尉袁洪志 和囤旗校尉袁丽达 也是紧紧地抱成一团 方正南落座说道 陛下圣明 北军中多位前大将军旧部 他们又在北疆战场上立下战功 臣如今虽为暂领北军 但是囤旗 掌水及步兵三位校尉 不遵臣之命 甚至公然聚集士兵 对抗臣所下发的新军规 臣虽有心整顿 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很显然 现在的北军 已经彻底分裂成了两大势力 也就是方正南本部 和原始财所留下的那些人 赵启没有立刻说出解决之法 他问道 可还有其他问题 方正南隐隐明白了 皇帝陛下此行的目的 想了想说道 北军虽在北疆 抵御主人一言的进攻 但是不可否认 军中劳弱 已有溃烂之事 其实在北疆的时候 几个关键点的防御战 都是他的本部人马 配合镇北大将军 魏景山所领的 北疆边军打下来的 三元部下的那些兵马 在他的眼中 实在是米烂不堪 就如当初圣后和皇帝 前往北军军营 靠赏将士 那些士兵当时看着 的确微风凛凛 士气如虹 但实际上 那些人都是经过了 精挑细选 甚至都有好些 是诸孝位的亲兵 还有一部分 就是方正南的本部密码 赵启对此 其实有所猜测 不过一直也只是猜测 接着 方正南又说出了一个 如今北军中人 多数都为之不愤 他自己也是 极为愤怒的事 陛下 将士们在北疆 浴血杀敌 但却有人从中 克扣他们的奖赏 甚至一些战死于 北疆的将士 抚恤金也遭到了克扣 虽然这些人 都是三元的部下 但臣如今 既然奉命之掌北军 便有责任 为他们鸣不平 原理达三人之举 实在是太过可恨 可恶 赵启愤怒的一拳 砸在专案上 茶几震动 有水溅出 这三个人竟敢狂妄至此 陛下 北军之弥烂 早已不是 以朝一夕之间的事 若陛下准备整顿 臣以为 还是需要徐徐徒之 方正南 见赵启如此愤慨 有些担心少年的热血 在这时候冲破李治 军侯说的是 但苛扣将士们的奖赏 甚至 甚至拿抚恤金 简直天理不容 朕必杀此三人 在赵启的心中 对当兵的人 有一种深深的敬佩 因为他知道 是这样一群人 在负重前行 为他们守卫 宁静的和平 方正南看到赵启 似乎真的动了杀心 心神威震 陛下息怒 此事还需要从长计一样 他是真的怕赵启 一怒之下下令 让他诛杀三元 赵启略作调整 神情再次变得和颜悦色 如雨后天晴 倒是让军侯担心了 朕自是知道 这些事需要徐徐徒之的 以后还需军侯助力啊 陛下凡有吩咐 臣纵死 也绝不负陛下所托 赵启望着一张国字脸 满面铁血气的方正南 心中不禁感慨 这样的忠臣太少了 军侯 是才你说了 北军面临的三个问题 可还有呢 是的 陛下 方正南起身 接着说 北军还存在一个 在城看来极为严重的问题 左吃空想 北军的定额为六万两千人 但是经过沉一个多月的细查 发现屯旗 掌水和步兵 三营士兵之术 严重地不服他们所上报的兵额 再加上此次北疆征伐 越旗和射生两营兵马 损失最为严重 导致如今北军的实际人数 只在三万人 朝起双眼微眯 睫毛仿佛要将洒落起来的天光切碎了 北军颁尸回朝 上报给朝廷的兵额 是四万六千多人 也就是有一万多人 永远地留在了北疆战场 但是可笑的是 现在的北军军营中只有三万人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万六千人是虚假存在的 这一万六千人就是三元操作的后果 为此 他们三个人就吞下了这一万六千人的奖赏之资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朝廷的钱财为什么永远不够 这就是原因之一了 想到这些 赵琪便觉得 自己即便将严九的法子交给朝廷 由朝廷经营 但是结果将会是一样的 国库还是会难以为继 百官却将负得流油 从柴端和袁世财 这两位朝廷重臣被抄家 就可亏一二了 赵琪沉默良久之后问道 军侯可有良策 方正难以为赵琪问的是 吃空想的问题 便说 陛下 唯有重新核实冰策 不过要核实冰策的话 袁李达三人必然不肯 甚至此消息一旦泄露 他们三人也会有所防备 赵琪冷横一声 杀气腾腾地说 哼 那就杀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二十九章 封信子 话是这么说 事儿却不能这么干 杀人本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何况是手握兵权的将军呢 赵琪从正堂走出 望向湛蓝色的天空上 出现了一片雨云 飘来的空气 也跟着湿润了几分 九月了 今年的收成注定是不好的 方正男是忠心自己的 但他或许是更忠诚于大招 这是好事儿 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因为赵琪手里没有兵符 没有兵符便无兵权 就调不动北军 方元躲在廊后小院的竹林间 说道 皇上和我家老头子谈了什么呀 怎么出来后 看起来心情有些不好啊 赵琪冷笑道 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灰虫 整得好像什么时候 你都能看出来一样 方元没有理他 脸上挂着彩云般的笑容 朝赵琪走过去 皇上 小陈给你准备了红嘴绿鹰歌 还有您爱吃的群鹰会翠 另外还配上了 赫云搜新酿出来的必方酒 堪称一绝呀 赵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站在梯子上的他 得以在高度上临时方元 拍了拍他的肩膀 欲重心肠地说 唉 你爹不容易啊 说完这句话 赵琪便离开了 搞得方元一头问号 北军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唯有徐徐图之 首先必须在暗中积蓄力量 防备以后 袁立达等人 在遭到制裁的时候 做出令人意外的举动 眼下他也不能够打草惊蛇 被人看到自己 有插手北军的意图 这军权之重 一旦自己这个时候去触碰 袁太后必然会反对 唯一行恐怕也不会放弃 这个拱火的机会 就方正南提出的四个问题而言 招起思索之后 准备率先从老若残兵上入手 这个问题 无论是在方正南本部 还是在三元内部 都是同样存在的问题 而且老若残兵 比起坐吃空想 可扣抚恤这两个问题 要正常许多 即便是胜后 也不会愿意看到 一群不堪一战的兵马 当然 招起不会让刘燃 环浩等人 主动在朝会上提出的 能够提出这件事的 只有方正南自己而已 如此 才能够不打草惊蛇 接下来的数十日 招起都在写东西 每每忙到深夜 便是玉儿都心疼了起来 圣后和围相 对于皇帝保持的 平静态度都十分满意 朝堂政务也在 圣后的主持下 围形的处理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 方正南似乎在等待 招起的命令 因此 一直都没有在朝堂上 提出 财彻老弱的议题 十月初 皇宫里的树叶 已经开始凋零 天地间的寒流 就像是小溪一般 随着无数支流的汇入 逐渐强盛 甘泉宫中 有一棵两百多年的 银杏树 据说是夏宣帝当年 悬有梁州 亲手栽种的 或许此言非虚 因为周围的树叶 都在与风同去 他却还没有 玉儿最近在这棵 树十丈高的 银杏树下 驻足的时间 是越来越久了 自许卫画了 他兄长的画像 照其秘密秘密卫 在大昭境内 四处寻找 已经过去了很久 也有数座消息 传回宫中 结果都令他很失望 失望对于玉儿而言 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但即便是吃饭 吃得太多 也会撑的呀 银杏树的花语 是坚韧与沉着 照其暖和的声音 在一阵秋风中送来 玉儿一点也不慌乱地 擦拭去眼角的 些许雷花 转身看向照其 却惊讶地看见 照其手里端着一盆花 是一盆显得很小 双手就能够捧住 下面桃冠的花 他认识那种花 不过是照其告诉他的 名叫风信子 风信子在照其熟知的 那份历史长河中 并没有出现 这是属于西方的花种 不过在这个世界 似乎例外了 这里的人 将只称为五色水仙 还是挺好听的 不过据他了解 这也是从海外流传进来的 照其这段时间 想着制作香水 所以对花有所关注 下面的人 尤其是李春 就习惯给他 带来各式各样的花 于是就有了手中的风信子 陛下 您怎么来了 玉儿玩儿一笑 脸颊上两颗浅浅的 酒窝浮现 照其的目光 从他微红的眼角一开 装作没有看见 笑着说 你知道母妃喜欢花 但是母妃对花 其实还少了一层理解 玉儿很不解 照其为什么 突然说起这个 疑惑下又注意到了 他手里黄色的风信子 陛下想说什么 照其将手中悉心照料了 将近一个月的花 递到玉儿的手中 说道 这种黄色的风信子 有一个关于兄妹之间的故事 和玉儿很像 也是一位妹妹思念兄长的故事 玉儿闻着花香 唇角轻轻扬起 她知道照其是想安慰 相传很久以前 一对兄妹生活在山那边 妹妹很喜欢种花 喜欢各种各样的花 并以此养风 她的兄长经常上山打柴 所见到的花 可谓是如海洋般广阔 她经常带花回去 交给自己的妹妹 就在此时 王姬的声音 急不合时宜地 打破了照其和玉儿的平静 陛下 找到了找到了 看到玉儿好不容易 安静放松下来的美丽面旁 因为王姬的出现 转然变得认真起来 照其的神情变得很是寒冷 被一双冰冷的毛子盯住 王姬感觉自己 下一刻就要化作冰雕了 就站在一边 捏着浮沉的李春 想要发笑 在她看来 王姬肯定要完蛋了 天天跟在陛下身边 她早就看出来 皇帝陛下虽然年幼 但是对玉儿姑娘 却是有所不一样 绝非简单的姐弟情感 找朕做什么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朕打断你的狗腿 被赵启这么一恐吓 王姬反而不是那么害怕了 她黑黑笑道 陛下是宫外刚传来的消息 石墨找到了 赵气的毛子照亮 确认说 石墨找到了 找到了 而且蒲城让我带话给陛下 陛下说的那种火简 也已经做了出来 老方也将陛下所要的婚游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有了婚游和火简 赵气便拥有了制作肥皂 乃至香皂的条件 赵气也没有立即出宫 而是先去了一趟永寿店 从敏太后那里 取了这一个月来 制作出来的香筋 少爷 您真的确定 这个东西还能够制作出 您说的肥皂 这油不是用来吃的吗 而且如此油腻 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用于洗浴的东西呢 饶使知道赵气有鬼斧神功 智能的铺成 在看到几口大铁锅中 沸腾的油时 还是忍不住地发出疑问 只是话一出口 他猛然发现 自己好生大胆 竟然敢置疑陛下 赶忙低下了头 一圈脖子都红了起来 玉尔轻轻抿唇 与其坚定道 公子既然说能 就一定能 这肥皂的概念 这一个月来 他们已经从赵气那里 听到了很多次了 玉尔身为女子 自然更加期待 赵气笑着不说话 环视过周围的人 有很多生面孔 这些人都是玉尔命人 在城中招募的人手 因为赵气说过 肥皂一经面试 必然会成为 整个大招火爆的商品 这种东西 甚至可以考虑 像烟月的权贵出口 那样一定可以赚取 一笔颇费的收入 都看好了 看准了 赵气见周围的人 神情紧张 温和地说道 不要紧张 我也是第一次 做这东西 大家就当是一起学习 第一次 也很可能不会成功的 第一步 自然是将肥肉里的油 给熬出来 这一步 自然是没有任何难度可言的 因为赵气自己也没有经验 他自然不会傻到 拿一整口铁锅的油 作为实验 早就让蒲城 给他准备了一口小锅 随着猪油的倒入 赵气拿起 已经准备好了的活剪溶液 然后加入其中 神奇凝重地 让众人看好 由于比例的搭配问题 赵气连续失败了几次 他并目尽心 再次出发 赵气从张子军的手中 取过一根棒子 搅拌加入活剪后的昏油 使其溶解 扶城 小火加热 他又向众人解释了 小火加热 可以加速造化反应 实际上 在赵气加入活剪溶液的时候 细心的人 就已经发现里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中一个人甚至惊呼出声 说到好神奇 这搅拌呀 是一个费力的过程 赵气只弄了两下 就交给了旁边的张子军 张子军没有丝毫犹豫 总之陛下让干 他就干 上去呼呼地用力搅拌 跟个搅拌机似的 赵气也趁此机会 向众人解释 所谓的造化反应 不过众人听了官方解释之后 都十分的懵 赵气笑道 总之就是活剪和油箱接触 就会发生你们眼前看到的这种情况 就好像你们打铁时 将滚烫的铁块扔进水里一样 只不过你们现在看见的反应 没有那么剧烈 赵气想要借此机会 给眼前这群人 种下化学的种子 但是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 即便是他说的已经很通俗了 但他们还不是很明白 公子 有变化了 方圆指向铁锅 只见原本平静的昏油 此刻已经变得粘稠起来 橙黄色的颜色 在张子军的搅拌下 就像是黏糊糊的糖叶一样 赵气注意着铁锅中的变化 不一会儿 他赶忙让张子军停止搅拌 终于成功了 接着便是等待静置 静置时 赵气便发现 有油脂分出 他知道是造化不完全 旋即低加剪液 继续造化 并且叮嘱道 以后你们若遇到相同的情况 也是如此 公子 这是不是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 反应不完全 听见这话 赵气很是意外 看去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样貌出落的还算不错 不错 看来你刚才听明白了 你叫什么名字 玉儿说道 公子 他叫贵竹 是我们家里的 好些人听见这话 都是很惊讶 心想这位少东家的府邸 是有多大呀 竟然是自家人 也不认识 赵气笑了笑 关于以后肥皂工房 当然需要用皇家的人 来监管 这个监管的人 自然是玉儿 但是玉儿 不可能在宫外 所以 他便需要安排人 进入其中 这位名叫贵竹的 就是玉儿挑选的人了 看来玉儿的眼光 还是很不错的 赵气说 制作肥皂 并不是只有猪油才可以 实际上 每一种油 做出来的肥皂 都是不一样的 就如棕油 葵花籽油等等 但是 原理都和我所演示的一样 以后我们的肥皂 必须多种多样 所以你们学会了 就必须多加尝试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赵气想了想 鼓励道 这样吧 以后凡是做出一种 新型肥皂的人 都可以获得一百两的奖励 尚不封顶 此言一出 大家都沸腾了起来 深情专注地盯着那口铁锅 有几个人甚至 已经要跃跃欲试了 等到铁锅中的造叶 足够粘稠之后 赵气在众人疑惑的目光注视下 将造叶分成了三份 分别在其中两份中 加入了新鲜的薰衣草和薄荷 搅拌之后 领铺成将事先就准备好的 模具拿来 将三种造叶倒入其中 冷却下来之后 造叶彻底变成了 凝固的方框 初次制作的还有些粗糙 但是看着却十分干净 鼻子敏锐的玉儿 笑音地说 有淡淡的香气 是公子先前加入进去的 薰衣草粉 贵主的眼中满是欢喜 他真想上手去摸一摸 赵棋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 说道 暂时还不能碰 此刻还未完全凝结 应该还需要等上两天左右才行 就如贵主所说 刚才你们也看见 我像其中两份造叶中 加入了两种香精花粉 还是那句话 油绝对不是一种油 香精也绝对不是两种香精 公子 我明白了 贵主握紧了拳头 志其满满 赵棋满一点头 他所教制造肥皂的方法 不是工业制造技术 是因为工业制造 还采取了盐锡的方法 不过这种方法 需要对盐量的掌控 达到一个精准的程度 赵棋决定 丢给这些人 慢慢地研究就可以了 还有因为油脂 不易容于碱液中 可以加入酒精 加快造化反应的速度 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紧接着 赵棋又提出了香皂的概念 从本质上来说 香皂也是属于肥皂的 原理一样 只不过里面所添加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赵棋也没有必要再演示一遍 这些东西做得多了 也就会了 所谓熟能生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三十一章 干锅水泥 等到赵棋回宫 天色已然黑进 但他没能够如愿以偿地 立马回到甘泉宫 抱着玉儿睡觉 因为大长秋寇腾 就在宫门外等着他 一张狐孙脸在黑夜下 笑起来很是怪异 陛下 娘娘让陛下过去 赵棋神情危恶 和玉儿对视一眼 这么晚了 母后还未休息吗 寇腾弯着腰 神态极为恭敬 声音中含着几分忧心 娘娘是专程为了见陛下 才到现在还未休息 赵棋笑容勉强 应该是最近自己出宫的次数比较多 袁太后有些不满了吧 虽然她是瞒着出宫的 但是她很清楚 绝对不可能瞒住 这座皇宫如今真正的主人 儿臣见过母后 赵棋神态安静 举止端庄有礼 无论是身体弯曲的弧度 或是双手抬积的高度 都保持得极为完美 这么晚了 母后应该多休息才是 这样儿臣会担心的 原太后非常喜欢李富贵 最近新出的糕点桃花酥 此刻手里便拿着一块 她看了赵棋一眼 动作轻盈地放回盘中 语气里听不出来任何情绪 王儿今日又出宫去了 赵棋也没有料到 对方会这么直接 坦然承认 是 从一个月前开始 你就经常出宫 母后给你送去的折子 你最近也是愈发怠慢了 殿中唯有母子两人 她的声音很是端正 很庄重 就像这座宫殿 是不是以为柴端倒了 你就觉得朝廷可以安定了 赵棋心想 这话怎么说呢 明明是你要限制阵 怎么现在自己不对付 唯一行还成了不适了 赵棋抬头望着袁太后 儿臣出宫不是顽乐 哀家知道 你又开始在京城买地了 这次又准备做什么 野铁工坊的建造 需要朝廷的准许 在一个月前 赵棋便告诉了袁太后 自己在神段街 购铁匠铺的事 今晚太后问的 显然是赵棋 让人去买地 建肥皂工坊的事 是又准备做什么东西了 上个月你就答应 要送母后的凤凰水晶 到今天母后还没看见呢 凤凰水晶雕 是赵棋为了尽快从朝廷 拿到铸铁的许可 给袁太后许下了承诺 不过 那得等造出玻璃才行啊 母后 这凤凰是何等的尊贵 这么短的时间 要是就做出来 肯定也是假的呀 这次儿臣买地 是做另一种东西 等做出来 就带给母后瞧瞧 又做东西 是什么 她想了想 与其加重了几分 最近你是愈发怠症 若是在这般胡闹下去 以后母后看 你也没有必要 继续批乐奏章了 母后 儿臣做的东西 名叫肥皂 是比皂皂 更要好上十倍的东西 而且用只洗漱过后 还有紧致肌肤 留下芳香的神奇能力 元太后文言 下意识地摸向了 自己的脸颊 女人暧昧和年龄无关 她下意识地就相信了 赵琪真的能够 做出这种东西来 毕竟前车之剑 还历历在目呢 不过下意识 终究只是下意识 像元太后 这样强大的女人 她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理智的 母后这给你两天时间 你要是拿不出 这样的宝物来 以后就不要出宫了 母后 那儿臣要是拿出来了 以后是不是就可以 经常出宫了 赵琪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元太后目光威灵 或儿唇角扬起说道 你是天子 坐镇中枢 才是你应该做的 不过 你若能在外造福苍生 能体察民生民情 也不是不可以 儿臣谢过母后 赵琪果断谢恩 有了圣后的准许 以后出宫 也无需这么麻烦了 记住 你只有两天时间 元太后瞧着心情 有些激动的赵琪 含笑摇头 这孩子终究 还是少年新兴啊 儿臣明白 两天不多不少 刚刚够 行 你下去吧 儿臣告退 赵琪缓缓向外退去 至殿门处正身跨出 忽然 身后再次传来 元太后的声音 语气变得更加的温和 更加的柔软 虽然国战已平 但烟月依旧会盯着你 出去一定要安排好身边的人 注意安全 赵琪身体僵硬 不过他反应何等之快 儿臣记下了 说完这句话 他便跨出了殿门 呼的 一阵带着凉意的秋风 从稻盘的青树上吹来 挂下一片泛黄的残叶 飘至赵琪尖头 他整个人仿佛被这阵秋风 吹了个头新凉 也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少说了一句话 再次躬身 微笑着说道 母后 早些休息 赵琪没有看到 元太后的表情 一日 出宫再也不需要过多的准备 换了一身衣服 赵琪就从上东门出了皇宫 这里是元太后的人把控 已经得到了命令的护卫 不敢阻拦 少爷 若是有了这干锅 结合高炉 我们将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了 而且如此所铸造出来的钢 质量会比以往更加的强大 蒲成捏着干锅的打造图纸 神情异常激动 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看到 这样新奇的炼钢方法 对赵琪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敬佩之情 一时间难以压制 他骤然朝赵琪跪下 少爷 你说我为徒吧 王姬张子军两人深感震撼 被诸多目光投射过来 蒲成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么的蠢 一是尴尬的无敌自容 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却找不到 赵琪冷声而笑 一边伸手扶起对方 一边说 在练铁这份手艺上 十个我也比不上你 你做我的师傅还差不多 你快起来吧 众多铁匠听见赵琪说出这样的话 望着蒲成的目光 顿盛敬佩之气 连少东家这样的神人 都如此赞叹蒲成 他们不佩服都不行啊 赵琪淡然地转开话题 问道 我让你们将炉渣收集起来 没有忘记吧 没有 蒲成心里存着感激 一是更加感受到 陛下的确是让人仰望万分的 但并非是望而却步的 少东家 那些炉渣是有什么用处吗 那些炉渣自然有大用处 高炉链铁石 都必须往里面加入石灰石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铁的质量 也能够防止铁的热脆性 而石灰石便是生产水泥的重要成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三十二章 智怪小说 星铁街的路面是由青石砖铺气而成 不过时至今日 有多处坑洼 官府一直也没有安排人休憩 作为大昭的帝都尚且如此 可以预料其他郡县 又是何等的不堪呢 赵琪虽然穿越至今 还没有看遍大梁城 但是街道间的诸多弊端 他已然看见了 首先便是卫生方面 街道之间没有垃圾桶 很多人的垃圾都是随处乱扔的 这在执法颇为严格的内城很少见 但是外城就比较明显了 除此 当然就是道路的多处破损 没有及时修缮 以至于破损愈发严重 正所谓要向赴先修路 趁此机会 赵琪又怎会放过呢 不过 用水泥修路所耗费的钱粮 都极为庞大 赵琪现在还无法承受 就如赵琪让王姬 命人寻找石墨矿 是在京都城向北石多里 如今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矿场开采 却也可以预料 一座矿场的建立 将会花费赵琪多少银子 况且开采出来之后的运输 也耗费巨大 运输的民夫不但要银子 同时也要包吃 更不要说赵琪今后还需要大量的石灰石 所以石灰石矿也需要着手建立了 不得不承认 有陈玄默许位等人筹集的银子 又快要见底了 因此在第二天 赵琪便让人将贺云松酒楼的蒸馏器 搬入了敏太后所在的永寿宫 为什么要搬到永寿宫呢 因为在一个多月前 赵琪就已将香水式合物告知了敏太后 敏太后擅长制作香料 本就极喜欢香 当然她更加爱美 故而知道香水这种东西之后 便要赵琪教她 赵琪抓起一把茉莉花香料 送到鼻前嗅了嗅 嗯 不错 很香 今日的敏太后 穿着一身红装飞断滑袍 滑袍上极细的银线 在天光之下极为亮眼 已将她天生就窈窕的身子 展现得淋漓尽致 乌黑的羞发上 点缀几颗琉璃小珠 将她为北年华钦时的白皙蓉盐 衬托得更加艳美 在宫女小鹅的搀扶下 走到了赵琪身边 瞧着庄案上 有诸多管子连接而成的奇怪物件 轻声问道 这就是我儿说的针瘤器 没错 很多时候赵琪都会来赐用膳 没有袁太后那里食不言的规矩 赵琪也就在吃饭的时候 和敏太后聊及 她在外面做的一些事情 说得粗糙 也不怕被人听去 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用用 等玻璃做出来了 我会让人重新打造一家 敏太后认真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真不知道 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 赵琪不再回避 如果她此时不解答 以后只怕更不好解答 她的神态和平常没有任何分别 语气已和闲暇时母子聊天一般无二 阿母不是知道 儿臣在冬月的时候看了许多书 其实儿臣当时看的书 有些不是圣人之言 所以 所以就学到了这些东西 你这臭小子 敏太后修长的手指 落在赵琪的额头上 并怒道 我就知道 你没人认真真看书 现在知道说出来 不怕我打你了 赵琪如孩童一般地笑了起来 说道 阿母现在已经是看到了 儿臣学这些东西的大用途了 阿母最是深明大义 肯定不会责怪儿臣的 对不对 就你嘴甜 等会儿你要是做不出香水来 阿母打你屁股 赵琪想说 自己已经长大了 但是见到敏太后 那双泛着慈爱的毛子 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在母亲的眼中 自己的孩子 哪会有长大的一天呢 何况她这过了年才十二岁 月儿 我们在母后这里坐一次 后面就由你 教那些宫女和宫外的人 做香水了 赵琪走到正楼梯前 敏太后却正似地说 我儿是看不起阿母吗 宫里有那些人要交 让我来交吧 这怎么好 阿母应该多休息 这种事看一看 涂个新鲜就成了 玉儿心思细腻 如何不知道 敏太后这几日来的心思 说道 启弟 你误会了 娘娘在宫中 无人说话聊天 现在好不容易 能找点事情做 就不要拒绝了 还是我家玉儿好 还记得我 你是当了皇帝 就不要母亲了 敏太后带着几分怨气 赵琪倒是没想到 这一茬 赶忙补救 是儿臣错了 要不过几日 儿臣给母后 送些新款的 珠宝首饰进来 敏太后瞪了赵琪一眼 你就知道珠宝首饰 玉儿在旁边 整理着香料 脸上却始终挂着 浓浓的笑容 赵琪心事淡淡地说 那母后要什么 儿子一定给你找来 敏太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说道 刚才你说起书 我最近也看了些书 赵琪很惊讶 她的母亲看书 这可一点都不像她呀 母后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 明太后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意思 伸手就在赵琪的额头上 敲打了一下 你小时候识字还是我教的 怎么我就不会看书了 不过就是这宫里的书啊 都不怎么好 你去给我找找那些有趣的书 有趣的书 这个词也太笼统了吧 站在后面的小鹅想了想 确认了娘娘的眼神 开口说道 陛下就是一些知怪小说 娘娘在宫中带着无趣 但那些经书更是无趣 原来是这样啊 赵琪了然 知怪小说在这皇宫之中的确不多 母后放心 等会儿我就吩咐许位 不 吩咐方元去办这件事 许位看的书是多 但肯定不是知怪小说 方元那小子就不一样了 不会拘泥于某种形式 明太后听了 这才满意点头 算你还有点笑心 香水的组成 主要有三种成分 分别是固定剂 也就是香脂之类的东西 另外就是酒精和香精 酒精赵琪早在一个月前准备 治香水时就教了许位该怎么做 他回去也就在 和云松酒楼开始了准备 香精是从诸多植物之中 提取出来的精油 这也是现在赵琪要做的步骤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三十三章 对线承诺 用木炭为燃料 制作的精致小火炉 在蒸馏器下面加热提纯 鱼儿还是比较信奉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道理 拿出了小本本 记录下刚才赵琪所作所解的步骤 或许是因为新鲜 也或许是对香水的高度期待 敏太后啊 显得极为认真的盯着蒸馏瓶 不多时 果真有香精 从蒸馏器中缓缓地流淌出来 听赵琪的意思 用瓷瓶将香精收集了起来 有了香精 最后的工作 便是将三样东西 混合在一起搅拌 赵琪先将酒精和香精混合 然后将之摇晃均匀 很抱歉 具体比例如何搭配 赵琪还是不甚清楚 只能够慢慢地实验 皇儿 这个香水究竟要摇晃到什么时候 明太后感觉自己的手都摇酸了 赵琪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只感觉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嗯 我打开门门看啊 赵琪拔出瓶塞 便有一股强烈的味道扑鼻而来 月儿的鼻子不禁为之一动 没有给赵琪任何面子 因为这里没有外人 她说 嗯 七弟 似乎是失败了 赵琪也扭过头 赶忙将瓷瓶放在一边 香精放得太多了 固定器又放得太少了 气味很是冲鼻 这玩意儿啊 恐怕谁都不会掏钱来买的 这就是我儿制造出来的香水 明太后笑望着赵琪 窘迫的模样 令小鹅拿来扇子 将面前的浓烈味道扇走 这个要是一次就成了 那怎么能算宝物呢 母后你说是吧 你就贫嘴吧 母后也打开看看 我们这三瓶的比例搭配 那都是不一样的 没准母后这瓶就成了 明太后闻言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将信将疑地打开 然后就在打开的一瞬间 明太后如临大敌一般 毫不犹豫地将此瓶放到了一旁 然后意味深长地望着赵琪 慢慢来嘛 母后我们看看玉儿的 她的运气可好了 嗯 玉儿的运气是不错 明太后笑着说 不过难闻还是难闻 这话就有点扎心了 长乐宫前殿的圣后娘娘和三公 以及环浩商讨国事 一直到太阳落山才落幕 皇帝今日出宫了吗 娘娘 陛下今日不曾出宫 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都在永兽殿 陪着二公娘娘 寇腾的神态显得很轻松 说话也很随便 陛下好像又在弄些 老奴没有见过的东西 早上的时候 我见人抬进去了一个奇怪物件 有点像炼丹炉 不过上面又插着些奇怪的管子 看着有些不伦不类 就这些 张子军一直守在门外 陛下让李春建的什么东西市场成员 也是将整个永兽殿包裹得十分严实 不曾听见 袁太后悠然感叹道 看来皇帝是个孝子 知道陪自己母亲 寇腾听见这话 心情也是变得十分沉重 她知道娘娘是想起了 已经离开的太子 照染了 儿臣给母后请安 还是和以往的每个清晨一样 赵起先来长信宫 给袁太后请安 袁太后面容显得有些憔悴 黑眼圈也颇为明显 一看就知道 昨夜没有睡好 袁太后想起了两天前 赵起的承诺 于是便问 今天你该兑现承诺了吧 是 母后 赵起起身 请拍手掌 将宝物给朕带上来 便见玉儿用玉盘 端着两个无比精美的盒子 踏着帘步 徐徐走来 着一身女官装扮的玉儿 身上没有太多的装饰 较为紧致的袍服 衬托出她完美玲珑的曲线 白皙的还要上雪三分的脸蛋 肌肤垂弹可破 眉眼间还有几分 质意尚存 但依旧如画一般美丽 一旦眼睛落在上面 便很难想要离开 赵起此刻便是如此 望着轻力无比的玉儿 实在难以想到 此早可以形容她 心里只能谈一声 极美 然后说一句 自己运气还不错 赵起有如此心态 情有可原 但袁太后此时 也凝望着 徐徐走来的玉儿 不知为何 她突然间竟觉得 面前这个女娃子 突然变得有些不同了 不知是不是 她身上多了一种 薰衣草香味的缘故 但她望着那双 清澈无杂质的毛子 发现这个女娃子 出落的竟是如此灵秀 完全看不出 是从难民堆里出来的 婢子扣见身后娘娘 玉儿行礼 动作绝不拖泥带水 无可挑剔 你今天有些不一样 身上带了什么 这不是香包能发散出的 袁太后清晰地察觉到 玉儿的语装不通 不只是身上 散发出的奇特香味 还有这个女子 似乎突然间 身上少了很多东西一般 走起路来 也比以往轻盈了不少 甚至她觉得 对方的脸干净地出奇 好像一粒尘埃都没有 回禀圣后娘娘 婢子所用之物 名叫香薰儿精华香水 还有玉肠香皂 玉儿确定自己没有说错 神态平静 听到有些奇怪的名字 袁太后的目光 落在了她面前的玉盘上 看了照起一眼 也明白了照起的用意 她很是好奇 这什么香薰香水 和那什么玉肠 竟然如此神奇 竟将一名女子 瞬间跋升一个高度 照起先将香水盒子 拿到袁太后的面前 木盖打开 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里面是一个 精心打造的玉瓶 上面雕琢着 几朵小花 母后打开闻闻 袁太后还在 努力地表现出 十分的端庄淡定 轻轻地拔出瓶塞 动作优雅地闻了闻 顿时正住了 这 这香味 怎么如此 独特啊 这是什么香 虽说是香 但她发现 玉瓶中 却是液体 为精道 看来 这就是皇儿 献给哀家的宝物了 这个时候的香料 基本上都是香饼 用法不是熏 就是敷 即便袁太后 是大招站在 金字塔顶尖的女人 也是如此 见到能够发出 如此异香的水 自然是惊奇万分 赵琪笑着 哪有女人 会不喜欢香水的呢 不过她没有解释 而是让玉儿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来解释 袁太后听了 就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试试 赵琪指着 玉盘上的 另一个盒子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三十四章 陛下 求您放过我儿 袁太后用过肥皂之后 毫不吝惜地为之称赞 满心欢喜地用了香水 感觉自己整个人 都不一样了 尤其是在自己沐浴之后 她发现 自己以前 恐怕从未洗干净过 这肥皂的确算得上 是宝物了 不知皇帝是如何 制造出来的 袁太后端坐在上位 神态极为放松 赵琪想了想 要是直接说 是猪油做的 那未免就失了档次 要知道 这时候猪肉 乃是低等肉 回母后 此屋制作起来 极为复杂 光是用料 就达到了数十种 其中主料的加工 更是极为繁琐 这一句两句话的 尾时是说不清楚 只需要让袁太后知道 肥皂做起来很难就是了 这样以后 她才好赚钱呀 袁太后有些遗憾地说 这么说来 肥皂制作起来很困难了 以后母后 可还能够用的 是是能的 肥皂虽然复杂 不过原料却也不难寻找 而且母后所用的这种 制作起来的确复杂了些 但是也有些普通些的 虽然无法与母后所用相比 但也胜过造脚不止十倍 那些还是能批量制造的 听闻此言 袁太后认真地看着赵琪 缓缓说道 皇帝有心了 知道如今国家举步维艰 这总是节流也不是办法 开元才是上策 袁太后何等人今 她已经嗅到了 这肥皂之中的庞大利润 但赵琪又不是笨蛋 说道 母后 儿臣的确是准备以肥皂 代替椰子皂角 枣木灰等物 不过这东西 并不是儿臣所发明的 是民间一世家子弟发明的 儿臣偶然得知 便提供了制造场所 已经和他商量好 四六分 我六他四 儿臣也是以私人名义 入股其中 若母后要将之 受为国家专营 难免被人说 朝廷总与民争利 今后恐怕即便有人发明 创造了某种 于民有利的东西 也不敢再拿出来了 这与民争利 可不就是那些百官 经常操在嘴里的话吗 袁太后笑而不语 就在赵琪以为自己 计谋得逞时 袁太后突然说道 皇儿以私人名义 入股其中 皇儿何时能为私人了 你一言一行 皆代表着国家 你身为天子 莫非还要去操守 商骨之事 哀家看 你以后也不要出宫了 赵琪懵了 不过很快他明白 袁太后这是将他的军亚 不给钱 以后就不能出宫 这肥皂的买卖 便不准你做 赵琪退而救其次 说道 儿臣妄言 其实儿臣是将此产业 收归到了贺云松名下 那名发明肥皂的世家子 儿臣答应了每年 既然这样 那便是皇家的产业 皇帝以后记得 将这笔钱送入少府 江还是老的辣呀 赵琪和玉儿等人 朝玉果园的方向走去 玉儿言嘴轻笑道 虽然生后是有些霸道 不过那些钱进了少府 围巷等人也是拿不到的 都在娘娘的掌控中 柳渊是元太后的心腹 掌管着皇室财权 就当做是朕出钱 买下了自由身吧 赵琪只好选择 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 刚说完这句话 李春一脸疑惑地 上前通报 陛下 大四能不成成千求见 成千 赵琪很疑惑 这个人是谁 干嘛要见自己 下意识地就望向玉儿 玉儿毛子上的疑惑 在极短暂的时间内 便被驱散殆尽 他说 是陈卧的父亲 陈卧 这人又是谁啊 陛下 陈卧就是那 京都四少之首啊 一个月前 你把他扔去玉果园 照看番鼠去了 李春都惊了 心想陛下这也太健忘了 是那小子 最近表现怎么样 这么久了 难道还没有放弃啊 赵琪记得这一个月来 去了大鹏的十二个世家子 就放弃了好几个 这陈卧居然还没放弃 听万人山说 他勤快得很 趴在地上就是一天 赵琪听了倒是很意外 不过眼下 还是去见见那位陈大人吧 陈参见陛下 陈卿终于在宣誓殿 见到了赵琪 他满脸风霜 看起来好像是工作过度了 赵琪还是很关心地说道 陈卿 这政务即便再繁忙 也要注意休息 要知道 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革命 本钱 陈卿很是不解 不过他也没多想 自己来这里又不是和陛下聊天的 他说 陛下 臣求您饶恕我儿吧 赵琪十分愕然 这话说得好像自己残害了陈卧似的 赵琪微笑道 这陈卧好好的没有犯罪 饶恕从何说起啊 陈卿心想拉自己儿子去种地 这不是惩罚是什么 他颤颤巍微的起身 本来起初自己儿子又是训练又是读书的 虽然苦 但是的确能够改一改自己儿子的臭脾气 所以一开始他并不反对 反而是支持的 直到有一天 他儿子就像是从地里滚了一遍回来 他才知道自己儿子居然在浴果园里种地 不禁感慨 自己听说小皇帝拆了浴果园种菜师 居然还大笑皇帝无知 没曾想自己儿子就在这里面 若我儿没有犯罪 陛下为何将他罚去 罚去浴果园种地呢 陈卿想着自己儿子天天回来 都跟外面地里农民没啥区别的样子 一行劳累就要落下了 陛下 陈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兴许是有些不成才 但 但是这辈子也不能在地里度过呀 赵琪可是鄙夷地扫了陈迁一眼 种地怎么了 种地难道还要被看不起吗 真是可笑 他必须要扭转这种观念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李春的声音 陛下 王大人周大人冯大人求见 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够饶恕几位少公子 赵琪一声冷笑 之前送进宫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 不是觉得打了朕的脸吗 陈迁听了几位同僚都来了 蒙子朝赵琪叩拜而下 陛下 求您饶恕我儿吧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三十五章 不愿回家的沉沃 赵琪带着陈迁等几位大臣 步入御国园内 映入眼帘的是 诸多琉璃搭建而成的大棚 外面有雨林守卫 刚踏入其中的赵琪 便听见了里面传出的热闹声 慢慢慢 我碰 粗广中 又带着浓烈的得意嚣张声 传了出来 在池中央的小亭里 万刃山拿着牌 哈哈大笑 尖狼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又碰 手机好 没办法 万刃山摊开双手 两道浓重的霉 笑得都快飞上了天 朱大臣 朱大臣虽然还没有看到人 但是听到如此欢快的声音 心中紧绷的闲 无尽就放松了许多 陛下亲自带他们来 也没给个解释 莫非是他们误会了 但赵琪的心态 可就没有那么好了 这群狗东西 居然拿着他的银子 在这里打麻将 他都多久没有时间玩了 赵琪缓缓地来到吃对面 另外三个人脸色大变 只是被赵琪身后的 王姬和张子军眼神勒令 不敢动弹分毫 哈哈 胡了 赶紧有钱的掏钱了 万刃山双手捧着自己的肚皮 笑容要多放纵就有多放纵 看见三个人的怪异神色 说道 别在我面前装可怜啊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赶紧拿钱 能 给你 赵琪从王姬的身上 摸出无量银子 从后面就丢了过去 这么点 打发谁呢 自己输了多少 心里没点数吗 下一刻 万刃山猛的察觉哪里不对 他转然转身 双腿紧跟着就打起了哆嗦 草民叩见陛下 叩见各位大人 玩的还挺大的嘛 要不要朕陪你们玩玩 赵琪和颜悦色 语气一时习松平常 但是谁都知道 他们要完蛋了 不过那第四个人 是个少年公子哥 此时此刻 也就他 脸上还藏着笑容 原因是因为 赵琪身后就站着他的老爹 只不过碍于赵琪 他没有喊出来 万日山用力磕头 壮着胆子说 陛下 咱们有罪 不过陛下 我们该完成的都完成了 陈沃他们几个人 也都在棚里记录着 听到陈沃的名字 陈谦激动地问 我儿在何处 现在也不是问罪的时候 进入一间大棚 便看见趴在地上 手里还抱着一块 类似后世手绘版的东西 只是材质乃是木质的 上面夹着几张纸 京都四少之手的陈沃 穿着一件普通麻衣 丝毫不嫌脏的 盯着已经逐渐 开始茂盛起来的红薯 陈沃盯着红薯的枝叶 观察其生长状况 老窝 得弄点水来了 在他的旁边 还有两名世家子 看到这一幕 赵起身后的陈谦三人 大呼自己的儿子 三人猛然间转过身来 爹 陛下 草民叩见陛下 大棚之中不适合谈话 不过就在赵起离开大棚时 听见从另外一个方向 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小瓜呀小瓜 快快长大 等你长出来了 我带你纵横沙场 皇兄 寻声而去 果然看见整个人 趴在一张壶床上的赵真 此事奇怪 让人无法直视 皇兄 你这是干嘛呢 赵真抚摸着 已经开始了 深慢阶段的西瓜 不过看上去 还是非常的脆嫩 赵真抚摸着 也是异常的小心 皇帝 你终于知道来看看了 赵真虽然讶异 但是冷哼一声之后 便鄙视赵起的不作为 赵起很是无语 那你没必要将床都搬到这儿吧 你不热吗 你懂什么 我这是在悉心照料 赵真从户床上爬起来 一脸的锐气 看起来精神是相当的好 皇帝 这建大棚的主意 虽然是你出的 但用心培育的可是我们 所以等瓜出来了 卖的银子 我们三七分 你三 我七 赵起哭笑不得 转身就走 刚一出去 便听见陈沃 执拗地说 我不走 我就要在这儿 我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呢 研究 王级上前解释道 陛下 自从上次 你在这里讲了农学之后 陈沃就经常把研究农学 挂在嘴上 为了记录红薯 在大棚中的生长过程 以及不同土壤的生长情况 赵起为此 还让许位在太学生中 招募太学生 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讲了这方面的知识 不过那些太学生 显然还没有 陈沃这小子努力 有意思了 赵起走上前去 正在训儿子的陈谦 赶忙闭上了嘴 陈沃却是 猛然间朝赵起跪下 双眼中满是祈求 陛下 让我留在这里吧 我一定会更加认真的 求陛下成全 还真是有意思 赵起盯着陈沃 才发现 他的能力值 在短短一个月内 竟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终成八十五 能力值七十五 你为什么想留下 赵起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个月前 还在火同人打架的陈沃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这小子究竟做了什么呢 决天下之恶嫖 按声明之大任 陈沃双手 举起手中的 红薯生长记录表 正式说道 陛下当日所言 才让陈沃 找到了存活于世的意义 今后 此言将成为陈沃之志 求陛下留下学生 陈谦脸色诡异 望着陈沃很不确信 这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吗 这句话 的确是赵起那日说的 但陈沃这样一个 顽固子 会因此改变吗 他不信 于是赵起没有接过 他手里的东西 也没有说话 陈沃心想自己真傻 陛下是神明一样的人 怎么能够瞒住呢 为陛下 当日我听后 还是不屑一顾 还在陛下离去之后 辱骂陛下 然后 草民被几位农夫揍了 他们说陛下 创出的大鹏这样的方法 他们以后冬日就不会那么难了 说陛下是圣天子 说陈是连粪坑里的粪都不如 我气不过 当日回去后 就找人想要捣毁那几个老农的家 看见他们家残破的房子 都不需要我毁 摇摇晃晃的 随时都会塌 王姬笑着问 难道你感动了 陈谦瞧着儿子脸上的愁容 心有所感 自己的儿子 还是没那么坏的 终于是受到了触动 草民当时对他们怀恨在心 没想那么多 带人就冲上去 砸了他们家的房子 不巧张将军来了 然后把门打了一顿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魅演播 第三十六章 智农一样可以封侯 张子军满面声寒 风力的声音 就像是他手中的剑 若不是看在你为陛下效忠 我当日可不会留你性命 陈谦老脸一沉 心想你算个什么东西 居然还想杀我儿子 不过就在他看到张子军 那眉宇间充斥着寒气的脸时 他才发现 眼前的人的确算是个东西 自己没法惹呀 何况自己儿子做出这等恶事 没被打死 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多谢张将军的饶恕之恩 陈沃叹了口气 疲惫的眼睛中 出现了几分迷幻 若不是张将军饶恕我 我这辈子也不会知道 这个世间竟然会有那般好的人 王姬问道 被你做的农夫 陈沃说道 是 那天本来就已经很晚了 我被张将军打了 浑身的伤不敢回去 城里的药铺都关门了 那对夫妇居然 居然收留了我 还给我治伤 这时 一道极为突兀的笑声 陡然传出 是一名经常和陈沃 一起私混的世家子 他脸上的讥讽神色 越发浓烈 陈沃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怎么 你这就感动得要哭了 你可真是丢我们兄弟的脸 被人打了一顿 不知道还回去 还做出这副痛改前非的模样 你给谁看呢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自己不想着回去 别找那么多借口 我们还想回去呢 陈沃咬着牙 怒视对方 王修 那天晚上你也在 难道你忘记了 方叔将自己最后一丁点 上好的苏米给我们吃了 那可是他们留着过年的 你的腿 若不是那天晚上 方叔给包扎及时 现在已经化浓了 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啊 哼 可笑 王修再见到自己父亲 出现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再也不用 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你可真是个好人呀 就他们那米 别说出来恶心人了 还有那糙面饼 现在我想想就想吐 赵琪显得尤为平静 静静地望着对方 跟随在他身边 时日已久的王姬 很准确地捕捉到了 他的心意 如一阵风飘忽而至 一声翠响破空而起 王姬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不真情的东西 你这种人就活该死在外面 丢我们老王家的脸 金箍侯 你欺人太甚 王修之父 拂袖大怒 但也只是大怒 王姬脸上的笑容 没有因为侯爷的身份 而改变 还是那么的霹雳脾气 王大人 我朝尊敬长者的德行 就是被你儿子这等人 给败坏的 你教子吴方 该当何罪 王修之父面色仗红 他注意到 皇帝陛下 不动神色的神情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只能够俯首说道 使臣教子吴方 侯爷教训的事 王姬拍了拍手 推到赵琪身后 陈吾 你能由此感悟 正狠 意外 意很欣喜 赵琪来到她的面前 从她手里 接过红薯的生长 历程观察表 朕答应你 可以留下来 不过你必须 说服你的父亲 还有这篇观察记录 必须在阵这里合格 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她的母亲也不会同意 这张表上 所要记录的主要数据 是植株的生长变化 荆叶的变化 是否有虫害 以及大棚内外的温度 因为没有温度计 所以赵琪让他们 以此记录作为对比 不同的土壤下 都会有不同的记录 从而进行对比 赵琪看得出来 陈沃只有前几天 记录的不是很认真 后面的记录都十分详细 它没有什么文采 所记录的几乎就是一种 白话文的形式 有的字甚至是错的 却因此变得更加真实 赵琪将记录册 放到陈沃的手中 望着她慌乱的眼神 平静地说道 观察得很好 你合格了 陈沃惊喜莫名 陈谦惊慌失措 陛下 您是不是看错了 这逆子哪里懂 种植照料农作物啊 这 这就连陈也不懂啊 赵琪看向陈谦 笑着说 陈大人身为大司农不成 职责之一便是劝农丧 你工人在这面前 说你也不懂 那么你平常如何劝农啊 还是说你和严硕是一路人 都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 严硕的名字说出来 陈谦就被吓得跪倒在地上 陈一时慌乱 爱子心切 说话胡言乱语 请陛下恕罪 正看你也不该是 严硕那样的人 赵琪的脸色 瞬间就是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 笑容宛若春风一般 她说这沉沃 虽然平时顽固了一些 不过还是有才能的 陈谦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拒绝陛下 扶手说 陈遵旨 赵琪觉得此人很不失去 郑瑟说道 农为国家之本 你们不要认为 从农就是低 就是贫 就是卑微 没有粮食 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朕清楚地告诉你们 左官不是只有读四书五经 才能成为官的 封侯也不是只有靠战功军功 才能获得的 纸农一样可以为官 一样可以封侯 朕看 陈沃这个沃字就很不错 沃野千里 朕相信你以后能为大招开辟出千里沃野 到时 朕封你为侯 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 陈沃心情激荡起伏 这不比在大街上 抢抢民女舒服得多吗 以前真是白活了 他如此想着 颤抖起来的身体 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千等官员震撼不已 陛下这等言论是当真的吗 智农 自然是国家之大事 九卿之一的大私农就是代表 但是此智农 非比智农啊 从明镜楼来此种地之人 想回去的都回去 愿意留下的便留下 下了这道命令 赵起便让陈千等人告退离去了 王修的言论 让赵起连利用这些人 控制部分世家的念头都消失了 这样的人 留在这浴果园里 种出来的瓜果蔬菜 想必也会沾上恶臭的气息 他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 也绝对不是一个 为了天下苍生 可以放弃自我生命的人 尤其是成为了皇帝之后 这种自我认知就更加强烈了 自己还没有那么伟大 但赵起始终坚信 自己是一个人 而王修根本就不是人 说他是冷血的蛇 都是侮辱蛇 赵起说了一声 百嫁明镜楼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联媚演播 第三十七章 化学课程 去明镜楼之前 赵起留下了万人山三个人 跪在前面的万人山 鼻息很重 跪在后面的八虎尖狼 只知道给赵起磕头 万人山心里忍不住 骂两个人是猪脑子 他才不想一辈子 在这里种地呢 今天好不容易 让皇帝陛下 看到了自己的懈怠 可算是有机会离开了 皇上 我万人山 绝对是个忠诚的草民 这个世界上 我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比草民更加忠心 于皇上的草民了 万人山拍着自己 宽阔的胸脯 信誓旦旦地说 而且草民不止忠心 还拥有非凡的能力 现在皇上 正受困于一件事 聪明的万人山 就是上天派来 为皇上解困的 侍卫在身边的王姬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一脚踹了过去 你给我好好说话 万人山胸前挨了一脚 跟个没事人似的 我没有胡说呀 难道皇上不想知道 云景的下落吗 我现在就有办法 将云景给皇上带回来 赵琪愣愣地说 你猜错了 朕并不想 万人山很是尴尬 赵琪又说 前不久金箍侯问你 你说不知道 云景和蝴蝶谷的关系 但朕看你今日的意思 你不像是不知道的样子 而且应该还很熟 否则你怎么敢在 朕面前如此自信 还是说 你在朕面前说谎 为的是离开这片 看起来很脏的土地 不是皇上 蝴蝶谷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皇上你肯定不知道 我们这些混混 最擅长的就是找人 我万人山更是 追踪方面的高手 何况我和云景还是兄弟 我万人山对他 可是最了解的 当初他说过 要来救我们出去 就肯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所以皇上 其实我猜测 云景从来就没有 离开过京城 就你们 听你们的意思 朕似乎是在囚禁你们了 赵起似笑非笑 万人山果断地 伸了自己两巴掌 黑黑笑道 草民这嘴 有时候就是不听使唤 皇上见谅啊 话说回来啊 皇上你相信我 我出去了 肯定把云景带回来 万人山是混过江湖的 当年也是 叱咋风云的人物 即便他去了蝴蝶谷 草民也给 皇上救回来 刚才是谁说 他肯定还在京城的 赵起冷冷地盯着三个人 片刻之后 赵起忽然笑道 行了 朕看你们三个 也不是干这份活的 你们也是受了 唯一行之害 才被迫来到这里 今日朕就放你们出去 若你们三人 真能将那云景 给朕带回来 每人赏千金 另外 朕并不是要杀 你们那位兄弟 只是 他当初给朕的秘奏 如今已经应演 你们就将这话 带给他吧 三人顿时喜出望外 连忙给赵起磕头 嘴里一口一个万岁 赵起望着万人山 三个人消失的方向 说道 派起个聪明点的 跟着他们 王极当即答应下 赵起想了想 叮嘱道 那个万人山 是有几分能力的 如朕所料不差 应该就是他 口中自称的 追踪之能了 王极笑呵呵地说 陛下 这家伙也是个 瞎扯的主 为止有空的时候 便会过来 和他先聊 天南地北 无所不谈 如何 如他所言 是个走江湖的 看似漫不经心 使则内心缜密 被朕每次套话 都被他看破了 赵起点了点头 转而说道 将那群太学生 都带到明镜楼去吧 陛下这是准备 朕给他们上上课 那群顽裤子 也该处理了 太学生 是许位从太学里 招募出来的 大多都是读过一些 农桑之书的 不过 却也只局限于书本 有的是为了 提前进入仕途 在许位于太学招募时 便强说 自己有智农之心 本来他们都认为 年幼的天子 在玉果园的杰作上 只不过是 一时兴起 但没想到 一个月了 竟然还没有消停 此时 已经有很多太学生 后悔当初 鲁莽的决定了 即便是那些 对智农 颇有向往的人 亦是如此 正如陈谦所认为的那样 此智农 非彼智农 经过承卧这件事 让赵琪看到了 那些顽固子弟 也并非全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 经过了一个月的 苦练和苦读 这些世子 都已经变色了 当赵琪 进入民进楼的时候 看到一个个面孔 都有些不认识了 但下面的人 看到他进来 就仿佛看到了 希望之光 陛下 种地还有人吗 我愿意去种地 赵琪没有回答他们 朝着门外吩咐道 抬进来 众人疑惑不解 下一刻 就看见金箍侯 用盘子 端着很多 瓶瓶罐罐 走了进来 朕今日亲自来此 给你们授课 此刻非明经 非明算 已非圣人之言 只有两字 为之化学 是的 陈谦等人 对丛农 都有如此高的偏见 可以想象 对工商 又是何等的 强烈偏见呢 赵琪想要的 绝不是一个 唯有儒学的国家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才可以 那么 他便借自己 刚制作肥皂香水 其中的某些小程序 给这群古人 启蒙一下 什么叫做化学吧 考虑到这里面 有一个 郭奥 这个间隙的存在 以后肥皂香水 又是自己的赚钱利器 所以赵琪放弃了 完全掩饰一遍的想法 他做的实验很简单 就是声势灰和水的反应 赵琪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因为先看见 勾起这些人的好奇心 尤为重要 他戴上手套 打开水瓶 心情还是有些 不能平复 诸多学子 瞧着皇帝陛下 奇怪的行为 心里揣测着 化学为何意 下一刻 赵琪将生石灰 加入面前的半透明的流离瓶中 刹那间 就看见瓶中的水 剧烈沸腾 顿时冒出大量的蒸汽 在前面的人 更是感觉到了空气中 突然升起的温度 众人瞬间大惊失色 这 这是什么情况呀 为什么水在突然之间 就如此沸腾 明明没有火呀 我看见陛下只是往里面 加入了一种白色粉末 莫非 陛下会先数 殿中众人 也是瞬间就沸腾了 饶使张子军 看着流离瓶中 发生的神奇景象 也是瞠目结舌地望着皇帝 就在众人 惊恶呆滞 不解困惑震惊之中 照起拿起 逐渐瓶颈下来的流离瓶子 将里面的水 泼洒在旁边的绸缎上 转然发出 滋滋的强烈响声 那绸缎以极快的速度 遭到腐蚀 有毒 这水有毒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三十八章 商人逐利 说是毒 赵起 并不感到奇怪 像最为常见的 赫顶红 其中成分 就是三氧化二参 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他用生石灰和水反应 生成的 氢氧化钙 也对皮肤 织物 有腐蚀的作用 他们自然会将之 认为是毒药 赵起望着 店中的诸多众人 正式说道 这不是毒 是一种物质 亦是朕所说的化学 刚才你们看见的过程 就叫化学反应 现在你们应该思考的是 为什么朕将生石灰 放入水中 水就会沸腾 为何两者混合后 所形成的新物质 会变成另一种物质 赵起意味深长地说 或者说 你们难道就不好奇吗 王姬和张子军对视了一眼 他们此前跟赵起 到外面的工房 就见陛下坐过一次 不过那时候 陛下可没有说 什么是化学 郭傲神情紧绷 自己被丞相安排进来 可惜他每日都被安排在此 无有出头的机会 今日 陛下突然搞了一场 奇怪莫名 令人难以捉摸的讲课 终于让他看见 接近陛下的机会 他从座位上走出来 认真地说 陛下 草民很好奇 心中也有浓浓的疑惑 化学的化之一字 莫非就是指变化 赵起看响过傲 笑而不语 这个过傲啊 不笨 就是忠诚度太低 赵起还是称赞说 看来你有所领悟 石灰石入水 释放出热量 这就是一种变化 世间万物 很多东西在我们看来 他们是没有联系的 实际上 他们往往有很大的联系 就如你们平常所见 甚至经常都在饮用 大多数人都离不开的酒 为何放置得越久 就会变得越香 这就是一种变化 我们去研究其变化的原因 也是化学的一部分 京都四少之一的沈坠 纠结了好一会儿 终于踏出自己微颤的步子 朝赵起行李说 陛下 那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 只见其抓耳挠腮 神情显得十分的难受 接下来的这几日 赵起大多数时间 都被用在了明镜楼中 他为此甚至苦思冥想 自己曾经上的第一堂化学课 缓慢地做出了一本 极简单的化学课本 让赵起感到意外的是 江座大将马鞍 听说他在明镜楼 做出的种种奇怪现象之后 也跑过来听课了 很多人对此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不过此前拉进宫中的 那些顽固子弟 都走得差不多了 如今只剩下沈坠和郭傲 两个人 其余都是太学生 跟在赵起身后的方圆 颇有一些兴奋 皇上 昨天您说 可以将清水变为豆浆 还能将豆浆变为清水 今日是该给我们解密了吧 第一天他没来 后来听说了皇帝陛下 做出的神奇现象 他很是好奇 赵起却是没好气地说 你跟个激动着什么呀 方圆一脸见笑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一拳呼在他的脸上 昨天皇上用消食 就造出了冰的法子 让长公主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时节吃上新鲜的冰镇雪梨 简直不要太爽啊 不瞒皇上您说呀 昨晚在小陈的松竹馆 表演了这一绝技 那些姑娘一个个笑得 花枝招展 赵起忍不住地白了他一眼 感情这家伙 就是来学泡妞的呀 都会要成家的人了 小心被刘公的孙女打断腿 方圆对此不屑一顾 歉 皇上就别吓唬人了 明镜楼里的太学生们 都极为期待皇帝立下的到来 他们趴在栏杆上 看见陛下 沈坠激动地说 陛下来了 快坐好 只是等了半晌 赵起还是没有上楼 沈坠猫着个脑袋钻出去 看见一太监拦住了陛下的去路 那个太监他认识 虽然经常在宫外 但也是陛下身边 仅次于李春的太监 曾侍奉于圣侯环号的杜碧 如今为陛下监视着 宫外的皇家产业 赵起听完杜碧的话 皱起了眉头 这个问题 朕之前倒是没有想过 方圆说 肥皂香水已经不同于酒水了 这些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主 因此闹出一些事也不足为奇 现如今 赵起的肥皂香水两大新型产品 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当然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事 所以从一开始 赵起就让人招募了一大批人手 加紧制造 最为重要的是质碱 这件事啊 交给了最为核心的人 至于其他的步骤 即便是流传出去 没有火简 学了也没用 香水自然就更难了 没有蒸馏器 那群人就做不出来 李川 今日的课就不上了 赵起撂下一句话之后 便叫上玉尔一同 前往贺云松酒楼 早已在此主持大局的许位 领着几大商骨 向赵起行礼 明晓先生 某叫桶万金 做点金银香料木料的小本生意 没想到此行得上天眷顾 认识了明晓先生 见到了香水肥皂香皂 这等神物啊 这说话之人 约莫三十七八岁 衣着富贵 脖子上还挂着大金链子 肥胖的脸比赵起的鞋码还要宽 笑起来嘴不是嘴 眼不是眼 五官都快糊到一块了 哎呀 我这也才知道 原来那宛若先酿的酒 也是出自明晓先生之手啊 同某人赔负之至 我们几个都是贺云松的加盟商 但是有些人却不守规矩 实在是不好意思 惊动了明晓先生 此人一口一个明晓先生 赵起却根本就没有见过他 不过他听玉儿提起过 香料他们不能够分心自己制造 玉儿便安排了人在金都城 找不错的香料卖家 最后便和捅万金达成了合作 至于为什么称呼赵起为明晓先生 自然是赵起的话性了 宫外这些事赵起都交给了玉儿打理 杜碧监管许为帮衬 此次肥皂和香水制造出来之后 也如此前的酒水一样售卖 因为石墨矿和石灰石矿的建立 赵起急需要投入银子 所以让玉儿放宽了加盟商的要求 但如此一来呢 在同一区域间的加盟商和加盟商之间 就产生了矛盾 相互之间还打起了价格战 最后甚至双方的人大打出手 现在便闹到了赵起这里来 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 如今天已经快要步入冬月了 但今年却颇为奇怪的 还有几分热浪 穿越过来半年时间 努力补充营养的赵起 已经退去了那副 看起来就有一种脆弱的气质 平静下来的小脸上 已经出现一种难以言明的贵气 仔细看或许还能够察觉到 他的质疑未退的眉眼之间 蕴含着某种神圣之气 精致的五官可以预料到 今后必会成长为一名 俊秀的美男子 照起平静地端起 旁边的冰质果酿 看着店中一个个 负得流油的商骨 没有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三十九章 新的模式 天下人都知道 如今大昭的皇帝 是一个才11岁的孩子 而且身形比平常11岁的孩子 还要小一些 为了演示这一点 赵琪在自己的靴子里 垫了厚厚的布垫 其实这些商骨之间 闹矛盾 对于他们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损伤 毕竟贺云松 该抽取的提成 还是会原封不动的抽取的 不过 随着贺云松 旗下的产品 越来越多 赵琪也不能够 再用这种松散的商业模式 继续运行下去了 一个男子暴跳如雷 直直童婉金骂道 童婉金 你在这里装什么好人呢 城东那一片 谁准你插进来了 老子在那里 经营了十多年了 在加盟的时候 就已经和御掌柜 许大人谈清楚了 我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 你的人看我店里的客人多 便大打出手 简直是欺有此理 童婉金 你这个卑鄙小人 暗地里使些手段 三什么本事呀 对 这几名商骨 就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 一致对抗统婉金 在来时的路上 杜碧和他大概 讲了这群人的矛盾 主要还是统婉金 想要一人霸占 整个京都外城的 肥皂香水生意 而统婉金呢 他家大业大 这几个商骨 都不是他对手 京都城何等巨大呀 内城居住的世家权贵 自持身份 根本不会去其他的店里买 做官的就只认准何云松 被这么多人指骂 童婉金也不挠 手里捏着两颗大金珠子 咧嘴说 列位列位 你们可不要含血盆人呢 我童婉金 做生意 一讲究的就是成性儿子 这京都城什么时候还分出 那里是你皇家的 那里是你李家的 这种话呀 以后还是少说 否则脑袋怎么搬家的 都不知道啊 两颗金色的门牙晃来晃去 浑身上下 无不彰显出财富的气息 不过 这落到赵琪的眼中 和爆发户也太像了 有一个人威胁道 捅猪头 你想死吗 徐卫看不下去了 骤然立声说 尔等成何体统 他最是痛恨这些 唯利是图 不适生产的商人 在他看来 这些人比朝中的某些蛀虫 还要可恨 众人瞬间安静了 方圆自顾自地 玩弄着香飞扇 赵琪端坐在上位 统万金看准了机会 率先说话 如赵琪所猜测的一样 这家伙还真是一个爆发户 他起初是做着木材生意的 但是生意并不景气 因为他在官场上 也没有什么人 直到前年 他从山南 运了一批上好的乌墓来 正值召起的父皇修建宫殿 然而原本负责运输乌墓的运输队 却遭逢大雨 乌墓也尽数滚落 朝廷官员担心皇帝的怒火 找到童万金 花重金买下了他的乌墓 于是他瞬间起飞 短短两年时间 童万金就成了京都地区的大商谷 其余几家 也算得上是颇有名气的商谷了 否则也无法进入贺云松 赵启知道这些人背后或多或少 都和朝中官员有联系 那童万金也经常贿赂朝中的官员 看来你们的意见都很大 既然要我来主持公道 那你们家就得乖乖地听话 这赚钱的法子 作为有的事也就是缺点能主事且忠心的人 赵启站起身来 双手落在后方 但笑着说道 你们和童万金之间的争斗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会管 这 众人恶然 他们不清楚眼前的这位 明晓先生的身份 但是能够结识许位方圆这样的人 绝对不会是个小喽啰呀 何况 传闻贺云松早已变成了皇家的产业 背后的真正主人 是才登基不久的皇帝陛下 他们就是有一万颗脑袋 也不敢惹呀 就是盼望着能够从中赚点甜头 这位明晓先生绝不简单 纵观大招 能够和皇家有如此联系的商骨 恐怕也只有残州的明家了 而明家老太爷的孙子明和 今年也才十二岁 极有可能就是眼前这个人呀 不过 我可以给你们提一个解决方法 当然 也是我贺云松今后要推行的一种商业模式 你们可以选择加入 也可以选择退出 我绝不强求 几位大商骨瞬间愣神了 他们是来调解矛盾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童万金说 明晓先生 您的意思我们都不是很明白呀 赵启正色说 商会 赵启瞧着众人脸上的疑惑之色 微笑着说道 所谓商会就是由商人组建而成的一种团体 商会的目的是保护全体商会成员的利益 我贺云松建立商会 也是为了让诸位能够公平地拿到销售肥皂香皂香水 乃至诸多美酒的权利啊 欲而轻醋的莫眉舒展开来 他明白了赵启的想法 随着各种产业的逐步增多 即便是他管理起来也颇为麻烦 何况他也不能够实时出工 更难管理了 若是成立商会 将所有的商品统一纳入一个体系中管理 那么将会简单许多 方圆暗暗点头 玄机赞倒 这方法不错 几大商股都是在此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滑头 隐隐间也能够窥视一二 童万金拱手说道 请明晓先生试下 另一个人又说 明晓先生的意思是 国酒我们也能销售吗 饶器点头 建立商会对他来说有很大的益处 以后赫云松的工坊 只需要生产重要环节的东西即可 就如制造肥皂 所需要的碱 制造香水 所需要的香精 他们向这些人提供重要原料即可 赫云松不但可以减少在人工上的开支 还能聚集国内商股的力量快速推广 并且发展壮大起来 同时自己也能赚得个盆满钵满 是的 国酒你们也可以销售 不止如此 只要加入了商会 以后凡是赫云松放入商会的商品 你们都可以销售 哎呀不错呀 这听起来很不错呀 是啊是啊 只是这等好事 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吧 统万金手里的金珠子 骤然停止了转动 他说 只是明先生既然要见着商会 那我们要付出什么呢 不错 商会给诸位带来便利 诸位自然也有对商应应尽的义务 赵琪吩咐许位 取出一份中原地图过来 没错 是昭 燕 月 三国的疆域图 商会要付出 自然要盈利 其一就是诸位的销售区域 将从商会中竞拍获得 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四十章 建立商会 销售地域 需要从商会中竞拍获得 童安金等人 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身为 进行此行多年的商人 只在短暂的时间中 他们就已经嗅到了 眼前这个少年的图谋 照其注意者 他们脸上的神色变化 宛若一个没事人一样 淡淡地说 商会内部主要由会员大会 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 现在加入商会 即可成为会员 以后若再发生 统安金这种恶意 挤压商会会员的行为 监事会将会依商会规定 施以惩罚 另外 像你们此次相互竞争 打价格战的行为 也将不会再发生 凡商会的销售价格 都将由商会定价 凡商会会员 不可自主随意调价 紧接着 赵琪又将会员大会 理事会和监事会等 商会内部组成结构 各部分职能 以及担任方式 给这几位商骨奖了 赵琪说得口干舌燥 喝了一口水 看向沉思的众人 好了 是否加入商会 你们自己断绝 我绝对不会干预 不过明日 贺云松便会向天下 发布公告 我相信会有很多 有志之士 对肥皂香水感兴趣的 几位现在手中的商品 可以继续销售 不过在没有加入商会前 赵琪微微一笑 整个人显得几位放松地 坐了下来 几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没有时间限制 不过要是太晚了 会员代表 我可能就无法许诺给你们了 会员大会是商会的权力机构 他们都已经明白 只有会员代表才能够参与 明先生 告辞 明先生告辞 不知不觉间 他们对赵琪的称呼 已经改变了 童万金犹豫了片刻 也向赵琪告辞离开 屋门关闭 方圆双眼放光地 望向赵琪说道 陛下足不出户 便可钳制天下商人 小陈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徐卫也深以为然 说 陛下此策乃是阳谋 肥皂香水酒夜 如此庞大的利润 这些人是无法抵挡的 但真正的制作技术 在我们的手中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玉尔提醒道 也正以为此 肥皂香水的真正配方 将会成为 这些人的夺谋对象 我们必须加以防范才行 赵琪点头 这个没有专利的时代 就是麻烦呀 等以后 他一定要设立专利机构 杜绝这种现象 出了贺云松酒楼的 几名商骨凑在一块商议 黄兄啊 那明家小的可真的厉害呀 发明出了肥皂香水 这等奇物不说 居然还能提出商会 这种前所未有的法子 若是你我答应了 以后就只能够 听他拆遣了 哎呀谁说不是呢 这位小明先生啊 年不过十四 居然就有如此算计 想来真是 明家老太爷的孙子呀 那肥皂香皂 无论老幼 无论贫富都能用 那美酒的庞大利润 更是恐怖 我看呀 加入商会这波也不亏 何况他是明家的人 哎 统万金 商会之事你怎么看呀 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开始的争端 现在都显得非常友好 统万金摸着紧尖的 打金链子 沉吟道 明先生这是一招养谋啊 即便我们不加入 也会有人加入其中的 那如此说来 统兄是准备加入商会了 统万金骤然转身 身上的肥肉 都跟着剧烈抖动 此时不佳 更待何时呢 以后弄个商会的 分会长当当也好啊 说着 统万金就离开了 剩下的几个人 还没有立刻行动 沉默两久之后 有一个人说 我先回去将此事 告知相国大人 诸位 告辞了 告辞了 何云松酒楼 赵启正在和方元等人 商议商会的具体组建方案 此前销售果酒的商主 必须通知到位 凡是不愿意加入商会的 就撤回我们的人 酿酒的步骤 还是颇为繁琐的 对此 赵启将之拆分为了几个步骤 由不同的人 掌握不同阶段的技术 那些加盟商所掌握的技术 更是微乎其微 玉儿想了想 说道 陛下 我在宫中 很难管理商会 这么庞大的组织 会长你必须另外找人 这倒是 赵启扫过 跟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人 许位性子刚直 绝对不能够担任此职 王姬呢 为人虽然灵活多变 但是对于商骨之道 一窍不通 也不行 张子军根本不用考虑 那么就只剩下方元和杜碧了 杜碧手里捏着骰子 跟个乖宝宝似的坐在后面 注意到赵启的目光 他赶忙收住了骰子 方元 本商会第一任会长 就交给你了 等会儿就去贴张布告 宣布赫云松商会招商引资 将大招乃至燕国越国的商人 都圈入自己的商会 还用他国的土地为自己牟利 同时收取一笔会费 的确是类似招商引资啊 方元说道 我 皇上你再说笑吧 刚才你不是说会长是通过会长大会 推举产生的吗 方元还是想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谋臣智囊 不过赵启毫不动摇的眸子 让他看到了结果 他说 我可以拒绝吗 不能 赵启很不留情地说 总会长这支尤为重要 我知道你无心在此道之上 以后有合适的人选 你退下来就是了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 那我方元也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谁让这个家伙这么没用呢 你说是吧 徐大才子 王姬一挑眉 你就得瑟吧 以后你注意点 要是被我查到了你贪赃忘法 本官抓你进监狱 许位也等了方元一眼 赵启接着又说 许位担任监事会主事 杜碧为副主事 还有要求许位 尽快将商会的规矩整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店门外传来了扣门的声音 少爷 统万金回来了 他说他愿意加入商会 这个少爷啊 自然不是称呼赵启的 而是称呼许位的 几人对视一眼 方元轻轻地扇着扇子 大趣道 这个爆发户 路子走得挺宽呀 皇上 他不会是看出了 您的身份了吧 赵启心想 这应该不可能吧 同万金是带着管家来的 一身金手势 闪耀着光芒 明先生 我愿意加入商会 不过理事会 能不能给我留个位置啊 我愿意出资 协助明先生建立商会 此人能力值还挺高的 八十三 不过赵启还不确定 此人的来历和秉性 说道 理事会成员 要在一个月后的 招资大会结束后 通过入会的会员 来推举产生 统万金失望地低下了头 赵启又说 不过统老爷 是这京都地区 有头有脸的人物 又是第一个 加入商会的会员 理事会 理应有统老爷一席之地啊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婚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从贺云松张贴出的布告 陆陆续续有商人来到京都 稍远的地方 虽然还没有见到香水肥皂是什么样的 但是贺云松的酒早已是生命远播了 何况失误 虽然传得慢 但是言论随着全国各地商队的往来 流传的是极快啊 只不过十余天 从各地来京都的大商人 就已经非常之多了 方圆和许位这几日一世 非常的忙碌 为此 两人从明镜楼中 拉走了几人帮衬 十二月初 天气已经彻底迈入了林东世界 清晨时分 宫中的枝丫上 甚至截起了一层薄冰 打了霜的地面 看起来给人一种冷意 照其外面 披着一件弧球 双手塞进袖中 眺望着雾矮沉沉的天地 寒流在风中流窜 寒鸟在树上鸣唱 玉尔从永寿殿的方向走了过来 倒不是她昨晚在永寿殿休息的 而是照其起得已经很晚了 陛下 前段时间你让方大夫给娘娘找的那些智怪小说已经看完了 还让我带话给你 说那些书很多都不好看 照其并不惊讶 去笑道 阿母可说她喜欢看什么 莫非是爱情小说 玉尔歪着脑袋 想了想说 娘娘看那些书大多带有些神话色彩 里面也确实有很多男女故事 算了 今儿有大事要办 明日正在去见母后 先出宫吧 昨日 蒲成就已经告知她了 炼制玻璃的几种材料 已经准备妥当 蓄热室也已经建造完成了 玻璃的烧制温度颇高 所以照其专门让蒲成打造了一个蓄热室 照其带着人来到已经扩大了数倍的野铁工坊 此刻 作为将手的蒲成 正在教授高炉炼铁 乃至干锅炼钢的方法 照其对蒲成原本是有些不放心的 毕竟他是蒲桥的儿子 虽然蒲桥也不是围形或者其他某一党的人 但是照其担心蒲成泄露他所传授的诸多机密 对此 在一开始 照其就让王姬安排了几名隐秘位 就如同影子一般地盯着他 也不知道蒲成是否知道 总之呢 经过照其叮嘱之后 蒲桥的父亲多次询问他 也没有透露半个字 一入工坊 恐怖的温度便侵袭而来 照其望着工坊内 已经出具雏形的规模 心中还有几分自豪 只见到几名匠人 将铁矿石灰石倒入高炉中 不一会儿 就有宛若岩浆一般的铁水 从高炉中流淌进另一个高炉 在炼成熟铁水之后 会入一个个夹起来的干锅之中 最后形成的优质钢水 就会经铁匠的手 分别打造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照其已经让蒲成 为赵征王姬张子军等人 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兵器了 还有隐秘位所配备的绣唇刀 也必须重新打造 照其甚至想起了 盛名已久的唐刀和墨刀 军队若是能够配备上 墨刀这种克制骑兵的兵器 以后面对燕军强大的骑兵 受限程度将会得到大大的改善 对此 赵征来了几次 激动到晚上睡不着觉啊 不过赵征不喜欢捅兵不率 他比较喜欢骑兵 这让赵齐想到了铁浮屠 赵征知道 何为铁浮屠之后 他更是激动的自掏腰包 愿意打造一批50人的铁浮屠骑兵 但是赵齐拒绝了 铁浮屠固然是强大的 但现在的每一寸铁的使用 都不能够浪费 如今还不是打造这些东西的时候 何况工坊就这么大 一切都得慢慢的来 好在经过两个月的发展 如今炼钢的效率 已经形成了一条 较为完善的生产线了 以后扩建工坊 也不需要像此前那般麻烦了 少爷您来了 扑城看到赵齐到来 十分恭敬地向他行礼 即便和赵齐常常见面 但他还是显得很拘谨 从贺云松过来的方圆调笑道 扑城 你这样子 以后可怎么讨媳妇呀 扑城古铜色一样的皮肤 长红了起来 他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 我已经娶妻了 啊 看不出来 给你生了大胖小子没 方圆黑黑地追问 王七一把将他拉开 老凤 公子要办正事 就你一天天废话最多 你在女人肚皮上 纵合那么多年 也没见你有个大胖小子 张子军也不禁笑了出来 参与生产玻璃的人员 除了扑城之外 都是经过了两个月考察 足够忠心之人 实际上 如今工坊中的匠人 忠诚度几乎都是一百 要知道 赵琪给他们开的报酬 可是一点都不低啊 这些人打铁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东甲 烧制玻璃的主要材料 其一就是沙子中的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 也是造成琉璃和玻璃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 其二就是石灰石 这东西 这东西现在赵琪并不缺 其三是纯碱 赵琪也不缺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终于到释放大招的时候了 在元太后面前承诺的凤凰水晶雕 也是时候问世了 升炉 赵琪一声令下 蓄热室古风启动 第一步是为熔断得到玻璃液 赵琪带着王姬张子军 将其种混合材料投入熔炉之中 带到玻璃液出来之后 等待退火再行炊制 炊制玻璃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环节 赵琪以前从来没有干过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 虽然身为九五之尊 但还是免不了要尝试着做 蓄热室两边的匠人 卖力地拉着古风机 时间在极为炎热的空间里 流淌得很是缓慢 约摸过了一个多时辰之后 赵琪这才让蒲城打开熔炉 蒲城惊喜万分 兴奋地说 少爷果然化成了一种液体存在了 也只有这种时候 蒲城脸上的拘谨之色 才会荡然无存 赵琪几人也随之上前 这便是玻璃液 快将吹管拿来 我先来给你们表演一次 但以后还是靠你们自己研究 吹管早就安排了蒲城制作 和后世的吹管长度差不多 赵琪望着熔炉之中 喷吐着热量的玻璃液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迅速用手中的铁管 占取玻璃液 然后平静地向里面吹气 玻璃液中果然出现了一个气泡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 赵琪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困难程度 此前居然还说给元太后准备一个凤凰水晶 现在看起来 自己当时真的是夸了极大的海口 如今这差事只能够交给蒲城 慢慢去研究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妹演播 第四十二章 各地商谷物 赵琪在工坊中忙活了一天 前十几次吹制都以失败而告终 后面即便是放进模具中也犯了错 后面交铺成几个人吹制玻璃的技术 耗费了赵琪大量的时间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赵琪最终做出来的玻璃器迷 虽然算不上是精致高档 但是放在这个时代 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神迹了 这是水晶吧陛下 好漂亮啊 永寿殿里 宫女小鹅震惊地望着落在 闽太后手中的小酒杯 她的眼睛 甚至可以穿过杯身 看清娘娘的脸 闽太后本就极暧昧 见到如此精致的物件 感慨道 皇儿 皇儿 这是用水晶打造出来的吧 如此巧夺天宫的物件 阿母 这个叫玻璃 在自己眼中 完全称不上完美的酒杯 在闽太后的眼中 已是世所罕见之物了 想到这里 赵琪心中 倒是生出了一个想法 等到制造玻璃的技术 再成熟一些 他们大可以制造出 一批精湛的琉璃摆件 然后开办一场 展览品鉴大会 将玻璃直接扬名出去 不过呢 这还是颇为困难的 玻璃液的烧制不简单 各种摆件 它不可能都去追求透明 今日大量烧制玻璃液的前提 也是赵琪此前 就已和蒲城等人 经过了很多次试验 才确定的比例 而影响玻璃橙色的因素 也有很多 皇儿 那从哪儿弄来的 这么珍贵的东西 花了不少钱吧 明太后的心里满是欢喜 眉眼间也充满了笑意 萧娥也说道 陛下真有心 将这桶宝物 带来送给娘娘 想必肯定是花了 上万两银子 安坐在一边 知道真相的玉儿 言嘴轻笑 揭开了谜底 娘娘 这是陛下在外面 建造的工坊生产出来的 娘娘手中这个 是陛下亲手烧制了一天 才做出来的呢 明太后和小娥文言 无不震惊地望向赵琪 小娥恍然间发现 自己的不敬 赶忙低下了头 明太后脸上的震惊 化为了一种柔情 她伸手轻抚着赵琪的脸颊 皇儿的孝顺 母亲知道 不过我儿 现在是大赵的帝王 以后这种事情 交给下人去做 就行了 那些个工坊里面 一不小心碰到 铁水什么的多危险 阿母会担心的 阿母别担心 我就是给他们示范一次 以后也只会去提点一下 赵琪将今日所烧制出来的 几个玻璃 都放在了永寿殿 给敏太后使用 暂时她还不准备 将此事告知元太后 乃至朝夜上下 玻璃吹制术 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儿 尤其是在制造 像赵琪想要做的 凤凰工艺品时 更加的困难了 赵琪也必须抓紧时间 多训练出一批人来 要知道 玻璃属于暴力行业 以后的需求量 丝毫不会比肥皂香水低 况且玻璃在这些古人的眼中 还宛若水晶一样 所售卖的价格 赵琪就是拉上千两 也会有人不惜重金购买的 经过半个月的训练 终于有了一批 能够烧制出 简单玻璃器皿的人才了 赵琪就将几种 化学常用的器皿 交给了这群人制造 算是毕业考试了 天赋卓绝的蒲城 进展颇为迅速 赵琪发现这小子 即将要超过自己了 便放手 教导玻璃吹制术的活儿 交给了他 而他 则要去忙活另外一件事了 从各州府而来的商骨 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大梁城 如今都居住在赫云松酒楼中 身为会长的方圆 叫苦不迭 催促召起 可以开办第一届商会 入会大会了 许多商人 齐齐会聚在赫云松一楼的大厅之中 三五成群 人声鼎沸 搭建起的高台上 铺着红地毯 周边站着由隐秘卫 假扮而成的店中护卫 楚兄啊 可弄清了那位明先生 他是不是明老太爷最宠爱的那个孙子呀 卫列在前排某桌上坐着五名商人 一名商人淡定地靠在椅子上 淡然说 打听过了 明车公子的确是出府了 不过我们眼前这位究竟是不是明车公子 这还不好说 不管这么多了 加入商会的事 你们考虑的如何了 这位明公子所创造出的肥皂香水和果酒 的确称得上是人间奇物 若是能够竞拍下周府之地 必然大赚呢 哎呀 话是这么说 但是加入商会 不但要竞拍销售权 还要交会费 这位明公子心思狠毒 要我们在外给他打工 他还要额外从我们身上扒皮呀 其中一人轻笑道 哎 非也非也 在我看来 这商会也是互惠互利的 你们可曾想过 这何云松的背后是何人呢 在这大招 可有人敢在这里闹事呢 加入商会之后 在地方上销售 能够省去多少不该有的麻烦 你们可想过 况且这买卖不亏 我准备拍下北周乐城之地 还望几位老兄高抬跪手了 哎呀 放心了 我这次要回老家发展 穷州州府我必取之 穷州 那可是南安王的封地呀 你若去了 恐怕还得给南安王上份供了 哎 这倒是个问题 赵琪经过简单的易容之后 带着许伟方元杜碧 统完金几个人登上高台 诸位近日既然来 想必都已经了解了 商会的诸多条例章程 一个月以来 许位在赵琪的提点下 已经将商会的规矩条例制定出来 方元也带着人将商会的性质和这些人都讲清楚了 赵琪今天来到这里 也就是主持一下竞拍地域销售权的事 所谓的地域销售权 就是以郡县划定出销售点来 竞拍底价 由郡县人口决定 明公子啊 若是我近拍下穷州州府和周边的树郡 一旦遭到南安王的打压 或者地方官府的打压 商会管还是不管呀 自然管 地方官府若打压商会成员 商会将会派人和地方官府沟通 哪怕是南安王要对付你 商会也会从中调解 照起希望以后 能够在全国建立完整的商会体系 并且纳入国家机构 这时候自然就不能够忽略这些问题 商会的成立 就是保证我们商人的应得利益的 当然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呢 那名公子啊 肥皂香水的生产方法 可是近拍之后便交付于我等啊 是的 不过制造肥皂香水其中原料 需要一种复杂技术 加工后才能使用 目前还无法交付你们 不过这两种原料 和云松会向诸位提供 众多商骨听见这话 瞬间沸腾起来 很多人认为 赵起是不愿意拿出来 赵起淡定地补充道 现在的确是制造方法尚不成熟 我可以向诸位保证 半年后肥皂的完整制造方法 只要是商会会员都可以拿到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联媚演播 第四十三章 年关将近 赵起命人将 昭燕月三国的地图 取出来挂在高台后的墙壁上 我商会方会长 已经将此次竞拍的具体流程 告诉了诸位 活给诸位考虑的时间 也是相当充分了 愿意加入商会 成为商会会员者 请在左边办理入会 若是不愿意加入商会的 那么出门左转 选择选在你们的手中 我不会强求 赵起望着众人 他的声音很是淡定 商人们再次议论起来 不过呢 也有很多早已考虑好的人 开始去办理会员了 明公子 我是燕国商人 来自雍州梁城 一名商人站了起来 望向赵起 陈生说道 众所周知 赵燕两国年终大战 如今两国关系还未缓和 两国贸易也没有恢复 若是我在您这里 拍下梁城等地的销售权 你们又如何保证 我能将货物带出贵国 并且回到燕国后 还能安然销售呢 若是遭到我燕国官府的打压 甚至是静脉 我岂不是血本乌龟呀 商人摊开双手 这个问题 他其实也问过方元 但是见到赵起 他选择再问一次 赵起抬手 是一种人安静 正式说道 第一 我会负责货物 安然出关 进入燕国境内 第二 燕国是否打压 我无权管 商人哑然 完全没想到 赵起竟然如此直接 诸位请稍安勿躁 我想说的是 在座的各位 都已经见到了 肥皂香水的用途 你们扪心自问 燕月两国的权贵 会拒绝吗 我不认为 燕月两国的皇帝 和世家权贵 还用一用椅子造脚洗漱 燕月两国的嫔妃夫人 小姐歌女 会放弃香水 这等奇物 这位兄太所担心的事情 不会发生 倘若真的发生了 也不需要我等去解决 话里话外的意思 已经非常明显了 有人称赞道 高 实在是高 这明家公子 真乃奇才 我等远不如已 肥皂香水 只是生活用品 赵起为什么要放弃 燕月两国巨大的市场 这根本就没道理 是啊 明公子身在昭国 却能够以此夺取 燕月两国之才 两国商骨 还只能够 为他马首是瞻 的确是高明啊 那如此说来 我等也只能够 加入商会了 此事不加 更待何时呢 愿意加入商会 成为会员的人 超过了方元等人的预料 一直持续到下午 才办理完成 近拍销售拳 就看谁的腰包骨了 大昭京都的销售 最为昂贵 赵起为此 也将分支了 东南 西北 两大区域 彭万金很想 近拍下整个京都 但是竞争的人太多了 他那点本钱呀 还需要留着周转 不敢出手太阔绰 最后只好放弃了 西北区域 接着便是 京畿人口密集的 上阳天雀鱼中 三大区域 这近拍十分火热 赵起看到了 像雪花一样 白花花的银子 从天上飘落下来 然后 天真的下雪了 洁白的雪花 宛若从天宫上 落下的精灵 在风中舞动 为人间天色 前世身为南方人 赵起对雪 有一种天然的期待感 他披上了壶球 走出了贺云松酒楼 看到街上 欢喜雀悦的孩童们 玉尔见赵起离开 抓起火炉边上的呼球 赶忙追了出去 下雪了 赵起能够分辨出 玉尔的步伐 他走路很轻盈 每一步跨的距离 都差不多 所发出的轻微声 总是在一个频率 玉尔伸出手 他的肤色 与落下的雪花 快要相同了 下雪了 就要过年了 是啊 年关将至 陛下又长一岁 赵起的生日 是正月时期 却是快乐 很巧的是 玉尔的生日 在正月二十 两人虽然不是童年 但在日子上 仅差了三天 所以赵起说道 玉尔也要长一岁了 对于赵起来说 长一岁 自然是一件大事 因为这代表着 他距离亲政 又进了一步 对于玉尔来说 长一岁也是一件大事 这代表他马上 叫十五岁了 十五岁 已是婚嫁之灵 他虽然只是女官 但是敏太后 从未将她 当作婢女丫鬟 而是带她 如自己的女儿一般 玉尔低下了头 望着自己的裙摆 没有说话 飘落的雪花 逐渐变大 道盘的树上 很快就挂上了 朵朵白色 赵起看到 雪色下 有一道 极为狂野的人影 朝着何云松跑过来 即便是隔着 老远的距离 赵起也能够感到 对方那躁动的心 和激愤的身体 此人正是赵征 你们俩站在这里 做什么 赵征走进前来 本来激动的心 被赵起和玉尔平静的姿态 给搞得模糊了起来 赏雪啊 大哥做什么 疯了吧你 雪有什么好赏的 赶紧跟我回去 你天天将自己 关在大棚里 怎么没疯啊 说起大棚 赵征双眼大放金光 直接上手扯着赵起说 对 大棚 咱们种的瓜熟了 咱们可以卖瓜赚钱了 西瓜和哈密瓜 玉尔瞧着赵征 总觉得那里有点奇怪 赵征说道 没错 陈沃那汉批说 瓜应该熟了 让我来找你们 大哥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大冬天的还卖什么西瓜哈密瓜呀 走出来的一个石客 听见了赵征的话 另外一个人也是附和道 哎呀 赫帝 我看看八成是傻了 这时节都下雪了 居然说要卖西瓜哈密瓜 简直笑死个人呢 说着 两名石客叼着牙签 哈哈大笑 赵征哪能是认他们嘲笑的主呢 拔腿就要冲上去 将对方打得连娘都认不出来 幸亏是赵启和玉尔有所准备 两人一左一右拉住了他 大哥 何必跟俗人一般见识 两名石客一听 顿时就不得了啊 其中一个续着八字胡 年纪约莫三十多的男人 指着他说 小子 你说谁是俗人呢 就是啊 你再说一句试试 两人身上穿的只是极为普通的衣服 八字胡男人说 我看你年纪小 还不知道吧 这都下雪了 早就过了西瓜成熟的时节了 我告诉你 你大哥不是在这吹牛 就是疯了或者傻了 赶紧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吧 赵征大怒 用力地甩开赵启和玉尔的束缚 一拳砸出来 玉尔连忙闭上眼睛 但是没有如意料般听见击打的声音 赵征双手将那两个人给提了起来 恶狠狠地说 我若拿出了西瓜 是不是就可以打死你们两个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妹演播 第四十四章 冬日的瓜 两名男子听到赵征的放肆之言 大声嘲笑道 打死我们 你敢打死我们吗 赵征一声狂笑 双眼迸射出杀气 死死盯着两个人 说道 这天下 还没有几个我不敢打死的人 赵启担心被惹极了的赵征 当真是当街行凶啊 他敢忙上前拦住 看向两名年轻男子 笑音音地说 我与二位打个赌如何 打赌 两人神态微压 沉默片刻之后 你想赌什么 赵启微微一笑 月儿知道皇帝肯定是有什么坏心思了 只见赵启显得极为平静地说 若我家兄长当真拿来了西瓜 你们取千两购买 若我家兄长拿不出 我等付你千两 如何 你们要是真的能拿出来 别说千两了 我们出万两购买 又何妨 赵征闻言大喜 激动地说 就怕你们拿不出钱来 八字户男子仰手 拿着手里的牙签 指着赵征 直高气昂地说 瞧你那有眼无珠的样子 无奈宝庆侯视野 又岂会无钱 宝庆侯刚说完这句话 就被他的兄弟 宝林侯拉过去 背对着赵启等人 兄长啊 一万两都可以买下上好的水田两百亩了 你忘记父亲说过 勤俭才能持家呀 哎 何弟 你看这天道 大雪纷飞 他们怎么可能拿出瓜来呢 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财富 我们要是错过了 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听见这话 张延鹤下意识地往天上看了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 兄长说得有道理 这群傻子肯定是疯了 不过 不过我们赌小点吧 万两都可以买数不清的瓜了 张延年受不了自己的这个弟弟 一掌将之推开 赵启瞧着两个人 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宝庆侯张延年 和宝林侯张延鹤 祖上是在明帝时期 夺取北疆 立有谋划之功的人 现如今也没有在朝中任职 不过呢 家中良田有万情 乃是真正的功勋之家 那我们兄弟二人就在这里等你 只要你能够在半个时辰之内 将西瓜哈米瓜拿过来 我们立马就买下 赵启双掌一拍 好 两位爽快 我们这就回去将西瓜给您带来 直到进入果园 赵正都还没有从巨大的喜悦之中 彻底醒过身来 他美滋滋地说 张家兄弟真是好人 知道本将军没钱 这就给本将军送钱了 哈哈 玉尔亲米红唇 手里握着伞 于赵起并肩而行 听说那位宝林侯很是节俭 殿下不要高兴得太早 他们未必会珍出万两银子买瓜 于是他二人便穿寻常百姓的衣服 玉尔摇头回忆了一下 这两位在京都并不重要的侯爷情报 说道 老庆侯与他弟弟相反 出手扩承 不过他们都喜欢假扳成某种身份游玩 听说他们二人还扮过乞丐呢 赵起愕然笑道 那这兄弟俩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皇上您可算来了 陈沃带着一众在玉果园负责经营的人 从棚中走了出来 朝赵起围了上来 这些人里面有几名太学生 至于世家子弟 除了陈沃 其他的都已经回家去了 瓜真的熟了 赵起算过十日 现在的确差不多了 不过时代不同 他还是再三确认 陈沃身为大司农不成的儿子 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多月 曾经看起来会被风吹倒的身体 现如今变得强壮了许多 眉宇间少了放浪 多了坚毅 他激动地说 皇上 应该是熟了 就等皇上来摘瓜呢 还有我们种植的蔬菜也差不多了 赵起几个人进入种植哈密瓜的大棚 此前种下的几十株瓜苗 结出了一百多棵 不过中途有一些坏了 而且哈密瓜藤蔓 能够输送的养分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赵起此前就告知了陈沃等人 一根藤蔓上 最多留下两个瓜就够了 否则即便挂果很多 最后也会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 从而导致果实品质极差 赵起望着一地八十多颗瓜 心情不免有些澎湃 马上就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 只要结果不差 那以后就能够大面积推广 大棚种植 玻璃的生产也已经开始了 这时机可谓是刚刚好 赵征大笑着冲向一颗最大的哈密瓜 瓜藤上还系着一条红绳 他每天都会过来看着这颗最大的瓜 抱起来对着赵起说道 皇帝快过来 我们就先碰了他 他没想到在冬天真的种出瓜来了 开心得不得了 就在此时 陈沃端着一盆水来到赵起面前 陛下 洗手吧 赵起愕然 这才注意到身后众人神情肃穆 他于是也收起了笑容 认真地说 辛苦了 听见这话 陈沃神情动容 这几个月来 他辛辛苦苦在这里种瓜 每天都看着瓜果蔬菜慢慢长大 现在终于到了成熟的时日 心中是感慨万千呀 赵起亲手摘下了瓜 陈沃捧上刀来 又有人端了桌案 进来放好 众人将赵起围在中间 在无数双期盼的毛子注视下 赵起竖着一刀切下 淡黄色的颜色 映入眼帘 黑色饱满的瓜粒点缀其间 真的种出瓜来了 站在赵起身侧的玉尔惊叹道 一名太学生感慨说道 外面下着雪 我们居然还能吃到甜美的瓜 简直太神奇了 赵征激动上前 赵起拍开他毛手毛脚的手 吩咐道 哎呀急什么 取个勺子来 用勺子将瓜粒去除 赵起将瓜分成了树块 陈沃分下去 一人一块 先尝尝馅 陈沃一正 他毕竟是官宦子弟 哪怕最近跟农夫共事 也是知道礼数的 陛下 您先吃了才能赏赐给我们呀 他以为是赵起不懂君臣之理 朕让你发下去就发下去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 众人拿到瓜却不敢吃 又在赵起的命令之下 他们才动口的 于是月儿看见了皇帝 为农夫切瓜的景象 他知道不妥 也认为不妥 但是他不想反驳 因为这样的景象很好 至少他是觉得好的 赵征不觉得 从赵起手中夺下一大块瓜 旋即一口咬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一股久违的甘甜 口感 刺激到赵征的味蕾 他整个人 就像是一株 干旱已久的小草 在这一瞬间 得到了果汁的滋润 口中发出一声 无比舒爽的叫声 吸引了很多人 奇怪的目光 赵起将切好的瓜 递给玉儿 两人不约而同地 凝视赵征 赵征望向外面 飘落的雪花 又低头看着手里的瓜 如此违背 天时常理的事 居然发生了 真的是奇妙啊 他骤然想到 进宫之前 张延年张延和两兄弟 放下的豪言 嗖的一声 从地上抱起一个瓜 坐视角冲出去 玉儿看出了他的想法 赶忙提醒他 殿下 张家兄弟要的是西瓜 对呀 我摘西瓜去 可是西瓜 熟没熟还不确定 玉儿话还没有说到一半 赵正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 钻进了旁边的西瓜大棚中 太神奇了 陈沃将瓜皮丢在一旁 身为京都四少之首 也不知道吃过多少山珍海味 但是在大雪天吃哈密瓜 这可真的是头一次 陛下 您太厉害了 这瓜真的种出来了 还那么好吃 赵起瞧着原本相貌俊了 现在没眼间 已经少了傲起 多了沉稳的陈沃 说道 朕只是想了法子 没有你们 这瓜就成不了 功劳还是你们的 陈沃很是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只是卖力啊 若不是陛下 怎么会创造出如此神迹呢 是啊 圣上真的厉害 圣上简直就是天神下凡呀 其中大多数纯粹的农民 说话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太多的忌讳 所谓的不知者无畏 便是如此 赵起自然不会追究 又带着人 看了旁边的西瓜 众人吃了几个大个的 一群人都吃撑了 玉儿想起一件事 说道 我给娘娘送去 正当她抱起瓜时 赵起一把抓住了她 摇头说 现在也别送过去 玉儿尤为不解 在她的眼中 陛下绝不是不孝之人 反而是至孝之人 怎么会不准她 送如此新鲜的瓜过去呢 从赵起的眼中 她看到了深意 赵起没有着急解释 看向陈沃说道 陈沃 你知不知道 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陈沃眼前一亮 陛下 眼下我们这些瓜 就是物以稀为贵 玉儿当然记得 当初赵起在搭建打棚时 就答应了赵真 用瓜果蔬菜卖钱 但是敏太后是什么人呢 那是陛下的生母 自然是不能够同等论知了 赵起注视着陈沃说道 你错了 现在不是物以稀为贵 用你自己以前所认知的农学 好好想想 陈沃抓耳挠塞 也没有明白赵起的意思 倒是一名柔貌俊朗 身材奇长的太学生说道 陛下 无论是哈密瓜还是西瓜 都不该是这个世界应有之物 但是现在出现了 那些不知道的人 一定会被深深地震撼 陛下之所以此刻 不将瓜果献给太后娘娘 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不错 你很聪明啊 叫什么名字 这个青年神情大振 立马站直了身体 挺胸抬头 无比严肃认真地说 学生理来 既然你看出了其中道理 那收集哈密瓜和西瓜 还有白菜豌豆的事 就交给你做主 陈沃也从旁协助 明日朝会之后 将这些东西 带到魏阳公门前 赵启似乎已经看到了 明日那些大臣们的震撼之色 对了 瓜果蔬菜都给朕留下一部分 王姬张子军几个人 还在和云松 宫中两位太后 她当然也不能够忽视了 听到这里 玉儿明白了赵启的心思 天色江黑之时 方元等人入宫 汇报了商会的情况 从各地而来的商谷 大多都选择了加入商会 商会会员有500多人了 肥皂香水和果酒 三大产品的销售权 还在竞牌之中 只是半日 赵启就已经直接获利 453万两 相当于去年大昭一半的 付税收入 没错 三种产品 赵启可没有直接打包 一起竞牌出去 当然财大气粗的商股 自然可以在同一地域 将三种产品的销售权 都购买下来 就如同京畿地区的同案金 它拥有了半个京都 和上阳渔中 以及周边朱地 五年的销售权 是的 经过多次商讨之后 赵启将这个区域的销售权 定在了五年 不过 人口并不怎么密集的地方 则是定了三年 三五年之后 便又是一场竞牌了 天空似乎也被雪花 覆盖成了雪白色 与大地连成了一片 一夜之间 山河焕色 一片银庄素果 分外妖娆 步入魏阳宫前殿的赵启 再看到白雪挨挨 仿佛一切不好和污秽 都已被玉絮扫去 突然想到了一首著名的诗词 他本想以胸中浩然吞吐而出 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还没下潮 在积攒起白雪的宫门外 赵征带着陈沃和太学生李来 推着几辆车来到此处 守卫在此的士兵 竟然要驱逐了 不过看见是赵征 而且车上装着的东西 居然是罕见的瓜果之后 素卫们都惊了 一名素卫吞了一口唾沫 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真的是西瓜哈米瓜 还有白菜和豌豆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赵征老远就看清了 这些士兵的脸色 万分得意 陈沃李来 你们两个给我吆喝起来 不知道卖东西 是要吆喝的吗 李来是太学生中的优秀学生 在宫门前吆喝 那不是找死吗 李来说 殿下 您别这样 陛下说了 等朝会结束了 大人们下朝后 自己就会走过来的 李来很认真 很坚定 仿佛在念圣旨 赵征对此不屑一鼓 怒道 你怎么跟老许一个德性啊 跟个傻逼一样 傻逼这个词 是从赵启那里学来的 李来知道他说的是许位 更加显得认真了 仿佛赵征的话 已经触及到他的某个底线 殿下 你不能这么说我的老师啊 这李来是在明镜楼上过课的 陈沃本来没有觉得什么 但是李来这么一搞 他仰手说 没错 殿下您不能够污蔑 污蔑你个大头鬼 赵征两个拳头 邦邦走在两人身上 给我吆喝起来 两人挨了拳头 开始卖力地吆喝起来 正当此时 魏阳宫里传来一道钟声 御史中成 皇民俘喝道 是谁竟敢在魏阳宫前叫唤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媚演播 第四十六章 赵征卖瓜 素位都吃屎去了吗 是谁敢在这里放肆啊 来人 去将外面的 去将外面的人抓起来 张扬自高高的阶梯上走下来 一双鹰眼仿佛锁定了猎物 钉向外间 几位大人 是殿下带着陈大人的公子和太学生 在外面卖瓜果蔬菜 在此素位的羽林是王鸡的人 他们在和赵征接触之后 自然不会驱逐 黄明府大怒 直接揪起素位 我等还未耳聋 难道还听不见他们在卖瓜吗 倒是你们 他们卖的那些东西 是现在该有的吗 分明就是在闹事 其兄长黄庭柱也没有阻止 郑瑟说 不错 殿下喜欢胡闹 为阳公何等种地 你等这是玩乎职守 可 可是殿下他们 他们卖的真的是瓜呀 菜也是真的 很新鲜 黄庭柱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黄明府更是感觉 眼前这个素位通领 已然是在扇自己的巴掌了 张扬却是若有所思起来 就在此时 和太仆中阳一同下来的梦红 扶过自己如血色一般白的胡须 笑道 我活了六十多年 还从未听过这等无稽之谈 中阳笑道 年年都有怪事 今年特别多 梦君看看笑便是 亦在此时 更前一步出去的官员 传来了惊叹之声 天降祥瑞 此为天降祥瑞呀 这是周道的声音 圣天子在世 天降祥瑞已 此乃我朝之大姓 又有官员的惊呼声传来 就好像见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黄明府等人面面相去 张扬加快步子向外走去 出宫门就看见了雪地中 已经围着一团诸多官员 虽然无法看到里面的景象 但是他们已然看到 施玉使周道的手里抱着一颗西瓜 天上飘着的雪花落在身上 似乎更冷了 周大人 您手里的瓜从何而来呀 问话的不是张扬 而是紧随其后的中扬 周道咧嘴一笑 手指苍天说道 这字是上天所赐的祥瑞 上天所赐 孟宏身体微微颤抖 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周道笑了笑 笑声有些怪 孟宏听了出来 感觉被嘲讽了 若不是祥瑞 在这样的大雪天里 难道还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成 这 众人说不出话来了 有理有据 领人信服 太尉刘然 苍老钟带着几分豪迈的声音 突然传了过来 他一点也不惊讶 就好像事前就知道 殿下给老夫留两个 我家夫人最喜此物了 雨林中郎将华秋 一拳砸开手里的西瓜 宛若野兽一般狂啃起来 可见天上落下的雪花 接触到鲜嫩的果肉时 瞬间化开了 雪日里竟然也能够吃上西瓜 真是前所未有之事 汪民府没法不信了 他抓住黄庭柱说 大兄 走 过去看看 三宫九卿都到了 一些地等官员 只能够主动让路 赵征站在一辆 已经受空的车上 望着凑上来的几位大臣 说道 几位大人 这可是祥瑞 眼下就这么些了 你们来几个 黄民府的眼睛都看直了 伸手向绿油油的西瓜摸去 结果被赵征一掌拍开 此奈祥瑞 不买不准磨 既是祥瑞 殿下就应该献给圣后和陛下 孟宏上前 宛若老夫子 教导学生 赵征对孟宏那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他冷哼一声 哼 本殿下虽然没你岁数的 学问我肯定是不如你啊 但论礼数 师哥你也比不上我 这话当然是暗讽 他在招贤令上捣鬼一事 孟宏哪能听不出来呢 望向旁边的陈卧说道 殿下词言诧异 陈卧之才 想来陛下也是极欣赏的 陈卧昂首 眼睛就看向了天外 是的 熟悉的目中无人 趾高气昂 妥妥的顽固子弟姿态 孟大人的脸皮 还是真的比天地还要厚啊 如此没有敬畏之心 小心被雷劈啊 文言赵征大笑 理来提头 努力憋笑 凌厉的天气下 孟宏的脸色向上窜出血色 数字不学无数 中阳也不能够看着孟宏受辱 他说 孟君乃你等长辈 尊老德行 你们难道也不懂吗 陈卧视而不见 给刘燃行了一个晚辈礼 刘公 您要几个瓜 赵征也抱起一个哈密瓜 语气表现得很是和蔼 廷尾大人 您有几个 如此作态不言而喻 孟宏拂袖便走 中阳看着车上的瓜果蔬菜 心中实在不舍 于是说 孟君 你要哪种 我给您送到府上去 孟宏秀丽的手 钻成了拳头 憋了半天笑的理来 突然笑出了声 远处大树上一堆雪 好像被这笑声给震落了下来 刘燃拍着手中的西瓜 多少钱一个呀 冬日吃瓜 光是想想都足够新奇的 赵征说道 我听皇帝说 您可是我朝的大功臣 给您打五折 五百两 五百两 饶使刘燃早有心理准备 也被赵征伸出的五个手指 给吓了一跳 黄庭柱大怒道 殿下 你这是抢钱呀 赵征本来想的是一百两 但是皇帝比他还要狠 直接提了十倍 当时的表情 跟黄庭柱没有两样 廷尉张扬听到这个价格 神色没有什么变动 只是转身就走 他买不起 李一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记了下来 几位 此乃祥瑞 有价无事 线下可就只剩这么点了 黄庭柱盯着旁边的白菜问道 那菜呢 多少一颗呀 这个 这个便宜 一百两一颗 大人需要吗 黄庭柱的脸抽了抽 半赏说不出话来 殿下 这是从玉果园里种出来的吗 忽然 维一行和徐广安 师徒两个人走了出来 并且直接拆穿了他们的谎言 赵征神情如常 淡然说道 是不是有关系吗 维相要不要 维一行说 如此奇物 自是想要的 赵征一挑眉 那好啊 西瓜和哈梅瓜 一千五百两一颗 还要吗 身边的徐广安 有黑的脸色 在洁白的雪花前 衬托得更黑几分 阴沉地说道 殿下 相国为国担金截律 你连相国大人的钱也要收吗 而且你为什么又涨价呢 这岂非言而无信 这是我的东西 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但为相就是需要一千五百两 至于许大人嘛 我看在老许的面子上 卖你二百五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连魅演播 第47章 没有烟火的世界 长信宫中 一名老太监 将发生在魏阳宫外的事情 详细地告诉了袁太后 然后补充了这么一句 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袁太后当然知道 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想来和赵启经常骂的傻逼 有异曲同工之妙 她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寇腾 哀家的瓜 还没有好吗 寇腾将西瓜切成了两半 然后命人拿了一个勺子 递给袁太后 说道 陛下说 这样吃要更好一些 袁太后深以为然 问道 皇帝呢 怎么没来拜见哀家 回娘娘 陛下下朝后去了永兽殿 寇腾注意着袁太后脸上的变化 只是没发现任何不该有的神情 只是传来了淡若清水的声音 到底是轻声的 寇腾的脸色微变 服侍袁太后多年 她深知这句话有所不同 因为这话不该从袁太后的口里说出来 陛下是至孝之人 由此祥瑞 想必是要和二公娘娘说说去世吧 袁太后没有回话 赞叹道 天上飘零着雪花 哀家竟在吃西瓜 我们这位皇帝不一般呢 这话旁人肯定是不敢接的 哀家听说 他在外面搞了个什么商会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骨 甚至烟月两国都来了人 寇腾定了定神 是 今日方元许位连瓜果都没雇上吃 就去忙活这件事去了 昨天半日 听说陛下就赚了我朝半年多的赋税收入 此言一出 旁边的侍女被吓得花容失色 半日就赚取一个国家大半年的收入 这可不比眼前的瓜果还要惊人啊 袁太后听见这个数字 放下了手中的竹签 皇帝用了什么手段 商会会员中就有寇腾安排的人 自是一清二楚 她将商会的概念慢慢地讲给袁太后听 袁太后呢也是聪明人 很快就明白了 她惊叹道 你说皇帝那小脑官里 究竟还装了些什么东西 这话带着几分诙谐之气 便是寇腾也不敢接 选择了沉默 很快赵琪来了 袁太后见赵琪行完礼之后 便直接戳穿了她此行的目的 你想让哀家为你的商会保驾护航 赵琪看了一眼旁边的寇腾 商会笼络聚集天下之商股 从而赚取天下之钱财 这已经不是暴力了 袁太后听了这个数字之后 自然也会清楚 赵琪近拍的地域销售权 并且向商会会员承诺 地方官府乃至藩王 一旦进行某种打压 商会都会保证会员的既得利益 虽然那些商人背后和朝中的某些官员 都是有所联系的 但是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 谁也不能够确定 地方上的地头蛇不会眼红 赵琪不想花费时间精力 真的去调解 不只是因为她是一国之帝王 还因为她没有时间 也没有必要 直接从袁太后这里获得准许 那么无论是围一行 还是地方藩王都不敢出手 即便是有些小心思 那也得掂量掂量 赵琪有准备 袁太后肯定知道短短半日她所获得丰厚利润 定案会世子大开口 赵琪认真说道 是 相信母后也看出了商会背后存在的政治意义 她绝对不是单纯的为天下商人制造出一个聚集地那么简单 自古以来 市农工商有着严格的分界线 朝廷亦有不同的对待方法 商人重利益不是农丧 甚至勾结内外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将只管束起来 袁太后的凤眼宛若是北方冬日里的冰湖 没有透露出任何彼岸的情绪 她没有和赵琪深究这个问题 只是说道 你准备放多少进入国库啊 儿臣不准备放入国库 你确定这样哀家会助你 儿臣现在没法相信国库 说说你的看法 袁太后插起一块哈密瓜 赵琪看向寇腾说道 儿臣以为寇公公可以胜任 这场谈话比预料中的更快 接下来几日 赵琪忙活于野铁工坊 商会和民进楼之间 工坊所制出的第一批化学仪器 进入了课堂 都是一些简单的物件 如两桶 玻璃杯等简单之物 另外酒精灯 玻璃棒等物品 赵琪也向蒲城等人提出来一个思路 乃至望远镜 放大镜等实用性的物件 赵琪也提了提 不过望远镜的构造可不止玻璃 赵琪便去找了江座大将满安 至于元太后的凤凰水晶 目前就是蒲城也无法烧制出来 随着日子进入二十四 大梁城的街道上处处开始张灯结彩 一片火红在苍白的天地间出现 赵琪才意识到建昌十五年马上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重合元年 这是属于他的年号 没准数百年以后会有人叫他重合地 好像不怎么好听 年关越来越近了 作为大昭帝都的大梁城车水马龙 热闹非凡 但是赵琪却总觉得少了什么 思考一天之后 赵琪终于找到了原因 这是一个没有烟花的世界 是一个没有土炮子的世界 怪不得如此精进 那么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怎么能够去了排场呢 火药是在唐朝时期发明的 这东西在书本上就学过 由萧石 硫磺和木炭配比出来的 萧石不缺 硫磺那些炼丹的地方就有 木炭则不必多说了 赵琪立刻让李春去将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到腊月二十九这天 赵琪和赵征搞出了这个玩意儿 带着民进楼的学员来到西院演舞场 这里挺开阔的 皇帝 就在这里吧 赵征听赵琪说这玩意儿以后做成了 将会成为战场上的大杀器 自然是一百个愿意了 赵琪点头说道 黄兄 要不你来试 赵征竟然犹豫了 凑近了说 皇帝 我看要不让郭傲那小子来 你不是说他是唯一行的人吗 天天被我压榨也不愿意离开 看他还能熬多久 赵琪深以为然 你是他们的武道老师 你来安排 赵正文言 瞪了他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四十八章 石剑防除真知 盐武场里有一片区域 是此前照起建设各种 现代训练设施而开辟出来的 其中有一地是跳远区域 将地上的石砖都拆除 露出了下面的土面 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土面上便惊起了无数土尘 地面都为之一颤 跟在赵真后面的太监孙多 被吓得趴在地上 周围宫殿上的瓦砾 都被震落下来几块 快 救人救人 在前面写的牛奔牛眸 大声呼喊道 送太医院 快送太医院 至宿都尾的儿子郭傲 被抬上了担架 身上的衣服都炸裂了 爆炸式的头发 令人触目惊心啊 赵琪心里咯噔一声 失败了 赵真有些担心地询问道 皇帝 他不会死了吧 放心吧 死不了 赵琪若有所思 沉默片刻之后说 皇兄 看来这次 是我们火药放得太多了 赶紧赶一赶 好 郭傲的伤势 瞬间就被赵真 抛到脑后了 他激动地说 这次你看着 我来弄 守在庭外的 李春孙多两个太监 对视一眼 双腿没来由地颤抖啊 孙多手里的鸡腿 都掉到了地上 他赶忙捡了起来 在袖上擦了擦 又放进嘴里 王姬和张子军 靠近而战 王姬颇有些好奇地问 罗张 刚才那个威力 你要是处于正中 能逃出来吗 张子军双手抱歉 认真思考了一番之后 说 能 王姬说 我不信 张子军不说话 王姬忍着冲动 等会儿你去表演 给我看看 我为什么要跟你表演 这样我就会信服你了 我为什么要让你信服 你难道就不想让人 看到你的厉害 我为什么要让人 看到我的厉害 王姬无话可说了 赵征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才郭傲那惨样 他反正是不敢去了 他说这次让谁来引火呢 只见赵琪朝着王姬招呼道 王胖子 你过来 王姬眉毛一挑 暗道不妙 拔腿就往外跑 赵征忍不住地嘲讽一句 老王真是胆小 赵琪看了一眼左右的李春孙多 这两人被吓得要钻地缝呢 皇兄 你以后是要做大将军的人 这种伟大的实验 还是你来吧 赵征不想落了威风 但是他更不想去引火 我是想去的 但是皇帝你别忘了 玉果园还得需要我 而且我还要训练那群废物武道之能 何况这等戾气 我不看着怎么行啊 皇兄 国有神农长百草 今天我们才能辨别各种药草 今有皇兄氏火药 后氏之人都会借助你的 这种流明的机会我让给你 我还是喜欢带兵打仗 我是九五之尊 怎能以善犯险呢 两人一时犯了门 张子军突然来到身侧 皇上 让我来吧 赵琪看向他 果断否决 不行 子军你是镇支大将 镇是不会让你去的 赵征眼前一亮 说道 要不让孙多来 他平常吃的最多 是该干点活了 太监孙多听见这句话 嘴里的鸡腿骨头 骤然落到地上 弯下腰去 就起不来了 两眼躺下了泪水 匍匐上前抱住赵征的小腿 殿下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了 这活我做不来啊 我不能换了殿下和陛下的大事啊 赵征一脚将他踹开 吃得多不干事 确实不好 李川望着被赶鸭子上架的孙多 捏紧了手里的浮尘 他想学王级逃跑 可是不敢 他将腰杆弓得极低 站在赵棋身后 恨不得把呼吸都停止 这样陛下就察觉不到他了 骤然一声巨响 一道黑影从烟尘中掠过 一只太监穿的靴子 飞到了赵征的面前 上面还冒着黑烟 死了 赵征和赵棋对视一眼 前面的牛奔 敞开嗓子说道 陛下还没有 快来人 抬去他医院 赵棋显得有些苦恼 说道 还是不行 看来还得花功夫再研究研究了 赵征则是望着 在担架上冒着黑烟的孙多 被抬了出去 一根黑色的鸡腿 从他破烂的衣服里滑落下来 坠到地上 本来还有些心疼的赵征 瞬间没有了那份担忧 这狗东西 天天就是吃 我的银子都快给他吃光了 话虽这么说 但是赵征对赵棋的研究 产生了不稳定的情绪 皇帝 你这法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赵棋抬头 神情郑重地望向他 皇兄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样下去 咱们有点废人 老王都被你吓跑了 皇兄 任何实验都需要一步一步来 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 苍结造字 罗族养残 胡曹作医 他们也经历了多次失败 我们不能只看别人的成功 而是看不到别人的失败啊 要知道 唯有从失败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才能走向成功 要获得经验 我们只能不断地实践 赵棋走出亭子 看向一众学员 说道 实践方出真知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们可否明白 十几名学员愣了一下 其中一个人说 陛下 我明白了 失败总结经验 而实践就是行动 唯有行动才能得到经验 才能得到真知 才能检验我们是否成功了 我明白了 说得不错 看来你确实有所感悟 那么这次实践就交给你来吧 沈坠显然被召起的话给惊住了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可是陛下 我不会引火呀 刚才你不是明白实践方出真知的道理 不实践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呢 这次重任就交给你了 皇帝 我发现你总能把一件不好的事情 扯成一件很好的事情 皇兄不要瞎说 文化人的事能叫扯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由野鹤携手重CV连昧演播 第49章 重合元年 元太后听说赵启和赵征又在演武场捣鼓什么东西 弄伤了很多人 太医院都忙得不可开交了 但是有前车之鉴 想着那燃烧瓶的厉害 也就没有直接阻止 随着除夕夜的到来 赵启和赵征自然结束了研究 皇帝的除夕夜是有流程安排的 赵启这位十一岁的天子 从天还没亮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清晨时分 赵启就要在宫殿各处捏箱行礼 邀请各路神仙来宫中过年 直至中午 要王公臣子 皇室家眷 外藩郡王 共同赴宴 后面倒勉强轻松了一些 欣赏一些精心安排的表演 不过对于赵启来说 也就一般般吧 直到夜幕降临 皇帝一家才能够在一起吃团圆饭 大年初一更为繁忙 凌晨三点 赵启就被育儿拉了起来 去吃素饺子 是为表达碎庚骄子 以及纪念先祖 到晨光威夕时 赵启穿上正式免服 至宣誓殿 进行开封仪式 所谓的开封 是在小年那日 皇帝在及时将天子印喜 玉笔等物封存起来 算是休年假 只不过这年假 是相当的短暂 紧接着 赵启跟随着圣后娘娘 接受百官的歌颂奏折 并且还要赐予百官新年红包 实际上是有装着金银的荷包 实际在此之前 赵启还辛苦地写下了 诸多的福字 在小年那日 赐给官员做新年礼物 仔细想想 这座皇帝还有些亏 随即 于魏阳宫 举赫岁大典 结束后 赵启又向元太后 闽太后拜年 最后在茫茫碌碌之中 开启重合元年 吵闹的常乐宫外殿中 古东明面色冷峻 似乎随时会从上面 掉下一块冰块来 他说 国战前一定战后灾民 所预定的是一百五十万两 但是上报来的 竟然高达三百七十万两 亏空高达二百二十万两 这个字我不敢签呀 少府柳渊也是寒生说道 涌入京都之灾民 诸位都清楚 陛下每日担金节律 从中掉拨了多少钱两 如今单此相亏空 就累计至此 谁敢相信呀 太尉流然怒道 亏空高达二百二十万两 你们就打算扔在 功劳天灾之上 此言一出 满汤皆尽 这个你们 已然是指徐光安等人 唯相 你总领百官朝政 现在打算怎么办 圣后娘娘 自有威仪的声音 从内殿传出 赵琪安静地坐在旁边 去年开支自然极大 但是累计亏空 已经高达五百二十万两 就离谱 然而是他听了 也不禁为之一阵 身为辅政大臣 又是丞相的唯一行 对于此事 自然又无可推卸的责任 他安坐在前列 河下的山羊湖 好似又白了许多 神态极其放松 与其中带着一些叹意 曲碎年初 南方大义 有逢北将荆州 犬戎三大战士 激起宅民无数 上阳都江大水 毁民社无忌 扬赖圣后陛下 如天之德 这么艰难的日子 我们总算是挺了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 的确是千难万难 赵起和圣后在内殿里 只能听见他们的谈话 但是看不见人 和一行前面的话 显然是在说 他去年之艰苦 但圣后娘娘脸上 不见喜怒哀愁 只是享受着 赵起带来的哈密瓜 最艰难的日子过来了 险下臣以为 方法无非是 开园节留两条路 以弥补国库之亏空 从何处开园呢 圣后如何不知道 唯一行等人贪末 现在之所以不治他们 也是为了看唯一行 是否拿得出办法来 如果只是从国库里拔钱 却无法弥补国库之亏空 那他自然要考虑 重新安放唯一行的位置了 唯一行也明白 其中的道理 他说 我朝两景灌绝天下 西强南蛮 一族一知心向往之 甚至烟月两国 已十分倾慕 臣以为 既然烟月洗两景 朝廷可派人 前往烟月游说 互通关口 重建互世 索阳侯方正南 极其强硬地说 臣不同意 逆烟逆月 才与我朝大战 我朝数万将士 以及数十万百姓 皆沦丧在他们的铁蹄之下 为相送利于敌国 乃养虎为患 唯一行说 非也 两景又非战略物资 这不是送利 而是取利 刘然说道 即便如此 要多产两景 就须多产蚕丝 去遂几场大战 但诸多田地损毁 唯相此法虽然不错 但也只是空谈呢 唯一行说 可以改道为丧 内殿的赵启听见熟悉的大明国策 神情危机 他没想到唯一行竟然会想到这种办法 不过很快就遭到了顾东明的反对 相国大人 去遂大战洪涝 诸地粮仓都为之一空 就连西元府库都已告急 相国此法 决然不妥呀 唯一行皱起了眉头 他不是大司农 这个问题 他倒是没有考虑到 沉默片刻之后 徐广安 朝礼行礼之后 缓缓说道 大司农此言 倒是令我醍醐灌顶 商君曰 圣人治国之药 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 则民谱 而可正也 而商人重力 懒天下之财 不是农丧 仅国家有患 或可令商人 承报自家财产 提高税率 无论是前朝 还是如今的中原三国 重农一商 都是从未更改过的国策 徐广安说出这样的办法 并不新鲜 因为前朝就有帝王用过 不过对于商人而言 是否明白其中的深意 就不得而知了 而那些不明白的商人 若是瞒报财产 最后就会遭到朝廷的清洗 从而将其财产尽数收支 悠闲靠着的赵琪冷笑一声 徐广安看似深思之后 才说出的话 在他看来并不简单 自己在贺云松建立商会 正是印了徐广安那句 懒天下之财 这个夺商人之力的办法 显然是思考良久之后 才提出来的 但是徐广安等人 显然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现在的商会 不止他一个人 圣后娘娘也算是入了股的 刘然一眼就看穿了 徐广安的想法 他笑着说 徐公 建昌十二年 浪中地震 便对天下商骨累加重税 如今我超商税 已超烟月两国 今才过去三年 再加重税 恐怕这些商人 就该四散而逃了 虽说商人舍本竹墨 但也是陛下之子民 徐公之法 难道是要将我大招商人 都敢去烟月才甘心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章 镇有一法 在徐广安看来 刘然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他说 若是人人都像刘公这般 去在一旁之末节 那我等也没有必要 继续站在这里了 刘然冷笑一声 若这些都是旁之末节 那什么才是你我应该注意的呢 连天下百姓都可以唾弃 又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此言有些诛心啊 这是在直接指责徐广安 放弃江山设计 刘公此言不无道理 如今伤税已快要达到本朝之罪 距离建昌十二年才过去三年 若现在又家 实为不妥 说话的是扶政大臣桓浩 这让徐广安觉得很是恶心 带着几分鄙夷之色 他说 建昌十四年 慎侯家天下田地税 为朝廷开源 义是成为宫中美坛 人人称赞 广安也是钦佩不已啊 这番话几乎是在戳桓浩的蒋谷了 桓浩神情不变 双手自然落在膝前 平静地说 此一时彼一时 时事本就是我等要考虑的问题 徐大人安居高位 不会这点道理都不懂吧 徐广安难以想象 这种事环浩都能够厚颜无耻地解释成时事 心里更是觉得恶心至极啊 唯一行沉稳地说 沈侯在时事上的观测 我也是佩服至极的 简长十四年 沈侯在地方追加田地税 借国家之困顿 如今想必沈侯 已经有更好的开源之策吧 环浩文言朝里看去 他即便有一些开源的办法 也不是能够在这里说的 立马转移了话题 郑重其事地说 因战乱而导致的灾民 比事先预算地超出二百二十万两 当日治灾民之策 是维相所提出的 但最后非但失败了 还亏空如此之多 这银子可不是洪水 跑得那么快 V型神色如常 我看过了统计 出错的地方 是没有将京都和荆州两地 分开计算 才造成了我们以为的亏空 毕竟几个衙门 昨夜才将公文递交上来 计算出错 也情有可原 说着 为相望向了顾都明 实际亏空 是一百万两 仰赖圣后陛下先见之明 和诸位成功 禄力同心 才为朝廷节省了 如此多的钱两 燕月两国 对大招发动的战争 本就超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 起初没有人会认为双江沦陷 最后所耗费的钱两 自然远超原本预算 唯一行最后将功劳 归功到了圣后皇帝 和列位功臣的身上 也是想结束这个议题了 亏空一百万两 这个数字算在情理之中 赵琪看了一眼 显得极为泰然自若的元太后 起身在旁边的池子里 洗了一个手 用毛巾擦干 走出内殿 几位大臣看他出来 也忙行礼拜见 赵琪淡淡地说 刚才徐广安说 圣侯在建昌十四年 向先帝建言加收天下田地税 话里讽刺得很明显 就是不妥 既然认为不妥 又为何要寒杀摄影呢 他脸上满是笑容 完全看不到生气的模样 如此直接地将话说穿 徐广安感到非常惊讶 也就哑然了 只听见赵琪 带着几分感慨的语气说 都说新年新气象 一些避震就改去革除 建昌十四年所加之田地税 不妥 很不妥 应去之 丞相 你以为呢 维一行望着小皇帝脸上 骤然消失的笑颜 说道 陛下人心 但国家如今困疚 正是万民同心之时 赵琪一声冷笑 打断了维一行 维一行望着这位 将满十二岁的年轻天子 这么久以来 他也算了解一二了 别看他总是对大臣笑颜纯纯 实际上 那双背在后面的双手 已经在藏刀了 袁世财和柴端两个人的下场 就是最好的见证 刚才维相说到开源之策 难道维相的开源之策 也只有从百姓的口袋里 开源了吗 赵琪想到了 难民营里的那个老人 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也就有几分怒气了 梁锦被否决 伤税被否决 小皇帝这是想做什么呢 维一行往内殿看了一眼 却没有传出圣后的声音 赵琪望着沉默的众人 叹声道 哎呀 你们这是无计可施了 徐广安行李说 陛下 即便伤税不可行 梁锦也并非不可 田地不够 可以减少对烟月的份额 墙满等一族 对梁锦的需求量 还是极大的 赵琪点头说 确实可行 但如此许清以为 足够弥补亏空吗 今年灾区的重建 又是否足够 边疆官房的修缮 又是否足够 国库总不能一直 这么亏空下去 若是如此 等待着朱卿的是什么 不用朕讲了吧 众人默然 片刻之后 柳然俯首说道 国家疲弊至此 臣等有罪 方正男也归了下来 臣等有罪 这就好像是 事先排练过似的 桓浩也同步跟上 皇上天宗圣明 请皇上示下 圣后还是没有说话 徐广安 顾东明等人 便只好跪下 作为辅政大臣的 桓浩都跪下了 他们又岂有 不跪之理呢 维一行啊 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圣后始终沉默 一时之间 他也只好顺势屈膝 请皇上示下 看来朱卿 都想不到 更好的法子了 那么只好由朕 给你们指一条明路 赵齐俯瞰众人 缓缓吐出两个字 一战 维一行等人皱眉不解 一战和弥补财政亏空 有什么关系呢 丞相 我大昭有一战多少处 每年所耗费之钱粮 又有几何 照起似笑非笑地望向维一行 维一行略做思索 说道 回陛下 我朝有一六百余处 每年为此投入钱粮 约七八十万 一战有一城 立元及帮工 大一有元数百人 小一也有数十人 其中配有 马匹军械牲畜等 故耗费颇具 这问到业务 维一行回答得很是完善 毕竟啊 顺后在里面听着呢 赵齐笑着说 既然耗费颇具 为何不用之为国开源呢 维一行的神情 极少见地出现了恶然之色 可以说是满脸问号 还好等人也不清楚 心想着 驿战怎么可能为国开源呢 竹青可有思过 我朝六百多处驿战 去除北疆荆州两地 因战事所用频繁之外 其余地方一年下来 空闲了有多少 朝廷花费如此多 钱粮供养 又无甚用处 岂不是浪费啊 古东明一时顿悟 俯首大败 陛下一语道破玄机 臣拜服 只是陛下 不知一战耗费 钱粮是真 又如何用之开源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一章 古代快递 几位大臣都知道 这位天子思路独特 高深莫测 从直言之法到酿酒之法 手段的确在很多时候超乎他们的所料 能做官的人 又会有几个是笨蛋呢 这时候啊 圣后没有发话 他们自然配合着小皇帝 召起双手浮于身后 小咪咪地望着下面的人 一战之所以每年后费巨大 是因为只能作为官府所用 若是将其范围扩大 百姓商人也能使用 朝廷自然能从中获利 作为掌管天下钱粮的大四盟 古东明隐隐明白了赵琪的意思 随之皱起了眉头 现如今商贸来往极为的频繁 在西元北江荆州之地 商队为罪 若是能将驿战开放出一部分 为商业用途 一部分为民用用途 商会雏形已经建立 诸多商股也已经在自己 所竞排下来的销售区域修建工房 而商会的存在将会把大昭京都 打造成全国经济中心 源源不断的商队来到京都又离去 在路程上的消费便由一盏全包了 所谓商业用途就是向商队提供驱穿柱形 乃至货物仓储 如此朝廷就能从商股的手中收取钱财 而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便利 民用方面作为书信杂物之间的传递 就如同此次年关 单是太学中的学生和家里的书信往来 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不需要收取太多的费用 即便是一两门钱 在这方面无法盈利多少 但也能补足驿站之消耗 每年朝廷就能少一些支出 很明显了 赵琪说的就是后世的快递 只是在这个时代推行快递 真的能行吗 唯一行等诸多大臣听完之后 的确是眼前一亮 对皇帝陛下的思路佩服之至 然而 即便是刘燃这样的老狐狸 这次也认为赵琪的方法不妥 众人没有立即说话 搂眉沉思 元太后从中看到了几分可行之处 语气轻忧传出 唯相 皇帝的开源之策 你以为如何 鼻行一脸严肃 掠作沉吟 徐徐说道 陛下之策 臣以为不可行 赵琪似乎早已预料到 他会这么说 神态平静如水 李行向他行礼说道 一战之重 在于军国 而军国是何等大事 其中皆是军国机密要事 干系设计和国家之安稳 陛下之策 非但将一战向天下商骨开放 还向普通平民开放 一旦落实 将会导致一战秩序混乱 朝廷不能舍本竹墨 因小事大呀 圣侯老神在在地坐着 他根本没有做太多的思考 因为不需要 陛下英明 此策笔之家商税 高明百倍 臣以为绝对可行 圣侯寂寞片刻 问道 许爱卿呢 徐广安规规矩矩地攻身答道 乡国所言方为正理 陛下之策 的确能为朝廷开援 但一战往来诸多机密公文 一旦有诗 将危及设计 况且 商骨百姓 同来往官员同驻一战 这也大为不妥 这说的呀 是地位问题 也就是尊卑有序的问题 市农工商 农在事后 商更在末端 现在赵琪 却要让这些人 都入驻驿站 变相地将驿站 变为了沿途的客栈 鱼龙混杂 这决然不妥呀 圣侯没有继续问徐广安 刘然想了想 才回答道 陛下此策的确告明 不过 是涉国家安危 圣侯娘娘明见万里 老臣不敢妄下断言呢 如此风格 倒也极为符合这老狐狸 圣侯不意外 但还是觉得有些失望 他缓缓起身 走了出来 望向顾东明说 大司农 你可有什么高见 顾东明眉眼低垂 正在沉思 听到圣侯问话 也是不疾不虚地说 相国 圣侯和许公之言 都有道理 怎么着 这顾东明 要学刘然那 滑头之言了吗 他接着说 但不可否认 陛下之策 的确能为国开源 身为大司农 他最是清楚 大昭如今之处境 他既掌管天下前梁 若亏空无法弥补 首当其冲的 还是他 因此 当务之急 是弥补亏空 他沉声说道 陈刚才粗略算了算 在京都客居的商人 就高达万人 这几日来 因为贺云松筹建商会 更是余日俱增 再加上诸多学子 已余八万之数 若是再算上 在京都城中武功的人 这个数字 还是颇为恐怖的 也代表着陛下 所言之策 有可行之处啊 照起闻言为今 顾东明能够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 大概说出一个数据来 足见其还是有能力的 不是那种 只知道贪磨的佣关 圣后娘娘的脸上 露出了几分喜色 他问道 如此说来 此策的确是 能为国开源了 顾东明斟酌再三 是的 相国所说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但陛下之策亦是不错的开源之道 说到这里 他突然停顿下来 然后望向了赵琪 攻身说道 陛下之圣名 臣等南极万一 请陛下明示 大四农指掌天下钱粮 目光之长远 令朕很是欣慰 赵琪先是赞叹了一句 众人恍然大悟 纵观皇帝陛下此前种种 又怎会忽略 违相说的那些问题呢 想到这里 刘燃柳渊都不禁朝 还好望去 心想不愧是侍奉过先帝的 所观所思就是不一样 还好双指 拂过白眉 一脸高深莫测之色 唇角带起玩笑意 赵琪夺着步子 缓缓说道 既然军国如此之重 那朱卿又为何要将之拿来 和普通的仓储货运 书信传递混为一谈呢 据朕所知 驿战除了军马之外 更多的是罗马 可大多数时候 军报公文都是用军马传递 那么这些空闲起来的牲畜 用来托运货物 用来传递书信 不是更能误尽其用吗 至于你们担心的泄露问题 将二者分开便是 以上阳于中天阙等地驿站 战地高达六七十亩 分一部分出来 难道不行 既然都划分出来了 就更不会存在 许爱卿说的 尊卑有序问题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52章 朕自有办法 照起平淡的话语 落入圣后的耳中 他憨手似乎是认可了 少府清柳渊 或是看到此册的可行性 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陛下 臣有疑惑 爱卿尽可直言 柳渊拔持了身板 周眉说道 若陛下要推行此册 驿站也如陛下所料 军用商用民用三者 能有条不紊的单独进行 但就如刚才大思农所言 京都客商 学子 物工等人 已超十万 这是何等的庞大呀 若他们要计算货物 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 且不说秩序混乱的问题 就是一战面对 如此庞大的货量信件 又如何保证 其间不出错呢 赵启淡然一笑 说道 朕有办法 说着 赵启命人端来笔墨纸宴 在众臣的注释之下 分别在宣纸上 落下几个字 其中有油 有货 还有储物等字样 油是油正的油 货物的货 储蓄的储物 赵启将枝切割 分开成举形 宛若后世的钞票一样 数位大臣 包括圣后娘娘在内 看见赵启写出来的字 都不清楚 赵启是什么意思 他们这位皇帝陛下 莫名其妙的招数 实在是太多了 圣后娘娘有时候都在想 这小子究竟是 从哪里学来的 这些东西呢 小小年纪 竟懂得如此之多 为此 他甚至向敏太后 套过话 问了赵启在冬月时 除了先帝安排的两位先生外 是否还有别的人 在教导他 但是敏太后对此 守口如瓶 倒是让他一改 对敏太后 只知享受的看法了 赵启微笑着说道 此为邮票 此为货票 此为储票 邮票邮寄信物 货票运送货物 储票储存货物 其余的同理 柳渊文言点头 但是太尉刘然 却抢在了他的前头 说话 而且是俯首败下 陛下圣名如此 万民必将感恩戴德 若能落实此策 不知会有多少身处 一乡而无法妖记 相思的百姓 会感念朝廷啊 感念陛下呀 柳渊微微皱眉 急而摇头 这个刘太尉 实在是有些无耻 刚才还磨棱两可 怎么现在 就如此果断了 陛下 臣也有疑惑 便在此时 徐广安突然站了出来 赵启没有丝毫的诧异 笑道 徐清淡说无妨 徐广安说 邮票 货票 储票等 皆以纸张制作吗 若是如此 陛下又打算坐驾几何呢 邮寄书信 若是太广昂贵 也无人愿意购买呀 徐爱卿放心 朕自有办法 又是有办法 这皇帝陛下 究竟有多少办法呀 方正男听得都一些麻木了 他对于这些 自是查不上话的 徐广安躬身说道 请陛下明示 赵启说 朕有义法 可改进造纸之术 以后人人皆可用纸 徐广安震惊了 圣后娘娘也震惊了 赵启天天用纸 当然了解过 如今这个时代的造纸术 倒并非还处于初级阶段 现如今他们所用的纸 实际上 就是蔡伦改进之后的纸 只是即便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但是造纸的原料 没有得到太大的突破 也就导致了纸张短缺 很多时候还是在用竹简 也只有赵启这样的帝王 才能在上厕所的时候 还用纸 普通的平民 自然就只能够用竹签 想想都有些害怕 赵启要做的是制造出竹纸来 而竹子之所以没有成为造纸的原料 是因为竹子纤维硬 脆 而且一断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除此之外 他也可以推广脉杆 道杆 以及弹皮等物作为原料 人人能用纸 皇帝当真 圣后娘娘有些不确信地问道 然也 赵启一挑眉 颇有几分自得 圣后眉觉得他这是少年心性 反而在这一刻 感觉自己都有些 看不懂这个儿子了 莫非真的应了先帝那句 此天赐麒麟儿 此镇之麒麟儿 柳渊有些激动地问 陛下 是何方法呀 赵启笑着摇头 当下诸位公卿 不是深究此事的时候 听见这话 他们就明白了 赵启不愿意透露此法 不过皇帝不说才正常 柳渊这么问了 反而过于梦朗 若真的如陛下所说 有改进造纸术的方法 那岂能告诉他呢 他又岂能追问呢 想到这儿 他后背一声冷汗 弯着腰后退了竖步 或许是赵启的话过于震撼 以至于殿中沉默半声 直到方正南一声众息 传了出来 他是军人 这样的氛围 属实觉得尴尬 唯一行倾咳了一声 向赵启行礼说道 陛下 老臣也有疑惑 向国请说 赵启一抬手 做出请的姿态 唯一行说 陛下解决了军国和商用民用之间的混乱问题 也解决了士大夫和百姓之间的尊卑问题 甚至为此改进造纸之法 想来 这也是陛下的开源之策呀 赵启神情威力 众所周知 纸的需求量那是极大的 比起所谓的信件还要庞大 若是赵启改进了造纸术 这自然又是一笔非常恐怖的收入了 唯一行说这句话 其用意自然是担心赵启再将之彻底收为己有 钱财不入国库而入私囊 就如同肥皂香水一般 不愧是丞相啊 这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赵启呢 没有回答他 唯一行也不需要他的回答 因为圣后已经明白了 他沉吟道 陛下所思所虑很是周全 但还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听见他如此笃定的语气 圣后娘娘也为之色变 定了定神 赵启说道 哦 请太夫指教 唯一行镇定地说 我大昭江雨 未居中原第二 但境内逐地山高险阻 特别是山南三州之地 进入八州后 官道上坑洼无数 若遇到下雨天 更是泥泞不堪 向北的北江四周也是如此 道路并不好走 为京东五州和西原一域的道路 较为平坦一些 但是前往西原 也要通过太风山脉 若是驿站向这些地方输送货物 如何能保证朝廷不会亏损 而是盈利呢 赵启点了点头 他是认可违行的 这老家伙虽然和他不对付 但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并非是一无是处啊 所言也是谋国之言 向国放心 朕自有办法 熟悉的姿态 熟悉的话语 方正男彻底麻木了 柳渊甚至下意识地说 又是自有办法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53章 要想赴 先修路 众大臣发现 这皇帝陛下的办法是真多 甚至唯一行看到赵启 那表现得人畜无害 还带着几分和爱的笑容时 觉得皇帝在耍他们 无论是柳渊 还是徐光安 一或是其他 他们怀疑 自己所提出的问题 皇帝已经料想到了 但就是没一次说完 见赵启没有直接开口的意思 为一行攻身说道 还请陛下名言 赵启倾笑一声 拔高了声音说 不知诸位爱卿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 想要赋 先修路 这句话呀 不只是民间俗语 也是经过了一定的历史验证的 唯一行等人身为朝中重臣 自然是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如前朝初建之时 宁官员从地丘城 修建通往大梁城的官道 为此才打通了大梁山脉 无数上好的梁井 通往了前朝帝都 为国增加了不知多少财富 时至今日 虽然昭国和燕国 没有商贸往来 但是从大梁城 通往北疆的官道 依然是如今大刀的重要枢纽 赵启微笑着说 道路不畅 则生貌不忘 朱青应该都明白 就是因为道路的糜烂 才导致了地方百姓 和城镇之间的割裂 山货进不了城 也卖不出好价钱 顾东明试探着问道 所以陛下的意思是 要修路了 赵启点头 维一行等人面色微变 虽然道理是如此 但是修建道路就要蒸发民工 国家也要为此花钱 但是他们来到这里 就是为国开源 弥补国库空虚的 陛下这样一来 不是又回到了原点了吗 要不是陛下 此前的确是提出过 很多实际性的方法 此刻已经有大臣开口说教了 赵启自然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不妥 他也只是借此机会 将水泥送入这几位大臣的眼中 他微笑着说 朕的意思是呢 新设立一个衙门 名为游帝 游义城总领 刚才还在谈修路的问题 赵启却又突然间转变了话题 不过维一行等人都不觉得奇怪 他们在等待着下文 于是赵启接着说 就如相国所言 很多地方官道运输起来颇为麻烦 而修缮道路又耗费钱粮 若在全国范围内修路 这显然不是现在的国库 能够支撑得起的 但游帝的设立也是初次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没有具体实施 就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朕的意思是 先以京都为中心 向西到商贸极为繁华的西园城 向东到我朝中部重镇 商贸往来频繁的京中城 以此作为试验点 若是半年后可见成效 便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而官道的修缮 便从京都出发 先向东西两个方向推进 与寻常的修缮方法不同 朕有一种东西 名曰水泥 大概是这位皇帝陛下 说出来的新鲜词汇 已经很多了 李星等人都已经开始适应了 神态再无之前那般震撼 依着流程 询问水泥是为何物啊 赵启大概将水泥的特性 以及生产方式告诉了他们 方正男超乎意料地 瞪大了眼睛 惊叹道 陛下 若是能用水泥来修建城池 那我朝的城池以后 岂非是固若金汤啊 众人都是身以为然 唯一行说 若是真的如此 官道也不需要年年维修 不但节省了人力 也节省了物力啊 赵启笑道 其实水泥只是初级 混凝土才是重点 混凝土嘛 基本上就是水泥沙子 石子还有水 四种材料 半合而成 水泥都有了 混凝土自然不难了 将混凝土的概念 告知众人 方正男惊愕地 有些说不出话来 片刻之后 他还带着几分激动说 陛下 若是用混凝土 修建城关 今后燕军再敢来犯 索阳关和巨马关 下后争狗贼 即便领百万大军前来 臣也不惧他翻毫 他们明明在说 铺路的事 可是身为将军的方正男 直接就联想到了 此物在军事上的应用 刘然说道 不止如此 通往北疆的道路经常损坏 不但导致行军缓慢 就是运送军粮也十分困难 若是凭借混凝土 修缮通往北疆的关道 以后北疆一旦发生战事 我们的支援速度 将会颠覆逆烟的认知啊 维一行觉得 他们都说得太过遥远 赵启义是如此认为 但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他们这虽然是一场财政会议 但是又何尝不是为大昭 今后一年之发展 做出一定的规划呢 修路是一个漫长 且浩大的过程 让他们都看到水泥的妙用 以后才能敲定修路的国策呀 维一行很是镇静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他说 以陛下所言 生产水泥的原料并不稀少 只是需要扩充人手匠人 扩大生产量即可 不过究竟这水泥混凝土 是为何物 我们都还没有见过 言下之意就是 让赵启义带他们先去看看 这种漁果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 自然要认真对待 赵启在烧制玻璃之前 就已经让蒲城准备水泥的原材料了 其间他也配合着进行了数次实验 水泥早已出现在了外面的野铁工坊中 赵启说道 这是自然 不过生产水泥所需极大 朕的意思是 可以择地兴建一个工坊区 他是在外面修建了专门的野铁工坊 但若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自然不能够如此粗糙 何况无论是他在外面所建的野铁工坊 还是其他工坊 以后待他亲政或者有权柄在手之时 都将收归朝廷 并且为之设立部门管理 如此便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 规划出一片工业园区 其实啊 不止水泥 红砖的烧制 他心中也有了想法 这些都是能够为国家带来收入的 如今天下没有战士 自然要抓紧步伐了 如此 朱卿对皇帝所提 设立游地为国开源一事 可还有意义啊 圣后娘娘起身问道 实际上 皇帝这已经不是一种开源之策了 中间所提到的造纸之术也是 V行领头说 以京基西元荆州 作为先行试验之地 臣以为可行 环号跟上 臣复义 陛下天纵英明 臣等微笑死耳 臣复义 臣也复义 京基西元荆州 是打造较为发达的地域 无需修路 也能够顺畅地通行 玄机 赵起将游地一些细节 和几位大臣商讨 直至深夜 才结束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四章 马鞍的请求 寒冷的空气流窜在皇宫各处 某些树枝上还裹着透明的冰块 将座府 内饰 将座大将马鞍 跟在赵起的身后 他身上穿着官袍 都已经洗得发白了 上了岁月的脸颊上 被侵蚀出了条条沟壑 此刻尽数被笑容所取代 穿着双木鸡的鞋 走路哒哒哒哒响 他喜欢穿木鸡鞋 哪怕是在如此寒冷的冬日里 赵起看见的时候都惊了 马鞍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阴沉寒冷的天气里 陛下竟然会来江作府 他换鞋都没来得及 皇帝便已进来了 好在赵起也没有责怪他 跟赵起忙活了一天 他感觉自己的眼界 开阔了数十倍 自然是说不出的开心 没想到 竹子竟然也可以用来造纸 陛下真是神人哪 赵起今日就是来传授 马鞍用竹子为原料造纸的 赵起叮嘱道 造纸之术不可外传 几道工序一定要分工完成 你可明白 二十多道工序 赵起当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就全部完成 就如踏竹之后 就需要将竹子 放入石灰石池和水池之中 烟毓于瓢尽 光是这一个过程 就需要四十多天 赵起也只是同马鞍 进行到了这一工序 至于为何赵起要特意叮嘱马鞍 此法绝对不可以流传出去 所考虑到的那些 无力不起早的商人 一旦让他们在这种时候 就获知造纸的方法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老臣明白 马鞍的一身还带着湿气 隐隐间还有竹子的味道 陛下 下面几道工序 能不能再给老臣讲讲啊 这人老了 记性也跟着老了 虽然赵起已经大致和他讲了一些 但是如此神奇的技术 耐不住地向往啊 马鞍给赵起的印象呢 就是一个痴迷于将数的老头 甚至为观的道理他都不懂 他能担任将作大将之职 所凭借的都是手中的技术 和先帝的赏识 因为这宫中诸多殿语 都是他组织修建的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在开宫之前 他就能够预算到 自己要多久完工 数年来没有一次延误工期的 即便是遭逢大雨 他也能够如期完成 为此 康帝还经常称呼他为 马金炎 但马安娜忽冷忽热 独来独往的性格 致使自己人缘不好 康帝所称的名字 就再也没人用了 赵琪本来也不清楚 这还是玉儿在调查之后 告诉他的 等第一批竹子烟雾瓢 朴镜后 这人会再过来的 你组织人手 多看下竹子 话虽这么说 但赵琪还是将 下面的几道工序 细细地讲了一遍 不是老臣 怀疑陛下的方法 只是我们难道 不是应该先做出第一批主旨吗 老臣听说陛下为国开源 而开游帝之路 也是以京基为中心做试点 那我们 照起一抬手阻止了他 平静地看着马安说道 造旨和游帝不一样 这自然不一样 游帝之策属于国策推行 要说服违行等重臣来推行 自然要慎之又慎 造旨呢 他有足够的把握 而且面对的人也不是违行 马安老脸一正 明白了 照起转移话题 问道 去遂正让马清设计的 几种防身武器 可做好了 陛下稍等 马安转身离去 片刻之后 他拿着一个长1.2寸 通体银色 上面镌刻着梅花图案 颇为精致的物件 走了过来 陛下让老臣打造的 梅花绣件已成 陛下请看 马安对自己的手艺 还是颇为得意的 他接着说 老臣试过了 三十步内 可取敌人性命 这时候的绣件呀 几乎都是单发双发绣件 赵起只是给马安提供了一些思路 他便将梅花绣件做了出来 主要是经过 贺云松酒楼的那一场刺杀 赵起感受到 即便是有隐秘位的守候 也是不够的 他的身上 总要藏些手段 以防不测 赵起接过 藏于手掌之下 搬动钢片 只闻嗖的一声 灵力的疾风呼啸而出 木制的门面 骤然出现清晰的洞眼 又天光洒入 赵起推门而出 小剑已经没入了假山石缝了 赵起大为称赞 不错 马清不愧是我朝第一神将 正看那神宫铸造坊的神宫之名 马清才更为合适 听到这话 马安老脸上的笑容顿时脸去 反而变得拘谨局促起来 这让赵起看了很是别扭 满朝的大臣 即便是围形见了他 也在表面上得恭恭敬敬的 唯独马安面对他 既不会像那些小官一样 又见到天子的紧张 更不会有全臣见到他时的洋装 该有礼数的地方 他不会出错 但是寻常的谈话 他也能和赵起谈笑风生 如此姿态 定是有事相求啊 随即赵起一语戳穿 马清是想去站在外面 开设的工坊吧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陛下 老臣对陛下创造出的 新奇之物很是好奇 陛下可否准臣一关呢 赵起没有立刻回答他 只见马安头顶的忠诚度 一百 能力值九十 身为江座大将 铸铁自然也是 极强的 马安除了是朝中的大臣之外 其实各方面都比蒲城要强 而且蒲城过于内向 并不善于管理 但是让堂堂的江座大将 去外面管一攻防 未免大才小用了一些 若是元太后知道了 也定然不允 思虑至此 赵起和颜悦色地说 马清求学之心 朕岂会不知呢 不过马清在朝中重臣 不能轻易 不过马清若真想去看 有空的时候去便是 马安心有不满 行李说道 陛下 老臣辞去这官位 可不可以去啊 赵起惊住了 马安正色说 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了 什么也学不到 陛下这就全了老臣 这份心吧 不用问 赵起自然是不允许的 他也不敢允许 赵起俯身 扶起他说道 马清说笑了 这样吧 若马清有空 便去工坊 指点指点那些 技艺尚且不惊之人 另外无论是 星形刚炼之法 还是水泥 马清找蒲成 他会悉数告知的 马安大喜 老臣叩谢陛下 被一个头上大半 都是白发的人 行如此大礼 赵起还是有些不适应 他表示 马清不必行此大礼 只需要记住进去 然后出来即可 这话中的重点 很容易就能够辨别 马安当即就以自己的双手做保证 绝不泄露半点机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五章 再见老丈 重合元年 第一场雨 在正月初期落下之后 第二天 阳光便带着清凉的风 从北方吹拂而来 风中还有冷意 让人不敢退去棉衣 清凉的风 从北带来了第一则消息 是关于燕国和去岁新建立的奇果 去岁燕国对大昭发动了一场极为庞大的战争 联合越国自北将荆州全面进攻昭国 但最后因为粮草被毁 同时燕国镇北大将军 太上宗师慕容四水 自立而失败 燕帝当即调兵北上平叛 但草原上的北幕 没有答应燕国的请求 联合夹击慕容四水 两国对峙数月 摩擦也只是有些小摩擦 慕容四水领兵亲至 寒水关燕郡军心大动 朝中诸公大多对此战不抱希望 毕竟是燕昭两国之战 损粮无数啊 只是燕帝不死心 有句俗话说的很有道理 犹豫就会败北 慕容四水 或是看到了燕国朝堂上 君臣不同心 这位太上宗师 亲自领白居君 齐席燕君 若不是十千玉绝 七令仙子石样红即时发现 并且冒险拦下了慕容四水 只怕燕君已然落得大败的下场 只是如此 石样红面对白居君 受伤颇重 这场战争已是因此 而彻底转入了外交层面 燕国想要让慕容四水称臣纳贡 但是慕容四水的态度强硬的可怕 奇怪的是呢 慕容四水也没有因为击退了燕君而称帝 赵启拿到此封情报 是在大梁城外 他今日要去见一个人 大梁城向东五十里有名户 去年很多受灾的难民之中 有很多灾民 因为亲人已去而没有回原籍 有些从上阳而来的百姓 都被安置在此 圣后娘娘为此 亲自赐名昌丰义 归在京都府之下 意味着来年昌盛风貌 来年便是今年了 平原之上 隔着较远的距离 穿过农田千墨 照期已然看见了乌社俨然 纵横交错的道路之间 有孩童嬉戏 在简陋的乌社前 有犬肺之声游远极近 昌丰义还在修建之中 不过 人口也不多 只有不到三百户 其中几十户都只有一个人 比如长生家就只有他一个 长生是赵启在难民营 见到的那位 他喝水就像是喝酒一样 晒太阳都会眯起眼睛 水生 长生 你俩可还年轻力壮着呢 不要动不动就歇气 我都还没累呢 一块土地肥沃的田地里 穿越过来最为冒险的一次 倒不是说他带上了玉儿 而是隐秘位的布置极为松散 毕竟这里是普通百姓的住所 赵启不想搞得太过大张旗鼓 走上田梗 故意打扮成半个农民的赵启 望着那熟悉的老头子 他喊道 老爷子 谁是水生长跪啊 长生老爷子 勒住一身霸道力量的黄牛 但是两头黄牛硬是不停 拼命地朝前 拖着长生爷走 停下 水生 长跪 长生爷一声暴力众贺 黄牛果然停了下来 赵启有些哭笑不得 原来是这两头牛 叫做水生和长跪 田梗上吹来的风 很是凉快 站在旁边的玉儿 紧了紧身上的棉衣 是的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深色棉衣 长生爷的脸上 浮现出熟悉的灿烂笑容 小家伙 几个月不见 都长这么高了 今日 天空上也有太阳 金色的阳光斜斜落下 他那显得干巴巴的脸上 被附上了一层金光 赵启笑着回应道 哎哟 老爷子 几个月不见 都长壮了不少啊 长生爷下意识地低头 起而哈哈大笑 远处有农民 看到赵启等人 心里虽然疑惑 但是看到他们身上 穿的都是普通的衣着 便没有多想 女娃子 你生得更漂亮了 长生爷笑咪咪地 望向站在赵启身边的玉儿 接着说 你们两个可真是狼才女貌啊 本来还想着回话的玉儿 在听到后半句话之后 被修意侵占了全身 最后低下了头 盯着自己的裙摆 小声说道 长生爷 你看起来硬朗了不少 瞎话也更多了 长生爷大笑 王鸡盯着两头壮士的黄牛 好奇地问 老爷子 你怎么还给牛取上名字了 长生爷朗笑道 牛难道就不能取名字了 他的笑声 比起几个月前 强健了不知多少倍 他接着说 朝廷是念着我们百姓的 给我们安家 给我们田 还给我们牛 要是没有朝廷啊 老头子我早就入黄土了 张子军上一次便在赵琪身边 听过这位老爷子的故事 听见这话 他望着赵琪的背影 跟在皇帝陛下身边 他最是清楚 若不是柴端和元氏才两人倒台 朝廷收归了诸多的良田 即便皇帝陛下再如何向圣后娘娘求情 这些百姓啊 最后也是拿不到田和牛的 老爷子 我今天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想请你试试看 感觉怎么样 赵琪瞧着 还插在地里的梨 那是植园梨 耕地不但费人力 也费处力 而且回转困难 小家伙能抽空来看看 我这把老骨头 我已经很高兴了 带什么东西来啊 我可不要 长生爷摆了白手 王姬很想告诉他 你面对的是皇帝 一句话就能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王姬鬼笑着提醒道 我家公子的礼物可是很好的 老爷子你拒绝了 肯定会后悔啊 长生爷看向他说道 老头子我一看 你就是个小滑头 这武功不受禄 长生才不会要呢 赵琪当然不会因为 他说不要就不给了 张子军已经让两名隐秘位侍从 提着圈梨上来了 赵琪说道 老爷子请看 您看我这梨 比起您的梨有什么区别 哪种梨更好 长生爷一辈子没读过书 哪里能说出什么区别呢 只是看了一眼 眼前一亮 觉得赵琪的梨 好生新奇啊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五十六章 百年不见的好东西 屈原梨将直原改为屈原 并在原头安装了可以自由转动的梨盘 比起直原梨呢 整个梨架反而变得更加轻巧灵活 不但操作灵活简便 而且更便于掉头和转弯 用起来 在赵琴和众人的蛮惑下 长生爷同意了给水生换上新农具 对于长生爷这样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来说 屈原梨的使用并不困难 赵琴说了几个要领 他没有任何压力 就会了 他的两颗眼睛瞪打了不知多少倍 离起地来 顿时感觉全身上下都不一样了 水生觉得自己要飞了一般 跑得飞快 一层层的土被翻了起来 随风一吹呀 一种乡野间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王鸡大呼 这是神了 屈原梨在赵琴刚过来的那段时间就已经想到了 马鞍初次制造出来之后 赵琴就放到了外面的工坊中大量生产 这个不需要思考 屈原梨比直原梨强百倍 自然可以无所顾虑地制造了 有了屈原梨的投入 今年京畿地区的量产必然会得到提高 任何时候啊 这粮食都是最重要的 张子军盯着在地里驰骋起来的水生 他也算是半个农民了 小时候也不是没用过那直原梨 但是无论如何 他也没有想到陛下所设计的新农具 竟然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小家伙 这东西从哪里来的呀 这用起来比以前的灵活多了 长生爷已然看出了 这梨的强大能力 有了这梨 以后一头牛就能耕地了 这是哪位神仙造出来的呀 这时远处已经有农民朝这边走来了 刚才他们已经看到 长生爷用那种新奇的离聚 一头牛就可以耕地了 而且还更快 张子军的神情上带着几分惊骇 他承认自己从知道屈原梨以来 还是不相信皇帝陛下说的 说一头牛就能耕地 他不信 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他无法否定了 这其中代表着什么 不会算数的农民都知道 今后在一样的时间 同样的耕牛下 所耕地的面积将会比以往翻一倍 须知 牛也是颇为难得的 一些土地较多的地方 有时候就是因为耕牛不足 导致田地无法耕完 即便算上人力 有时候也是无法完成的 最后啊 虽然农夫也回不了了之 但也就是简单地处理一下种子 最后的产量 不用想也知道非常差 有了屈原梨 彻底不同了 若是全天下的农民 都用了屈原梨 自然更加不同 赵启笑着说道 怎么样 老爷子可喜欢我带来的这个东西 好东西 是几百年都不见的好东西 长生都快入土了 竟然还能见到这样的东西 长生也端详着地里的屈原梨 舍不得一开目光 周围的农夫冲了上来 其中一个激动的汉子问道 这位小公子 这梨还有吗 是啊 小公子 这可以卖给我们这种梨吗 天哪 这梨简直是巧夺天工啊 一时间 围上来的农民 各自发表着言论 议论纷纷 王姬说道 各位乡亲 别急 别急啊 这里我家公子还有 长生爷随即一声众贺 偷他娘的安静点 瞎嚷嚷的还让不让人说话了 真是一点事都不懂 此言一出 田耿尖骤然安静 邻里之间生活了几个月 他们都知道 长生爷那个死去的儿子是当兵的 他自己也会挤着杀敌的本事 前不久有刘匹出来 他们这边闹事 甚至想收什么保护费 最后都被长生爷给收拾了 他们对此很是感激 赵琪等人都没有料到 看起来都皮包骨头的水生爷 居然还有这等魄力 证了证 说道 相亲们 这个梨叫做屈原梨 不瞒相亲们 我生产了很多 百姓们不说话 看向了长生爷 长生爷笑眯眯地问 小家伙 你说 多少钱肯卖给我们呀 他知道 眼前这小家伙的身份不一般 带着这么神奇的梨来这里 那肯定是想要赚钱 他们也应该给钱 老爷子 刚才我说了送 乡亲们也一样 百姓们喜出望外 真有这样的好事 长生爷脸上的笑容 却瞬间就没了 斩钉截铁地说 不成 我看这东西还是很复杂的 怎么能不收钱白送给我们呢 这绝对不成 王姬说道 你这老爷子 我家公子白送给你们还不要吗 这么好的事 全天下只有遇见我们公子 才会遇到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我们有手有脚 怎么能白拿你家公子的东西呢 小家伙 你开个价吧 老头子我干了几个月 还是有点积蓄的 长生爷说的对 我们不能白拿 小公子您开个价吧 玉儿的唇角轻轻弯起 她望着百姓们脸上的笑容 说道 那便一文一价 一文钱 这等离句 怎么可能值一文呢 对啊 小姐 您不能够看我们是难民 就怜悯我们 我们有手有脚 赚得了钱 乡亲们误会了 这是我们才刚刚开业 所以才卖一文 但每户只能够一件 第二件将恢复原价 原来是这样呀 那我们就买一件好了 有人已经开始掏钱了 离都在城里 朝起便让王姬安排人 给乡亲们送来 众人散去 长生爷看了眼日头 说道 小家伙 你们该饿了吧 不嫌弃的话到我家 我煮饭给你们吃 我弄的菜可香了 王姬说道 多谢老爷子 不过我家公子 还有些别的事 我们就 不 老爷子这么热情 我们怎么能拒绝呢 我正好也想见见 老爷子的手艺 是 我也想见见 玉儿展颜一笑 王姬和张子军对视一眼 他们两人 负责的是 赵起的警卫工作 这个地方虽说平静 距离京都也不远 但是他们所在的人手不多 陛下之安危 关乎天下 昌丰义 又是新建之所 颇为混乱 就在此时 水生爷朝着两头 黄牛高呼道 水生 长棍儿 我们回家喽 回家吃饭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57章 竟是无烟煤 长生爷的房子非常简单 或者说简陋更为恰当 实际上呢 整个昌丰义 大多都是如此 即便是有些人家更好 也是自己加以休气的 屋内没有炭火 是用一口废弃的烂锅 放在中间 里面堆了一些柴灰 然后在上面 加起柴 用来取暖 守在门外的牛奔 牛某两兄弟 忍不住地说 好烟呀 老爷子 知道你们烧不起木炭 但是你们直接放生柴上去 这谁整得了啊 王奇狠狠地瞪了两兄弟 你们不说话 没人当你们是哑巴 赵琪也觉得烟呛 但是他忍着没说 好在他前世 也曾在农村里 生活过颇长的一段时间 山村里那些人家 便是用生柴烤腊肉 长生爷呢 没觉得尴尬 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道 倒是老头子 我疏忽了 你们哪忍受得了这个呀 看你们穿得挺厚的 就不生活了 听见这话 赵琪又一次注意到 长生爷身上单薄的衣服 还有他早已被动得通红的手 看得出来 已经上了洞窗了 虽然这个冬天不是很寒冷 但是对于连棉衣都没有的百姓来说 还是很难的 而木炭 那是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 现在整个长风衣 也没有人家用得起 看来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赵琪思索起来 长生爷说 老头子去弄点吃的去 他准备灭火 却被张子军阻止了 长生爷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没有在此事上争执 玉尔盈盈起身 主动请音道 长生爷 我来帮你 哎呀别 你们坐着 玉尔已经挽起了袖子 不会的 长生爷 你让我来 赵琪也说 老爷子 我们家玉尔做菜很好吃 就让他去吧 说着 玉尔已经主动进了厨房 不过映入眼帘的景象 颇有些尴尬 脏乱的灶台 还有无处下角的地面 即便是在冬月 玉尔也没有见过如此乱的厨房 藏在角落里的一只黑耗子 发出了痴痴的声响 瞪着两颗眼睛看着玉尔 见到后面跟进来的长生爷 嗖的一声 就窜进了柴堆里面 哎呀女娃子 都说了不让你进来 你非要进来 老头子一个人过 没那么多讲究 没事 我来整理 紧接着 玉尔就发现 长生爷家连菜都没有 只见他从碗柜下面 摸出来四五颗鸡蛋 如获至宝 小心翼翼地拿到玉尔面前 这可是好东西呀 你们不来 老头子还舍不得吃咧 他说着 笑声中听不出半点寒酸感 玉尔摸着冰凉的鸡蛋 说不出话来 这时 一个志同的声音 从外面传了进来 长生爷爷 娘亲让我给你送肉过来 说是招待我们的大恩人 在外面的赵琪 望了过去 是一个满身是泥 脸蛋浑圆 约摸六七岁的小男孩 他手里提着一块猪肉 上面瘦肉占了大半 应该是花了农户不少钱呀 长生爷大跨步走出来 小志儿 你这泥猴来得真是时候 小志儿 见到后面的赵琪当人 怯生生地有些害怕 连语气也比刚才弱了好几分 长生爷爷 给你 我回去了 嘿 回去做什么 和长生爷爷一起吃肉 不香吗 赵琪来到小志儿身前 蹲下身 去笑着说 或许是赵琪看起来 年龄也不是很大 脸上的笑容 总是让人 想要亲近的缘故 小志儿没有退缩 关键是 他真的很想吃肉啊 他脆声声地说 肉很香 赵琪摸着他 圆滚滚的脑袋 说道 那就留下来 和哥哥们一起享用 这时 张子军 见到小志儿的手里 握着一块煤 他惊讶地说 你拿着煤做什么 小志儿被张子军的眼神 给吓到了 他猛地缩回手 生怕张子军抢他的 不用来画画的 说着 他往旁边跑开 用手中的煤 落在一块石头上 画出了一朵小花 王姬注意到 赵琪的眉毛 在一瞬间皱了起来 他问道 公子 怎么了 难道那眉有什么问题吗 赵琪是觉得 那眉的色泽有些奇怪 哥哥 你看我画得好不好看 小志儿拿着石头走过来 举到赵琪面前 好看 赵琪一点也没多想 直接说 小志儿 给哥哥看看 你的画笔好不好 哥哥保证不强 小志儿略作犹豫 这一小块煤的一端 已经被磨尖了 另一端色泽分明 极深的黑色 看着黑的发亮 普通的烟煤 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烟煤看起来呀 表面是白白的 就像是蒙上了一层东西 赵琪心中大震 莫非他手里拿着的 是无烟煤 自己刚才还在想着 让百姓家里 都能够取暖的问题 这就来解决他最大的问题了 他转身就准备 将这块煤 给丢进火堆里 猛然间感受到 后面一双 对他充满了信任的眼光 这才反映过来 这个呀 是小志儿的画笔 他笑着转身说道 小志儿 你身上还有没有 哥哥用铜板给你换 可不可以 小志儿摇头 王姬张子军很是疑惑 公子 这煤有什么玄妙的地方 张子军说 公子的眼光 王兄看不明白 也很正常 我看是你也不明白 小志儿 能不能带哥哥 去你捡到这煤的地方 好啊 我正好要去呢 小志儿望着 赵琪手里的铜板 咽了一下唾沫 迟迟地说 不过 哥哥可不可以 把铜板给我 赵琪大笑 好 你带我去 我给你铜板 王姬没好气地说 这小屁孩 还挺会做生意的 和玉尔长生爷 打了一个招呼 赵琪几个人 便跟着小志儿 往东边走 来到了一条小溪河畔 一直往上走 便见到了 河岸边有煤 赵琪捡了一块较大的 在一旁的王姬 见到赵琪 神色凝重 问道 公子 这煤究竟有什么玄机啊 我们都憋了一路了 也不告诉我们 赵琪将手中的煤 塞进了王姬的怀里 说道 这是无烟煤 清水无烟煤 无烟煤 王姬感觉 自己好像在哪里 听过这个名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 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五十八章 发财了 王胖子 这座山 叫什么名字 赵琪已经顺着河流 来到了一座 光秃秃的山脚下 他已经确定 无烟煤 就是从这座山上 冲刷下来的 在山的北面 就有一个矿坑 太祖武皇帝年间 这里曾修建过 野铁工坊 后来因为爆发山洪 而迁移 此后 这个地方朝廷 也没有再动过了 在那场山洪之后 沧水逐渐枯竭 如今变成了 帐宽的小河 好像这地方的水 都一次流光了似的 公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座山 名叫北沧山 王鸡抬手 眺望而去 北沧山 山势平缓 其上怪事临循 树木好似 难以在其上生存一般 只能看见 些许顽强的杂草 生存在石缝之间 不过 这只是北沧山 西面的风景 与之相连的那座山 名叫南沧山 两山相连 合称双沧山 景色截然不同 倒是奇怪得很 照起凝望而去 即便是冬日 南沧山上 也是一片 雨雨冲冲 植被繁茂 隐约间 还能够听见 鸟的鸣唱声传来 张子军也不禁称赞道 这两座山 还真是奇怪 照起拉着小侄儿的手 来到北沧山的北面 果然看见了一个近百年前的矿坑 这个时期啊 采矿几乎都是露天的 不过隔了几十年 矿坑中已经生满了好些杂草 照起确认 这北沧山就是一座梅山 而且其中存在大量的乌烟梅 两山相连的中间山谷 百树森森 清新的空气 令人倍感舒服 这个位置呀 是其东面 北沧山似乎已经融入了南沧山 地面呢 还有些湿润 去将方圆给朕叫来 以后将这两座山 纳入贺云松的产业范围 赵琪来到北沧山的南面 众人都大为惊叹 这南面竟然又是 截然不同的风景 不见高耸的山石 也不见荒芜到寸草不生 反而是白草风貌 可以猜测 其土壤是不差的 激动之下的赵琪说漏了嘴 但是小池儿 似乎也没有听见他的自称 也可能是听见了也不明白 王姬问道 纳入产业 赵琪取出一块乌烟煤 放到王姬的面前 说道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取暖 王姬和张子军对视一眼 心想陛下 您可终于舍得说了 张子军说 公子 野体和取暖道理 可是完全不同的 张子军呢 他虽然相信赵琪 但还是觉得 得提醒一下为好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赵琪一双手扶腰 心情特别好 他说 子军放心 这点朕岂会不明白 这并不是我们平常常见的原煤 而是无烟煤 无烟煤和原煤不同 正如齐鸣一样 不会产生烟 即便有 也非常少 等我将地炉设计出来 再安排好烟道 自然不会中毒 总而言之 我们发财了 王姬感到震撼 这煤真的能用来取暖 自然 赵琪想了想 到时候呢 可以将蜂窝煤 也给弄出来 这玩意儿啊 没有难度可言 他后世在村里的时候 自己都做过 不需此行 不需此行啊 公子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王姬不忍打破 赵琪的好心情 但是这事啊 还真的不得不说 赵琪肉眉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王姬压低了身意 公子 这山 我们已经没法开了 你什么意思 这两座山 都是有主的 咱们没有权 在这里开矿呀 王姬双手摊开 一脸无奈 张子军不解 胡说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天下群山都是碧 都是我们公子的 就是啊 自己怎么也是 九五至尊 这里是大招 又闻烟月 王姬被赵琪 几具穿透力的目光 看得往后退了几步 他说道 公子您忘了 几十年前 明帝将这两座山 赐给了宝庆侯 赵琪收回目光 总觉得这个名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张子军提醒道 公子 就是张家两兄弟 上次殿下用瓜 从他们手里 骗了六万两银子 原来是那两兄弟啊 赵琪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 穿着麻衣的张颜鹤 和张颜年两兄弟来 这事啊 赵琪没少在他们面前吹嘘 王姬听得耳朵 都起茧子了 上次他俩见过公子 殿下又隔了 他们俩兄弟六万两银子 只怕不好 从他们手里 将山拿过来 拿不过来 也得想办法拿 赵琪想了想又说道 我听说他兄弟俩那瓜 还没有吃完 赵琪可是弄了 十几个瓜过去的 但张家兄弟 买了六个之后 死活都不愿意 再花一分钱了 就是出手大方的 张颜鹤也怂了 宁可丢面子 也不愿意出钱 王姬又说 不止如此 楚西那天 我和殿下去看过 他俩连饭都没有吃 啃了一天的瓜 一顿一块 这么恐怖 赵琪被这两兄弟的 操作给惊到了 王姬想想就觉得好笑 还不是陛下发明了 治兵的法子 否则他们的瓜 哪能保存那么久啊 这都是张颜鹤拉着 说什么 勤俭才能持家 张颜鹤和殿下 打赌失败 费了六万两银子 也没有理由 反过他的兄弟了 有意思 既然他们懊悔 当初输给皇兄的银子 那正好 我们借此机会 去向他们买山 张子军惊讶到 买山 恐怕不行吧 两座山都是他们祖上 靠战功换取来的 岂会卖了 祖宗打下来的山呢 赵琪当即表示 不是是怎么知道 让方元带上银子过来 银子这俩字一蹦出 一只安静在旁边 捡石头玩的小智儿 猛地想起了什么 怯生生地看向赵琪说 哥哥 你说带你们来 就给我银子的 赵琪闻言 挣了一下 旋即笑道 给 必须给 小智儿可是为国 立下大功了 说着 赵琪就将手 伸进了王姬的钱袋 数也没数 就塞进了 小智儿的手里 那 保管好了啊 可别丢了 王姬杂巴着嘴 眼睁睁地目睹 自己的钱袋消失 公子 你不地道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59章 张家兄弟 带着满山的收获 赵琪回到长生爷的屋舍 玉尔做好了粉蒸肉 但因为没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心思吃饭 草草结束此行 在诸多百姓的乡送下离开 方元已经带着银票 在京都城门口等着了 便竞直去了张府 宝庆侯府装饰的极为气派 就是比起当朝丞相 唯一行的府邸 也不遑多让 宝庆侯和宝林侯两人 席地坐在外院的石阶上 两兄弟一人手里拿着西瓜 一人手里拿着哈密瓜 小弟 哥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们出去吃顿好的吧 张延年摸着自己 已经瘦了一圈的身体 几乎用哀求的语气说 张延鹤目光狠狠地 盯着自己的兄长 咬牙切齿道 大哥 若不是你非要和殿下打赌 我们也不会去拿六万两银子 买六只瓜 若是日日都像兄长这般 今后我们的家是会败落的 父亲说过 勤俭才能持家 你犯了错 只要六万两银子没有赚回来 以后就是我当家 张延鹤说得很认真 小口啃下一点西瓜 我算过了 照我们这般节省下去 只需要十一年 我们就能把亏据的六万两 省回来 十一年 赫弟 我们田里的营收算上 不可能要十一年呀 哎 兄长你错了 田里的营收是田里的营收 怎么能用来抵 被你堵出去的六万两银子呢 那 那等会儿我们吃两个真饼吧 不行 多吃一个饼 就是一文钱 两个可就是两文钱 兄长 勤俭才能持家 你一下子亏了我们家六万两 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吗 张延年愧疚地低下了头 他心里是很不服气的 他可不想继续过这种日子呀 自己这弟弟可是死脑筋 他必须要改变 赫弟 要不你给我点银子 我去逍遥居 把钱给赢回来 我听说那逍遥居后面 就是皇帝和殿下 他们骗咱家的钱 咱去赢回来 张延年也没办法 他输了之后 财政大权 就已经由张延赫来管理了 张延赫文言 脸上怒意见起 不过就在此时 一辆马车 缓缓驶到张府门口 赵琪下车 望着紧闭的张府大门 探讨 审得如此冷清 方元在车上 已经得知了赵琪来此的目的 他说 张家兄弟将下人都遣散了 好像是为了将那六万两的银子 省回来 玉儿问道 省吃俭用 那得省吃俭用多少年 才能省回来 方元笑道 听说要十一年 那陛下 我这就上去了 嗯 去吧 走出几步 方元又转身 望向玉儿 说道 娘娘 价格当真由我做主 可别等小陈谈了出来 算账呀 玉儿一瞪眼 方元赶紧溜了进去 方元拔高了声音 两位士叔 侄儿方元前来拜见 张爷年两兄弟 一个三十三 一个三十 方家和张家父辈之间 会有往来 院内正准备教训 自己兄长的张颜和一厅 两道八字眉都竖了起来 兄长 这方家顽固子 来我家做什么 张颜年自然是不会放过这转移话题的机会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们最好还是防着点 这小子在上扬立了功 可不是简单的顽固子了 这么说 是立了功的顽固子 应该是吧 两兄弟并排着去开门 方元从未开的门缝里 见到两个人就开始摆出一张友好的笑脸 拱手作一道 两位士叔好 小侄这箱有礼了 张颜年神情巨傲 轻蔑地扫了一眼 是方家侄儿啊 有事吗 是有些事 小侄这里有一份买卖 不知两位士叔有没有兴趣啊 方元摸出了一叠银票 富有节奏地拍打着 两兄弟俩眼睛都直了 张颜年赶忙调整心态 一副对钱不感兴趣的样子 哦 买卖啊 那进屋先喝点茶吧 话刚说完 站在后面的张颜鹤 忠然将兄长拉了回来 富二说道 兄长 给他喝什么茶呀 你又忘记了勤俭持家的道理了 贺弟就是一杯茶而已 何况他是来找我们谈买卖的 张颜年深感自己的弟弟太过了 张颜鹤正色道 兄长 你不要忘记白花花的六万两银子 就是你没有持家的觉悟才导致的 好吧 张颜年对那六万两银子实在是找不到借口 方元呀 将两个人的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倒不是他耳朵好 而是这两兄弟那就是公开密谋 多谢师叔 茶我就不喝了 我们还是谈买卖吧 买卖 你成日里鬼混 能有什么买卖呀 张颜年双手抱负 长辈的气质 拿捏得很死 方元说 师叔教训的是 这不今天找了点正业 前不久听说两位师叔买瓜用了六万两 家底都快没了 这不是有赚钱的机会就想着来找两位师叔了 张家兄弟脸色一红 这方家顽裤子真的不是人哪 张颜年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想做什么 你就说吧 小侄是来买山的 买山 买什么山 买山你找山神去 找我们俩做什么 北苍山和南苍山呀 两位师叔不会忘了吧 两兄弟对视一眼 似乎是认真地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 张颜年显然是对自己的家产一清二楚 他转瞬间就想了起来 看方元的目光也瞬间变得怪异起来 就仿佛是看见了什么稀罕无间般 他拉着张颜年后退几步 兄长 方元这小子可是出了名的坏呀 北苍山和南苍山聚成五十里 周围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北苍山还是一座废弃的眉山 这小子会不会有诈呀 张颜年沉思片刻 终于想起来两座山了 贺弟 我看不一定 方元出了名的顽固 败家的事没少干 前不久就听说 他要和刘府小姐定亲 很可能是想买山 败坏自己的名声 这样他就不用取了 哎呀不成不成 方元这小子和赵正的关系不错 这其中肯定有诈 张颜河想到了赵正 后背就是一阵的凉搜搜啊 张颜年心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有赚钱的机会 岂肯放过 贺弟 管他有没有诈 那两座山我们拿来又没有什么用啊 到时候一手交钱 一手交气 哎 有道理 那 咱们开多少架合适啊 这个我来 这个你哥我最擅长了 你在旁边看着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由野鹤携手众CV连妹演播 第六十章 方圆买山 张府院中假山上的流水哗哗作响 张颜年高傲的步伐掩盖水上而来 他宁望向方圆 小只想买北苍山和南苍山呀 不知是作何用途啊 方圆高车说道 烦啊 那地方风景好 我买来玩 玩 张颜年一脸乎疑 是啊 玩 方圆又拿出了一笔银票 在掌心拍打着说 我有的是钱 就是没地儿花 不满两位士叔 我昨日在松主馆 已经承诺了水珠儿 要在北苍山 给他建一座园林 哦 原来如此 小只真乃性情中人 后面的张颜年 对方圆此刻一事比一万分 他从未见过有如此败家之人 为了以残花败柳 却让花钱买两座荒山修园林 简直是可笑可耻啊 真不知道索阳侯 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张颜年 竟然又叹了一声 说道 哈哈 修园林好啊 园林不错啊 不过小只也知道 这北苍山和南苍山 是一等一的好地方呀 那是山清水秀 鸟语花 向人结地灵 而且小只也知道 那个地方 是我太祖爷爷 拼死才转下来的 卖祖业 是会遭天打雷劈的 方圆不经意间地 翻了一个白眼 就你俩还知道祖业 还知道天打雷劈 方圆一脸惋惜地说 好吧 既然两位师叔 害怕天打雷劈 那小只也不强求了 告辞 说着 方圆拱手行李 就要离去 张颜年赶忙上去 拉住了他 怎么了 师叔 莫非你们不怕 天打雷劈了 张颜年笑了笑 这个嘛 主要是小只的性情 我大为欣赏呀 我们两家 毕竟是世交 天打雷劈 只要向诸天神灵 上供点供奉 也就化解了 不过 这个供奉啊 相比小只也知道 是吧 何况是南苍山 这样的好地方 为了消弭上天的惩罚 小只应该 明白的 是吧 明白明白 方圆懒得和这两个人 扯下去 果断地说 五万两 如何 张颜和文言大惊 揣在袖口中的手 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瞳孔骤然放大 仿佛看到了 从天上落下 白花花的银子 张颜年猛地一皱眉 怒道 师侄 你是在开玩笑吗 五万两 就想买我两座山头 方圆树十里地 你当你世叔是傻子吗 难道你不是吗 方圆如此想着 不带他回话 张颜年拂袖大怒道 五万两 绝对不可能 我张颜年就是死在这里 也绝不会卖 方圆冷笑一声 灵光一闪 说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小只给两位师叔 添加到五万九千九百两 如何 张颜年一愣 这小子干嘛要加成这个数字呀 张颜年已经被震撼得 说不出话来了 南苍山和北苍山 就是两座没有用的废弃山头 方圆这傻子 居然花将近六万两来买 张颜年气势凛然道 你休想 这么点钱 孝敬浩天老爷都不够 还想买我的山头 三十万两 你给三十万两 我就卖给你 听见这个数额 张颜和的眼珠子 都快掉到地上了 身体一晃 就是一个猎钱 他都有些 佩服自己的大哥了 要是自己 五万两的时候 就已经答应了 好吧 方圆脸缺了脸上的笑容 木然收起银票 既然如此 小植家境贫寒 告辞了 啊 张颜年没想到 自己一句话 就把方圆给吓走了 心想自己难道 开价开得太高了 不可能吧 这小子可是拥有逍遥区 最近还有个那个商会 赚得是比谁都多呀 试之别走 价钱好商量嘛 方圆扒开他的手 说道 五万九千九百两 愿意就成交 不愿意 小植只能是 家境贫寒 见到对方犹豫 方圆拔腿就走 身态之决然 看起来好像 完全没有要挽回的机会了 后面的张颜和 害怕方圆真的跑了 急忙上前说 卖 我们卖 使之快些回来 正所谓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何况你我两家乃是世交 小植给自己 心爱的姑娘 买山剑园林 我们当然要帮衬一二了 如此 那就多谢两位师叔了 片刻后 方圆拿着弃书 出了张家府邸 张颜年两兄弟 亲自送到府门前 互相道别 郑重相送 张颜和摸着手里 沉甸甸的银票 望着方圆离去的背影 赞叹头 方氏之真乃性情中人 我很喜欢他 张颜年也是说 是啊 以后谁再敢说 方氏之顽固 我第一个不答应 他的目光 已经落在了 张颜和手中的银票上 很火热 何弟啊 我这一下子 为家里赚了将近 六万两银子 我觉得 我们应该去 和云松庆祝一番 张颜和郑重点头 张颜年大喜 兄长 我这就去将 剩下的西瓜 哈米瓜拿出来 今天我们把它吃完 张颜年脸上的喜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 就如同逐渐枯萎的花一般 赫弟 我已经赚回了银子 家产该轮到我保管了 他决定 这家产万万不能够 再让自己的弟弟保管了 这种凄惨的日子 根本就不是人过的 张颜和说道 兄长 且不说这是我们的祖业 即便是你赚回来的 也还差一百两 才到六万两呢 张颜年的心里 顿时咯噔一声 他隐隐明白 方元为什么要加到 九千九百两了 皇上 信不辱命 方元回到马车上 将契书交给了玉儿 玉儿看到成交金额 惊讶地说 方大人果然厉害 仅仅以不到六万两 就买下了两山 和周围数十里地 这两个家伙 我从济世起就认识了 他们什么脾气 我还不知道吗 不过实际上五万两 他们也肯定会答应的 我是图好玩 就加了九千九百两 气死张爷年 照起好奇地问 这话怎么说 方元岁将张家兄弟 财产保管的事 说了个大概 原来张家兄弟 平常都以谁赚钱赚得多 谁就保管家产 谁掌管财政 平常几乎都是张爷年管 但是上次被赵征 坑了六万两银子 一下子就成了富的了 在张颜鹤 以勤俭持家为理念的经营下 张家的日子 也就寒酸起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六十一章 仇剑煤矿 双仓山买下来了 下面自然就是抓紧时间动工了 就眼下这天道 还得冷个两个月呀 宫中有木炭 但寻常百姓没有 木炭为什么昂贵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烧制起来颇为不易 对赵启来说 他还真没感觉有多冷 裹上了棉袄 还是很暖和的 如此 这煤液的开启呢 也不需要太过急切 毕竟开采也是比较困难的事 他决定 先向那些偏僻的村民 供应上再说 世家贵族 现在也不需要煤炭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届时他就可以大批量生产 那时候也差不多到了 重合元年年末 可谓是刚刚好 煤矿的开采 必须要找到 合适的人负责才行 方元和许位两人 管着商会的事情 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他必须另觅量财 听说这差事 捅万金 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主动请阴了 这让赵启很是愕然 贺云松顶楼中 赵启瞧着 穿得跟个金钱豹似的 统万金 统万金虽然是爆发户 但是他却能够维持住 自己的爆发户 继而腾云直上 逐渐成为了京都 有头有脸的商人 足以说明 他是有商业能力的 最为关键的是 这小子虽然也给朝中 某些官员送礼 但是牵扯都不深 如今的隐秘位 在京都已扎下极深的根 很多当官的府中 都有隐秘位的成员 插统万金的底细 还不难 赵启表示 统老板是做木料和香料 生意的 没 可以吗 统万金脸上堆满了 商业时的笑容 举止显得小心翼翼 眼前这位小公子 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招商会 笼络了天下商骨 赚取了天下之财 关键是 到了今天 朝廷也没有任何 要打压对付的意思 这让他深知 跟着这样的人混 绝对有笨头 明先生 您说笑了 如今天下 又有几个商人 是做过煤炭商议的呢 统万金的话并不假 这时候的煤炭 都是作为冶炼用的 而冶炼 一度都被国家所掌控 煤 自然也是国家开采 根本就没有商人 做过这一行 统万金说 不过 明先生 我闯南走北 这么多年 认识一位老大哥 他在矿场 干了几十年 有自己的矿队 只要我能 开出一个好价钱 他会十分乐意的 赵琪想了想 问道 你应该知道 煤是不能用来取暖的呀 难道就如此相信我 卖煤还能赚钱 统万金的确不知道 其中的内情 甚至无烟煤 都还没有听说过 这也是赵琪亲爱的地方 统万金满脸笑容地说 明先生的手段 小得见过了 肥皂香水 这般神奇的东西 都能造出来 又何况是区区的煤呢 希望明先生 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愿意为明先生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照且能看到 别人对自己的忠诚值 咱知道 统万金说的是 真话还是假话 他沉默片刻 说道 既然统老板 如此有信心 那我暂且将此事 交由你去打理 先将矿场 和加工场所 搭建起来 过几日 我亲自前去过墓 谢明先生 小得一定认真做 绝不让明先生失望 赵琪自然不能只让 同安金一个人去做 又让杜碧安排了 东厂的人跟随其中 做完这一切 第二日 赵琪有忙 或者去了铸造工房 正好遇见 正在学习制造肥皂的马鞍 赵琪也没有避讳马鞍 他来此 是让铺厂打造 制作蜂窝煤 用的模具和炉子 这两样东西并不难 至于烟管和地炉 还需要花些心思 直到天黑时 赵琪才回宫 身边的李春 有些担心地说 陛下每日这么操劳 脚不沾地 奴婢看了 真的心疼 赵琪看了他一眼 说道 白嫁光禄寺 李春很不解 陛下 天都黑了 去光禄寺做什么 若陛下想吃点东西 奴婢吩咐人 就给陛下做好端来就是 哪来那么多废话 让你摆嫁就摆嫁 赵琪一脚 踹在李春的屁股上 李春开心地笑着 陛下这么久没踹奴婢 奴婢还不适应呢 这踹了之后 可真舒服 剑骨头 赵琪就没见过 这么贱的人 李春又劝道 明日就是陛下的诞辰 陛下操劳了这么久 也该是休息了 赵琪当然知道 明天就是自己的诞辰 但他也知道 育儿的诞辰要到了 这个时代 即便是皇帝的诞辰 也并不是很隆重 跟天下 跟大臣 都没有太多的关系 生日当天 只是皇家人 举行宴会 皇帝向自己的生母 表达生育之恩 绝不是如后世那般 为自己庆生 因为 诞辰那日 便是母亲用生命 将你带到世界那日 十月怀胎 以照分娩 何等的辛苦 十几年的养育呵护 又是何等的辛苦 生日当天 当然应该孝敬生母 而不是自己去外面 挥霍房了 赵琪觉得 这样也很好 来到了光路寺 李春高声大呼 李富贵出来接驾 已是寓出的李富贵 还没出去 听到外面传来了声音 也忙跑了出来 李富贵扣扣 扣见吴皇 吴皇万岁万万岁 还是老样子 他一句话扯半天 赵琪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走到李富贵身前说 李富贵 以后再接吧 你说话就两个字 两个字的往外蹦 朕告诉你 慢慢的你就好了 李富贵不是先天节吧 赵琪希望这个办法有用 谢 谢 陛下 赵琪挑眉 往厨房走去 今天又在研究什么吃的呢 陛下 是上次你提醒 我的柠檬鸡 你那个先放着 朕今日来传你一种东西 我们平常吃的点心太干了 今日朕给你介绍一种新东西 名为酵母 在这个没有鲜酵母的时代 糕点什么的都是实心的 每次吃都必须得喝水 就如那蒸饼 尤其是干蒸饼 有的时候都咬不动 所以这时代馒头包子 自然是不存在的了 不过赵琪想搞到酵母 并不是因为馒头包子 而是蛋糕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联媚演播 第六十二章 皇帝乃至孝之人 大昭崇和元年 正月时期 是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单臣 大臣们还是会送上贺词 百观的贺词都大相征庭 没什么好看的 夜幕降临 宫中也没有张灯结彩 和平日里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在长信宫的后院中 有几分热闹的喜意 元太后和敏太后 聚在高位 高兴地望着 给他们心里的后辈 为后辈赐福 皇家成员虽然极为庞大 但是今夜来此的 都只是和元太后 敏太后有血缘之人 两人膝下 儿子女儿又没几个 因此 殿中能够坐着的人 就很少了 皇帝 最近你出宫 是越来越频繁了 元太后高兴地 看着完成礼仪之后的赵琪 语气中 却没有责备之意 说说 你又在外面捣鼓些什么 我知道 赵征激动地 从座位上跳了出来 说道 母后 皇帝从宝庆侯 宝林侯那里 买了两座山 他有点钱 不知道充实国库 竟还在外面乱花 他凭借瓜果蔬菜 赚来的钱 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 知道赵琪的商会 赚了上千万两银子 眼红得不行 母后 我看你就应该 好好管管他 现在国家多困难 赵琪望着他笑了 笑得很是真诚 南宫公主 穿着极为简单朴素 头上只点缀 有一朵白色簪花 但也难掩她 搅好的容颜 坐在席上 便如冬雪里的冰湖 浅笑燕然 轻声说道 郑帝 你果然是大有长进 快不得能击败燕君 现在都关心起国事来了 这话绝对没有 丝毫反讽的意思 但平阳公主 就哈哈哈哈地笑出了声 轻蔑地说 姐 你可千万别相信她 她就是眼查皇帝的银子 被平阳一语道破 赵政也是脸不红 气不喘 赵琪没理她 微笑回道 等过几日 儿臣就将外面的东西 带进宫来献给母后 明太后看着自己的儿子 心里就如吃了蜜一般 乐得喝不拢嘴 皇儿做的东西 必定今世还俗 母亲呀 等着你带进来 赵琪行李道 母后 母亲 儿臣今日 还真有要东西献上 以感谢母后的教导 培育之恩 感谢母亲的生养 劝解之恩 两位太后对视一眼 两者目光间 这次没有僵硬 已无火药味 皇儿有心了 却不知道是什么 明太后很期待 自己儿子也不知道 在书上学了多少东西 回国来之后 五花八门的东西 宛若春笋一般破土而出 尤其是知道朱大臣 甚至听说元太后 常常自叹 为何赵琪不是她亲生的时候 就觉得心里很舒服 赵琪朝外面拍了拍手 外头的玉儿李春 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辆小推车 便缓缓地推了进来 小车上面摆放有一物品 外面照有半透明的沙漫 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 里面好像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 平阳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裙 妖艳又喜庆 车子进入店中时 他的俏鼻就本能地嗅到了空气中 出现一种香味 火热的眼睛盯着小车上的东西 赵琪黑黑笑道 七弟 你又在瞎搞什么 赵琪缓缓上前 掀开赵在上面的沙漫 一股奶油气息 夺连而出 与店中空气相混合 以极快的速度 窜入了元太后和平阳公主的鼻息 母女俩都很喜欢吃甜食 只是这香味就已经刺激了他们的味蕾 而小车上巨大的蛋糕 则是冲击了他们的视觉 蛋糕共计四层 就如一座高塔 奶油之上点缀着西瓜和哈密瓜 精致的外表 就如神仙所享用的食物 最吸引敏太后的是中间的字 父母之恩 云河可报 另一面还有 词如河海 笑若娟尘 敏太后望着照起的毛子 逐渐泛红 她又不是不识字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父母之恩 何其广大 不知如何才能报答 父母谈爱子女 就如同河海之身 子女孝敬双亲 就如水滴和尘埃之微小 面对敏太后 范红中被慈爱填满的目光 照起神情凝重地 向她跪下行礼 若论灵魂 她或许不是自己的母亲 但是若没有她 自己也早已生死 这无疑于是生养之恩 元太后轻轻地念出 十六个字 她的唇半 微微地颤抖 皇帝乃至孝之恩 她心中第一时间 冒出了这么个念头 然后看到照起跪下 更是确定了 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岂非是至孝之恩呢 大昭以孝之国 皇帝无论是能力 还是孝道 都是无可挑剔的 她发现自己 已经快从照起身上 找不到不合乎 帝王的品质了 照起起身介绍道 母后 母亲 这个叫做蛋糕 也是糕点的一种 人们每到诞辰之日 都要吃蛋糕 寓意吉祥 李川说道 娘娘 昨日陛下在外忙了一天 天都黑了 她也不愿意回去休息 连夜给娘娘做了蛋糕 陛下的笑心 真是让人感动啊 李川说着说着就哭了 用衣袖擦拭起眼泪来 照起一脚踹了上去 狗东西 救你话多 明太后容颜上的心疼 随着这一脚 化成了笑颜 很是欣慰 就是袁太后 也眼嘴笑出了声 赵正低下了头 眼珠子如车咕噜一般 转了起来 她不得不承认 起地脑子里的鬼主意 是挺多的 说话还很好听 十六个字 就让母亲开心地笑了起来 要知道母后不苟言笑 是极少这样笑的 而且还笑出了声 就在此时 一声缩口水的声音 打破了温暖的大殿 一双宛若饕贴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玉儿面前的蛋糕 那样子实在是有些吓人 平阳公主凑着凑着 就凑到了蛋糕面前 鼓动一声吞下唾沫 眼看着脸都快凑上去了 玉儿一把拉住了她 敏太后对元太后的女儿 没有什么情感 不过她知道赵正和平阳 帮助自己的儿子 便说 没事没事 就是不知道黄儿的蛋糕怎么吃 赵起拉着平阳 美好气地说 黄姐 你这样可一点都不像个女侠 平阳被她这么一说 立马站直了身体 不过眼睛中的渴望 是一点都没有减少 玉儿 你来切吧 赵起从小车下面 取出了刀具盘子 赵起亲自端了一块给元太后 母后 您尝尝 不带元太后吃 下面就传来了平阳的声音 哇 好吃 真好吃 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玉儿 我还要 快给我切好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六十三章 大梁城里的馒头 长丰义 用屈原梨耕地的事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这些人也就都知道了 屈原梨是贺云松的工坊里产出的 于是乎 纷纷有人上门 购买屈原梨 商会中有人看到了这笔买卖 很多商股 有来竞牌屈原梨的销售权 不过这屈原梨 虽然用的浓户多 但需求量不会太大 要知道 一架屈原梨是可以用很久的 因此 锦牌的价格都很低 赵启为了迅速将屈原梨 推往全国各地 也没有故意抬价 她当初 向袁太后建议 设立游地之事 亦是进入了实验阶段 方元以会长的名义下令 今后商会所运输之物 都只能走国之游地 商谷也就不得不和国家新建立的游地相结合 从而设起了平常他们所用的标局 卖馒头包子喽 新鲜又新奇的馒头包子 圣后娘娘也吃的馒头包子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贺云松楼前 店中伙计又在楼前摆起了包子馒头摊 贺云松又出了新的吃屎了 走去看看 这贺云松还真是厉害呀 一个月一个特色 伙计 你这包子馒头什么做的呀 好不好吃啊 人群蜂拥而至 道中间并肩而行的两位商人也看到了 其中一位年长些的说 我昨日听说圣上诞辰之日 向两位娘娘献上一种名为蛋糕的糕点 入口即化 被平阳长公主称之为神仙之真修 听说这馒头包子就是蛋糕的改制品 如此说来 包子馒头乃是宫中善师 看来定是会长向圣上求来了配方 我等不妨买来尝尝 若是可以 也好赚它一笔呀 就在此时 贺云松楼中又有伙计推出了 用玻璃打造出来的柜车 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蛋糕 同时伴随着伙计的高呼 他们都知道了 这就是圣天子两天前 向圣后娘娘献上的蛋糕 一名年轻的学生盯着玻璃里的蛋糕 说道 父母之恩 云和可报 词如河海 孝若捐尘 圣上就是这么说的 我要买一个孝敬母亲 圣上真乃天下至孝之恩 我朝有这样的圣天子 何愁不兴啊 蛋糕神奇 难道你们就看不到 那装蛋糕的物件吗 岂不是更加神奇 这一语惊喜梦中人啊 年轻的学生惊呼道 天呐 此为何物 莫非是水晶 即便是水晶 也不至于如此通透吧 两名商人手里拿着啃了一口的包子 震惊地望着那神秘的柜台 又出奇物了 走 找会长去 站在赫云松顶楼上的赵琪 观望着下面的一切 这玻璃 离经了几个月 可算是问世了 少爷 工坊中的匠人 大多数都已经掌握了烧纸玻璃的记忆 老朽以为 现在是时候扩大工坊 扩大生产了 汇报者是江作大将马鞍 他最近过得太高兴 虽然还不是工坊名义上的管理者 但已是实际上的管理者了 自从他接手以后 工坊的秩序明显好了很多 而且他定下了很多规矩 将人们再也不能像此前那般 想休息就休息了 蒲城终究是不擅长管理的 赵琪也打算交给马鞍打理 马公说得对 这件事啊 赵琪早有思量 本来最开始他还很纠结 因为星铁街 不适合大规模烧纸玻璃 幸运的是 他发现了北苍山这处绝佳之地 赵琪说 星铁街野铁坊 只能作为我们就近的研究场所 真正的工坊 需要一处广阔的地方 马公也知道 我买下了北苍山 桶万金已经在那里开发了几天了 那里可以就地取材 再合适不过 蒲城 明日你就带人亲自前往北苍山 在山的西面修建野炼厂 修建玻璃窑炉 无烟梅的发觉 就近便可以输送到野炼厂 同时赵琪还想到一个可能 它栽种下去的红薯 这算着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大面积搭建的大棚 就不能够放在浴果园中 而野炼厂 捡玻璃窍炉 捡砖窑 它的大棚 正好可以搭建在北苍山 正好借助其温度 同时北苍山周围数十里地 现在都属于它 以后也可以开垦出来 种植番薯 马鞍问道 北苍山会不会太远呀 不远 那里正合适 好的少爷 我这就去召集人手 明日一早就过去 赵琪转身询问道 我让你们打造的兵器 可打造出来了 建工坊之初 赵琪就已经答应了 给赵征造一杆神兵利器 现在炼钢技术 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进 在旁边坐着喝茶 翘着二郎腿的赵征 听见这话 嗖的一下站了起来 皇帝心里还是有他的 他很高兴 胡承认真地说 少爷说的可是 磨刀和绣春刀 不是 是我让你们打的那两杆枪 其中一杆 是平阳的红银枪 还差最后一步 东家现在就要的话 我这就回去 用不了多久就能完成 倒也不急吧 赵琪这话刚说出来 赵征就大叫道 不行 我现在就要 本将军看看打的什么枪 能抵我的大将军印 说话没过脑子的 但好在站在这里的人 都知道他们的身份 赵琪心想 那正好让大家看看 打造的炉子怎么样了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工坊 浦城正想立刻动手 完成长枪的最后一部雕刻工艺 被马银拉住了 哎 不成 这最后的雕刻 让我来吧 那就有劳马工了 马银来到一处火炉旁 几位匠人小心翼翼地 将一杆杖二长枪 从火炉中取出来 架起来 一柄刻刀 出现在马银的手中 这还是在赵琪的 启发下打造的 赵征火热地望着 散发出火翼的长枪 这杆长枪乃是经过 数月冶炼的玄铁打造的 自是非同寻常 这件马银拿着刻刀 以飞快地 在滚烫的枪杆上游动起来 令人尺寸的金属摩擦声 不断发出 一头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火云铃 逐渐从枪杆上浮现出来 马银灵活的手拖拽而出 火云铃尾 宛若飞出枪杆 活灵活现 请客 殿下 你发什么愣啊 看看你的枪啊 赵征盯着枪 却是平静地让人怪异 要知道 他平常可是伤龙活虎啊 这时候竟然平静地出奇 他默默地上前 握住热度还没有散去的长枪 骤然败下 请先生赐名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昧演播 第六十四章 人间第一场烟花 火灵点金枪 马鞍向蒲成征寻意见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打造的 蒲成神情有些激动 他是知道赵征的身份的 如今他花费了几天打造的枪 握在了殿下的手中 他觉得很是荣幸 很是自豪 此枪火灵宛若有画像成真之能 一双筋谋伤心魄 马公之名再合适不过了 赵征双手紧握 躬身行礼 谢两位先生赐名 马鞍和蒲成被赵征的大礼 吓得后退束步 然后还礼 赵启瞧着反常的赵征 说道 你怎么不谢我呀 赵征看了他一眼 脸上出现欣喜若狂的神色 猛拍赵征的肩膀 哼 看在你飞心为我造枪的份上 大将军的事 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说完这句话 他提着火灵点金枪 就往外大踏步而去 一股恐怖的气浪 从赵征身上冲击出来 那是他所修的武道内气 王姬看了很是心动 公子 我也想要 张子军看了一眼手里的剑 身为三品武者 他一眼就看出了赵征火灵点金枪的厉害 行 你们想要直接去董马公图成讲就是 赵启很大方地说道 接着 赵启看了打造出来烧蜂窝煤的炉子 没什么问题 便回宫去聊 一日 天还处于朦胧之中 睡在甘泉宫的玉儿 就发现身边少了个人 赵启居然不见了 这么早就起床 简直不要太少见 问了外面的小太监 说是有商骨聚集在商会闹事 原因是赵启没有将玻璃的销售权放出 这和当初让他们加入商会时所说的不一样 昨日玻璃出现在赫云松楼前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都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随即就找到方元询问缘由 方元就跟着这群人打太极 只是点名下个月 赫云松将会举办一场展览品鉴会 展览会结束之后再谈 玉儿想出去 但是没有赵启 他自然没有办法 随即就准备去找赵征 但赵征的太监孙多说赵征也出去了 他又去找平阳 果然平阳也出宫了 这宫中似乎就剩下他一个人似的 于是他回到永寿殿 将此事告知了闽太后 闽太后抱着一本聊斋制议 只说赵启天天出宫 不必担心 这个时代当然是没有聊斋制议的 这是赵启在十七日 自己的诞辰上献给闽太后的 闽太后就喜欢这些智怪小说 好几次向赵启抱怨 赵启便抽空写下了几个故事 当然了 他不会说是自己写的 署名是刘仙君 大梁城中有条河 名叫奈河 奈河之上有座桥 名叫奈河桥 这名字赵启当时听了就觉得奇怪 准确地说 是非常的奇怪 但是询问之后 这桥和奈河桥还真没什么关系 人家自古以来就这么叫 而且还有一个关于此河的故事 所讲述的是一名贵族子弟 爱上农家少女 然而 两家父母皆不同意 逼迫男子娶朝中公主 无上的皇帝陛下还为此赐婚 男子无奈 当日穿着一身喜服 由此桥入宫 在得到农家少女 以刺杀的消息后 在桥上高呼三声奈河 便投河殉情了 据说这座桥 就是他们初始的地方 奈河之名 也就由此诞生了 哼 这还真是一个糟糕 而又俗套的故事啊 站在桥上的赵启 听到之后 如此说道 张子军不解地说 公子何出此言呀 王姬说道 太假了 当然糟糕 哪里假了 张子军拔高了声音 坚定地说 这个故事自古相传 如何有假 你自己都说了是故事 你不懂什么叫做 至死不渝 王姬看了他一眼 我已经不是楚男了 赵启 微精地看向王姬 张子军怒道 你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我说的是实话 我已经经历过了 你下见 我这是风流 就在此时 天空上居然落下了雪花 赵征和平阳两个人急跑而来 异口同声地说 都布置好了 紧接着 方元和许位也赶了过来 我们那片也完成了 赵启抬手 结下一片金银的雪花 这雪来的正是时候啊 公子 不论怎么说 我觉得还是不要选这个地方 这里寓意不好 赵启笑望着张子军 反问道 刚才紫军不是说 至死不渝吗 平阳很不解 心想不就是给玉儿 庆祝诞辰辰吗 不就是庆祝玉儿的诞辰 不 是生日 说什么至死不渝啊 赵征还带着自己的 火灵点金枪 他盯着赵琪 这家伙前几天 也没给自己过什么生日 还用说蛋糕 是用来孝敬父母的 怎么今天就变卦了 说生日应该庆祝 赵琪转而望向赵征 说道 我们是说关于 这座桥的故事 不是玉儿 大哥 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 赵征沉默 平阳一拳砸了过来 他的底气 仍然有些不足 问道 你确定不会炸 赵琪无语 都已经试过了 还炸什么炸呀 我去带玉儿出来了 你们准备好 玉儿在询问了 自己手下人 以及东厂 还有一米卫 发现这些家伙 都对他有所隐瞒之后 他便回到了甘泉宫中 开始算账 商会的确是方圆在打理 但最终的账 仍然是玉儿在打理 自香皂肥皂 及果酒 三种需求量极大的商品 竞拍之后 在短短的时间里 这三样东西 就已经覆盖了 大半个昭国 唯有较为遥远的 山南残州和南州 还没有 因此账面已然极为庞大 即便是他 在计算上 也慢了下来 这时只听得嘎吱一声 甘泉宫的门 骤然被赵琪踹开 此时已是黄昏之后了 天光灰暗 而且今日没有黄昏 只有刚刚落下的小雪 天地一片干净 玉儿微正 目光越过他 看向门外的白雪 随风轻舞 如落林人间的白雪精灵 殿中有火 随着门开 冰火相容 玉儿起身 拿起旁边的弧球 来到赵琪面前 极自然地 胆去他尖头的雪花 随将弧球 披在他的身上 陛下想带我去哪里 赵琪相处 从早上那些隐瞒中 他便已经察觉了 今日是他的诞辰 那么他自然会有所行动 前几个日夜里 赵琪提起过 赵琪抓住玉儿的手 说道 朕要送你 人间第一场烟花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六十五章 冬雪红梅极见 陛下 陛下您慢点 李春大口喘着气 就差没把肺给吐出来了 可望着骑马 本就不精通的皇帝陛下 他还是很担忧 赵琪的马术啊 的确十分不精 而且他完全是依靠原主的身体 前世 他虽然在草原上骑过 但那只是玩乐 没有正经学 而且这个时代 只是单马蹬 功能有限 一匹白马 踏过浅浅的雪层 留下极错的马蹄印 玉儿在赵琪的前面 不知为何 寒冷的天下 他白皙的小脸上 竟然出现了淡淡的红韵 双手落在腰间 紧紧捏着衣袖 他的心跳的呀 有些快 寒风呼呼地拍打在自己的脸上 他却觉得脸上 诡异地散发出一种热量 在里内的寒风里 也无法湮灭 当他们来到奈河桥上时 天已经黑了 桥下河水两岸的石缝中 不知被水放了许多夜明珠 放射出来的光芒 将清澈的河水 照耀得很是清楚 因此引来了无数京都百姓 来此为观 当一匹白马 乘风踏雪而来的时候 百姓们震惊地发现 在少年男子的前面 竟然坐着一个女孩 不禁众说纷纭起来 虽然这时候 对于女子 并没有像赵琪所认知的 古代要求那般严格 但他们共乘一马 再以儒为重的大招 自然是有些少见的 桥上没有人 这自然是王姬提前就安排好的 于桥头下马 赵琪拉着玉儿 来到桥面上 旋即指向了河面 玉儿低头望去 夜明珠所映照的河面上 一朵朵漂亮的荷花 从上游流淌而来 花瓣中间燃烧着金色的火焰 就像是星空上的星星 从里面窜出来 然后爆碎开 很是神奇 快看 那是什么呀 好漂亮呀 围观众人都惊讶到了 玉儿神情微正 她见过类似的东西 是在赵琪研究火药的时候 当火药点燃 就会迸射出这样的火焰 她当时说过很好看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吗 透彻的河面上 波光淋漓 灿烂的火光在水面上燃起 玉儿仿佛在里面看到了自己 祝你生日快乐 她注意到流淌下来的荷花上 写了这么几个字 河两边的群众却是看不懂 可玉儿看得懂 因为上面写的是简体字 她跟着赵琪学过 玉儿看着赵琪的侧脸 认真地说道 谢谢 赵琪没有说话 只是指向了桥的远处 那边是城楼的方向 此时夜空上一片死寂 但并不死气 骤然之间 一道爆破之声 突然划破寂静的夜空 一颗宛若火星般的小点 从城墙外急速升空 就在其即将熄灭于夜空的时候 砰的一声脆响 几种混杂的颜色 从火星里爆发 那一根根飞出的线条 就像是花儿中心的花蕊飞出 在急速扩大的同时 内圈绽放出淡黄色的颜色 五彩缤纷的神奇火焰 点燃了夜空 洁白的雪花 在各异的颜色中飘舞 雪色与花色相互交织 就在光亮即将暗淡之时 嗖嗖嗖几声炮响 三朵绚烂的烟花 在夜空中继续绽放 烟花最后的坠落 就如流星一样闪现 月儿的鼻尖 不知何时被一朵雪花占据 大概是她微微弯起了唇角 柔美的笑容 令天地也想要和她亲近 河两岸的百姓 望着桥上的男女 或许是受他们的安静所感染 或许是受夜空上的烟花所震撼 从刚才的喧闹 到此刻的安静 他们竟说不出话来 只是偶尔听见有人叹那么一句 好漂亮 好神奇 这就是烟花 你研究了很多天的那个 月儿问道 她此刻的心里 只有在冬月和父母分离时 才清晰地感受过 照起心想 自己研制的不只是烟花 还有别的 但是现在 她说那些做什么呀 于是她说道 是 在我所见到的那个世界里 烟花是用来庆祝的 也是用来驱散 很多不好的东西 关于烟花 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呢 相传上古时期 每到东春交接之际 便会有一头名叫 西的怪兽 袭击人类不足 有一个名叫 年的部落首领 月儿听后 清澈的毛子里 填满了照起 我记得 除夕的神话 是关于造王奶奶的 照起望着她 浅浅的酒窝 说道 神话有很多的 你的烟花也很多 一朵和雪色 一样洁白的烟花 在夜空里绽放 寂静的黑夜 彻底被点亮 宛若白昼 河畔两岸的 方元和王姬 点燃手中的一个竹筒 朵朵花瓣 从天而降 是冬日里的红梅 红梅硬雪 是最好的搭配 月儿伸出手指 脸上绽放出的笑颜 比红梅和白雪 还要好看 两岸人群之中 不少男子 为之痴迷 为之停留 为之惊叹 去 给你们一刻钟 本公子要马上 得到这位姑娘的 全部情报 还有那个小少年 查查他们 是什么关系 有人喜欢 似乎也有人厌恶 比如某位穿着宛若侠客的男子 便死死盯着桥上的赵琪和玉儿 某个屋顶上 许位提笔战末 他写下 长接长 烟花凡 写到此 他停笔向下看去 红梅从雪中落下 赵琪抓住玉儿的手 当此之时 湮灭的烟花最后 留下的最后一缕光芒 被一口剑 反射出一道强烈的光芒 直辞许位 许位大惊 敏锐的目光 只在刹那间 锁定向某个人群 但那人的速度 显然比他的目光还要快 一口锋利无比的剑 将一片红梅 切割成两半 剑势 挟着一种 势不可当的锐气 扑袭而来 玉儿侧母的同时 骤然失色 剑势对着找起来的 难道这又是一场刺杀吗 来不及多想 他能做的 只是将赵琪 拉离危险区域 只是对方的速度 又岂是他一个弱女子 能够比拟的呢 天下可以没有玉儿 但绝对不能够没有赵琪 玉儿只能选择 将赵琪推开 赵琪没有武力 没有看见的情况下 反应没有那么快 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毫无疑问的 被玉儿推开了 将白雪红梅 都惊破的常见 破空而至 没了赵琪 玉儿变成了 迎接利剑的对象 赵琪大惊失色 那名从人群中 赐出来的男子 也是大惊失色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66章 亲人重逢 周年男人头戴斗笠 一身破布衣服 不知道经历过了多少次缝补 初见那一刻 他很果决 现在则是有多果决 便有多后悔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玉儿会这般决然地 将那少年推开 带着几分沧桑和伤痕的脸颊上 他咬牙想要收剑 只听到苍郎郎 来自铁剑之间的碰撞 释放出刺目的火花 张子军纵剑而来 由无形剑气释放而出 自从修了陛下所传的君子之法 他已经隐隐触摸到了二品的门槛 手腕翻转 一道充满杀奇的剑光 破开冬雪 从中年男子头顶落下 玉儿一声轻贺 将军不要 张子军早已感受到了 对方为了收剑而导致的那起倒行 听到玉儿的话 他果断收手 咔嚓一声 斗笠前端被切割出一道剑痕 王姬从另一边带着隐秘卫而来 将中年男子重重包围 你是谁 王姬的话刚问出 玉儿便冲了出去 他又惊又喜 罗叔 你还活着 贺云松客栈 中年男子摘下斗笠 露出了一张如重枣的脸颊 没死中风 他神情沉重 厚重的身体 陡然朝赵琪跪拜而下 罗池刚才险些恩将仇报 杀害恩人 请恩人一箭刺死罗池吧 诶 罗叔 别这样 赵琪上前将之扶起 说道 您是玉儿的亲人 自然就是我的亲人 桥上的事情 那都过去了 罗池是魏家的管家 精通武学 依然是无品无者 数年前 越国那场恐怖的洪水灾害 冲回了无数家园 又逢敏夷作乱 战火加上自然灾害 魏家便因此而帮他了 罗池奉玉儿父亲之命 前往东来楼选书 从此不知所踪 玉儿早就以为他死于那场灾难之中了 只是在很多年前向赵琪和敏太后提及过 赵琪扶他 他死活不愿意起来 神情坚定地让人觉得他这已是执拗 罗池看了一眼赵琪 他活了几十年 能看不出来眼前这小子对自己小姐的心思吗 还说什么只是为小姐庆生 小小年纪居然就生出了这种心思 他绝对不能够让小姐为了报恩 就以身相许 既然他老罗来了 这样的事啊 就绝对不能发生了 一念至此 罗池双眉搭拉了下来 满面愁容 毛子里啊 甚至泛起了泪花 他朝着赵琪磕头说 公子人心 饶了我一命 但是公子一家对小姐的救命之恩 罗某莫持难忘 今后公子之命便是罗某之命 公子之躯便是罗某之躯 公子受难 罗某纵死 也要为公子解难 罗某但凭公子驱使 无有不从 赵琪恶然 许位觉得此言是大大的不妥 他说道 罗先生啊 公子之命比你可要贵重千万倍 公子之躯也不是你能相比的 方元一把把穴位拉开 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玉儿焉醉轻笑 上前说道 罗叔 你先起来吧 罗汁仍然不肯 不行 若是赵公子不愿意让我跟着报答恩情 我就跪死在这里 玉儿敏春 清澈的毛子中 没有丝毫波澜 用无比平静的语调说 罗叔 玉儿和他早已不分彼此 我和他之间也没有报恩之说 他知道罗汁担心的是什么 所以这是表明心计 方元瞪着许位说 如何呀 让你别插嘴了吧 现在明白了 罗汁明白了 神情变得有些恍惚 觉得不可思议 他是见到了许位所画 魏长青的画像 随后从越过千里迢迢赶来大昭京都 但他没有贸然进贺云松 本想先行调查一二 再做打算 没想到今夜就见到了小姐 高兴的同时 又看出了赵琪的歹心 然后拔剑出手 他呀 知道没想杀害赵琪 只是想逼退他 再带走玉儿 小姐自幼聪慧异常 如今已出落成了大姑娘 容貌不说倾国倾城吧 但绝对也可以让大部分男人 为之亲目了 他定然是明白男女之情的 说出这番话 他懂了 但觉得不妥 于是还是站了起来 说道 不论如何 赵公子救了小姐 以后赵公子若是需要帮助 我某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要助公子一笔之力 只是不知 赵公子在哪一行得意啊 险居何处啊 我想我既然来了 小姐还是应该回我们卫府吧 在哪一行得意啊 听见这话 赵琪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但后面的话呢 不由得令他神色一沉 交谈上酒 也看得出 此人看似粗犷 实则心思缜密 对玉儿也是的确十分关心的 方元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 问皇帝在哪一行得意的话 即便对方不知情 还是觉得颇有意思 于是他说 我们公子不在哪一行 只是一个懒散闲人而已 王姬看了方元一眼 笑道 是啊 不过公子虽然懒散 但是家财万贯 赵琪觉得好生有趣 也是上前说 明明是祖宗遗产 要不是我 早给他霍霍光了 罗志一愣 想到这小子 能拿出数百颗夜明珠 照亮奈何 便觉得好生恐怖 而且看小姐的穿着 可谓是上等的梁锦所作 还有头发上的发簪 他们魏家 虽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 但是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呀 他一眼就看出了 小姐这一身的价格 没有上百两银子 根本拿不下来 这下欠的情就多了 如此说来 赵公子就是 家有祖产的富贵闲人了 方元说道 罗先生总结得很不错 赵琪朗声而笑 其中有些得意 有些痛快 玉尔久窝浅线 平静地说 罗叔 他是大昭万民之君 万民之主 当今天子 玉尔现在是宫中的掌室女官 是大昭的子民 玉尔依依向罗侄介绍了 众人的身份 罗侄呆愣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这下他就是豁出这条命 也还不了皇家的情了 办赏之后 方元王姬赵征几人的笑声 才击破了他脑海中的异响 罗侄慌忙败下 草民有言无诛 叩见圣上 请圣上赎罪 罗叔不要怪朕 刚才隐瞒身份才是 罗叔想接玉尔重建家园的心情 朕明白 朕也可以答应你 罗叔可以在京城任何地段选地 重建魏府 至于所需钱财 自然是你们魏府出 玉尔现在都快成为大招首富了 这点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玉尔身居要直 朕也离不开他 这当然也是表明心计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妹演播 第67章 胡广密奏 亲人相见 自是有说不完的话 赵启不能 身为皇帝 他必须回宫 自然他不会抢求玉尔 也跟着回去的 今夜自是少了一些温存 但玉尔能见到亲人 赵启当然也很高兴啦 所遗憾的地方是 罗旨并没有魏长青的任何消息 第二天 天上还飘着小雪 王胖子呢 怎么还没有来当职啊 赵启给两位太后请安完毕 王姬这家伙 居然还没有进宫当职 李春捏着扶尘 急眉弄眼 说道 昨夜陛下回宫之后 金姑侯和方大人又去了松主馆 行事昨夜玩得太晚 还没有醒过来 赵启瞥了他一眼 周眉问道 他们的行踪 你掌握得不错嘛 李春赶忙低下了头 奴婢绝对不敢私自调查 金姑侯和方大人 陛下说过 东厂线下的职责 就是负责监察百官和隐秘卫 奴婢 行了 朕有没怪你 做得不错 陛下说的是 就在赵启还没到石区阁 就看见王姬和张子军两人 急步而来 步履匆匆 皇上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王姬行完礼 买了一个棺子 给皇上写信 这还真是稀奇 张子军丝毫没有配合他的意思 他说 皇上 是西渊刺史胡广胡大人 向陛下递交的秘奏 卑职住在城外 胡大人的人 是先找到了我 不过 他们只愿意将秘奏交给王思命 我们这才迟到的 皇上恕罪 文言 赵琪转头看了一眼李春 李春锁了锁脑袋 胡广给朕上秘奏 还如此谨慎 你们猜猜 他想跟着说什么 赵琪从王姬的手里 结果密奏 对于胡广 没有实施自己所制定的改土归流之策 赵琪对胡广还是很失望的 张子军埋头苦思 实在是不得解 王姬几乎没有想 就说 我看他是做贼心虚 没有按照皇上制定的三步策略走 还放了犬龙首领 现在啊 怕是向陛下来认错 表忠诚了 李春很想在刚才的失误上 搬回自己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印象 想到脑瓜子都犯疼了 终于想到了一件事 哎皇上 胡大人是有才之人 当初没有执行陛下的计划 恐怕是为相对他施压 他也没办法 现在局势稳定 或是向陛下再见良策 赵琪边走边看 笑道 好你个李春啊 还真给你猜对了 朕有赏 谢陛下 李春得意的余光扫向王姬 赵琪想到了信中胡广之言 没有注意到 快去传太位 太中大夫 剑义大夫 还有许一郎 太中剑义是没有定缘的 不过赵琪这时候说 自然只能是陈玄默和方元了 宣誓殿里 刘然笑呵呵地给赵琪行礼 陛下 不知赵老臣是有何事啊 陈玄默和许位都显得很凝重 要知道 皇帝基本上都喜欢待在石区阁 今日召见他们却在宣誓殿 这说明事情非同一般 赵琪说道 你们看看吧 这是西元刺史胡广所奏 胡广想到这个时候推广改土归流 声称此前之所以没有行斩首之策 并非不想 是因他一物战机 才导致犬戎首领有所察觉 主动投降 这话 你们觉得有几分可信 刘然看过之后 站着了身体 神情肃穆地说 不敢欺瞒陛下 陈和胡广之间有过很多交集 也算是半个知己了 他所奏之言 绝非虚言 但也并非全对 照起咒媒 这个答案倒是超乎了他的所料 怎么说 刘然屡须说道 胡广寒门出身 能走到今日 全凭相国教导提携 他又是极重施恩之人 老臣推测 犬戎首领突然选择投降的决定 的确是超乎所料 但背后定然有相国大人的透露 这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胡广知道其中的缘由 但没有选择将之奏报陛下 是向自己承担责任 陈玄默身以为然 他敷衍说 陛下 刘公所言 陈赞同 胡刺史对违相的尊敬 朝中大臣有目共睹 说一句孝敬自己的亲生父亲 丝毫不为过呀 但胡刺史对枪移之乱局 和相国大人是不一样的 此事 陈曾与他谈起过 正如胡刺史奏报中所言 我朝疆域只有逆烟的三分之一 人口亦是如此 我朝若要强国 西端南端之移民 必须要解决 陛下所定之策 正是解决这两颗毒瘤的最好良药 不但可以为国天护 亦能够为国增税 现在国家已经初步稳定 双江之地的修建事宜 也已完成了一半 此时推行改土归流 乃顺应时事 方圆的双手揣在袖里 感受到赵琪落下的目光 笑着说 小陈和胡大人没有什么交集 不敢贸然判断 怕误了皇上的大事 赵琪取笑道 还有你不敢贸然判断的 在上阳对付严硕的时候 你不是很大胆吗 方圆一挑眉 他前不久才知道 相伯福是皇帝提前就安排过去的 便没有反驳 这时许位严肃地说 陛下 陈也一样 不过刚才太中大夫说到时事 陈觉得 现在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时事 如刚才刘公所言 唯相已将陛下策划改土归流的国策 透露给了犬仪强容 而胡刺史也没有通过这场战争斩杀 异族威望较重和不支持此策的人 若是此时推行改土归流之策 必定受阻 一旦不慎 犬容和强疑甚至可能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 联手抵抗朝廷的改制 陈玄默看向了许位 神情上浮现出欣慰之色 许一郎所言 我不敢苟同啊 胡刺史在奏折中已说出了很清楚 他并非没有任何准备嘛 从密奏中看 胡广一直都在谋划改土归流之策 但是他却碍于自己的老师 最后所走的方向 和召起原本制定的方向已不一样了 对枪移百姓的救助之资 胡广就没有亲自发到移民的手中 他甚至故意把此事全权交给了枪族的官员处理 同时又派人在移民之间 散播枪大王 拿了朝廷钱粮 却没有发给他们的消息 以此加大了枪族移民 和枪族王庭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呀 胡广这一记 是相当的坏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六十八章 陈许之争 令枪族移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只是胡广的第一步 紧接着 他以调节犬戎枪族之间的关系为由 进入了犬戎之地 同样以朝廷的名义 向犬戎百姓示意救助 不同的是 胡广所用的方式 不再和对付枪族一样 就如当初赵琪所说 他亲自向犬戎发放了钱粮 犬戎被打怕了 当然不敢反抗胡广的决定 只是这样 犬戎和枪族两相比较下来 高下了一盘 现在的西乡之地 以有自发的枪族移民 找到胡广 希望他能够救救他们 战乱之后 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胡广便以朝廷 在北疆荆州 耗费极为严重为由 表示朝廷下放到枪族的钱粮 已经用完了 最后 在枪族百姓苦苦哀求下 胡广才半退半久地说 他愿意向枪族移民 提供农具和种子 可以在枪族边境 开垦种粮 走投无路的枪族移民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答应 事情到了这一步 胡广便向赵启上了这封密奏 枪大王不笨 已经嗅到了朝廷 对他们的子民有所企图 但短时间内又苦无办法 刚刚经历战乱 和冬日的王廷 也没有太多的粮食 诸部落更不愿意 分出自己的粮食 就即因战乱而流落的灾民 胡广接下来的计划 必然需要赵启在朝中 将该土归流 确定为国策 因为长此以往 枪大王必会向朝廷 举报胡广在边疆 引枪仪屯田的事情 同时 胡广也需要更多的粮食 只有如此 才能够让更多的移民 离开他们的首领 接下来的计划 便是分化枪族 该因枪大王 在此前对各部落的赏赐 就极不均匀 几个部落非常不服 胡广几个月来 亦是没少派人和这些部落的首领联系 从中施展离剑之策 离剑亦需要钱财的支持 西元虽富 但胡广所做的这些都没有朝廷首领 自然无权调动 陈玄默宁生说道 胡刺史谋划已久 虽和陛下出定之策有所不同 但所走的方向却是一样的 如今枪族内部一线乱象 移民为了活命 也主动投向胡刺史 徐一郎认为没有时事 却恰恰相反 现在非但有时事 还有人和 现在所缺的只是天使 所谓的天使呢 在这里并非是天象 而是大昭的真正主人 圣后娘娘 改土归流要推行 大昭要挖去背后的两块肿瘤 朝廷必须要下决定 要予以明确的指示 平常看他老老实实的 干起这种事来 还真是阴险狡诈呀 方元听完陈玄默的讲述之后 嘿嘿笑着说 徐卫看了他一眼 有些不满地说 身为建议大夫 不为陛下谋事 尽扯些没用的 我看呀 你还是引就辞职吧 他不给方元回话的机会 望向陈玄默说 台中大夫可曾想过 圣后娘娘为了稳定 朝局地方 甚至想违向妥协 枪移之毒瘤 一旦出手 必上动荡 如今国家财走上正轨 岂能在这种时候废止呢 陈玄默微微一笑 认真地说 当今天下 烟果芒于棋 月果芒于修复创伤 若此刻不动 今后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犬戎西枪 出平战乱 麾下士族已无心再战 只需潜一梁将 再以振西将军自北而南威慑 西枪即便敢动 也只是自取灭亡之道 何况不破不利 只有这些旧势力 消亡受损 改土归流 才能如期推行 许为您是向陈玄默说道 改土归流 固然能够一劳永逸 但是前一发而动全身 枪移动 则南方南蛮山鬼 亦会做出反应 一旦五朝边疆生乱 太中大府如何保证 燕国就不会再次出兵呢 两人目光直接碰撞 陈玄默说 一郎所思周全 但还是那句话 不破不利 若任何时候 都手握时辰把握 那么这天下 也不会乱至今日了 许一郎过于求全 这并非好事 许之天下 绝无实权实美之事 军国之事 更要有一王无前的勇气 好了好了 赵琪起身 阻止了两人的继续争论 方晴 说说你的看法 方圆左右看过两人 许位气息平稳 面色沉静 陈玄默泰然而立 方圆于是拱手作一 微笑着说 陛下 小臣觉着 太中大府和许一郎所言 都有道理 刘然指着方圆 小花头 方圆黑黑一笑 说道 但是呢 皇上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 观大事查大局的时候了 许位皱眉 大局大事都不顺 岂非至江山 设计于不顾呢 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 胡刺石已经完成了初步布局 而枪大王已经察觉到了变化 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小臣认为 现在争论的已经不是改土归流 要不要推行 而应该商量怎么推行 如何推行 刘然眼前一亮 老臣复义 陈玄默郑重点头 他并不是没看到这个关键点 只是许位提及大招 如今所处之局势 也就顺势和许位辩论了几句 但若换了别人 他不会去辩论 许位这个后生啊 他很是看好 为人稳重 不骄不躁 将来必成大事 见义大夫一语 令人震聋发聩 臣深以为然 陈玄默毫不吝啬地 表达出对方元的赞赏 方元说 还是刚才受太中大夫的话启发 我才想到的 赵启一拳落在庄案上 起身说道 方卿所言甚是 居于边疆的移民 一直以来都是我朝背后的蒙次 立国之初 若不是这些移民在后捣乱 太祖爷爷或许早已击破燕国 统一天下 又何来陷在三国鼎立的局面 朱卿都是至存高隐之人 我大招也不能偏安两者 以后是要操练士族 北伐中原的 那么现在就必须解决后顾之忧 许位恍然大悟 他刚才从大处着眼 但却忽略了细节 陈玄莫说得对 十全失美之事 世间何来呀 何况是江山社稷呢 既然齐神败下 陛下圣明 既然你们都没有异议 就想想如何为胡广 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吧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69章 番鼠成功 第二天 雪便停了 远处的山头上 笼罩起一层白雾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白雾化作了露珠 给无数丑鸟 解去了一身的饥渴 赵启在甘泉宫的 寝宫门前 伸了一个懒腰 发出一声舒爽的声音 月儿从后面紧随而来 他已经知道了 胡广来信的事情 但是昨晚 他回来得很晚 赵启已经睡下了 他便没有叫起她询问 安静地在旁边睡下 奇怪的是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赵启的手 还是落在了她的身上 罗叔的事安排好了 月儿点头说 罗叔在成东 买下一家展院用来改造 他有事情可做 我就回来了 赵启注意到 他躲闪的眼神 轻咳一声 月儿 你干什么 月儿为政 对赵启突如其来的加重语气 很是疑惑 赵启说 我们之间 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原来是被看穿了 月儿也不尴尬 说道 罗叔想让我离开皇宫 他说宫廷四海 我不应该待在这里 他认真地注意着赵启的变化 确认自己没有一分一秒的错过 而赵启已逐渐阴挺的眉眼间 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黑白分明的眸子深处 闪出一种恶趣味的笑意 就像他曾经看过的 无数电视剧中 熟悉的桥段一样 我知道 罗叔这是担心 我吃了你啊 赵启一跳往向天穷 笑嘻嘻地说 月儿撑了他一眼 那你怎么说 赵启看向他微圆的小脸蛋 还有清澈的 没有半点杂质的毛子 伸手抓住他细嫩手掌 一种冰凉的感觉 清洗而来 既然他不放心 那就让他进宫来 月儿被他拉着 朝永兽殿的方向去 找到亲人 这事啊 还没有告诉明太后呢 你早就看出来了 没有啊 怎么了 月儿自然不信 赵启显然早就看穿 罗指要进宫的意思了 玉果园里 城卧拄着拐 行走在大棚里 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痛处 玉聪聪的翻树腾 阴入眼帘 将他的脸上填满了笑意 腿是父亲打的 要他回去 不准在这里种地了 曾经的京都四少 如今就他 傻不拉基的种地 其余两个 早就从明镜楼退出了 沈坠呢 似乎很喜欢和那些 平平惯惯打交道 但当初进宫的十家子弟 大多数都已经重新开始了 花天酒地的生活 陈谦以前极恨鬼混的陈沃 但现在却巴不得他出来 继续鬼混 快去通知陛下 今天我们就要采摘番鼠了 陈沃说出这句话时 语气中出现了明显的激动 身边的人答应一声 好 我这就去 他们在几天前 就已经挖开了部分地方 确认过 昨天又接到了皇帝陛下的命令 今日就要采摘 陛下 我听说胡刺使的事情了 不过陛下为什么刚才还没有向圣后说明呢 玉儿和赵启从两宫中走出来 周围跟着李春 张子军等人 他自然是称呼陛下 赵启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手指点在玉儿的鼻子上 说道 这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就在今天我们要采摘的番鼠上 玉儿微微粗眉 很是不解 番鼠和改土归流 和圣后娘娘是否同意 还有直接关系 然也 赵启突然发现 要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柄如许味那样的扇子在手里 应该还是挺帅的 便在此时 从玉果园而来的人 趋步前来 等他们到了玉果园 一切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玉儿给赵启挽上了衣袖 他一点也不反对赵启亲自下地 赵启随便地问了一句 陈卧 脚没事吧 这陈卧呢 半身泥土 没想到陛下竟然还会关心他 笑得就像是一个憨厚的农民 哪里还像当初目光可上九天的样子呀 谢谢陛下关心 草民没事 听到草民二字 又看着陈卧的脚 他身上没有任何官职 身为官宦子弟 还在这里给他进营番数 不被陈谦打才怪呢 看来得想个办法 给陈卧弄个一官半职了 这样才能让人看到 当初他说那句 智农也能做官 也能封侯 并非虚言 才会有更多的学子 愿意从事农学研究 民以实为天 粮食多了 才能养活更多的人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 这动土的事 你就别动了 在旁边看着 看着朕将你的硕果 一颗颗挖出来 赵琪的语调温和 没有半点皇帝的架子 陈卧大惊道 草民不敢 既然陛下都下地了 草民怎能在一旁 朕说可以就可以 赵琪提起锄头 来到陈卧面前 这小子非常拾去的弯腰 赵琪的手 顺利地拍在她的肩上 你是有天赋的人 好好干 今后朕绝对 不会亏待于你 陈卧神情大动 谋中莫名地 就泛起了泪花 君上大恩 他不过是一名 不学无术之徒 何以得到 如此的重信呢 草民一定会让我 大昭以后 卧野千里 这话是当初 赵琪告诉他的 他还记得 赵琪一声令下 王胖子 滚过来开路 王姬不多说 张子军也是提起了锄头 陛下 这东西我们没有挖过 会不会不小心挖坏掉呀 听见这话 赵琪才反应过来 就这半亩地都不到的藩树地 就是挖坏一个 都是得不偿失的呀 嗯 说得没错 赵琪二话不说 将锄头扔了 都给朕用手刨啊 要是刨坏了一个 朕可是会要你们的向上人头的 玩笑般的话语 坠入众人的耳畔 众人心中有所警醒 脸上并不害怕 皇帝陛下常来这里 传授他们一些新奇的农学知识 每每相处下来 皇帝陛下的性情 他们都有所体会 自然 君王这反复无常 心中还是要时刻谨记的 王姬带头开路 只见一片密密麻麻的番薯叶 让人看了 就觉得内心舒适无比 开弓 赵琪亲自蹲下 双手直接没入泥土之中 没有半点犹豫 方圆和许位也加入其中 赵琪叮嘱着 别把他的红薯糖慢给弄断了 挖的时候 从根部侧方慢慢向下 玉儿也不嫌脏 开心地蹲了下去 另一头赵琪发出了 豪情万丈的笑声 手里提着一颗红薯 我挖出来了 体地 你看 好大呀 众人不约而同地望过去 赵琪惊叹道 好家伙 这么大个 拿过来给琪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眼波 第七十章 是真的吗 第一颗番薯 是从赵琪的手中出现的 众人皆唏嘘起来 睁大了眼睛 瞧着上面还裹着泥巴的番薯 他们好些在这里经营的 前几日 在试摘的时候 就已经见过了 但是赵琪手里的块头 比他们前两天摘的 可大了两三倍不止啊 太好了 拿过去 给承握看看 赵琪交给旁边的人 却被赵正一把夺了过来 他抱着大番薯说 这是他挖到的大个的 雄壮又威武 要封这个红薯为他的虎威将军 众人揭感无语 平阳掌公主 又满是泥巴的手掌 直接拍在他的后脑梢 还虎威将军 你信不信一掌拍死你的虎威将军 赵征不顾赃 直接将番薯死死抱住 许卫说道 陛下 我也挖出来了 方元大吼 我这里也很大 一个出来 便个个出来 一株苗 虽然无法跟葡萄相比 但是也从土里接踵而至啊 这是他们几个月来 花费了无数辛劳汗水 种植出来的 大家都很高兴 老方 你那个不行 没我的虎威将军厉害 你那个顶多 就是个小司马 方元白了他一眼 说道 殿下 你真幼稚 便在此时 赵启的声音 忽然传了出来 皇兄 你过来 朕这个比你的虎威将军 要厉害吧 赵启和玉儿 用力地从土里 挖出一个两只手 都握不完的 红薯出来 就是赵启都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么大个儿 就是在后世 一亩地里 也不见得能挖出一个呢 方元赶忙说道 不愧是陛下和娘娘 一起挖出来的 与众不凡 天赐祥瑞呀 殿下的虎威将军 在他的面前 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 赵启摆了他一眼 鄙视道 刚才你不是说幼稚 现在起地难得就不幼稚 殿下你别凭空 巫人清白 那种话我从未说过 赵启目光灼灼 宛若火烧一般 盯着手中的大红薯 大笑道 黄兄的是虎威将军 朕这个 只怕就得是大将军了吧 那不能 赵征 将自己的虎威将军 抛在了地上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从赵启手里 抢了过来 说道 大将军是我 他顶多只能 做个票棋将军 做老方他爹 众人文言大笑 不到半亩地的红薯 很快就被挖完了出来 乘卧担心有错过的 还让人 字字兮兮地 检查了好几遍 就差没有挖第三尺了 赵启望着 堆成三堆的红薯 吩咐道 算算 这小半亩地 缠了多少 之所以对上三堆 自然是从 不同的土壤中 种植出来的 承卧掏出了算盘 他以前 不会这玩意儿 还是最近才学的 但是打起算盘来 却是流畅得很 噼里啪啦的响 过了片刻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之下 承卧开心地说 陛下 六弹 方元和许位 张子军等人 不可置信地 望着地上的番薯 这是真的吗 才这么点 就能铲出六弹了 要知道 一亩上等水田 丰年时 宿米也到不了五弹 老天爷真的是 没有开玩笑嘛 赵启自己都没有想到 还处于实验阶段的番薯 竟然就如此疯狂 不愧是强悍的番薯 能适应各种环境 玉儿都有些懵了 他对宿米 熟米还是有些概念的 何况在赵启种下番薯之后 他还亲自查阅过 大昭历年来的农作物产量 这时 太学生李来 突然惊醒过来 他说 不对不对 六弹 我们还没有算上 被破坏掉的那些 还有没成活的三猪 这真是意欲惊醒 梦中人啊 陈卧激动地说 不错 若是算上的话 或许能有七弹 许卫敷衍道 如此大概估算 一目低下来 至少也有二十五弹 王姬发出一声感叹 天哪 张子军被静得说不出话来 他是实实在在 从果农的人 亩产二十五弹 这就是个不存在的数字 好吧 方元捏着香飞扇 他奶奶的腿呀 这比灭了燕国 越国还难吧 现在居然成真了 赵真不是很理解 他们为什么这么惊讶 但是灭国他喜欢 他说 老方 你的意思 有这些番薯 我们就能灭了燕国越国 方元摆了他一眼 殿下 这么多人 你别表现得这么傻呀 经历过上阳洪涝灾害的平阳 神情平静地出奇 他想起了小石头们 吃不起饭的日子 心情便有些低落了 赵真不可置信地望着众人 这个世界是哪里出错了吗 许葳这头倔驴都发出了狂笑 张子军石头一样的脸色 竟然出现了瞠目结舌的表情 现在 平阳的眼睛里 居然出现了泪花 赵真试探地问道 你是不是病了 平阳杀气腾腾地 瞪了他一眼 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 你知不知道 母柴二十万代意味着什么 我们皇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白家子 赵真满头问号 赵起知道平阳在上阳经历的事情 他上前说道 黄姐 等下一批我们就能大规模种植了 到时候我们首先在上阳推广 嗯 平阳重重点头 从地上捡起一个 拿到赵起面前 问道 产量虽大 但真的能吃吗 此话一出 没人笑 好些人都产生了同样的疑惑 他们只顾着产量 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吃才行啊 陛下虽说这东西能做主食 但他们也愿意相信 只是陛下说过 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大家都很激动 细心的玉尔让人端来了水 赵起接过平阳手里的红薯 放进水中认真清洗 并且说 去穿礼富贵 朕要教他做新菜 做当然是要做的 但是不能做太多 还需要留着做种呢 朕先教你们第一种吃法 这种吃法最是简单 赵起清洗干净之后 令人拿来了合适的小刀来 然后开始削皮 紫红色的皮落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白色的果肉 用刀分出树块 黄姐 你是我皇家第一吃波 这第一块红薯先给你吃 啊 吃波 那是什么 能吃吗 平阳小心翼翼地接过 端详着手里从未吃过的东西 他是一点也没有害怕 一点也没有犹豫 直接啃下一半 竟然是吭吱吱吱地作响 他的瞳孔逐渐脏大 震惊地说 居然甜丝丝的 还挺脆 众人一听这话 食指大动 赵起忽视了一群人的祈求 切下来第二块 月儿 你来尝尝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七十一章 国之重器 圣后娘娘 大事不好了 常乐宫里 维行等人 正在和圣后 商议西枪的事情 倒不是维行主动提及 而是胡广 在给赵起密奏的同时 也给朝廷上书了 这种事 本就不可能瞒住的 胡广决心做此事 虽然尚书为此 侧应赵起 从这方面说 胡广的做法 对赵起来说 已经有些强硬了 但是他处理得很好 一封密奏 表了忠心 寇腾对殿外 嚷嚷嚷的太监 怒斥道 晃晃张张的 成何体统啊 太监指向 玉果园的方向 气息还没有喘云 寇公公 玉果园 陛下去了 玉果园 去玉果园怎么了 陛下天天都去玉果园 你天天都要大喊小叫的吗 不是啊 公公 陛下不知道怎么了 以前只是讲讲课 今天 他都亲自下地了 而且还不用锄头 直接动手刨土 我看见 陛下 全身上下都是土 连脸上都有啊 还有长公主和殿下 也是补骨尊卑 和那些人一起跪在地上刨土 这真是太奇怪了 寇腾皱眉 皇帝在那里种东西 他当然知道 但即便是东西成熟了 也没道理 动手刨土 那锄头是干嘛用的呀 他赶忙进去通报圣后娘娘 唯一行 听了寇腾的讲述之后 宛若老师 说起自己的学生的缺点 陛下终究是少年心性 在月期间 又和主多底层名乎生活 如今陛下乃万民之君 向伯父却没有教授 陛下这些道理 终究不妥呀 老臣忙于国事 一直以来有所疏忽 此臣之过 向伯父日前出京 至今未回 臣以为 因为陛下安排一位 德高望重的人 教导礼教 徐广安随即复言 娘娘 太常梦大人 素有君子之名 为天下读书人之楷模 一世朝中的鸿儒 可为陛下师 环浩掀起长长的白眉 说道 陛下此位亲民 体察浓丧之极苦 并非是不顾君臣之礼呀 圣后没有立刻去御果园 说教皇帝 也觉得违行等人 说的有几分道理 皇帝出宫的次数 是越来越频繁了 虽说还没有亲政 政务不多 又是微服出宫 不会惊扰民众 但是大臣们对此 已有所不满 须知 天子坐镇中枢 才能安顾设计 便在此争论之中 洗漱干净之后的赵起 端着石盘 缓步而来 神色沉稳 几个太监看见顿石发狂 不是说陛下跑土吗 怎么现在端着膳石来了 不论如何 先行通报吧 这番薯有多少种吃法呢 用来做菜的各种花样 那是数不胜数 五花八门 在如今这个粮食匮乏的时代 直接用来做菜 普通的百姓恐怕还舍不得 因此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最简单的 是将红薯做成红薯泥 红薯粥 最重要的呀 红薯还可以做成红薯粉 进而可以做成红薯饼 作为在远行的时候的干粮 这些是能够直接填饱肚子的 若是用红薯做菜 那估计是一天也说不完 赵启这不就端着一碗 刚和李富贵做出来的红薯泥 还有炸红薯条 来到了长乐宫前 红薯还要留着做种 能做得有限 上后几人 突然听到赵启端着膳石来了 都很疑惑 不过现在确实到了饭点了 上后听到赵启来给他送吃的来 不禁觉得有些饿了 环浩顺便赞了一句天子乃至孝之恩 皇帝 你端来的是什么 赵启进殿 还没行礼 袁太后就注意到赵启那瓷盘上 被炸的金黄色的番薯条 瞧着有些不寻常呀 赵启笑阴阴地来到袁太后身边 说道 回母后 这个儿臣叫她油炸番薯条 是儿臣在玉果园新种出来的番薯 特意拿来给母后尝尝 她亲自将筷子递给了一脸狐疑的袁太后 根本没有在意下面的奇怪目光 这就是你种出来的番薯 袁太后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香味 阴色中出现了变化 让围形等人的眼睛都直了 赵启又揭开了旁边的小碗 母后 这个是番薯泥 腾腾的热气随着盖子的揭开 带着香味散发出来 这是一种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不一样的香味 毕竟红薯就是他们不曾见过的 天然就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这不禁让围形都为之动容 心想小皇帝种的这种东西 真的能吃吗 皇帝有心 那母后来尝尝 圣后先是夹起油炸的红薯条 送入嘴中 下面的环号不禁舔了一下嘴唇 外焦里呢 还有一丝香甜 嗯 不错 袁太后的凤眼之中 仿佛燃烧起了凤火 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 盛起一勺番薯泥送入口中 连连点头食欲大动 色味俱佳 味道尚成 笔枝熟米 有有甚至啊 袁太后望向赵启 说道 皇儿 这就是你种出来的番薯 赵启当即表示 这不是她一个人种出来的 是陈前陈大人的儿子陈卧 带着玉果园的众多学生百姓 种出来的 袁太后连续吃了几口 才注意到下面 各个瞠目结成的目光 赶忙放下了碗筷 不论是谁 种出新粮食 都有功 大功 袁太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真的做到了 这是能活无数人的粮食呀 这时 韦一行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圣后 这番薯当真能做主食 能做粮食 园太后 袁太后 醒过神来 吩咐道 皇儿 给几位宫卿大人奉上 也让他们尝尝 这新粮食啊 母后 这只是初次失重 产的不多 还得留着做种子 所以 赵启 赵启 甘笑两声 袁太后听到 产的不多 有些失望 一亩地 能产多少 韦一行 肃然起身 游记得当初 他还和赵启 做过约定的 赵启 笑着说 不多不多 因为初次种植 还没有一亩地 但今日采摘的 小半亩地 只有六蛋 初步估算 一亩地二十蛋 应该是有的吧 这 刚又拿起 勺子的袁太后 手突然颤抖起来 勺子砰的一声 砸到地上 徐广安和韩浩 忽然起身 大长秋寇腾 呆冷在原地 一时间 只有勺子坠地的 清脆响声 是那样的刺耳 只有六蛋 皇帝居然说 只有六蛋 初步估算 母产二十蛋 他们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了 到底是维一行 他率先醒过山来 陛下 当真能产 二十蛋 赵启轻飘飘地说 维一行不信 现在就可以 同镇去御果园呢 维一行 河下的山羊虎 有些凌乱了 看向圣后 震惊地说 圣后 此乃国之重器呀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七十二章 图穷笔线 母产二十蛋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御史大夫 徐广安 望着上面专案上 袁太后 还没有吃完的 油炸红薯条 即便圣后已经亲自吃过 但这等天方夜谭 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一向端庄的圣后娘娘 都有些心情激荡了 皇帝 带哀家和诸位 公卿大臣去看看 你种的番薯 究竟是什么 V型仿佛已经忘记了 刚才建议 孟宏为召集之时的建议 是啊 眼见为实 还请陛下为我等 指点迷津呀 母后请 召集很果断 等待圣后娘娘和三公重臣 来到御果园时 番薯已经彻底清洗干净了 放在廊下 红色的表皮 瞬间就吸引了圣后 以及维一行等人的目光 皇帝 那便是番薯 众人在听到 圣后娘娘驾到的声音之后 都让开 跪在了地上 赵琪说道 没错 适才母后吃的番薯泥和油炸番薯条 就是他们做成的 刘燃很好奇地问道 陛下 刚才我等看见 上后所用的番薯 乃是金黄色的 现在看着 怎么是紫红之色呢 刘公有所不知 这红薯需要先去皮再行烹饪 因为其表皮颜色 故而又称红薯 圣后娘娘进前 望着地上对成小山一般的红薯 想起了刚才的味道 感到惊奇 红薯好 比番薯好听 赵琪笑道 那以后便叫红薯 其实这些 此前赵琪就和圣后说过 当时还和维一行 做了一个约定 徐广安看见了 一是看清了 他说 陛下 不到半亩 就能够产出这么多红薯啊 赵琪让陈沃拿刀来 又给削出了一个 给陈沃看得是疑疹心疼 但是圣后价钱 他一句话也没敢说 我要吃 平阳长公主看到了这架势 第一时间就凑了上来 这一幕 却是给维一行几个人 看懵了 满朝诸公都知道 平阳就是一个吃货 但也不是什么都会吃的 最关键的是 眼下这红薯 不是生的吗 赵正比翼地说 真不知道 有什么好吃的 赵琪将红薯切成了几片 给了平阳一片 上下的送到 维一行等人的面前 维一行圣侯 尝尝吧 维一行犹豫了 谢陛下 只是 这 不是生的吗 环浩一咬牙 在他看来 赵琪肯定是有什么计划的 不敢反驳 管他生的数的 都没有自己的劳命重要 他咔嚓一声 一口咬下 难看的脸色 瞬间缓和了下来 陛下 这真的能吃啊 清脆可口 好吃 那可不 赵琪一挑眉 圣后和几位大臣尝过之后 直接进了玉果园旁边的殿宇之中 赵琪站在殿中央 侃侃而谈道 说起这红薯 可谓浑身都是宝 是才母后和列位公卿 见到了蒸的 炸的 甚至生的 但这红薯除了这三种 还能直接用火烤来吃 能入水煮来吃 还能进一步做成红薯粉 制作红薯饼 磨等等 那还真的全身都是宝啊 元太后让人从长乐宫 将他还没有吃完的油炸红薯条 给端了过来 将剩下的赐给了唯一想几个人 环浩问道 真是不错呀 如此神物 不知笔下从何处得来呢 赵琪云淡风轻地 将王姬赵璋两个人 在逆月遇到了那名胡商的事情 又讲述了一遍 这种功劳 他完全没有必要揽在身上 为什么是幼呢 赵琪此前就说过 圣后等人却是不相信 王姬作为自己的心腹臣子 现在这种时期 自然是功劳越多越好了 只见刘然吕虚感慨道 寻常百姓 平常若是能有一口黄米粥 就一心满意足了 如今金姑侯和殿下带回来红薯 得陛下指点种植出来 今后我朝 数十年内也无需担心 饥荒之灾了 饥荒啊 去年因为战乱和红浪 他们已然领教过了 若是有了这母产二十弹的红薯 今后还会存在这种事情吗 唯一行都激动了 不过身为丞相 他还是时刻保持着理智 问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陛下 不知此物种植起来是否困难 能大面积推广吗 几人都是提心吊胆地望着皇帝 母产二十弹 这种神物种植的条件 恐怕也很苛刻吧 要知道陈沃等人 可是日夜不停歇地照料着呀 母后 经过陈沃等人几个月来的悉心研究 已经得出了适合红薯种植的结果 大昭将于幅员辽阔 任何地方都能种植红薯 刘然震惊道 任何地方都能种植 没错 赵琪解释道 红薯喜热未冷 而若大昭低丑南边 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在下时种植红薯 不过 陛下不过什么呀 赵琪看了围形一眼 旋即定神望向元太后 说道 不过红薯比较适合较为松散的土质 尤其是优良的沙壤土 因此 比起京畿西元 红薯还是更适合在山南的残州南州种植 不过 又是不过 微型环号徐广安刘然 加上圣后五双眼睛 望眼欲穿地盯着赵琪 这小皇帝故意的吧 于是元太后压低了声音问了 不过什么 赵琪嘿嘿一笑 不过除了山南三州 还有一个地方更加适合红薯种植 若是能在那里栽种 必能增产 几位大臣到西口凉气 都二十淡了 还能增产 这是要吓死他们吗 皇帝 圣后娘娘已经有些受不了了 赵琪拔高了声音 面向西方 正色说道 这极适合红薯的地方 就是西腔之地 什么 西腔 微型难以置信地望着赵琪 赵琪平静地说 不错 西腔之地多沙土 而红薯更喜欢在沙土中生长 因为红薯怕水 沙土沥水透气 这 圣后娘娘惊喜莫名 西腔那等蛮蚁之地 竟还最适合种植红薯 这可真是稀奇呀 不过 这西腔虽臣服朝廷 但要在其土地上种植红薯 恐怕是不好办哪 华刚说完 他就觉得赵琪脸上 那人畜无害的笑容后面 包藏祸心呀 胡广刚向朝廷上奏 改土归流之策 这才第二天 小皇帝就来了这么一出 维一行等人 显然也是在刹那间 就联想了起来 但是猛然发现 皇帝说的无可挑剔呀 虽然图穷笔现 但这图很好 笔也不差 红薯能够活无数人 能够解大招数十年的饥荒 这是好事啊 刘然大踏步上前 朝圣后拜倒 圣后娘娘 老臣以为 如今必须推行陛下的 改土归流之策 此事可交由西元赐史 胡广负责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联媚演播 第七十三章 大功于朝 沉寂的殿中 刘然的声音 直接点破了关键 环浩哪能不明白呀 八高声音说道 陈复义 改土归流 当定为国策 全力推行 维一行和徐广安对视一眼 望着已经空了的瓷盘 此利国利民之事 他们是没有理由否定的 维一行公身说道 陈复义 西腔之地 已非蛮夷之地 以后将城卧朝产粮重地 该土归流 可化蛮夷 应全力推行 徐广安说 臣也复义 赵启乎呼出一口气 这群老家伙 就是要将利益 放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才能够下定决心呀 圣后娘娘沉吟道 如此看来 机密政策必须废除 既然诸公都没有意见 那就商议一下 改土归流应如何推行 如何防范 枪仪可能发生的反抗 陈党遵旨 改土归流 是去岁皇帝提出来的 这几日 皇帝辛苦一些 尽快将改土归流落实 胡广圣书 如今在西腔 已经开始布局 先向他表明朝廷的态度 让他不要总是担心后面 儿臣领命 赵琪行礼 圣后汉手 叮嘱道 改土归流一侧 于果的确是大有必义 但线下局势 最好还是不要再起兵刀 吴广虽然上书 但是他们没有说出自己在枪的计划 圣后自然抱着不动刀兵的想法了 赵琪脸色微沉 直言说 母后 刀兵在枪而不在朝 不过儿臣看来 枪仪首领是不会同意的 朝廷必须做好动刀兵的准备 刘然也是说道 圣后 改土归流之策 是动枪仪部落首领根基 江大王必然不会答应 如陛下所言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至于是否起刀兵 就在枪仪了 我们做的只能是阻止战争 发生的同时 完成改土归流 臣以为 枪仪出京战乱 内部还不安稳 或可令胡广 照枪仪各部首领 先行试探其态度 圣后微微粗眉说道 皇帝 你以为呢 赵琪说 儿臣觉得 线下还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 此言一出 几人都迷惑了 照其行礼 神情肃然等 母后和列位宫卿 都认为红薯是神物 那么为此神物付出数月的人 理应得到朝廷的封赏 大司农布城 陈谦之子陈卧 数月以来为了红薯的安然生长 昼夜不歇 还有自京都城郊外而来的郑龙 冯信等实名百姓 太学生李来等三人 宫中太监宇灵 他们都为此数个日夜未眠 母后应该先予以封赏 圣后文言正色点头说 皇帝说得对 是该封赏 也必须封赏 只是转念一想 陈卧年纪轻轻 就债得如此功劳 该如何封赏呢 而且自大昭立国以来 还没有人凭此立功的 皇帝 你以为该如何封赏呢 赵启似乎早有预料 他微笑着说 母后 御果园你也知道 土地狭小 本来儿臣也就是安排在那里御种的 现如今要扩大生产 自然就要转移地方 前几日儿臣为此微服出宫 寻遍了京畿周边的土地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 即适合下一步大规模示众的地方 唯一行已经从 母产二十弹的震惊中 清醒过来 听见小皇帝的热化 就知道小皇帝背后 肯定还是有什么诡计的 刘然和桓浩聚会神 时刻准备着 策印皇帝陛下 皇帝想说什么就直说 不要跟哀家拐弯磨脚的 母后别急啊 这不是拐弯磨脚 这关乎今后 红薯能否尽快推广 照起一本正经地说 儿臣选的那个地方 距京都有五十里地 紧邻着前不久朝廷为灾民修建的昌丰义 是北苍山和南苍山 徐广安说 北苍山 那里不是朝廷赐给宝庆侯和宝林侯的吗 是的 不过朕已经让建议大夫将那两块地买下来了 施中红薯乃国家大事 儿臣认为母后应该下旨 让京基地区的百姓官员都知道此事 如此以后也不会有人敢乱闯双苍山了 这是正礼 母产二十弹的红薯 必须重视 也必须尽快推广 这样才能将朝廷从困乏中解救出来 刘然第一时间跳了出来说道 老臣同意 圣后娘娘 红薯慈等作物乃神物也 暂时还不能为人所知 若是为逆烟逆月奸细得知 绝非我朝姓氏啊 古儿老臣建议 可在双苍山之地设立屯田锁 并且将周边方圆二十里地都囊括其中 舍立兵卫 以防萧小 环浩紧随而至 臣父义 臣卧培育红薯 有大功于朝 可封为屯田中郎将 总领屯田之士 李一行和徐广安大惊 中郎将 这是能乱封的吗 何况是从一介草民身迁 这简直是害人听闻呀 徐广安联盟说 臣以为大为不妥 屯田锁可以设立 但屯田之地也不过双苍山 在这样的地方 设立中郎将之职 实在荒唐 何况臣卧尚且年幼 如此升迁 恐落人口实啊 臣以为 不如封其为屯田千户 领屯田之士 至于兵卫 臣以为 应另觅人选 许爱情所言 方不失功允啊 赵琪 副手而笑 这一幕 让徐广安 没来由的 觉得奇怪 小皇帝 放在背后的手 肯定是藏着利剑吧 没办法 凡是相信 小皇帝脸上 那如沐春风的笑容的 中招了中招 完蛋了完蛋 赵琪淡笑着 望着徐广安说 臣卧虽出身世家 但终究是一介白神 狂乎 红薯的种植 它只是有些苦劳 没有功劳啊 此话一出 不止是徐广安蒙了 就是自己人都蒙了 唯一行明白 自己学生 想要以兵卫插手此事 但是红薯 他们一窍不通啊 圣后断然不会答应的 于是 朝圣后小皇帝行礼说道 如果老臣没有记错 红薯是金箍侯和殿下 从冬月带回来的 若是没有金箍侯和殿下 只怕我朝得不到这等神物啊 因此 金箍侯因为守宫 殿下赐之 臣我再赐之 丞相不愧是总领百官 赵琪赞了一句 而后说道 母后 儿臣以为金箍侯对朝廷忠心耿耿 且玉果园的守卫之职 一直以来也是他亲领 双苍山屯天锁中郎将之职 应交由金箍侯 也只有他能胜任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连昧演播 第七十四章 屯田都户 又是中郎将 这是智比两千弹的高官 在非战时期 中郎将呀 已是朝廷君之中的顶级将军了 黄姬 从羽林郎 到如今的羽林臂长 还封了猴 用时不到一年 这等升迁速度 就是向伯父的剑 怕是都赶不上呀 当然了 唯一行也知道 这是小皇帝 故意提出的高要求 所想要的大概是校尉之志 徐广安立马走了出来 凝重地说 圣后陛下 君姑侯领雨林素位 此为天子亲君 屯田固然重要 但也不及陛下安危 言外之意 自然就是 王姬不该调去双苍山 就是校尉 也别想了 赵琪说 张子君在红薯仪式中 也立有功了 可将其签为羽林臂长 徐广安的脸都黑了 张子君天天跟在你身边 还立功 但是红薯种植之事 他们从来就没有关心过 现在还不是赵琪 说谁有功 谁就有功啊 何况他还是皇帝 圣后娘娘看向为一行 丞相 你总领百官朝政 认为封赏如何安排 才不至于 含了功臣之心呢 微信不卑不亢 说道 回圣后 红薯之事 乃国之大事 当放在首位 不过双藏山之地 放一位中狼将 未免过有补及 不如设屯田校尉一职 圣后点头 算是答应了 赵琪也没有继续纠 将王姬升迁为屯田校尉 当然不可能是让他去专守屯田 最重要的是随着隐秘位的逐渐增加 王姬在宫中已经不好控制了 而且要进一步壮大隐秘位 王姬也必须从宫中牵出去 令屯卫兵当然是真的 但不止如此 以后双藏山 就是一只不属于赵琪的苍蝇 也休想在他不允许的情况下飞进去 屯田校尉的确认 亦是将双藏山的规制落下了 陈卧被封为屯田千户 总领红薯种植一事 太学生李来被封为屯田百户 协助陈卧 其余人皆有赏赐 至于赵征 他身为皇子 如何封赏 自然要有圣后裁定的 母后 儿臣还有一事 元太后想到 今后有亩产二十弹的红薯 心情极好 皇帝有什么就说吧 谢母后 这件事其实是在玉果园 种植了几个月红薯的全体成员 让朕代替他们向母后请示的 原因是今日采摘红薯时 红兄一连挖出数个块都极大的红薯 而且奇怪的是 皇兄每次动手 总能挖出极大的红薯 很是神奇 元太后问了一句 还有这等事 便做了下来 韦一行也跟着坐下了 平静的脸上不蓝不惊 不知道是不是麻木了 召起一副 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样子 是啊 儿臣也觉得怪 但就是发生了 所以他们都认为皇兄是服刑 而且当初皇兄为了种瓜的事 还在大棚中睡觉呢 说到大棚睡觉 元太后就觉得丢人 说实话 她是真觉得给皇家丢人 他们就更加坚信 所以听说朕准备转移市重点 他们都觉得 必须要有殿下在才行 否则培育出来的红薯 可能不好 这是什么道理 母后也看出来了 这就没道理可讲 但这神灵之事 本就没有道理可讲啊 元太后也懒得和赵琪扯 她问道 皇帝想怎么做 儿臣觉着 不如将双苍山赐给皇兄 封皇兄为双苍山山主 红薯知道他们的主人是皇兄 一定能生长得很好的 如果今后屯田中 发生了什么纠纷 皇兄也能从中调解 双苍山山主 这自然是赵琪自己瞎编的 不过古往今来 皇帝造官职 那是多不胜数 不足为奇 何况赵琪 这也不算什么朝廷官职 赵琪之所以拉上赵征 主要原因是 拉他去对付宝庆侯和宝林侯 这两个家伙 以后要是知道了 山里又是红薯又是煤矿 就以张颜鹤 那嚷着勤俭持家的性格 多半要闹事 他可没时间和那两人周旋 况且双苍山有赵征这个排面 就很不错 反正赵征和张家兄弟的过节 已经很深了 再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 还有就是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连皇家子弟都被派去镇守了 能不重视吗 原太后只是简单地想了想 赵征年纪已经大了 一直在宫中确实也不好 趁此机会 也正好让他出去历练历练 便说 有功必赏 有过必伐 赵征有功自然要赏 屯田所领之众 不能没有监督之人 令赵征领屯田都护 都屯田及兵位之事 赵齐懵了 这不是他说的呀 感情他造了一个山主 圣后便造了一个都户是吧 不过这官不难理解 都是监都 户是监户 其义自明 任宗视为官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赵征的确称圣后为母后 但其血脉不会因此就改变了 圣后竟然下了令 其实也是彻底放弃了 将赵征作为警醒赵齐的打算 李行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没有反驳 因为眼前这位皇帝 的确做得很好 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 这种时候更是无从反驳了 刘燃和环浩自然很高兴 圣后娘娘子灵一出 已然标志着赵齐的皇位 已经稳固 圣后娘娘已经彻底打消了 废帝的念头 或许这个念头很早以前就已经打消了 只是现在才释放出信号 双苍山屯田 自然是属于民屯 名义上归点龙中郎将侠制 实际上当然不是 封赏之事结束 赵齐和韦一行等人 商议了改土归流之事 只是直到天黑 也没有定下结果 临行前赵齐顺便向韦一行 淡然提及一件事 丞相 朕记得当初在御果园时 丞相和朕定下的约定 如今 韦一行镇定自若 说道 陛下 估算只是估算 等陛下真的种植出来 再说也不迟啊 赵齐没多纠缠 放他离去 赵齐来到甘泉宫 发现赵征正蹲在门前磕瓜子 天都黑了 黄兄 你怎么在这站着 赵征见到赵齐便起身质问 是你让我去当什么屯田都户的吗 谁要去屯田啊 我才不屯 我要做 也只能做大将军 哎呀 黄兄你想多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屯田呢 赵齐叹了一口气 看起来势必谁都要冤枉 我本来向母后建议 封你为郑国大将军呢 但韦一行和徐广安死活不同意 我据理力争 说了红手乃国之重器 只有黄兄为郑国大将军 总领北苍南苍事务才行 但他们不愿 我也没办法呀 赵征一拳砸在旁边的漆黑柱子上 怒道 韦一行真是可恶至极 老许他爹也是个混蛋 我找老许去 必须让他管管他爹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七十五章 吓死大臣 赵征做事要走 赵气赶忙抓住他 这小的真去了 自己不就暴露了吗 红兄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徐广安 徐广安处处和我们作对 我早就想教训他了 今日居然阻我当建国大将军 我非要找他算账不可 赵征气急 直接将赵启给甩开了 正好从里面出来的玉儿 赶忙扶住赵启 说道 殿下 你若真当许一郎是朋友 这时候便不要去找许一郎 赵征骤然停下脚步 扭头望向玉儿 什么意思啊 许一郎和他的父亲 因为政见不同 因此分属两个阵营 甚至是敌对 他们是父子 却成为了敌人 殿下可知道 许一郎为此和御史大夫 争吵过多少次 现在许一郎还坚定不移 没有丝毫动摇 殿下还要在这时候 去加剧他们父子之间的分裂吗 赵征脸上的怒火 就像是被泼了一喷水 急速消退下来 是啊 皇兄 老许已经很难了 你知道他的脾气 若知道玉史大夫 搏了你的郑国大将军 你觉得他会如何对玉史大夫 赵征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直接瘫坐在地上 一拳震动地面 他爹为什么要这样 身为臣子 不报君恩 还公然和起地作对 真是大逆不道 若他不是老许的爹 本将军定要提我的火灵点金枪 捅他一百个窟窿 殿下千万不要在 许一郎面前说这种话 鱼儿劝道 赵棋也叹了一口气 许广安和许位之间 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许广安身处高位 关键还是维一行的学生 对维一行坚定不移 不肯作出改变 亦或者说他奉行的是维一行的执政理念 那么维一行的执政理念是什么呢 自然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但主体呢 并不是皇帝 而是士大夫 这便是士大夫政治 而且维一行一直奉行以文欲武 他认为前朝便是因为过于以众武将 最后才导致了诸地分裂的原因 许广安身为维一行的学生 自然也是奉行这一套理念的 甚至在这样一套理念下 士大夫的权力得到加强 自然会有更多的士大夫 愿意跟随维一行 赵征是一心都投在军事上 自然不会明白这些 在赵启看来 无论是维一行还是徐广安 都不是庸臣 是有能力的 也是会为国家考虑的人 只是他决然不会放权到士大夫的手中 反而要收回权柄 这才是他和维一行之间 最根本的冲突所在 和赵征大概讲了一堆 赵征自个儿啊 也是懵懵懂懂 心里还是挂念着 自己的郑国大将军 赵启没想到 自己随口胡周一句 赵征居然如此在乎 他是真的想当大将军呀 皇兄 先回去吧 我们明天再说 郑国大将军 等你亲政了 记得要封给我啊 赵启望着 他头上泛出光芒的 一百中程度 放心吧 我肯定封 这次赵启说的不全是假话 元太后今日之举动 已经向朝廷百官点名了 赵征今后的走向 她可被封为王去就藩 但也可以以宗室的身份 成为朝廷官员 你别骗我啊 赵征向外挪动了几步 又回过头来 赵启看她那渴望的眼神 觉得有些好笑 君无戏言 我骗你做什么 快些回去吧 走了三步 赵征又回头 赵启摆了摆手 说 回去吧 朕记下了 第二日 赵启因为改土归流一事 无法出宫 升迁为屯田校尉的王姬 以及屯田都护的赵征 带着陈沃等 在御果园种植了几个月的人 前往了北苍山 同时 早在几天前 抵达北苍山的马银 蒲城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冶炼铸造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 同他们一样热烈的 还有在此更前些的铜丸金 他奉命建煤矿 加工无烟煤 如今矿厂已出具出行 第一批五烟煤也正式出现了 重合元年张月末 天气竟然寒冷了起来 朝臣们都加厚了衣服 今日天还没有大亮 三公及辅政大臣 就被召起匆匆地宣召入宫了 圣后将改土归流之事 全权交给了小皇帝 每次基本上都是旁听 后面几次甚至没有出现 只是看了递交上去的折子 这让维一行嗅到了不好的气息 维一行等四位大臣刚入石区阁 就感受到了久违的暖和 不过奇怪的是 空气中好像有一股什么味道 可以确定绝对不是木炭 免礼免礼 齐卫大人 悦莫了 改土归流的第一步 今日必须确定下来 否则诸公今日就不要想着回府了 照起手里拿着书卷 开玩笑般地说道 刘然朗声笑道 如此 臣等岂不是 能享受到宫中宴食了 谢陛下赐食 刘公 宫中的膳食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事情谈不下来 饭菜你们也得自己想办法啊 陛下您这是又让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啊 两人相识一笑 就在此时 几人看到李春用火钳 夹着一坨黑乎乎的东西 来到他们面前的 一个较为奇特的炉子上 赵起冷不定地说 天气突然转寒 朕特意为诸公准备了火炉 徐广安微惊道 这 陛下 您这烧的不是木炭 围形凑了上去 彻底看清了火炉中的东西 似乎好像有点像煤 他心里如此想着 赵起也直接说道 不是木炭 是煤 朕刚研究的蜂窝煤 书公感觉如何 什么 环浩大惊失色 嗖的一下 往后退去 徐广安的黑脸都被下绿了 死人慌忙后撤 微型怒目盯着李春 沉声质问道 李春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怂恿陛下烧煤 你是想死了吗 徐广安感觉自己后背 都渗出了冷汗了 他可不信皇帝陛下 不知道烧煤会要人命的 莫非陛下 因为改土归流之策 迟迟没有异定 因此烧煤要弄死他们 啊不 这不可能 陛下不也在吗 他大惊道 陛下 快点出来 里面待不得 李春你有几个脑袋 还不快带着陛下他出来 赵起瞧着镇定的围衣形 都出现了慌乱的神色 哈哈笑了起来 这让四人更加疑惑了 陛下 这是怎么了 朱公不要怕 这没无毒 朕已在这待了一个时辰 若有毒 朕又如何能见到朱公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七十六章 朕缺人呀 石区阁中 骤然间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唯有窗外阵阵吹过的寒风 掠过树木沙沙 提醒唯一行四位大臣 这并不是时间停滞 陛下已在此灾了一个时辰了 陛下刚才说这是无烟煤 无烟煤是什么呀 老奴明白了 这是陛下新发明出来的煤吧 众人说至此处 众人说至此处 微行猛的响起 大概半个月前 有人告诉他 小皇帝让方元从宝庆侯和宝林侯手里 买走了北沧山和南沧山 之后就从他所建的商会之中 令那京都巨商统万金组织人在北沧山开矿 原本他以为小皇帝开矿 是为了踏在城中的野铁工坊 现如今 环浩这么一说 莫非就是所谓的无烟煤 赵琪站起身来 神态悠闲自在 双手放在炉子上 攒了一句暖和 看向一云满面的四个人说道 主公仔细感受一下 身体可有什么不适啊 这无烟煤的特点便是无烟无味 在这宽敞通透的屋子中稍少 并无问题 等真将地炉打造出来 整间房子包括地面 都将温暖如春 维一行四人见照起神色 没有半点异样 他们认真体察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维一行还试探性地 闻了闻空气 虽然空气和平常的确有所不同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如此说来 陛下的无烟煤 能够如木炭一样暖和 刘燃吐出一口浊气 紧张的心情彻底落了下来 第一个走上前去 赵琪笑道 错 朕这无烟煤 比木炭要好上数十倍 不止比木炭更加耐烧 所释放的热量也更高 从开采到加工 更没有木炭那么繁琐 刘燃都上去了 环浩自然是不甘落后 维一行和徐广安 士徒二人对视一眼 颇感震惊 他们这位陛下也太神了 几天前 问世的红鼠 让他们看到了 大昭几十年内江湖饥荒 现在又出现了无烟煤 若如小皇帝所言 岂非今后的冬日 取暖将不再陷于木炭了 竟然如此神奇 这又是一件奇物呀 陛下 环浩双手伸到了炉子上 一双眼睛望向下面 生起的火苗 陛下又为天下 带来一件神物 老臣佩服之志 维一行嫌弃的眼神 从两人身上一刺而过 在他看来 赵启昭揽着两人 都是溜絮拍马之辈 他正色说 陛下的意思是 无烟煤不但可以 比肩木炭 还能取代木炭 不错 无烟煤无论从哪方面 都是剩余木炭的 自然可以取代木炭 若是几位不信 问问母后就知道了 徐广安下意识地说 圣后娘娘 伴随着她的声音 外面传来了小太监的声音 说是圣后娘娘驾到 赵启领着四位大臣拜见 圆太后步入殿中 目光已是看向了殿中的火炉 今早起来 她发现自己殿中的木炭 突然换成了碟 差点把她吓昏过去 只不过寇腾就在火炉边坐着 及时向她解释 才知道是皇帝在捣鬼 皇帝 你的无烟煤是怎么回事啊 圆太后竟然也忽视了礼仪 直接询问 赵启笑着反问道 母后 您觉得无烟煤怎么样 圆太后注意到 微行四位大臣的期许 知道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定然是和她之间一样 于是说道 主公 皇帝又发明了遗物 名曰无烟煤 哀家在殿中体会过 的确是不错 圣后娘娘都说不错了 微行和徐广安 自是彻底相信了 皇帝 我听寇腾说 你的无烟煤是在北苍山开采的 哀家想知道的是 别的地方的煤 是不是也可以加工成 无烟煤呢 圣后娘娘显然是以为 无烟煤是通过某种 记忆提炼出来的 母后 目前只有北苍山的煤 是无烟煤 这无烟煤也并非 儿臣所创造发明 乃是天地所生 只是和我们寻常 所见的原煤 有所不同 召起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解释说这无烟煤 是经过更长时间的积累 才得以形成 他只是将其进一步加工而已 能够站在这里的 都是颇具材质的人 很快就明白了其中之意 胜后有些失望的低下头 刘然沉默片刻 问道 陛下 不知北苍山一日可采煤 啊不 可采无烟煤多少啊 赵启对这个还真没有统计过 只能够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在北苍山的矿工 于是他说 矿场初建 人手不足 一日也就一两千斤吧 徐广安说 一两千斤是有点少啊 只是朕缺人呢 又无钱无良 难以扩招人手 若是人手充足 一天数十万斤也不是问题 此言一出 失望低下头的圣后娘娘 凤眼中再次燃起了火焰 如此 皇帝尽可招募矿工 即可骂 话刚说出来 他便觉得不妥 小皇帝大清早地 把长乐宫中的木炭替换 又在这里给维一行等人掩饰 肯定是有所图谋的 果然他注意到赵起唇角浮现出的诡异弧度 旋即就响起了赵起的声音 儿臣自然也想 只是要招募矿工从事采煤 必须要有经验的矿工啊 这个时代 这方面的人才可不多 毕竟 煤本来就没有什么用 所有矿工都是属于有编制的 吃的是黄粮 就如在神工铸造房旁边的煤山上 在那里的工人便是如此 手艺甚至世代相传 前不久 童万金让方元告诉他 煤矿急需招人 但普通人 虽然能够通过丰厚的薪酬而来 但新人需要培养 既然培养 就需要老手教导 现在矿场便极度缺乏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便有了现在这一幕 卫一行公身说道 身后 吴烟梅是大事 朝廷历年来都有冻死的百姓 今年天气算好 但在鱼中还是有百姓冻死 若是有了吴烟梅 可活人无数啊 环浩说 相国今日倒是说了句正礼 臣以为应立即调派人手 前往北苍山 开采吴烟梅 刘然和徐广安相继服役 元太后想了想说 吴烟梅是大事 又是在北苍山 前不久新设的屯田所 也是在这里 皇帝要用心办这件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婚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媚演播 第77章 凤凰玉雕 赵启乖乖地站在 元太后的面前 表现得很为难 是 儿臣遵旨 只是母后 这从神宫铸造坊 调过来的人 愁心几何 儿臣恐怕承担不起啊 元太后淡淡地 抿了一口茶水 唯一行徐广安心里滋味 和圣后恐怕没多少差别 要说小皇帝没钱 打死他们也不信 一个商会破土而出 带着蓬勃的生命力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生长 拦取天下之财 无论是 唯一行 还是徐广安 亦或者刘燃 他们这样的家族 都有自己扶植的商行 最终还是不得不加入 赵启的商会 就他们所得到的情报 如今赵启一个月的收入 极可能已经超过 大昭半年的 入库税负了 如此庞大的资金 现在说没钱 谁信呢 哀家听闻 皇帝令人在北苍山下 修建筑造坊 可有此事啊 圣后娘娘 似乎是转移了话题 赵启坦然打道 是的母后 是器械房 蒲主寺的儿子蒲成 他才负责此事 嗯 圣后汉手说 蒲桥是有能力的人 料想他的儿子也不差 吴燕梅事关重大 责令他修建苍山铸造坊 担任铁官之职 没铁的事 让他务必用心对待 谢母后 那财政拨款 圣后直接扫了他一眼 说道 改土归流 朱公可以定了 维一行很自然地说 娘娘 西枪内部 因为前不久 枪大王对朝廷所发放 前两分步不均匀 内部已出现不稳 圣后和刘公的意思是 借此机会 离间西枪内部 引发争斗 朝廷趁机出手 行陛下锁定 分而置之之策 环浩和刘燃 失礼已表示认可 微行顿了顿 继续说 但是臣以为 此非大国之道 也不符合圣后锁定 怀柔之道 即便要真的动刀兵 也应以礼为先 赵琪知道 此前维一行 向西枪透露了 朝廷改土归流的想法 但现在 自己却又支持起了 改土归流 如此反复 不合他的风范 和往常一样 弹着弹着便到了饭点 圣后娘娘 一语结束了 今日之意 说道 国事虽紧要 但身体不能 不管不顾 按时就餐 才有更多的力气 和精力去思考 刘燃闻听此言 看向赵琪 她还记得 清晨时 皇帝陛下说过 今日必须将 改土归流的国策 定下来 果不其然 赵琪起身说话了 母后 善事儿臣 也令光禄寺准备妥当 不时就会送来 而改土归流 已经商议数日了 若再继续拖下去 我们便失了先机 圣后身以为然 看来 皇帝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就有劳诸功了 维一行说 为国事操劳 不敢言泪 虚语 光禄寺的人 果然端着膳食来了 鸡鸭鱼肉 可谓是样样皆有 诱人的芳香 就像是有意识般 进入人的鼻息 令人食欲大动 圣后围行几人 似乎是被菜色所吸引 竟然有些吃旺的 盯着都还没有来得及 放到桌案上的饭菜 新鲜的烹饪方式 如今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座的都是帝国的顶级人物 不缺钱财 山珍海味都吃过 菜色也不出奇 那么为何就连圣后这样的人 都会有些失色呢 仔细一看 端倪不是在菜上 而是在盛菜的菜碟上 这菜碟呈透明之状 肉眼能直接穿过 看清盛在里面的菜色 是的 那就是玻璃 赵琪带入皇宫的玻璃制品 只有永寿殿里的小茶杯 明太后没有用 包起来放进了盒子中 说是儿子送他的 不用 所以很长时间 圣后等人都不知道 赵琪制造的玻璃 直到前不久 赫云松酒楼前 推出一个玻璃柜台 才在京都掀起了一阵风波 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圣后娘娘维一行等人 都听说了 但是没有真正的见到 直至此刻才算见到 联想到从清晨 来到这里的种种事情 他们都感觉 被小皇帝戏耍了 这其中啊 必有阴谋 赵琪笑得很单纯 真的如一个孩子一般 亲自盛饭给元太后 落入元太后手中的碗 正是以玻璃打造出来的 精美绝伦 母后请用 元太后接过 仔细端详 摸起来手感极为光滑 上面还雕有精致的花纹 宛若一件艺术品 皇儿说说吧 这是不是就是前不久 贺云松出现的新奇之物啊 赵琪还假装挣了片刻 笑道 母后说的是碗啊 是用玻璃支撑的 花费了儿臣不少心思 玻璃 有意思 元太后突兀间 想起一件事来 她说 哀家记得 皇儿说要送哀家一件 凤凰玉雕 这过去有一段时日了吧 母后真是好记性 赵琪嘿嘿一笑 冲着门外喊道 李川 去将正为母后准备的 凤凰玉雕端上来 片刻随着外面传来的步伐声 唯一行四人都不约而同地 向外望了过去 只见李川手中的托盘上 有一只仿佛随时会飞走的火凤凰 尤其是那双凤眼 宛若临视着周围的一切 通体玲珑剔透 本就反光的玻璃 随着李川的步伐 流光四射 宝光转动 仿若神物 李一行四人顿时大惊失色 元太后轴然起身 她的一双凤眼 盯着渐进的凤眼 那展开的翅膀 似乎能够遮盖天地 让人望而生畏 赵启淡然从李川手中接过 屈膝半跪说道 母后 这就是儿臣献给母后的凤凰玉雕 儿臣给取了个名字 叫做火凤灵圣 希望母后能喜欢 游然感慨万千 此乃绝世宝物 地下真乃天下至孝之人 元太后被送到眼前的火凤凰 深深地震撼到了 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便是她也有些手足无措 就如刘然所言 这真是一件绝食宝物啊 元太后小心翼翼地接过 眼神中掩饰不住的震撼之意 渐渐地震撼化为了喜意 她所不知道的是 为了这件宝物 赵启和蒲成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皇儿 你从何而来 不敢欺瞒母后 此凤凰乃是天降之物 儿臣在北苍山下的苍水中得到 当日五彩之色从河面冒出 直冲天穷 儿臣惊为神迹 拿到之后 之所以现在才敢献给母后 是因为当时遇到一老道 她说此物具有神性 需静放七夕四十九天 才能交给母后 什么 圣后大为惊讶 刘然说 天降祥瑞 这是上天福泽大招 大招将要昌盛 臣恭贺圣后 恭贺陛下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七十八章 陛下不是少年 将很多东西赋予神性 一切都将会变得非常不同 尤其在这个讲天人感应的国家 但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随意赋予神性的 否则不但要承受杀头的罪过 没准啊 还会牵连自己的家人 照其手中的凤凰玉雕 经过精心的打磨 本就属于古人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才敢如此胡舟 圣后娘娘听了那召集的故事 眉梢上飞起一抹光滑 那位道人何在呀 丞相唯一行 注意着小皇帝眸光中的意味不明 见其淡笑着说 母后 那道人甚是奇怪 传了儿臣玻璃的烧制制法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徐广安眉眼闪动 心情激荡 陛下的意思是 那道人将此祥瑞的制作之法 传授给了陛下 是啊 照起的神情 平静地出奇 将几位大臣脸上的金骇神色 衬托得淋漓尽致 他淡然说道 不过 这宗火凤非同一般 那位道人说了 世间仅此一件 当然只有一件 凤凰玉雕的外观 或许能够模仿 但是内部注入的血红颜料 乃是随机的 根本不可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 空气一时变得很是宁静 几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旁边 栩栩如生的凤凰玉雕 一行顿了一下 属然败道 恭贺圣后 恭贺陛下 正所谓 活凤凰涅槃重生 我朝去遂经历瘟疫大战洪涝 九死一生 正是涅槃 现在是天赐重生 圣后的凤眼泛起波光 似有一盏明灯 从中升起 赵启都没有想到 唯一行居然还能来 这么一处解读 别说 还真像那么回事 赵启悠然说道 母后 丞相说得对 所以为了将上天所将福泽 恩赵万民 儿臣准备明日 在贺云松举办一场 祥瑞品鉴大会 届时将会有 诸多祥瑞登场 主公若有兴趣 也可以去看看 此话一出 本来很欣慰的神色 突然间步上了狐疑 尤其是以唯一行最重 陛下之言 是为何意啊 赵启呢 就像是在说一件 稀从平常的小事 他非常随意 刚才不是说了 那位道人传了 朕烧制玻璃之法 朕也好将此祥瑞之器 服则万民 徐广安试探着问道 莫非陛下手中 还有类似于 凤凰玉雕的祥瑞 倒也谈不上祥瑞 这针凤林圣乃天将 朕那些只是人造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此言一出 为一行之道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日清晨 东方明镜的天空上 翻起于杜白 几缕灿烂的光线 刺破还雨 倾洒而来 相府门前 一辆马车 随着维一行的命令落下 缓缓向何云松的方向行去 车内 维一行靠在车背上 闭目仰神 徐广安偷过车窗 看向窗外接盘的景色 有不同于往常的景色 卖包子 卖馒头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这似乎已成了京都百姓非常喜欢的吃食 赵启没有将馒头包子都扔进商会 在京都城中 只要愿意 人人都可以卖包子馒头 随一行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说 停 去买两个包子上来 要闲的 徐广安神情危恶 似乎觉得很意外 随一行看穿了他的心思 望向窗外接盘的小贩 说道 广安认为 陛下昨日所说祥瑞 是真是假 徐广安您没说 祥瑞之事难道也会有假 随一行轻笑一声 平静地说 天子的话 即便是假的 说出来也是真的 那若真是如此 陛下为何要这么做呢 外面的手下将包子 给维一行送了进来 打开的车门 传进几道议论之声 喂 听说了没有啊 天降祥瑞 昨晚沧水中 飞出了一只火凤凰 最后飞进了皇宫 我也听说了 据说火凤凰还降下了福泽 何云松今日办的 祥瑞品鉴大会 其中就有火凤凰 降临人间的东西 听见这等谬言 徐广安苦笑摇头 这一传十十传百 谣言或许就是如此产生的 老师不必在意 维一行递了一个包子过来 徐广安愣了愣神 维一行像是在教导一样说 这么多新东西 总要尝一尝 否则落伍了就不好了 徐广安接过去 望着自己的恩师 一口咬了下去 维一行说 嗯 不错 实惠而未美 怪不得短短时间内 就席卷了京都 徐广安觉得 这句话中有深意 他说 恩师 再如何起义的新事物 都将建在旧土之上 马车动了起来 同时 喧闹的大街上 又传来了一道 较为清晰的声音 还是之前说话的那两个年轻人 他们看到静止走过来的男人 上前问道 哎 吴老爷 您不是去贺云松 顶屈原梨吗 怎么不留下来看看 他们的展览品鉴大会呢 吴老爷耻笑一声 屈原梨的确是好东西 以后我几千亩地 再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手了 倒是为我节省了点银子 不过贺云松的品鉴大会 我劝你们也别去了 那些宝贝可都是天降的宝贝 你们买不起 去了也是白去 嘿 吴老爷 这话什么意思呀 不是品鉴大会吗 怎么成买卖了 哎呀 你要是看见那东西 会忍不住地想买 可惜身上的银子又不够 你这时候 就会心里抓狂了 马车上 徐广安的眉宇间 逐渐阴沉起来 他说 老师 莫非陛下是借此售卖 昨日所说的玻璃制品 韦一行点头 徐广安微惊道 可那些东西不是先人所售吗 怎么能够用来售卖呢 韦一行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学生 反问道 为何不能用来售卖呢 没等徐广安回答 他突然转移了话题 那屈原理 广安可给田里配备了 谢老师关心 前几日一定够一批 徐广安有些摸不着头脑 觉得今日老师说的话 怎么总在云里雾里呢 韦一行说 这屈原理的确是非常不错 不但节省了劳动力 还提高了生产力 今年我朝粮食产量 定然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啊 老师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陛下的确是少年 但也不是少年 你们要谨记于心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七至九章 祥瑞品鉴会 贺云松酒楼的大殿中 此时已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正中搭建起来的高台 以全透明的玻璃 隔绝内外 连接起玻璃墙面的 同样是玻璃柜台 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 精美摆件 其中 有精心雕刻处的 奇珍异寿 还有直接彰显富贵 宛若宾玉的茶具玉台 一身金钱包装般的铜丸巾 挺着自己的大肚子 站在正中 笑起来 脸颊上的肉似乎都在抖动 在外层的人 没法直接观望 但是 一度极致透明 宛若水晶的墙面 已让他们感觉到了 深深的震撼 在前面坐在胡凳上的 有十家豪族 各地名士 当然还有上会中的 豪商巨富 更有朝中的达官贵人 但是真正有地位的 都在楼上 隔台从郎中飞起 四面聚集了不少人 唯一行徐广安 几位朝中重臣 就坐在正北方向 俯瞰下方 只见捅万金 从后面小厮的手中 接过一个木匣子 缓缓放到众人面前 感谢诸位的光临 今日贺云松 也定不会让诸位失望的 相信诸位都知道 昨夜火凤入宫的事情 浩天老爷向我 大招降下祥瑞 传下神迹 某知道诸位大多 都是为此而来的呀 某也不吊着 诸位的胃口 这第一件品贱之物 就是神迹之一 名誉锐麒麟 话音刚落 童安金单手掀起木匣 边剑两头五寸六分 通体经营剔透的 锐瘦麒麟 出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其前蹄扬起 眼睛透彻 弱水晶 就连躯干上的 每一片鳞甲 都清晰可见 天哪 真乃神迹呀 连毛发都如此光润 麒麟者 姓温和 这时 坐在前排的许位起身 向众人拱手作一 接着说 众所周知 雄者为齐 此者为灵 合成麒麟 麒麟主人 代表着 仁慈和响 无关此麒麟 其透彻之色泽 可通透天地之灵 其昂首阔步之姿 可令官运横通 若能将此麒麟 放入门庭 其灵信 定能使人 神清气爽 坐在一旁的方圆 赶紧鼓掌 好 说得好 楼上的徐广安 某着身处的寒意 越发凛冽了 这哪儿还是什么品鉴呀 分明就是在推销 谋取钱财 见到自己儿子 竟做起这种事 心情很是糟糕 亦不敢相信 自己儿子 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模样 本来呀 在茂山县立功 让他很欣慰 也觉得侍从在皇帝陛下身边 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自商会成立以来 自己的儿子都快成商人了 现在他不由得觉得更像了 坐在下方的太长孟宏 盯着中央的锐麒麟 深感震撼 他呀 没有见到圣后娘娘的凤凰玉雕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神奇的物件 精美绝伦 宛若天上神物 孟宏的一双老眼中 生起了无限的光芒 他说 相国 此乃百年难得一见的 真奇之物呀 就是不知 此物难道 真是仙人所赐 微信轻笑一声 孟宏 是否仙人所赐 自在心中 这东西固然神奇 能收入能中 的确是一件美事 但我劝孟宫 出手最好适当些 文庭此言 九位大臣不约而通的 提起警惕心 望向唯一星 同声说 还请向国指点 唯一星抬眸 向何云松的第三层望去 目光在某间窗户前 停留片刻 进而望向下方 一个个都在发表着 自己对锐七零的看法 他说 且不问圣上 是如何制造出 这等奇物的 你们认为 圣上为何要举办 这场展览品鉴会 还在事先宣扬出 天降祥瑞的说法呢 宣扬 太普中央问道 向国的意思是 仙人并没有赐下 制造此物的方法 维一星没有回答他 刚才他就说了 是否仙人所赐 自在心中 就像下面的人 不是都选择相信吗 徐广安沉思片刻之后 说 老师 看下面的那些柜台中的 奇珍异宝 每一件定价 都颇为恐怖 有些即便是一些商人 也买不起啊 学生愚见 圣上并不只是 为了赚银子 这赚银子的背后 肯定有其他的目的 孟宏突然受到启发 想到维一行 刚才的提醒 惊骇莫名 他又望向了 下面守卫严密 看似是护院 实则是皇帝 隐秘卫的成员 孟宏的后背 骤感良意 他惊叨 相国 陛下是冲着我们来的 维一行见他看破 聘了从雨新茶 轻声说道 你们应该不知道 圣上的隐秘卫 已渗透京都各个角落 包括你们的府邸 据我所知 圣上在很早以前 就开始调查 朝中各官员的财产 不过竹军想来 在这方面都有所防备 隐秘卫也难轻易查到 今天这场品鉴会 稍等片刻 就会演变成一场拍卖会 拥有天之福责 百年不见 甚至千年不见的奇珍异宝 无论是谁都会心动的 但是 心动的同时 危险也在破镜 徐广安的神情宛若木雕 他终于明白 为何来时老师说 陛下不是少年这样的话了 如此诚服心机 也只有老师才能察觉到 中阳握紧了拳头 带着几分怒气说 原来如此 只要我们下大价前 就会被隐秘卫盯上 相国难道小皇帝是 想对我们动手了 维一行看了一眼 与他们遥相对望的 刘燃环浩等人说道 动手他还不敢 但可以肯定 他已经在为此做准备了 孟宏拧起了眉毛 相国 只是这等宝物 难道我等就这样轻易放弃 维一行心中冷笑 孟宏被审尊为君子 却连些许贪欲都无法遏制 在他看来实在不堪 维一行平静地说 你们若真想要 就让自家的商行出手 不过你们的商行 如今也都是商会中的一员 他们很可能也已知道背后的关联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放弃 孟宏低下了头 他觉得相国太害怕小皇帝 便在此时 下方突然传来 宛若惊涛一般的声音 直冲天穷 原来不知何时 铜万金的手里锐麒麟 已换成了另一件宝物 那宝物迎接向 从窗户打进来的清晨阳光 而后令人震惊地心跳加速 瞳孔地震的景象出现 有七道光芒 从那起雾中照射而出 炫彩夺目 宛若红泥 横空出世 壮丽惊人 顿时 下面的人一阵珊瑚海啸 悲行一时豁然起身 他这一刻 似乎都无法感受到 自己的心跳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 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八十章 主旨和聊斋 怎么样 今天赚了多少 贺云松的顶楼上 赵起乔这 前面白花花的银子 装了一箱又一箱 比前几天落下的雪片 还要多 随着他的这个问题 问出来 店中众人都十分期待地 看向了玉儿 玉儿合上手中的账策 离窝前线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放在这里的银子 可不是他们今日的全部 几十件玻璃工艺制品 被渲染上祥瑞的气息 价值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翻了数倍 站在玉儿身边的罗汁 毛子快要落下 痴痴地顶着 面前的几个大箱子 他敢肯定 自己八辈子都没有见到 这么多的银子 当真是恐怖如死呀 同时呢 他心里也犯愁 就算是豁出自己八辈子 恐怕也还不了这情啊 玉儿走到了赵琪身边 没有任何目光之间的交流 赵琪从她的手里 接过账策 今日 我们总计售卖出 八十八件玻璃工艺品 七种新制香水 三种新型香造 累积盈利 一千八百万两 玉儿一边说着 却并没有震撼惊讶 只有说不尽的喜悦 罗织的脸颊猛得一抽 王姬和赵真大叫一声 张子军的身体 不受控制的僵硬起来 平阳对银子 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这个数字太过战撼 就是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许位呢 有些害怕 确实是害怕 如此庞大的收入 即便是正常情况下 大昭一年之赴税 也基本上达不到这个层次 在这么一个高兴的夜晚 许位突然一拳砸在砖上 怒不可遏地说 这些个贪官蛀虫 真是败类 言语重重砸下 宛若一颗颗石头 砸到地面上 一时欢笑的气氛 荡然无存了 方元微笑着 拍了拍许位的肩膀 说道 老许 别这样愤青了 今日陛下不是从他们身上 洗了一大笔回来吗 其实 今日的品鉴会 在最后的拍卖会场上 他们安排了人从中抬价 但最后那些人出手的能力 似乎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王姬说道 老许 你就放心吧 那些人我一个个都记下来了 有他们好受的时候 王姬从箱子里 抱起白花花的银子 黑黑笑着 好像没有注意到许位的愤怒 妄想召起说 我要这一项 众人为恶 旋即大殿中 响起了一致的声音 响得美 方元凑上来说 对了 陛下 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 那七彩琉璃是怎么做的 王姬也很好奇 一共三件七彩琉璃 直接卖出了三百万两 赵喜新想任何一个现代人 都知道那玩意儿再普通不过了 他笑了笑 其中有几分嘲弄的意味 其实他可以造出更多出来 但是物以稀为贵 这么搞 以后的祥瑞便不是祥瑞了 也不会在之前了 过了十余日 一辆马车从外城进入内城 由于马车周围都围满了诸多学子 其中甚至有很多太学生 他们脸上带着极为浓烈的愤怒 孟大人 你凭什么禁书啊 你凭什么禁我们的聊斋 孟宏 你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下来 有太学生直呼太长孟宏的名讳 更有愤怒者将纸捏成了纸团 朝车门砸去 在众人的围堵之下 马车彻底无法前进 孟宏推开车门 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面色如常 显得十分平静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纸 目光逐渐锐利起来 朝廷改进了纸张 是为了让你等能够写更多的字 读更多的书 不是让你们用来砸人的 你们几个 孟宏说着 提起手中的拐杖 指着几张熟悉的面孔说 把地上的纸都给我捡起来 自己去各自搅鱼那里 领受处罚 长街上 孟宏带着威严的声音落下 无论是讨伐的人 还是看戏的人 一时间都愣住了 一阵凉风吹过 朱雪子才醒过神来 为首之人一声高鹤 他看起来还很年轻 眉眼间青涩尚存 孟太长 你休想转移话题 我们要问的是 你凭什么进我们的书呀 凭什么进辽斋 我们要看辽斋 我们要看刘先军 众人都吵吵起来 一本聊斋 本来只是召起写给敏太后的 却不知怎么地 从宫中流传了出来 最后在短短时间内 风靡全程 身为统侠博士和太学 掌管文化教育的孟宏 在看了此书之后 下令将此书列为禁书 所有人不得贩卖 不得抄写印刷 孟宏没有理会这群人的质问 还严厉地说 你们当真不将纸给捡起来 地上的纸 乃是朝廷刚推出来的主纸 因为是皇帝陛下发明的 定价他们都遵循皇帝的意思 卖得极为便宜 这些学子竟然拿纸杂人 这让孟宏尤为愤怒 杂 杂这狗官 还我们聊斋 大家还在吵吵 孟宏的拐杖重重落下 而后马车两侧的护尾鱼贯而出 腰间佩刀骤然出现在天光之下 再给儿等一次回过的机会 都将纸给我捡起来 明晃晃的刀剑 映照起刀光落到太学生的脸上 顿时怂了 极个胆小的主动蹲下去剪纸 孟宏看了一眼为首的太学生 还昂首挺胸 不愿屈服 他拂袖说 陈通 你被太学出名了 从明日起 你就不要去上课了 名为陈通的男子大惊 怒道 你凭什么 凭什么 哼 孟宏冷笑一声 这是这群学生 问的最多的三个字 你们将尊师众道 放在何处了 将载闻载道的纸张 又放在何处了 口口声声说要看聊斋 没有这纸张 你们能够看得见吗 我朝太学教的是尊师重道的学生 不是你们这群犹如斯文的粗鄙之徒 聊斋 祸人心智之书 当然要尽 至于凭什么 你们这群学生 又有什么资格问呢 礼教都没有学明白 就在这里学人热血 却还没有学明白 热血是会掉脑袋的 说完 孟宏回到了车上 跪在地上的学生们不敢抬头 捡起纸 放进袖中 他们的脸上仍有不甘 但现在却不敢再如刚才那般 放肆发泄了 车轮重新转动 护卫们收起刀兵离开 一直在接盼 看戏的方元 捏着香飞扇 缓步而来 他笑眯眯地望着围守那男子说 陈通 你们这么糟蹋指 本就不对 陈通呢认识方元 他说 方兄 仍指示我们不对 但他凭什么禁书啊 方兄 你是朝廷命官 执掌 见证议论 难道不该将此事 上报圣上吗 你们都读了聊斋 难道还不清楚 他为什么禁书吗 其中对官场描述之腐败 有损君子之欺民 自然要禁了 不过嘛 这书也不是他说禁就禁的 宫中娘娘也读此书 我看你小子 还有几分血气 既然被太学开除了 不如来我的书局 印书的工作 我就交给你来做 你敢不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 徐胡 由野鹤 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聊斋志义 这本书中的故事 所揭露的 那是社会的黑暗 政治上的腐败 贪官 无力肆虐之事 其中有以为重的是 揭露了科举考试的 诸多弊端 不过呢 这个时代 并没有科举 所以赵琪在写的时候 将科举改成了如今的茶举 从这方面来看 和如今的大招 极度吻合了 孟宏这样的大学士 自然看得出来 这其中的讽刺 在他看来 聊斋根本不是一本神鬼故事 而是一本挑衅朝廷的故事 他甚至在朝堂之上 一度说明刘先军 居心不良 是烟月派过来的奸细 这让高座龙台的赵琪 险些笑出了声 加上前不久 巡晚陈学末等人 提出改革朝廷人才的 选拔制度 而带头闹事的陈通 同为靖州陈氏族人 因此 朝中大部分反对改革的人 自然反对聊斋的出现 故而禁输 面对朝廷 三分之二以上的反对声音 即便是圣后 也不得不同意 方圆这小子 却还以开书局的名义 继续售卖聊斋 晚风吹过市区阁 巡晚激动地拿着一本聊斋 和陈学末一同 前来求见皇帝 向伯福在外闲完回来 此时啊 赵琪正在上课 不过向伯福也没有刁难 放两人进来了 巡晚的眼角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余味纹 但是双眸却放射出金光 他说道 陛下 老臣以为这个办法真是好极了 不知这位刘先军是哪位高士 陛下可否为我等引荐呢 赵琪朗声而笑 仿佛唤醒了窗外的春天 寻卿 不知这辽斋好在何处啊 巡晚激动上前 翻开辽斋的某一页说 陛下请看 道秀其余晖 可逆树生 约悟在头殃 然而结局却是 余航生被录 王平子落选 正如瞎道人所说 蒲虽忙于墓 而不忙于壁 莲中人并被忙以礼 正如时下考官 不学无术 寻思舞弊啊 赵琪望着寻婉 兴奋的神色 哭笑不得 她写着东西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 抨击差距的意思 做出改动 也只是为了 使敏太后更好阅读 就像寻婉所念的这句 原文不是瞎道人 而是瞎和尚 但是这个时代呢 并没有佛教 所以自然就没有和尚了 寻婉见皇帝陛下的脸上 似乎有些不认可的笑容 她也凝重起来 难道老臣说错了 赵琪起身 笑着说道 非也非也 这本聊斋 的确是将如今之茶举 批判得若暮三分 令人发醒 寻婉疑惑了 追问道 难道此书并不是陛下授意 诸写此书的刘先军 陛下也不认识 赵琪为政 侧目见到整理书本的玉儿 还有看似平静 适则在努力装的方圆 她当然不会承认 这书是自己写的 主要是她不想 也有些不敢 去领普老先生的功 其次 如果她说 这是自己受益 那就代表着 自己向朝中的守旧党 发起了挑战 陈玄默等人 也可以去设法 促进改革 实现科举制 因此 赵琪不能同意 这事的确不是朕的授意 不过这位刘先军 朕认识 这位先生名蒲松林 朕在越国期间 受过他的教诲 上次朕与先生提及国内之事 先生便著此书送与朕 对曾想 竟在京城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 寻宛突然警惕起来 寻问道 陛下将我朝之事 向越人谈及 沉默的陈玄默 也严肃起来 寻君勿忧 朕先让咸云野鹤 无心朝政之事 寻宛松了一口气 可是乍一想 觉得更不对了 既然无心朝政 那就是咸云野鹤 怎么能够写出如此 编辟入力的著作呢 而且还是阅人 赵琪知道 寻宛会刨根问底 赶忙说道 那个寻君 正还有要事 这件事改日在意吧 寻宛这才看了一眼 在隔台上饮酒的向伯福 躬身行礼 是陈疏忽了 他刚退了两步 陈玄默却是突然说道 陛下 陈以为这是一个机会 寻宛这才猛地发现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还没有说呢 赵琪看了陈玄默一眼 压低了声音说 陈爱卿是想借此机会 推行心智 陈玄默听出了 赵琪的警醒之意 也明白县下 并不是和那些 守旧党翻脸的时候 他说 回陛下 陈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效仿 这样的方式 让朝中诸公 极关心国事的 明氏学生都了解到 如今查局已经腐朽 唯有新改制 才是我朝兴盛之路 从而壮大我们的实力 寻宛当即复役 赵琪看向许位和方元 许位肃然起身 严正说道 陛下 陈以为如今之查局 的确一轮为玩物般的存在 就如陈之父亲 对唯一行唯命是从 他向朝廷举荐之人 不论是否有才 只尊唯一行之令 方元惊愕地望向许位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直接拿自己爹说事 陈玄默大为赞叹 许一郎真乃国事 寻宛一时说道 许一郎真君子也 许位朝两人拱手 与其亲和 晚生只是救世论事 就向陛下教导的 实践方出真知 我们也应该从事实中 寻找出真相 我父亲在这方面 确实有不公之处 我据实意报 当不得国事君子之称 哎 你谦虚了 陈玄默说 寻宛看许位的眼神 就像是看自己的儿子一般 没来由地问道 许一郎啊 你可曾婚配呀 这句话问得很是突兀 就是想着问题的赵琪 都诧异地笑了起来 方元笑道 他早就娶媳妇了 还是西元世家的上官家千金 文言 寻婉有些失望 赵琪定神看着许位 他有些担心许广安和许位之间的关系 许位以为赵琪想确认他的态度 说道 皇上 臣认为茶举制该换一换了 赵琪笑道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各失才能 陈玄默的意思 无非就是写文章抨击茶举的腐败腐朽 抨击朝廷官员的庸禄无作为 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都是你们的功劳 朕又哪里英明了 赵琪拾起了自己朝的聊斋 真没想到还能搞出这么一出 一念至此 他望向了躲在后面附和的方元 就是这家伙把这东西传出宫去的 此前他就让方元给他母妃找书 也就知道他写聊斋的事情了 方元一锁脑袋高声大呼 陛下天纵圣明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82章 曾经未辅 三月初 气温已经开始回转 干枯的枝头生出了心芽 山河大地一片欣欣向荣 大昭京都城中 突兀地出现一家 名叫新穗书局的书店 店主是索阳侯的儿子 当今天子跟前的红人 建议大夫方元 就如枯木上发出的心芽一般 快速生长 并且蓬勃 其中所印之著作 都是抨击查局制的文章 就连前段时间被禁的辽斋 这个书局也在暗中贩卖 奇怪的是 朝廷居然还没有将其查抄 正在新穗书局店铺前的人 疑惑之际 一声爆喝 彻底击破了众人头顶上的衣云 再看到来人是金府都尉为何时 他们头顶的疑云开始消散 再看到他身后所领的禁军 果断拔出佩刀的时候 他们的疑云彻底消失 看来这书局要完蛋了 哎呀 即便是方家公子也撑不住啊 这下聊斋彻底没了 还好我有先见之明 此前买了十几册 放在家里珍藏呀 好兄弟 小弟囊中羞涩 后半册还没买 过几日是否可以借我看看呀 维和大马劲刀的上前 将谈话的几个人推开 盯着排成长龙的队伍 吼道 都他娘的把手里的东西留下来 给老子滚 哎呦 我倒是谁大驾光临呢 原来是维和维都尉呀 来人 看茶 方圆左手捏着辽斋 右手捏着香飞扇 斜斜地靠在门上 毫不正经 维和咧嘴而笑 露出他常年不刷 而发黄的牙齿 方大人 茶就不必了 既然你在这里 那就好办了 奉圣后娘娘的口谕 即刻茶封 心碎书局 你接纸吧 方圆是一点也不意外 朝中反对的声音 越来越汹涌 即便他在暗中贩卖 但是陈玄墨 薰丸等人 最近写出来的文章 实在是过于激进了一些 对此呢 他早有预料 方圆舞动着香飞扇 笑眯眯地上前 不知不觉间 掏出一叠银票 塞进维和的手中 看似错过了很多人的眼睛 但如此众目归归之下 又怎么可能完全避开呢 维和也没有料到 方圆这家伙 平常跟他急不对付 今日居然送来了这么多的钱 心中一阵暗爽 目光凝视而来 哎 方大人 你凑得再紧也是没用的 接纸吧 方圆复尔说道 维叔放心 我绝对接纸 就是别把东西都毁完了就成 给我留几本 文言 维和低谋 看向了他手里的银票 不由得大惊 好家伙 这么厚 粗略估计也有十万两 虽然银票不比现银 但是十万两 也相当于万两白银了 即便是对于他 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大招的银票 官方叫法是太无保超 只是大招开国之初 因为立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 铜钱铸币成本颇高 于是发现了银票 但是这银票流通百年 因为朝廷的不节制印制 最后导致了保超大量贬值 无论是百姓还是商人 对于保超的信任度都很低 若不是朝廷一再扭转保超的地位 太无保超早已崩塌了 放心了老兄 就是几本书而已 我还要去魏家呢 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说着 方元将银票塞进了维和的手中 维和知道 他口中所说的魏家是何许人 皇帝的贴身侍女 魏玉儿的亲人自越国寻来 在皇帝的帮助下 这魏家已经在内城中修起了府邸 好吧 既然放大人还有事要忙 我也就不留你了 去吧 魏和大手一挥 封条落到了门上 诸多百姓学子 在愤怒中怒吼 表示抗议 但没人真的敢上前说半个不字 只是看着方元带着人离开书局 方大哥 你为什么要拿钱给他呀 还给那么多 陈通问道 他年方十八岁 面如官玉 妥妥的一名俊秀小商 方元笑望过去 有钱 任性 新建的魏家府邸 位于京都内城城南 转一条街便是奈何 门庭开阔 这个地方曾经很有名 但是现在 却嫌有人来 显得有几分冷清 许位站在赵琪的身后 望向牌匾上 气势磅礴的 魏府二字 不禁神情动容 大为惊叹 向老先生的字 真是让人心向往之啊 既有一种 飘若浮云之感 又有一种 较若金龙之势 苍劲中不显苍容 纵意中不显骄纵 奸纳乾坤 不知我何时才能及上啊 许位朝着这两个字 便是一败 赵征对他的行为 很是反感 说道 两个字都能给你说出 一大堆啊 可惜像老头不在这里 没听到你这马屁 赵琪朗笑几声 捏着玉儿的手 阔步迈入其中 府邸落成 这次是乔迁之喜 玉儿一扫脸上的忧伤 微笑着结实起来 大家都知道 我们选这个地方 是很有名气的 隔壁那座旧院 也非常有名 不过现在看来 罗鼠改得非常不错 进入府门 院中还有一种 清冷的感觉 四面游郎 院中永路相前 山石点缀期间 装饰并不繁华 更注重简约 行走在平整的石板上 众人听见这句话 脸色都奇怪地 逐渐低沉 其实他们都劝过罗织 但是他执意要选择此地 并且还没报恩 就先请求赵启 帮他买下此地 什么样的地方 需要皇帝出面 才能买下呢 罗织谦虚地说 都是圣上从中指点 不然也改不成 现在这等景象啊 赵诚玩笑般地说 确实不错 紧邻着卫大将军的府邸 这么多年过去 也没人敢在这里建府 今天你们在这里建了 以后定人也会出现 像卫大将军那样的人物 王继立马拉了他一下 赵平阳 却没有觉得这话 有什么不妥 我也觉得 而且悦儿也信问 还真是强 罗织和悦儿的脸上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赵琦更是不信 那些鬼怪之谈 他淡然说道 武安侯何等人节 何等国事 他的子孙所做的那些事 其实朕并不相信 如皇兄所说 这个地方将会由 武安侯英灵守护 必然昌盛 这话说出来 跟在后面的两位高官 尚书令巡婉 和太中大副陈玄默 对视了一眼 武安侯乃麒麟格之首 其生南北征战 创下了无数神话 不少人甚至说 武安侯若是再多祸十年 天下将无三国存在 太祖武皇帝甚至亲口承认 镇领兵攻伐 不如武安侯以 自武安侯卫先 寿终正寝之后 魏家也开始败落 其孙辈 因为参与著名的北宫政变 最后惨辈灭门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婚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83章 方圆献礼 现如今赵琪所站的地方 想来当年 武安侯也是来过的 武安侯府邸几十年来 一直处于荒废之中 有人认为 这是朝廷对百官的一种警醒 也有人认为 这是为了纪念武安侯 总之几十年来 武安侯府无人动过 这次罗职 选择了在武安侯府的旁边 新建卫府 这样赵琪觉得 很是奇怪 因为罗职对还他人情一事 很是执着 但现在 却不惜求他 买下这块地 尤其是在自己 说出这句话之后 赵琪清楚地注意到 罗职脸上 出现的变化 他还下意识地 看了赵琪一眼 从罗职眸子深处 赵琪看到了一丝惊骇 一池清澈潭水 将刚冒头的桃树枝鸦 印入其中 这里是一处桃源 一曲游廊穿林而过 这还是赵琪在设计图上 落下的笔 林中看似乱石点缀期间 但若是从空中俯瞰 并能看出 这些奇怪别致的怪石 点缀出的是一幅 极美的山水画卷 赵琪刚才那简短的一句话 算是为众人都定下了调子 玉儿与亲人重逢 府宅新建 这是一件大好事 而紧邻着王侯府 更是一件好事 对此 自然没有人再敢摆出 一张阴沉的脸 受邀而来的 太中大夫陈学末 和尚书令寻晚听了之后 相互对视一眼 对于他们来说 皇帝陛下说出这样一句话 其中所包含的含义 已经大为不同了 众所周知 曾如日中天的魏家 之所以败落 是因为明帝晚年 那场北宫政变 太子率领整个魏家 发动政变 最后结局 自然是被明帝枕压 魏家也因此而被灭门 这场轰动整个大招 乃至烟月的政变 覆灭在其中的 还不止魏家 在麒麟阁中 数家开国功勋 都因此而湮灭在 大招的历史中 其中 就以魏家和诸葛家为罪 而诸葛家的诸葛诀 在麒麟阁中位列第二 诀文成侯 文成侯为五皇帝 开辟基业 丑谋天下 其才智当今天下 以显有人能出其右 赵启在大臣的面前提出 新年那场政变有问题 这岂不是在怀疑明帝吗 陈玄默和寻婉的心中 自然感到了一丝害怕 若天子当真是 什么也不懂的少年还好 可惜不是 赵征完全没有注意到 旁边人多余的颜色 只是觉得赵启的话 说得深得他心 他大笑着提起石桌上的酒壶 说了一句 皇帝说得真好 就是可惜 玉二妹子的家里 没有勇士 太可惜了 这话一出 罗旨很是不服 但介于赵征的身份 最后只得挺起胸膛 却弱弱地说 殿下 我难道不是勇士 赵征看了他一眼 说了句 你又不欣慰 玉二轻轻敏唇 清澈的眸子中 升起了几分 难以察觉的浑浊 魏家如今 的确只有他一个人了 罗旨也被憋得 说不出话来 赵启和平阳两人 一左一右 一拳一赏 同时朝赵征 招呼了过去 昂头喝酒的赵征 没有防备 实打实地 挨了两人的走 你们两个打我干什么 就在此较为尴尬的时间里 外间传来了方圆的声音 陛下 书局已被查封 是为何待的人 桃林中人 除了陈雪墨和寻婉之外 都是经常谋面的熟人 这件事 还是陈雪墨和寻婉主张的 自然无需隐瞒 众人落座 朝起说 今日是月儿乔迁 我们今日就不谈正事了 不管书局关不关 改土归流推行到何种地步 都不要管了 话音刚落 许魏便付诸实践 自随从的手中 接过一个精致锦和 奉向月儿说道 魏姑娘 春风扬柳明金屋 晴日芳妃照玉堂 小小心翼 他称的是魏姑娘 便到明了此刻 既不在宫中 他也不是宫中一郎 月儿亲手起身接过 方元鄙视道 堂堂御史大夫之子 送些东西 小里小气的 许魏还向他拱手致礼 那么索阳后之子 见一大夫方大人 又送什么呢 方元黑黑一笑 说 我听说魏姑娘 在后院深处 设有一花扑之地 只可惜花种极少 前不久我便命人 从四处寻找花种 为此 我还专门找了海外商人 从他们的手里 买到了一些 稀有的花卉种子 每一粒都价值千金 他知道 皇帝陛下 自从见到那红薯之后 就开始对海外商人 手里的东西感兴趣了 赵琪曾让他们多注意 从海外来的商人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海外荒人 可不会常常来到中原 即便是越国 想要见到一名海外荒人 也要靠机缘的 其一是因为 来中原这些商人 并不能够 谋取到极高的利益 并不值得他们冒险 其二则是因为 海外荒人 是在五夷之外 五夷即是北方之敌 墨 西方之三苗 东方之敏 及海上之奴 越国往东的汪洋大海上 有奴仪 这是中原大国对其的称呼 显然是一种灭称 奴仪自称为银 这个名字 倒是引起了赵琪的注意 总之 银人占去了 东方及南方的广大海域 汪人要想穿过 这两片银人掌控的海域 来到中原 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因此 听到方原竟然派人 去找海外荒人买东西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 无比质疑的目光 许位更是不屑一顾 端起面前的酒杯 一饮而尽 王姬挑眉说道 方人要一张嘴 有多能吹 京都城中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你肯定是看我从海外荒人那里 拿到了红薯 升官发财 你就想跟着学这招 赵琛想着 刚才被赵琪打得一掌的事 越想越不对劲 上去一拳 就砸在了方原的后背上 心中大呼过瘾 我也不信 他肯定是胡走的 方原一把 将赵征推开 从一通而来的 陈通手里 取过一个木盒子 地上前说道 是真是假 陛下说了算 赵琪听到方原说 从荒人那里 寻到花卉种子 心情是激动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八成是方原派出去的人 为了完成任务 唬他的 这既然是送给玉儿的 虽然应该玉儿打开 玉儿从赵琪手里接过 说道 你们不是玉儿的长辈 就是玉儿的朋友 能来 玉儿已是感激不尽 不等他说完 方原急不可耐地说 别扯那么多 你就打开给陛下看 我今儿啊 就要打许大才子 还有王胖子的脸 王鸡大呼 打开 本后要是输了 给他个女人 玉儿趁他一眼 打开墓盒 举行墓盒中 分割出好几个格子 每一个格子里都是种子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 不过他们很多人 都无法分辨种子 赵琪也差不多 要从种子上分辨 这当然要专业人士才行 不过一一扫过 他的毛子骤然一亮 盯着盒子里的极小的种子 竟然真的有他认识的好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八十四章 中国中军 夜空上不知何时 点缀起几颗灿烂的繁星 悬在天空上的月亮 释放出皎洁的光芒 赵琪捏着一根牙签正在剔牙 这时候的确是没有牙刷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 古人都不注重清理牙齿口腔 他们饭后会用盐水漱口 盐水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当然 以往盐贵 寻常百姓缺盐 常用的是茶水 因为茶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煤 可以分解口腔内的食物残渣 不过赵琪觉得 不能再继续这么下去了 皇上 我们先走了 方圆喝得醉醺醺的 手脚不听使欢的 扒上赵琪的身体 许位用力地将她拉开 赵琪让许位留下 说有事和她商量 许位正色硬下 直接将方圆扔在了一边 赵琪瞧着烂醉如泥的方圆 吩咐道 王胖子 你跟子军带他回着吧 张子军也喝了很多酒 但是完全无法从他的表面上 看出半点醉意 皇上 我先护送你回宫吧 赵琪回头 扫过乌阁楼宇 说道 秦也真不回宫 你不回宫 想挨板子 半醉半醒的赵琪 搜得一下窜了起来 平阳已经喝醉了 赵琪必须带着平阳回宫 众人离去 赵琪和许位 来到池畔的榕树下 这棵榕树很大 三人核爆 也无法爆弯 枝叶生长得极为繁茂 就像是一柄 展开的聚散 赵琪在榕树下的草栗上 捡起一块石头 目光中仿佛带着笑意 石子儿从她的手中 急驰而出 夜色下 水面上当起九朵漂亮的浪花 水波随之荡漾开来 许位鼓掌赞道 陛下这水漂打得漂亮 赵琪看着许位眉宇间 始终不识坚定的样子 笑着将一块石头扔给许位 试试 许位捏着皇帝扔过来的石头 说道 皇上 您留臣下来 可是询问商会之事啊 不是 你先过来玩一次 许位不解 皇上 臣从未玩过 赵琪命令道 朕让你玩你就玩 许位只好上前 松软的草地行走起来 脚底仿佛踩在棉花上一般 他捏紧石头 用力向水面扔去 不通一声 石子直接沉入了池笛 这个景象 两人似乎都有所预料 对视一眼 赵琪说 你尽力了 许位想了想 然后点头 赵琪走到榕树树干旁 席地而坐 白白浪费了力气 最后没有得到任何收获 是不是有一种沮丧感 回皇上 打水漂 臣并不擅长 不会有沮丧感 他虽然不知道 赵琪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但还是很认真的回答 赵琪文言有些无语 说道 正想说的是 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用尽全力 那眼反而会得不偿失 许位微微皱眉 他认真的在脑海中回忆起来 自己是不是哪里犯了什么错了 皇上 臣氏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 靠在树干上的赵琪很是无语 看来和许位这样的人交流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他的神情转然严肃起来 问道 许位 朕问你 何为忠啊 许位沉默思索片刻 回道 忠 忠乃成也 于国 忠于君上 于己 忠于本心 不作为心之事 于友 忠于情 忠于义 赵琪站起山来 和许位相对而战 反问道 于国 只是忠于君吗 许位愣了愣 随即坚定地说 是 如此在你许位看来 君即是国了 君是国的化身 忠于君 即是忠于国 赵琪低谋瞧着他头上一百的忠诚 大概明白了 许位和徐广安 如今矛盾越来越深的原因 此曰 君是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君王对待臣下用礼节 臣下对待君王要用忠诚 这是至圣仙师所说的话 礼是对君主的要求 而非臣子 若君主无礼 臣子则不必视之以忠 否则就是于忠 如此君王 岂能等于国呢 许位神情大为震动 但是细细想来 赵琪说的却是极有道理 赵琪微微一笑 他只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轻易地跳出了古代的那套 君为陈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的束缚 许位这样的人 自然是不敢跳出来的 不等许位脸上的亥然之色消散 赵琪听着他问 君主统帅万民 治理国家 若君尚不仁 则国家生乱 你等官员 自要寻求救国之道 因此忠于国 即是忠于君 但忠于君 不等于忠于国 你认为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许位看向赵琪 却是说不出话来 或者说 即便是他 对于这番言论 也不敢直接同意 既然你同意 现在还认为 你父亲大错特错吗 突然说到自己的父亲 许位震惊地望向召起 骤然跪下 陛下日理万机 还因为臣分心伐神 臣愧对君上 臣的父亲使君之路 却不忠君之事 万事万物 君以为相为先 却不知天地君亲师 君在前 师在后 臣请陛下 降罪于臣父 赵琪险血喷出一口血 敢听自己刚才说那么多 都白说了 好了许位 这里不是皇宫 朕此刻也不是责问你什么 而是以同为老师 学生的身份说话 你就不要在朕面前 搞得如此正事了 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越来越胶着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而对你父亲产生极大的抵触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的父亲对朕 或有偏见不满 那是因为朕还没有亲政 你不能因此而怀疑 他对朕的忠心 更不能因此怀疑 他对大昭一朝的忠心 有召起的命令 许为身体放松下来 皇上是才说 君待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皇上乃有为之君 乃贤民之君 只是臣父始终避而不见 只尊为相那一套 在国战期间 你的父亲一样在为前线战事而担心 为之出谋划策 他不是不忠 只是你们父子二人的政见不同而已 许为身体陡然一颤 许爱卿一样在为国尽忠 他是有能力的人 并非庸禄之辈 恐乎你身为仁慈 百善孝为先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赵琪从草地上捡起石头 蓄力扔出 映着月光的水面 荡漾起来 就好像有星星坠落其中 许为望着闪闪发光的湖面 朝赵琪认真行礼 谢皇上 我明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连妹演播 第85章 岁月流逝 玉尔瞧着许为离开了府邸 来到赵琪的身边 谈好了 赵琪情恩了一声 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不过许为那驴脾气 有没有完全听进去 我也不敢保证 希望以后至少不要和徐广安 见面就跟仇人一样吧 许大哥的驴脾气 只是对那些违背道德之人 他对你向来是言听计从 这倒也是 赵琪对此一点都不否认 是才他问许卫什么是忠 他所说出的忠君言论 彻底说明他对皇帝 已经近乎于是一种死忠了 许卫不是庸人 不会于忠 他呀是看到了赵琪身上的能力 才会化成一种坚定的忠君思想 赵琪看向玉尔身后的罗职 他换了装扮 跟管家一般 罗叔 魏家和魏家 有什么关系啊 两个魏家 或许一样 也或许不一样 安静守候在后面的罗职 就仿佛迎接到了 冬日的凛冽寒风 瞬间僵硬在原地 玉尔也没有想到 赵琪会如此突兀地 问出这样一句话 这自然是因为罗职选择在这个地方建府有关 罗职说就是为了图个清静 这里紧邻着奈何 风景不错 赵琪即便不怎么了解罗职 还是觉得奇怪 罗职很是不能理解赵琪 他苦笑道 圣上 我们魏家 世世代代在越国生活 武安侯本是燕国长平线人 即便当年 武安侯一家没有从燕国搬迁过来 也不可能和我们有关系啊 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就是考虑到小姐喜欢安静 离皇城也不远 不知道圣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揣测呢 赵琪知道 自己问的有些唐突 不过这件事他此前也向玉尔提起过 玉尔定然是向罗职提起过的 抱歉 是我想多了 赵琪直接结束了这个话题 第二日 清晨回到宫中 赵琪见到了 开始用水泥修路的匠人们 上一次 赵琪提出水泥的概念之后 圣后和维行等人 便亲自见过了水泥 大为称赞 圣后更是下令 以水泥修器京都各大街道 水泥的需求量极大 此前在星铁街的 野铁工坊中 无法大量生产 在下达用水泥 为京都城修路的政令之后 赵琪便让蒲城 将水泥的生产资料 悉数交给了神工铸造房 这个钱 最后就从少府出了 直到现在 水泥终于正式投入使用 新奇的东西 必然会吸引来新奇的人 许多京都百姓在道路两畔 聚众为官 赵琪忙着回宫 该因为西渊刺史 胡广推行的改土归流 第一步 已出现反弹效果了 枪大王前不久向朝廷上书 痛诉胡广在西枪境内 蛊惑他的子民 暗中拉拢他部下的恶劣行进 已然决定 推行改土归流的朝廷 自然不会对胡广 做出任何惩罚的 只是象征性地 斥责了胡广几句 也就不了了之了 枪大王当然很不满了 他开始怀疑 唯一行当初 向他透露的信息 随着胡广得到朝廷的专许 改土归流成为国策 胡广在西渊的动静 便愈发地大了起来 他加大了在边疆地区 笼络移民 转向农耕生活 因为边疆地区 招国百姓和移民 本就会有来往 在因为战乱 而变得困乏的时期 吸引这些移民不是很难 至于生活在枪族内部的移民 要让其改变生活方式 那就是极难的了 即便如此 枪大王也是尤为不满 他接连向朝廷上书 圣后娘娘给他的答复 也是极为官方的 无论是枪民 还是全戎之民 都是大昭治下生民 朝廷不能眼看着生民 惨死于也呀 执意中还从侧面 责备了枪大王 没有治理好治下的百姓 圣后的确不希望大起刀兵 但是该有的警戒 必须得有 因为该土归流 必须得推行 红薯也必须于三年之内 在枪帝大面积的众志推广 既是国策 便没有退缩可言 旨意中的责备 就是让枪大王 看到朝廷的态度 这枪大王虽然得到 唯一行的暗中透露 但是唯一行是何许人也呀 一个认为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的人 怎么可能将改土归流 这样的事 完全透露给枪大王呢 因此枪大王很迷糊 迷糊于朝廷究竟想搞什么呀 胡广接到朝廷定下的 改土归流之策 第一时间就去了犬戎部落 这犬戎部落呀 位于枪人部落之南 因战败 且先挑起事端的缘故 他们生活的地方 变得极为狭小 连大昭的一个郡 都还差了点 经兆起和辅政三公 等大臣的数日商议之后 圣后娘娘开朝会 确定了改土归流的 第一步战略 从犬戎部落率先开始 将犬戎部落 改为一郡下辖三线 正所谓先礼后兵 胡广传回了 和犬戎首领的 第一次洽谈结果 犬戎不答应 尤其是族中的齐老 反对强烈 甚至说出 宁死也不一地之言 这个答案 本在意料之中 赵启和朝中人都不意外 须知 改土归流 不只是娶其王爵 还没了世袭的权力 即便朝廷许诺给他们 可以担任郡守 县令之职 但也只是对自己而言 跟后世子孙无关 这也就是说 他们从此世世代代 都将受朝廷的束缚 这和汉人所说的 放弃祖宗之地 放弃祖宗之法 又有何意呢 若是知道 朝廷后面还有迁移其名的打算 只怕犬戎以不顾胡广的监视 前往枪仪 通风报信去聊 这也是赵启为何选择 先从犬戎出手的原因 犬戎最弱 和枪族又有大仇 很难通心 改土归流 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终止 第二次谈判 很快就来了 重合元年的时间 也在飞速流逝 赵启带着人 亲自在北苍山上 搭建起了新型大棚 南面的那片山 除去荒草 在招募了昌丰义的百姓下 数百人同事动工 半个月就开辟了出来 到了插秧的季节 水成为了关键 改进之后的龙骨水车 桶车进入了大昭大梁城各地 到了播种时节 宋代播种机来到了大昭 重合元年八月秋 屯田千户尘卧 弯着腰站在北苍山南面 开阔的土地上 他的身后是新搭建起来的民房 算不得多好 只能是遮风挡雨 有孩子们从地里抓起泥巴 坐在地上搓泥瓦碗 成我没有阻止他们 他的脚下是郁郁清清的 红薯藤蔓 此刻也在全神贯注地 注视着冒上起来的藤蔓 他的神情愈发激动 随即兴奋地说 快去作民陛下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八十六章 君侯烧带 秋风起 秋意浓 皇宫里那颗下宣帝 亲手栽种的梧桐 开始向深红色转变了 秋风带着浓烈的凉意 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却无法带走树叶 那银杏树叶儿 就像是蝴蝶亲密地 依偎在枝丫上 不愿离去 照起的目光 透过窗户 神态有些迷离 空洞的眼神 似乎已穿破银杏树叶 就像是一个 带着满心仇意 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解决 只能寄仇似于天地的人 这让近来通报的 李春愣了一下神 他是很少见到 这样的陛下的 他望着皇帝陛下 比起一年半前 要挺拔了许多的龙体 心想陛下才过了十二岁 寻常人家的孩子 这个年纪 还在父母的呵护下玩闹呢 身为九五之尊 虽然万民敬仰 可是也有自己的苦楚啊 照起感受到了来人 他倒是没有如李春所想 只是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一年半了 两次见到了银杏树的变色 心中生起了一些感慨 索阳侯来了是吧 李春凑上去 一脸见笑 是的 索阳侯到宫门外了 他的笑声 瞬间击破了殿中的秋思 刚才在后瞻仰陛下的龙姿 奴婢本来受风寒的身体 转瞬间就好了 奴婢扣谢陛下 这真是好生硬核的马屁啊 赵启从李春的身边掠过 你这狗东西 索阳侯到了也不知道叫醒朕 自己病了就吃药 这又不是神仙 救不了你的命啊 李春从地上爬起来 奴婢知错了 不过陛下虽然不是神仙 但却有神性啊 奴婢就是受了陛下的龙器 才好转过来的 宣室殿里 方正男恭敬行礼 一张果子脸上 极尽金戈之气 他望着陛下有六尺半的身姿 明明远低于自己 但是在皇帝陛下 转身落座的那一刹那 他的身体就像是 不受控制一般的 垂了下来 投过来的明明是一张笑脸 方正男却觉得 上面坐着的呀 是神明 陛下 微臣按照吩咐 一直以来 没有再去针对袁立达三人 他们三个人 在军营中 也是越发地放浪 最近一次 长达一个月 没有出营训练 通过填补兵员 微臣安插进去的大量人手 再加上袁立达对待下属 尤为残暴 微臣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 整顿北军的时候了 上次在方府一别 赵琪清楚知道了 北军所面临的问题 既然有问题 当然要改 但是他深知 出手整顿北军 这件事啊 对于维一行和袁太后 都是非常敏感的 自己要插手 只能够交给方正男 自己在暗中积蓄力量 军红 有几成把握 赵琪宁神 放在转上的手 渐渐地握紧 动袁家 所要冒的风险极大 饶是他的心里 也尤为紧张 方正男 肃然而立 正色说道 回陛下 兵者 凶器也 微臣以为 没有谁敢说 自己对国家大事 有实诚把握 但若事事都要实诚 则无人能做事 敢做事 微臣不才 愿立下军令状 若是圣后娘娘降罪 微臣愿一力承担 这真是大忠臣呀 赵琪心中动容 其身从上尉走了下来 军后请起 既然你在北军中的布置 已经完成 不妨再等些时日 方正男不解 一双宛若虎豹的眉 紧皱起来 他问道 不知陛下顾虑什么 赵琪的神态 彻底放松下来 轻笑道 袁立达三人 怎么说也是 原家的重要人物 母后也很倚重他们 若他们没有 如我们先前所料 反弹的话 那又该当如何呢 他又表示 尹密卫一直在搜刮 他们的犯罪证据 这三人生活不知检点 倒也不难 等再过些时日 军侯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方正男郑重点头 拱手说 还是陛下思虑周全 军臣二人在宣誓殿中密谈 张子军和李春 分别领着隐秘位和场位 将四周监视的密布透风 即便是一片树叶飘落 也难逃过张子军的眼睛 张子军见眉跳动 心眸中射出一道光芒 但见有人急驰而来 李来 通过对方的脚步 他已大概辨认出是谁 请客 太学生李来 果然急不而来 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身边跟着两名太监 李公公 我有事要禀告 李来极为礼貌地 向李春行礼 李春侧目扫了他一眼 也不回礼 奸细的声音中 透着上位者的气势 李来啊 陛下正在和索阳侯 商议国家大事呢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李来乃是太学生 自从入宫以来 先是在明镜楼 听皇帝里下讲课 后来奉命在御果园中 照料瓜果蔬菜 几个月下来 他一直都是陈卧的副手 北苍山屯田的事 整个京都地区的官员 都已知晓 李来担任屯田百户 虽是种地 但是读书人胸中的浩然正气 决然不会丢弃 感受到李春傲慢的态度 他不弃反笑 大方地说 好 那下官就在这里等着 保证一步也不挪开 如此李公公也不用为难了 李春咧嘴而笑 心想这小子 可比许位王妻之流 懂事多了 你就好好等着吧 秋日的阳光 溅上正空 笼罩到李来的头顶 宣誓殿的正殿大门 终于被推开 方正男攻身 向赵琪告退离去 下了高高的时间 见到李来 笑问道 贤侄 怎么在太阳下面站着呀 李来的父亲 在京都府尹中担任要职 这两家会有往来 啊 师叔 您和陛下商议完了 李来行晚辈礼 余光从店门外的李春身上扫过 他说 师叔和陛下商议国事 小侄来此 也是向陛下禀告国事的 李公公让我站在这里等着 不要乱动 他说的很是悠闲轻松 方正男闻言 两道眉毛皱然竖起 扭头望向李春 煞时间 李春感觉到自己周身 仿佛出现了十余口利刃 下一刻就将他的身体刺穿 赵琪呢 一步跨过门槛 伸了一个懒腰 对着蓝天白云 发出一声舒爽的声音 他问李来是何事 李来行礼之后说 陛下 是咱们苍山的红薯 千户大人已经试斋过 想请陛下 选择梁臣 采摘红薯 方正男下意识地惊呼 红薯好了 前不久 方元就从苍山大棚中 给他弄了两个回来 味道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以后可以当作军粮呀 是的 第一批在大棚外种植的红薯 已经可以收获了 千真万确 站在旁边的李春 突然觉得很不自在 手中的浮尘 怎么都拿不顺手了 陛下对于红薯极为上心 而且因为这件事 和围像是有一个约定的 自己刚才拦下了李来 对方说的那些话 显然是针对他呀 他有些害怕 然而奇怪的是 赵琪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责备 还让他去传灵台视照李毕 或者说李解玄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87章 深得明星 挑选好日子 这事儿当然要问 管天象日理的官员了 正好赵琪想起一个颇为有才 但因为诸多事情 而被他忽略了很久的人才 当初准确预测出 都将会发大水的那个奇人 太尉流然的外孙李毕 接到皇帝的传照 整理了一身衣服 步履稳健地来到了宣誓殿 宛若一个老成持重的中年人 李先生 赵琪改变了称呼 平静地望着对方 北苍山红薯落成 朕要挑选一个好日子采摘 你看看哪日是吉日啊 李解玄阁下的胡须叙了起来 神态却没有一丝变化 只是袖中的手掐动了几下 玄机攻身回道 陛下 明日就是吉日 赵琪文言洗上眉梢 也来了兴趣 他走到李解玄的面前问道 朕最近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李先生 不知陛下所问何事啊 你应该知道 朕的红薯可做主粮 但朕昨夜做了个梦 乃是我朝太祖五皇帝 五皇帝告诉朕 除了红薯外 还有一物明曰土豆 比只红薯还要强 亩产可达三十单 朕当时听了很是激动 竟忘了问 该从何处寻找土豆 朕想起你去岁 预测出将多洪老灾害 今日你再替朕算算 这土豆身在何方 视为何物啊 始终低着头的李解玄 皱起了眉头 在一番测算之后 他猛然抬头望向赵琪 这李解玄七尺多高的身高 比如今的赵琪 也高不了太多了 赵琪清晰地 从李解玄的瞳孔中 看到了震惊 心想难道还真是 让这小子给算出来了 不是吧 天下能有这么神的事 你算出来了 赵琪压抑着 心中的些许激动 若是能够找到土豆 那天下人口必然暴涨啊 李解玄神情凝重 仿佛算到了什么 了不得的东西 陛下 臣算不出来 这么一瞬间 空气似乎被这句话给凝固了 赵琪挑眉问道 你算不出来做出这副表情 正是因为臣对此一无所知 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李解玄说的是一本正经 赵琪笑了 突然觉得此人挺有意思的 再加上他满阁的忠诚 不禁问道 李清 自古王朝刚迭乃是天道必然 如今中原三国鼎立 朕想问问你 我朝之国运何在 可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说到这里 赵琪就联想到了 太宗皇帝问李淳风 和元天刚大唐国运的事 饶氏李解玄自己 也没有料到皇帝会问他这种话 自己的测算之能 似乎在遇到这位真龙天子的时候 全然失去了准确性 亦或者说 他似乎丧失了某种能力 秋风萧瑟 卖浪滚滚 八月是丰收的季节 京都周边的田地里 无数百姓仰天感慨 今年老天开眼 大丰收 一辆看似简单的马车 在数十名舞者的护卫下 向北苍山而去 经过稻田时 赵琪听到了百姓们的高呼声 喂 你们有没有发现呀 自从咱们的新皇帝登基 一切好像都变好了 稻田里 两名年轻人一边干着活 还不禁讨论起了国家大事 那可不 我们这位圣天子可是真的厉害呀 先拜烟月两国大军 还让我们吃上了盐 种上了地 给我们发新农具 现在才有这么好的大丰收啊 哎呀 说的没错 以后我们肯定有好日子过了 哎 那可说不准呢 有一个年长一些的男子 突然叹气起来 嗯 怎么说 你不知道啊 我们这位圣天子还没有亲政呢 好像还有人在反对他 是哪个不识好歹的狗杂种 竟然敢反对我们的天子 是圣天子去了朝廷前几年 加收了田地税 圣天子这么好 怎么会有人反对呢 哎呀 兄弟我跟你说 有的人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吃上饭 这些狗官 你是不知道啊 我每每想到我们的圣天子还未亲政 我就彻夜睡不着觉啊 两人说的是忧心如焚 若是不知道其身份 只怕还以为是两位朝廷高官呢 一个老人走上前来 给着两人一人一嘴巴子 指着前面新修官道上的马车 两个兔崽子 不要命了 还不快干活 赵启一透过车窗 看到了这一幕 心头自有一股自豪感生气 这其中有大部分隐秘位的功劳 否则他这个没亲政的小皇帝 即便是在京基地区 名声也不可能深入民间的 发展了一年多的隐秘位 已然尤为庞大 并且奉行赵琪的旨意 深入民间 向百姓传递圣天子的所作所为 这样才有了如今这一幕 李解玄的眼眸流光四溢 田中两名男子说的话 的确是有些大胆 流露出对当今天子的感情 却是不假的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不就是得民心的最好体现吗 张子军面带笑意地说 陛下深得民心 我朝万民都期待着陛下 能够早日亲政 李解玄说 民怨所请 陛下理应早日亲政国制 如此天下沉迷可期啊 赵琪没有说话 他当然也想早点掌权 没有人希望一直被人压在下面 而他下面的人 也不愿意看着他一直被压 那样他们就少了很多机会 但是呢 赵琪还是没有多说 从大梁城到北苍山 已经用水泥修了一条关道了 马车行走在上面 一点都不颠簸 到北苍山南面 山下的开阔地 已修建起了数十座民宅 住在这里的 有从长丰一搬过来的 也有在矿场 在野铁房的工人 上下的便是屯田所的居民了 这些居民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呀 都是难民 有的是因为战乱 有的是因为洪涝 民宅周边原本荒芜的土地 被开辟了出来 早已种上了一些蔬菜 一片欣欣向荣 粮食没有种 屯田所的职责 就是经营红薯 自然不会再去种苏米等物了 生生来了 生生来了 一个顽皮的小男孩 爬上旁边的树 第一个看见 从远处来的车架 他见到了很多次 自然认得出 随着他的喊声 在家中刚吃完饭的农民 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涌出来 纷纷挤上前来 给召起行礼 拜见圣上 圣上万岁 他们是由心地感谢圣上 没有圣上 就没有他们今天的好日子 李解玄望着 游若风吹麦浪 而后弯下腰的麦感 心头大为震撼 他不禁向山上看去 山上也有民宅 这个时候啊 里面的人都出来 向召起行礼 满山之间 全是民心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众CV 连昧演播 第八十八章 丰年大收 北苍山周边都有隐秘未监视 防止有人偷混进来偷窃 这所谓的偷窃 不只是南面的红薯 还有和此地隔着山头的野铁工坊 那里蕴含着对于这个时代而言的诸多新技术 投入使用不久的水泥 就是像很多人向往的东西之一 自水泥问世以来 苍山铸造坊 制造跟不上速度 于是乎 神工铸造坊 也是紧锣密鼓地开始行动起来 如今大昭帝都大梁城街道 依然焕然一新 烟月两国的人 见了成为神迹 自然极想得到这种技术 陈沃对赵琪早是翘首以盼了 见到皇帝陛下终于来了 带着屯田锁中人迎了上去 赵琪直接阻止了他们的心理 这里就不要搞这么大的阵仗了 赶紧看看我等的胜利果实 陈沃面容兴奋 注意到赵琪身边 多了一个此前从未见过的人 心有疑惑 但是他没问 倒是冯信大胆地问 圣上 这位大人之前都没见过呀 冯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大字不识两个 穿着粗布麻衣 双臂瞧着就很有力道 他和张子军是同乡 也是因此 一早就在浴果园中 传授他的从农经验 忘了给你们介绍 他叫李解玄 是个看日头的 今天这个好日子 就是他选的 等会儿啊 我们要是挖出了大块头 还得感谢他呀 赵琪没有介绍官职 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告诉了他们 原来也是一位先生啊 这冯信很是羡慕能读书的人 学着读书人的理 向李解玄行礼 小老头这乡有礼了 李解玄笑容亲切回礼 说着 一行人来到了开辟种植处的 红薯低头 种植面积不是很宽 只有两亩地 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一些 绿意盎然 红薯叶子 就像是河面上的荷叶一样 遮天笔日 绵延出去密密麻麻 让人看了好不壮观 照起横扫一圈 朝王姬挥了挥手 问他 哎 红兄呢 怎么没见他呢 挖红薯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他再怎么行呢 朕当初是在母后面前保证过的 他有封薯的能力 他不在 今日若是收成不好 朕就把这锅扣到他头上 身为屯田都户居然不在 整日借着公务出宫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这么被他给败坏了 看来朕得给他点惩罚了 照起见方元不在 于是说道 还有这个方元 朕看他最近是有点闲了 居然打牌 也不怕他老不削他 是的 五月中旬 方元就和刘然的孙女完婚了 不止如此 王姬也已成婚 平阳长公主对此身以为然 她来这里是想认真地 吃一场红薯大餐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于是说道 要是收成不好 我回去就告她 别瞎说 小心一语成衬 赵琪没好气地说 不过这锅呀 它是背定了 玉儿知道皇帝又要使坏 浅浅一笑 敬奉天地之后 承卧在前沿着田梗 她脸上的兴奋神色 丝毫不减 自从进入玉果园以后 在和家里面经过几次争吵的时候 她基本上已经不回家了 就连自己媳妇都敢跟自己吵架 她相信自己走的路 相信陛下给她的安排 带着满腔热血 她挖进了土壤之中 冰冰凉的土壤 让她一点都不反感 哪怕上面是交过珠粪的 赵琪也不嫌脏 挽起袖子动工 众人一同开始动工了 与此同时 相府之中 太长梦红 心色匆匆而来 进屋却看见一脸平静 浮于专案前奋笔即出的丞相 有些难以理解 她说 哎 韦老弟呀 我的韦老弟 你怎么还能如此淡定地 安坐于此呢 微型咳嗽一声 也不落笔 淡定地说 孟老哥 如此急躁 又是你的君子之名啊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 孟红拖着一肚子气 在旁边落座 喝了一口茶水说 哎 喂老弟 昨日小皇帝密见了方正南 这已是本月第六次了 我们的人 是半点消息也没摸出来 哎 不过呀 今日我终于发现了 北军中的动静 方正南利用 补充兵额的机会 向屯田旗 长水和步兵三营 安插了诸多眼线 不止如此 我还发现三营中 多名将领 已投向方正南了 你说这种时候 能不急切吗 北军以前是 袁世财的大本营 他在北军中 根本没有力量 如今的方正南 放在以前 也只是圣后 用来牵制 袁世财放肆的棋子 如今得以上位之后 圣后又以 袁力达 袁正平 袁洪志三个人 来牵制他 他们想要获取 北军内部的消息 自然是千难万难了 维行听见这句话 也放下了笔 平静的神情 依然平静 但是眼神已经转变了 小皇帝 这是要染指兵权呀 袁行缓缓开口说 看来 袁力达三人 比我所预料的 还要笨拙许多呀 孟宏点头 急切地说 喂老弟 眼下我们不如 将此事禀告圣后啊 在他看来 圣后娘娘 一定不会让 召起染指兵权的 可维行却是摇头说 哎 我们没有直接证据 而且陛下自登基以来 每下决策 无一不准 圣后竟然到现在 都还没有说什么 孟兄去说了 又有何用呢 言外之意就是 圣后岂会不知道 皇帝的小动作呢 圣后竟然没说话 自然是墨允了 那 韦老弟的意思是 韦一行没有说话 再次提起笔 旁边一直沉默守后 宛若木雕的李文如 手中的雨扇清奇 两座胡须飘动起来 孟大人呀 既然圣后娘娘不管 那就把这把火扇望 圣后就不得不管了 孟红树然起身 心领神会 便在此时 相府管家前来通报 哎 相爷 陛下在苍山中的红薯 结果已经出来了 亩产三十蛋 比他们原先预料的 还要多整整十蛋 孟红的一对眉毛 瞬间成了吊桑梅 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管家 不敢相信 更不愿意相信 亩产三十蛋 神话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昧演播 第八十九章 朕要见学堂 二十七蛋 确确实实是二十七蛋 没有错 沉沃激动的双腿 都有些颤抖了 重复爆出数字 众人大眼荡小眼 这个数字 直接将一群人都给干蒙了 原本预计的是二十蛋 此刻是远超啊 老农冯信 抱着几颗坏死的红薯 愣愣地说 可惜啊 要不是坏了这些 我们没准就突破三十蛋了 和他一同在浴果园中干过活 作为屯天锁的 第一批老人的正龙 也是遗憾地说 是啊 太可惜了 张子军发现 许久不见 自己这两位长辈的心态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当初在浴果园 红薯没种出来的时候 两人都不信 说能母产六蛋 他就在众人面前吃土 最后小半母田 也就产出了六蛋多了 冯信这也没吃土啊 现如今 母产已经二十七蛋了 两人居然如此遗憾 就在这因为一个数字 而寂静下来的时间里 突然一声大笑 打破了沉寂 王鸡放声大笑 发财了 我们发财了 欢呼声响起 他们才知道 这不是假的 地上堆满的红薯 更不是假的 一片欢呼声 响彻整座北苍山 距离此处 足有七八里的 苍山野铁工坊中的人 似乎都听见了 更远些的 在煤矿中工作的人 似乎也听见了 一阵珊瑚海啸之后 陈沃抱着一颗红薯 在赵琪面前颤抖着说 陛下 这比起传说中的那些神话 一点也不差呀 赵琪朗声而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是你们创造出的神话 是大家共同创造出的神话 张子军也是激动地说 无常二十七蛋 陛下 您才是真正创造神话的人 今后我朝百姓 再也不用挨饿了 子军 你错了 张子军立马反应过来 是大家一同创造的神话 赵琪还是摇头 还是不对 王姬屁颠屁颠的上前 黑黑笑着说 老张 你错了 不是母产二十七蛋 是母产三十蛋 就你最鸡贼 都是陛下教导的好 张子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说道 陛下 我认为不妥 我们怎么能够虚报呢 二十七蛋 已经足以被称为神话了 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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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是天子 对吧 张子军点了点头 赵琪无奈地摇头说 你果真是个石头脑袋啊 我请问你 他们会来苍山亲自算一算吗 当然不会 那么我们多报一点 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只有这样 唯一行才知道 大家有多厉害 有多辛苦 最重要的是 举步为奸的改土归流 才会有更大的决心 你可明白 张子军心想 自己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可是陛下 撒谎终究是不好的 王姬嚷嚷道 老张 我发现你比老许还要死脑筋 不过也对 他顶多蒜头驴 你就是一块石头 张子军看了他一眼 石头怎么了 石头坚硬不动摇 不像你跟一株草一样 风往哪边吹 就往哪边倒 我什么时候成抢头草了 你这家伙 每次说不过 就开始恶意重伤 陛下 这你得主事公道 你说话颠来倒去 不是风怎么吹怎么倒 是什么 哎呀 好了 子军啊 有句话叫做 石也 命也 这如何说话 要分时间 场合 地点 及趋势 谎言 也就并非谎言了 张子军正色说 陛下 我还是觉得撒谎不好 老张 你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话 王姬学着 读书人的模样 摇头画脑起来说 如此不可叫也 朽木不可凋也 简直太适合你了 你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 你是朽木 你满口谎言 两人之间如此斗嘴的场景 大家都习以为常 不过还是忍不住地想要笑 赵琪也放弃了劝说张子军 这家伙真的是属石头的 陈沃思索片刻说道 陛下 这么多大鹏已经种不下了 那就保存起来 来年种 赵琪大手一挥 这不小事吗 可臣卧却犯了难 可是陛下 马上就是冬日了 赵琪这才了然 不过现在都有无烟没了 这是需要担心的问题吗 年初的时候 朕不是就让蒲城 在各家打造地炉了吗 那火炕 就是存放红薯的最好之地 等到了冬日升起火 什么事都没有 陈沃文言 仿佛听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 双眸放出金光 陛下 这是什么原理啊 赵琪乐乐 她就喜欢这种 乐于求学的孩子 这个嘛 你想想之前 在大棚中栽种红薯 红薯丰收 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然要好好地庆祝一番 于是 在玉儿和安阳两位女子的协助下 终于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一桌庞大的红薯盛宴开始了 有红薯泥 有油炸红薯条 有炒的 有煮的 可谓是应有尽有 让人看了都有点不敢相信 他们承认红薯还是不错的 但是 这也太可怕了些 一张张桌子 摆在屋舍前 地面是用水泥修缮过的 十分平整 就在开饭前 长生爷终于带着小智儿来了 虽然自己的皇帝身份 长生爷已经知道 但是他还是如晚辈一样 上去迎接 小智儿见到召起身边的玉儿 喜笑颜开 快乐地投入玉儿的怀抱 玉儿姐姐 你给我带糖了吗 当然给你带了 不过老规矩 你先把姐姐上次 教你认识的字都写出来 我才能给你糖 小智儿从兜里摸出了石头 却不再是碳 小智儿会写 我写给玉儿姐姐看 她很快地 在地上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玉儿揉了揉她圆滚滚的脑袋 拿出两颗 最近何云松推出的棒棒糖给她 然后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孩子 一拥而上 都说他们也要 小智儿双手插腰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会写字的才有 你们又不会写字 孩子们听见这话 好些顿时沮丧起来 但是也有很多不服的 你还不是玉儿姐姐 教你你才会的 玉儿姐姐不教你 你才不会呢 对 玉儿姐姐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也写字 一群孩子围上了玉儿 纷纷嚷着求玉儿 教他们写字 玉儿看向了赵琪 赵琪看向了孩子们 我全说道 这也要进学堂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 下集同样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无敌小昏君》 作者徐胡 由野鹤携手重CV 连妹演播 第九十章 大智之士 这时候没有学堂 只有私塾 私塾呢 是要收钱的 对于贫穷人家来说 自然就上不起学了 这也是为什么 古代识字的人 显得极少的原因 照起一句话 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晚风拂过山岗 一时俱进 李春捏着扶尘 小心翼翼地问 陛下 您刚才说什么 建学堂 不错 就在这里 修建苍山学堂 教孩子们读书十字 此为功利 不需要交钱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农人们有些迷惑 心想着陛下 怎么突然要建学堂了呢 很快有人反应过来 不是突然 是那群围着玉儿的孩子们 王妻心想 陛下对玉儿是真的好啊 为了给玉儿解围 不惜花重金建学堂 其实陛下也是性情重人啊 功利 什么是功利 太学生理来 捕捉到了 这一个陌生的字眼 很是疑惑 照其妄想那群 渴望着 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们 他们乌黑的瞳孔中 好像看到了希望 他们也知道 自己似乎可以读书写字了 关键是 可以吃到糖了 所谓功利 就是国家出资 兴办学校 国家要强盛 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孩子们就如春前之草 就如出生之朝阳 他们是国家的生命力所在 不读书不得以明智 不得以报国 哎 风元最近不是很闲吗 让他过来苍山建学堂 这些孩子们 都是我大招的花孤朵 教不好 朕为他试问 捏着扶尘的李春 站在赵气山后 问道 奴婢这就去通知方大人 冯信很激动 他一辈子羡慕的 就是读书人 自个儿没钱 自己的孩子 也没有送去多十几个字 若是陛下建立 苍山学堂 不需要他们交钱 还是方大人亲自教授 这可比那些私塾 要强得多了 冯信激动地说 老郑 我们的孩子 能读书十字了 郑龙不敢相信 好像 好像是的 什么好像啊 圣上都亲自说了 以后我的乖孙子 能读书了 他们看见 圣上身边的公公 真的去通知方圆了 顿时激动地 山呼万岁 正所谓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个道理 谁又不懂呢 百姓们不是不想 出人头地 而是读书的成本 太高了 若是有这样的机会 试问 谁不欣喜若狂 读书 才能出人头地 才能光宗耀祖 这是这个时代的 真理铁律 几千年来 都没有改变过 一群孩子 还是很茫然 直到月儿亲口 对他们说 孩子们 以后你们可以 再一起读书十字了 直到这时 他们才知道 那位穿得很好看的哥哥 刚才为他们做了什么 诸多百姓 纷纷朝赵琪跪下 山呼万岁 秋风带着淡淡的凉意 吹过皇宫 调皮地吹起 尝了宫旁的池水 圣后娘娘 从旁边的盘子里 抓起些许的耳料 洒入其中 颜色各异的 鱼儿们欢喜雀跃 圣后的古东明 功身徐徐说道 陛下年初所定 游递一事 现今已过去了半年 经过统计 他的话说到一半 身后突然传来了 急切的不发声 同时响起 寇腾激动的声音 娘娘 大好消息 陛下成功了 古东明转身 神情已是彻底震住了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 大长丘寇公公吗 什么事 能让他激动成这个样子呀 圣后娘娘旁边的宫女 得到示意 向两边退去 皇帝成功什么了 让你也跟着这么激动 寇腾注意到 正在汇报政务的古东明 很快将自己的心情 平复下来 说道 娘娘 是红薯 陛下种的红薯成功了 母产三十蛋 三十蛋 古东明的嘴唇颤抖起来 惊愕地问 怎么可能会有 母产三十蛋的农作物 他当然知道红薯 但原本估算的 不是二十蛋吗 圣后娘娘 属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背对着还在 翻滚争食的无数鲤鱼 饶使他 此刻也失去了 常有的那份端庄 当真 寇腾虽然没有人在苍山上 但是他在山下得到的消息 不可能是假的 是真的 陛下等会儿应该就要来 向娘娘报喜了 顾东明从浑身颤抖 到惊喜莫名 周然朝圣后跪下 圣后 有此红薯 我朝距离大智之势 也将不远了 即便是被誉为 古今第一智势的 文景之志 我朝也并非不能挤也 文景之志 圣后娘娘的心里 想起了令天下无数臣民 推崇以及向往的年代 抬头望向了星空 今夜的星空很美 有一颗星 极其明亮 在圣后抬头的瞬间 他便被吸引过去 下意识地说道 那颗星 可是紫微星 他的声音很细微 古东明没有听清 寇腾听见了 但是没有回答 若是真能出现大智之势 他以后是否也会像 宣太后那般 名传万事呢 圣后娘娘的心中 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 他曾经只能向往 却难以触及的想法 顾东明和寇腾 望着圣后娘娘 神圣的背影 保持沉默 秋风掠起娘娘的黑发 凤差发出轻语 池中的鱼儿 相互争抢 极其的水花 很是好听 不知过了多久 寇腾 你还记得 丞相和皇帝 在御果园中的约定吧 老奴记得 当日丞相不信陛下 能种出母产三十蛋 不对 是母产十五蛋的粮食 于是和陛下定了约定 说是陛下若能种出 母产十五蛋的粮食 便认为陛下已经具备 治国之能 这也是丞相作为陛下老师 所出的考题 嗯 依你看 皇帝这考题 答得如何呀 寇腾低着头 眉头亲咒了一下 想到这句话背后的意图 他可不敢轻易作答 陛下拥有治国的能力 那作为万民之主 陛下当然应该亲政了 即便不亲政 也是有权过问朝政的 只是这约定虽然有 但是能做此决定的 终究还是圣后娘娘 思错片刻之后 寇腾如实回答 十五蛋和三十蛋 陛下的答卷 已是完美中的完美呀 圣后娘娘陡然转身 凤幕之中 透着几番寒意 令站在原地的 顾东明和寇腾 一阵心寒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下集 同样精彩